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下的中国呀 无数人梦想着成功 多少热血青年的中国梦啊 其实就是两个字 成功 于是 那些历史和现实中的成功人物就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其中 张居正也在偶像之列 的确 大名最牛CEO张居正堪称成功人士的一个标本 仅就事实而论 可以说吧 张居正是了不起的任务 我个人认为呀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 也是最成功 最游刃有余的职场高手 我呀 从事这个以张居正为主人公的历史写作 有小二十年了吧 出版的书也有过好几本了 你比如说 最有权势的读书人张居正 毛卫 最近还要推出一个三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 大名首相 再加上啊 我在官场二十多年的感悟 自认为呀 对张居正这个人物的把握还是比较精准的 张居正这个人呢 他是在和平年代 从社会底层靠个人奋斗 用惊人的速度攀上权力顶峰的 现在有个不雅的词 叫屌丝逆袭 我看用来形容张居正啊 是相当合适的 张居正没有任何家庭背语 他靠的是国家提供的制度平台 迈上了上升通道 进入官场以后啊 张居正纵横百合 左右方圆 这个人呢 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更没有挨过整 可谓是仕途顺遂 高歌猛进 四十刚出头 就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中枢 到他四十七岁那年呢 就成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实权人物 当权呢 长达十年 他可不是一个首相 内阁首相我们或者叫首佛 首相可不是一个首相的角色 他是皇权兼项权 掌握着最高权力 直到生命最后一席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 中国历史上的治国的框架是什么呢 是皇帝与师大夫共天下 也就是说皇帝与读书人出身的这个官僚 大家一块治理天下 而到张居正这呢 就是他一个人治天下 顺带的啊 还把这个皇帝也给治得服服帖帖的了 至于那些满腹师叔的高官大辽 身经百战的威武将帅 要么乖乖的听话 要么灰溜溜的滚蛋 无论是超越流的政治家啊 还是这个明满天下的文坛领袖 无论是这个政敌 还是师友 张居正啊 都能玩于鼓掌之上 收放自如 张居正这个人啊 安属官场牌里 可是他又不按牌里出牌 他既能把这个韬光养晦之树啊 玩得炉火纯青 城府深不可测 他又能啊 把握时机 该出手时就出手 绝不脱离带是犹犹豫 张居正是一个强势人物 他想做的事一定能做成 所以我们常人呢 认为这些事不敢想不敢做 可是张居正不仅敢想而且敢做 更重要的是 他一定能做成 不管是反对 还是肯定张居正的人 都不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啊 张居正啊 一起一己之力 使这个秀极斑斑的国家机器高效运转起来 一举实现了国库充盈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不管张居正用的是什么套路 短时间内啊 就做到了 把亏损严重的大名独资公司扭亏为盈 用一个中性的评价获取最准确 张居正是权谋大师 治国高手 可以说他登上了人质的巅峰 所以呢 在人人静向追求成功的今天 张居正有大量粉丝 对他之常游刃有余的智慧和权谋 充满好奇和崇拜 张居正他是如何从草根一枚爬上权力顶峰的 他的围观智慧和权谋 他试图顺遂观成得意 人生成功的奥秘 确实值得认真了解 深入探究 就请各位拿出好奇心 听我慢慢讲来 经常听人说啊 现在是拼爹时代 这句话啊 有怨气 也有几分无奈 其实啊 我们中华自古以来 差不多都可以说是拼爹时代吧 难道寒门出身的子弟 就只能听天由命吗 现实中啊 相当多的人是真的认命了 但是呢 也总有那么些人 就是不甘心被改变命运的动力 所驱使努力奋斗着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那好 就让我们呢 穿过时空隧道 回到大明帝国的佳境朝 这是明朝的中后期啊 金平梅这本书啊 大家都知道 打的是宋朝的幌子 其实呢 他描写的就是明朝中后期的历史 你也可以理解我呀 张居正与武松啊 新闻庆啊 潘金莲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 当时还没有湖北湖南这两个省的建制 这两个省的地盘呢 就归湖广省管辖 省会啊设在武昌 湖广省有一个京中府 京中府下有个江陵县 江陵县里啊 住着一家姓张的军户 家境四年 也就是公元1525年初夏的一天 这个张姓军户啊 家里头一个男婴咕咕坠地 他是张家的张子长孙 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他的祖父啊 正在院子里 忽然看见一只白龟 从眼前爬过 就认为是吉兆 于是啊 就给这个婴儿啊 取名叫张白龟 当然这个龟子不是乌龟的龟了 是两个土叠在一起的龟 这个龟子啊 也是通乌龟的龟 白龟就是白玉的意思 同时也是白色乌龟的意思 这个婴儿长到12岁的时候啊 参加荆州府的一个考试 这个知府大人呢 就是张白龟这个名字啊 听起来总是有点不雅 就为他改了名字 叫张居正 张居正出生的时候啊 海瑞已经11岁了 七纪光还要在三年以后再出生 这两个人呢 与张居正啊都有交集 会发生一些故事 现在啊 我们就来看看张居正出生的军户 是怎么回事 军户在明代 是与明户对应的 也就是说啊 世世代代 要当兵的家庭 政府规定了 每个军户 都要至少一个男兵 去当兵 这个称为正兵 正兵的子弟呢 称为次兵 或者余兵 正兵如果死亡了 那么这个军户家的次兵余兵 依次递不上去 张居正出生的时代啊 明朝的军事制度啊衰败 普通军人呢 甚至被迫充当这个权贵的家奴 沦为殿户 非常凄惨 所以当时的军人呢 大量逃亡 躲进深山老林去求生 所以那时候的人呢 都以脱离军户为荣 可是政府又规定了 禁止军户改为明户 简单说吧 军户的地位低于明户 而所谓明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 也就是说啊 张居正的家庭背景 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家 所以后来张居正 说到自己的家世的时候啊 用了一个箭字 贵箭的箭 当然啊 箭不一定都穷啊 你比如说那时候的演艺大卫 身份就很贱下酒流嘛 但是他比普通老百姓呢 还是富裕了很多 听说过一个故事嘛 叫杜师娘怒臣百宝香 杜师娘那身份 肯定是很贱的 但是他有百宝香啊 说明他不是穷人 不过呢张居正家里呢 既贱 而且穷 因为什么呢 因为军户家除了南丁要当兵 还要承担呢 政府给的开荒 种地的任务 种地的收入呢 除了缴税以外啊 就算作你这家当兵的工资了 那张居正家啊 就是靠这个开荒种地维持生计的 你说这样的家庭他能富裕的了吗 用张居正自己的话说 他家事贫贱 张居正祖上三代啊 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有地位的人 如果硬要说他有什么身份的话 张居正的祖父算是个保安 他的父亲呢是学生 保安这个职业怎么理解呢 大明啊实情分封制 皇帝的儿子除了太子以外 其他男性一律分封到各地做亲王 也叫藩王 正面说是享受这个荣华福贵 反面说就是圈养起来了 有一位辽王啊 过去是分封到辽东 后来封地迁到荆州 张家是军户 南丁要参军 所以张居正的祖父呢 当兵以后啊就在辽王府当护卫族 这个族就是象棋中那个族的 那个棋子族 护卫族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保安了 那么学生身份又怎么回事 这和科举制度有关系 在明代啊 进公立学校是科举的庇佑之路 只有进入公立学校 称为生员 学生的生 党员的员 这样呢才可以参加 做官资格的科举考试 当然不是说失灵儿童都可以当生员 是上级分配名额 经过省府县三级考试 合格的 才能进入公立学校当生员 而且只要没有考取举人 或者你犯什么罪 把你这个生员的公民给割去了 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啊 生员的身份始终不变 哪怕你到八十岁 你还是一个生员 公立学校的生员 不就是现在说的学生吗 张家是军户 为了确保兵员开始的时候啊 军户家的男丁是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的 后来政府放宽了限制 张俊正的父亲叫张文明 这个张老爷子啊 就想改变命运啊 就参加科考 可是他运气不好 还是怎么回事啊 他考了二十多年 也只是考中了一个生员 说张俊正的父亲身份是学生 实事求是 也可以说是真实准确的 这么说吧 张俊正的人生道路上 家庭除了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以外 实在是没有什么帮助 这样看来啊 张俊正确实是出身社会底层 没有家庭背景可言 他后来拥有的一切啊 都是来自于他的个人奋斗 张俊正啊 张俊正啊小小年纪 就蒙发了出人头地的念头 要改变命运 有诗为证 诗是这么写的 凤毛冲进节 指上尽头肝 这是荆州府的一把手搞真文活动的时候啊 14岁的张俊正 他教的真文中的两句诗 这两句诗啊 表达的是他的远大志向 节节上升 直到最顶峰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两句诗里读出什么呢 分明是没有家庭背景 不能没有志气 这点呢很重要 因为出身底层草根一枚 就觉得靠自己努力也没什么用 先就放弃了 那还有什么改变命运的希望呢 当然 没有家庭背景的人 在人生旅途上啊 比起那些光二代富二代来 付出的代价 可能要大得多 有时候啊 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坎坷 中国有句古话呀 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句话的严谨的含义 我看也不必细咎了 我在这里提到这句话 是想说什么呢 贫贱家庭啊 容易遇到麻烦 被人欺凌 张居正便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正在张居正 为改变命运 努力奋斗时 突然遭受一次沉重打击 先前我们提到过 张居正的祖父啊 在辽王府当保安 这位辽王啊和张居正啊 正好是同岁 这个家伙啊 比较挑皮捣蛋 要说呢 贵为亲王 是皇家血脉啊 跳皮捣蛋就跳皮捣蛋呗 怕什么呢 殊不知啊 自从成祖他老人家 以亲王的身份 夺了他侄子的江山 皇家对这亲王就相当警觉 立了不少规矩 坏了规矩 说不定要倒大煤 从小挑皮捣蛋 养成习惯 将来非闯大祸不可 辽王他妈 能不烦恼吗 为了教育他啊 辽王他妈 这个王太妃啊 真煞费苦心啊 正好张居正 小小的年纪 就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于是啊 辽王他妈呢 就让张保安 带话给他的孙子 说要请他到府里吃饭 他是想拿张居正啊 做一个例子 要辽王啊 好好学学他 那时候可是讲究身份地位啊 你一个保安的孙子 和皇家后裔 堂堂的亲王 能平起平坐吗 可是辽王他妈呢 硬要张居正和辽王同席 而且呢 非要他做首席 这个小辽王就已经很不高兴了 这还不算 辽王他妈呢 又说了一句话 那意思是说呀 甭看你是堂堂的亲王 你要是不争气不学好的话 将来早晚有一天呢 会被人家这个小张子 任意摆布 这句话一出 辽王这小子鼻子里啊 就发出了冷冷的哼声 目光里就充满了杀气 果然呢 有一天 辽王就找了个理由 请张居正的祖父张宝王吃饭 估计啊 这个张宝王还挺激动的 王府啊 有的是酒 就敞开喝吧 做一杯又一杯 这个老宝啊呢 已经喝得头晕眼花了 辽王呢 还是不断串酒 就像云南民歌 民歌手 敬酒时唱的那首歌一样 就说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 结果喝到最后啊 这个老宝啊呢 就被人抬回家 乌乎哀哉了 张居正是悲痛欲绝啊 可他又能怎么办呢 自己家里没有地位 没有人呢 况且人家可以说 我看得起你才请你喝酒 你穷惯了没出息 把自己喝死怪谁啊 再说了 又不是辽王招待上级 安排张宝王陪酒 勉强算个工商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嘛 辽王会也许会说了 身为军人 没出息 硬把自己喝死了 夫妻今夜别想了 这让张居正到哪里梳理去 当然了 年轻气盛者 你可以拿着刀去报仇 也确实有这样的人啊 不要说你杀不了人家 即使你真把仇人杀了 你的小命也没了啊 张居正可不是冲动无脑的人啊 他选择把屈辱深深的埋在心里 这样的屈辱刺激着他 越发坚定了 一定要出人头地 一旦出人头地 必报仇血恨 可是呢 这样的话 张居正从来没有说出过口 不仅如此啊 他刚参加工作不久 请假回家 还与辽王啊 推杯欢展 诗文相合 表面上啊 这个张居正对辽王啊 毕恭毕敬的 他遵辽王之命啊 为别人写传 在这个传记里啊 还把这个辽王大大夸赞了一番 说什么呢 他说辽王啊 道德高尚 学问精深 堪称大名显王 但是啊 他的内心 报仇的念头 似乎从来没有中断过 不是不报 时候 不到 这是后话 你看啊 张居正 面对拼敌时代 自己的贫贱家庭 从来没有怨天友人 更没有自保自弃 即使是遭受凌辱 出了人命 他也没有冲动 也没有去拼命 而是呢 被他转化为啊 奋斗的动力 这样的家庭背景 在张居正身上啊 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珍惜机会啊 规避伤害啊 敏感多疑啊 偶尔啊 甚至会露出几分脾气 来化解危机 最终 张居正 超越了同时代的 众多 既有背景 又有才华的二代们 成为大明帝国 中后期 叱咤风云的人物 那么 没有家庭背景的张居正 是靠什么改变命运 出人头地的呢 我们下次再讲 之前呢 我们讲过了 说张居正啊 没有家庭背景 但是他很有志气 从小啊 就一心想着要出人头地 话又说回来了 底层的年轻人 谁不想改变命运呢 改变命运的想法 固然是好的 但要怎么做呢 你去签银行 他也可以说 我是要改变穷货的命运 这个做法行吗 不行的 改变命运呢 要走正道 正常情况下呢 国家 都会为有志于出人头地的 底层民众啊 提供合法的制度平台 举个例子说吧 司法考试 就是国家为有志于 做法官律师的国民 提供的制度平台 张居正深呼的时代 国家也提供了一些制度平台 可是呢 张居正因为是军户出身 限制很多呀 选择的余地不大 他只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 当兵 如果这个张居正听天由命啊 他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 当兵 军户家的长子 合理合法的职业选择 就是去当兵 这是军户家庭出身的南丁的法定义务 这也是正道了 明朝的军队啊 是世西制 祖上做军官的子弟 可以世西做军官 祖上是当兵的 子孙爷就只能当大头兵 你比如说吧 小张居正三岁的七级光 大家听说过这个人 因为他祖上啊是军官 16岁的七级光 一穿上军装 就是登周卫的指挥前世 正儿八经的军官 与七级光齐名的一个名将 叫玉大游 本来啊他学习成绩不错 但是因为他父亲突然去世了 他就承袭了父亲百户 这个军制 百户啊也是一个军官 所以他一参军呢 也就是个军官 可是张居正呢 他的祖父是个护卫族 也就是大头兵 张居正如果听从命令的安排 就是去当大头兵 而且永远做大头兵 没有任何前途 那时候啊 军队也很腐败啊 士兵很苦 不是在战场上伤亡 就是去给权贵家当奴隶 很悲惨的 前边我们不是已经说到过吗 去当兵的人都想上事法逃亡呢 这个情况 身为军户家的长子长孙的张居正 一定从小就听到过 所以他不想走命运已然安排好的路 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这样的话呢 当兵这条路 就不必再提了 那么第二条路 是什么路呢 造反 你无故逃避法定义务 不去当兵 那是要受到严厉追究的呀 那就起来造反吧 大明帝国的缔造者 伟大领袖朱皇帝他老人家当年不就是一个乞丐吗 靠枪杆子打出了政权 到张居正生活的时代 人家还敷衍子孙呢 他老人家的做法当时显然是不合法 可是人家创造了历史合法性 靠这个子子子孙都可以合法做江山 可是啊 要知道造反不是什么时候说干就可以干的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 号称太平盛世 偶尔有点群体性事件 也是屡起屡扑 星星之火难以燎原呢 就说官场腐败 贫富不均 大家意见很大 说起来恨得牙根痒痒的 可是这个恨中间的未必都是对官场的 很可能是对自己或者自己父兄的 恨自己或者自己的父兄没有当上官 站不到这些好处 你振臂高呼说造反了 不如你去号召大家 快想办法培养自己的孩子 你要将来做了官啊 就可以跟谁谁谁那样如何如何了 这样更有吸引力 所以啊造反不能干 不想当兵又不能造反 还有路可走吗 别着急 政府啊也为张居正这样的 应该当兵却不想当兵的年轻人 提供了制度平台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条路 科举考试 军户家的男丁啊 政府有条件的允许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 就是国家给张居正这样的寒门子弟 提供的出人头地的制度平台 上升通道 科举考试啊可不是考大学啊 实质上是考官 我们说过张居正自小啊 就立志啊 要做官做大官 可是寒门子弟要做官呢 非要经过考试不可 既不能花钱买文凭 考试也很难作弊 有人说了 现在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这话如果你让张居正啊 徐卫啊 汤贤祖啊 这些老先生听到了 非笑掉大牙不可 要知道啊 科举考试是三年举行一次 到首都会市啊 一次才录取三百人左右 你想想看 竞争多么激烈吧 没办法呀 科举考试它是计划经济啊 政府要报分配啊 而且都是安排做官呢 国家的官位是有数的 你不能录取太多吧 必须承认 科举制度不管有多少问题 在公平性这一点呢 确实是没得说的 国家提供的制度平台是公平的 能不能通过这个平台上台阶 那就全看自己的了 不就是死机硬背吗 只要死机硬背的功夫到家 问题就不大吧 错了 你比如张居正的父亲 张爸爸 一连考了二十多年 他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中 他被自己的儿子比着 他能不下功夫吗 可是最后还不是屡事不重吗 无数例证证明 走科举的道路 光靠聪明 光靠死机硬背 不行的 徐温常这个人大家听说过吧 他和张居正是同时代人 大概比张居正大个三四岁 我们现在知道了 他是个大诗人大画家 还被称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 这个人出身是一个干部家庭 从小就以才名著称相礼 而且这个人呢 有了强烈的功名事业心 二十岁的时候啊 他好不容易考上了秀才 此后历经了二十四年 他始终没有考中举人 那就跟别说近视了 就聪明文采甚至学问来说呀 张居正肯定比不过徐温 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一起挤着过独木桥的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这就是要说到我本讲的另一层意思了 就要做适合自己的事 有些朋友 哎呀很有志气 也很努力 但就是没有成功 或者准确的说 他的付出啊 与他的收获啊远远不成正比 这就是啊 他选择的制度平台 不对路子 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选择的职业 与你的脾气啊性格啊志趣啊 不是太吻合 有时候失败了 未必是你这个人不行 而是啊不对路子 所以 朋友们失败了不要气馁 要检讨一下 找的制度平台 是不是与自己各方面对路子 张居正啊不仅找准了平台 而且对上路子 所以他才一路顺随 那么为什么说张居正对上了路子呢 科举考试啊很城市化 这个城是课程的城 是形式的是很城市化 比如啊小小年纪你就要以圣人的口气观点来写文章 这就是所说的带圣人立言 又比如说文章的段落啊转折啊甚至字数都有严格的规定 你用今天的眼光看 批评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带圣人立言的这种写作要求 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样的指责未必公运 要知道啊科举考试是选拔领导干部的 不是选拔作家记者的堂堂大国治国安民的事啊 就是靠考试成绩好的这批人了 一旦考中 也不经过什么党校啊行政学院的学习培训了 就直接安排到领导岗位上行使职权了 大家想想 如果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 两耳不闻窗外事苦读十年 一旦中了进士 就直接分辈到某个县当支县 这个支县可是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 兼县长兼法院院长啊 他不稳重不老成能行吗 你像徐卫那样的人 因为自己愚闷呢 怀疑一个小妾出轨 仅仅是怀疑啊 提刀把他杀了 你说这样的人 要是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那这个制度才是真出问题了呢 徐卫那么聪明那么有才气 那么急于改变命运 为什么科长不顺呢 洒脱不济 思想奔放的人和科举的路子啊 对不上 像张居正的老爹 这个人也属于洒脱的人 所以他至多也只能当当学生 很难再上一层楼 而呢性恶沉稳 思想严谨 没有独立思想的人 是比较对路子 因为这样的人呢 选拔出来干国家公园是比较合适的 张居正 恰恰就是一个少年老成的人 小小年纪啊 就很稳重 很深沉 少年时代的张居正啊 就因为具有这样的素质 就被地方各级领导所重视 他到荆州府考秀才 一举考了个第一名 知府一看 这小家伙 年龄不大就如此深沉 文章又写的这么好 喜欢的不得了 就给他改了名字了 还到处说啊 我们荆州张秀才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而且这话呢 他还给上级领导汇报了 上级领导谁呢 就是胡光省的一把手 叫巡抚 这个学府呢 是顾林 顾林听了以后啊 专程跑到江陵县 张居正家里头去看他 一看呢 这小家伙真不错 既聪明又沉稳 这样的少年呢 又培养前途 国弃啊 国是国家的国 弃是机器的弃 他嘱咐张居正的父亲呢 就说啊 为国爱护辞子 你看看 这是顾巡抚说的 而且呢 还赠送给他礼物 资助他银子 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 张居正小小年纪 又获得了很高的赞誉 辽王他妈 请他吃饭 大体上就是在这点事之后 可见呢 张居正确实适合科举考试对路子 也确实适合到公园队伍里来 各级领导啊 都看出来了 不能不说 领导 那还是有眼光的 正因为啊 张居正和科举考试比较对路 他15岁的时候 和父亲一起去参加湖光省 选拔举人的考试啊 叫乡士 就中了举人 辽王请张居正的祖父喝酒 也就是在他中举之后 以庆贺张居正中举的名义 来邀请的 其实啊 张居正的深沉 并不说明他的思想很深髓 学问很高深 那倒不是的 比起他同时代的不少人 你比如说像李志啊 何欣尹呢 这都是思想家了 高宫 这是他的师友了 下一步我会说到他 比起这些人 张居正啊 就差远了 不是一个档次的 当然了 你可以怀疑他啊 用现在的话说 张居正这小子 你会玩深沉装酷 反正人家张居正小小年纪 就沉稳老练 不张扬 不轻狂很严谨 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 如果不是张居正这样的干部 那么这个制度 我看也就不再需要了 用现在的话说吧 黄河国家需要的 正是张居正这样的干部 所以啊 大明嘉靖26年 也就是公元1547年 就在这娘的春天 首都北京 长安左门 就贴出了一张黄榜 这张黄榜上啊 共列有301个名字 被分为三甲 甲以丙丁的甲 被分成三甲 第一甲三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状元榜眼炭花 第二甲90人 第三甲208人 二甲近视的第九名啊 就是张居正 这就是我们说的 比洞房花猪夜 还有令人兴奋的金榜提名了 其实啊 这已经是张居正 第二次复兴刚考了 19岁那年 他来过一次 没有考中 那你说他对路子 为什么还落了地了呢 科举考试啊 难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呢 那时候的风气啊 是先成家后利益 普遍的是十六七岁就结婚 是不是兴奋燕耳 只顾清清我我了 耽误了学业呢 这个说不好 不过两次会试就考中 已经相当不易了 这种就很少了 曾经落地的原因啊 我看我们也不比去细究了吧 按照天干地支纪念的编号啊 张居正他们这帮近视啊 被称为丁卫科近视 同榜近视 相互称童年 童年关系就其实质来说啊 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 同学关系 在随后等待分配的几个月里啊 童年之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联络活动了 点破说吧 其实这就是编制关系网了 这个时候 两条路摆在了张居正面前 需要他来抉择了 其实啊 这才是决定 试图观运的 关键性抉择 到底是哪两条路 张居正 会如何抉择 我们下回再讲 人生啊 常常面临选择 有人说 选择 比努力更重要 这话啊 我看有道理 做出正确的选择 是成功的基础 可是呢 能不能做出正确选择 那不是靠丢钢被那么简单的呀 那靠什么 或许啊 通过张居正的案例 可以找到答案 加进二十六年的春天 即将迎来二十二岁生日的张居正 作为新科进士 沉浸在金榜提名的喜悦中 新科进士们呢 春风得意马蹄鸡 一日看尽长安花 好不容易从考试的苦海里解脱出来 那还不得尽情享乐呀 聚会自然是少不了的 张居正的同榜进士中啊 有一个官二代 叫王世珍 这个人呢 后来称为文坛领袖历史学家 他从重进士起啊 就特别喜欢呼朋唤友 王世珍呢 就多次邀请张居正 却总是被他蜿蜒谢绝 王世珍有点纳闷 这老兄城府够深的呀 他不知道 此时张居正的内心呢 牵挂着一件大事 或许有人问了 那是不是分配的事啊 做出这样的猜测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 新科进士出炉后啊 确实面临着分配工作的问题 但是呢 张居正心里牵挂的 还真不是这件事 在当时啊 所有的新科进士 都不像现在的毕业生找工作那样上心 他们对分配工作的公平性啊 还比较有信心 明朝执政当局的公信力会有这么好吗 设计分配工作这样的大事 大家居然相信公平 多亏啊 有比较透明的制度设计 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 新科进士的分配啊 有许多规矩在 一旦进士张榜公布以后啊 一看到名次 差不多已经可以猜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 什么规矩呢 当时啊 当时啊 有立部掌管进士分配 叫大悬 一甲三人 也就是状元 榜眼 探花 直接进汉林院 受官职 二甲进士呢 依照他的排名 内 受主室 外 受支州 内指的什么 内实际上就是中央机关了 外指的什么 外就指的地方 那么主室呢 主室就相当于现在的各部的处长 大体上相当于处长 支州相当于什么呢 支州相当于现在的副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兼法院院长 那么到底是受主室还是受支州 是按照什么呢 是按照名次 分若干批 一批呢 若干人 前几名就分配去各部去当主室 后几名呢 就分配到地方去当支州 顺便我再说一句啊 兴科进士啊 多数是不想到地方去当官的 三甲进士呢 同样依照名次 内受平市啊 中书啊 行人呢 外呢 受推官呢 支县呢 这些官职 至于什么平市中书 推官等等 具体什么职务 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那么即使同样分在中央机关 具体分到哪个部 他也是按照名次排序的 轮到谁是谁 大家啊 也只好接受了 当然了 你说找门路脱关系的事 也不能说完全杜绝 毕竟在严密的制度 也有空子可钻 你比如说有人轮到去当支州 他不想去怎么办呢 他就找关系了 请假 说病了 回家休息 磨蹭一年两年以后 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再解决 这也有 可是张居正不想参加分配 他就不必要去操心 如何分配这样的事了 不参加分配 那才想干什么呀 这就要提到张居正心里牵挂的那件大事了 他呀想继续深造 成为啊 树集市 就是我们俗称的点汉林 按照惯例 碰巧的话 新科进士可以参加考试 考中的 入汉林院再深造三个年头 这样的考试叫管选 图书馆的管管选 考中的就称为树集市 这事有那么大吗 不就是考个相当于考个研究生吗 不是那么回事 对于张居正来说 这件事啊 比分配工作那可大多了 对他的职业生涯 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数集市啊 他不是官 还算是学生 有人就说了 相当于读研究生 其实这么说啊 很容易产生误导 选拔数集市 更接近于现在的选拔后备干部 而且还不是为一般的干部后备的 是作为国家最高政治中枢 内阁成员的后备人选 内阁是什么机构 有人说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 这个类比是错误的 明太祖朱元璋他老人家 坐稳江山以后啊 就废除了成像制度 他等于啊 自己身兼大名独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然后找几个秘书啊 帮着他看文件呢 出主意啊 可是后来呢 生于宫廷 长于宫廷的董事长们 身兼二职就吃不消了 所以就越来越仰仗这个秘书班子了 这个秘书班子啊 就是内阁 内阁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 差不多就是代替董事长处理公司日常业务了 内阁的大臣也有五品 有想法设法提高到了一品 俨然是宰相了 虽然呢 内阁没有法定地位 不领导不愿 他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文 指挥不愿 更没有干部任免权 但是实际上呢 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所有的请示报告 都是由内阁拿出批示意见的 正常情况下 皇帝就是照着内阁的批示盖章 由此来看呢 内阁实际上不是一个执行机构 而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 这么说吧 内阁就起职责权限和行事职权的方式看 如果有人想象为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我看你是抓住了制度的精髓 内阁呀 一般三到五个人 也有时候多 也有时候少 排名第一的内阁大臣 我们现在啊 叫他首辅 那时候呢 称首相 入阁习惯上便被称为败相 那么内阁的人选从哪里来呢 明朝啊 有相当于宪法效率的政治惯例 有一条政治惯例是这样的 非进士不如汉林 非汉林不如内阁 就是说呀 不是进士就不能进入汉林院 没有在汉林院深造过的 就不能入阁拜相 而且那时候还有规矩啊 正常情况下 只有新科进士 才有资格参加树吉士的考试 过其作废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 既不可施 实不再来 现在明白了吧 树吉士是宰相的后备人选呢 换句话说 只有成为树吉士 也才有入阁拜相的可能 也正因为如此啊 树吉士当时就称为除相 除就除备的除 啊 这么看 点汉林呢 就有点像现在的 考资格证书的意思了 你有了资格证书 未必有机会 从事这个工作 但是你没有这个资格证书 你要想入行 是不可能的 想想看 管选是不是很重要 烫如不参加管选 不能成为树吉士 连进入内阁的资格也没有 就更别说当什么首相了 那要是这样 谁不想参加管选 当树吉士啊 为什么还特意提到张居正 牵挂这件大事呢 别着急 还有些情况没有说呢 常言道 有德 必有诗 汉林院哪是清水衙门 在汉林院做官 那叫史官 就是抄抄写写做些文字工作罢了 而且提拔也非常慢 你要是进是直接分配做官 说不定已经当上部长省长了 点了汉林的同学呢 大多数还是当相当于处级干部的七贫史官 即使好不容易提拔吧 他也有固定的升迁路线图 依水的是清水衙门的岗位 御用文人的角色 所以啊 点了汉林固然有处像的说法 可真正能够入阁败像的有几个人呢 而一旦不能入阁败像 这辈子 差不多就只能当穷酸输虫了 正因为如此啊 不少人对参加管选点汉林 也不是那么感冒 而且 这件事 对像张居正这样家世贫贱的人来说 抉择起来尤其需要格外慎重 好不容易考上进士了 如果直接参加分配 在中央部委就是做处长 按照当时的惯例 两三年内就可以当副司长司长了 到地方起点就是 副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兼法院院长 这才是真正的官啊 这才方便照顾家庭啊 而参加管选呢 入阁败像的概率很低很低 一旦不能入阁败像 基本上一辈子就是个穷酸输胜 养活自己都不宽裕 更不要说回馈大家庭了 那么到底是点汉林做使官 还是直接分配当有实权的官 张居正很快就做出了抉择 参加管选 因为只有参加管选 取得入阁败像的资格证书 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报复 为了自己的远大报复 应当牢牢抓住机会奋力一搏 这就是眼光吧 你紧紧盯着眼前的实惠 那不叫有眼光 应该说张居正是有眼光的 既然他已经做了选择 如何通过管选就成了首要问题了 管选能不能成功啊 取决于许多因素 重进士的名次啊 年龄啊 地域啊 外表啊等等 我们呢 可以帮张居正分析一下 他把握性大不大 首先 重进士的名次 张居正位居二甲第九名 有优势 其次年龄 大概是考虑到 做后备干部的时间相当长吧 数级式的选拔 偏向于选拔年轻的 张居正呢 二十二岁 有优势 再次 地域 你作为中央主要领导的后备干部 选拔的时候啊 你要讲究地域平衡 近士多的身份呢 竞争就激烈 所以就地域而言呢 张居正不具优势 最后 外贸 张居正这个人呢 你虽然不能说是美男子 但是也算得上儒雅俊朗 称文老称 战力朝班呢 不会让领导倒胃口 所以啊 也有优势 这么分析一下啊 张居正 总体上是有优势的 但是 慢来啊 但是 还有转折了 除了这些 险规则 也就是惯例以外 按照一个流行的术语 还有潜规则呢 据知情人说啊 数级式之选 请托聚齐办 大家注意啊 请托聚齐办呢 此前的科举考试 全凭是考试成绩啊 笔试成绩啊 而管选呢 更多的 是取决于面试 这就不那么好把握了 大家听到这里 或许会心一笑 笔试大体上 算公平 一加入主观因素 比如面试之类的 那就有猫腻了 对此 大家可能不陌生吧 套路大家也熟悉 找人 你要有门路 找到有影响力的人 替你打招呼才行 你像官二代王世珍 富二代王道坤 就不愿意放下山段祈求人 说什么呢 他说重劲是好比处女出嫁 走权贵的后门就相当于出轨 刚出嫁就出轨说不过去 所以他不愿意参加官选 张居正家世贫贱 老爹作为学生在北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亲戚朋友里也没有人帮得上他 这是他的最大的劣势啊 如果像王胜珍那样有门路 张居正倒是不会像他那样看问题 他会放得下身段 张居正到底有没有通过什么关系 你比如说请湖光省的老领导 当年对他很看重的这顾林 给中央的朋友写信什么呢 有没有这件事我拿不准 但是呢 我看也没有必要考证了 总之 结果呢出来了 张居正三个字 赫然在列 排在26名数据师的第八位 人常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而入汉林 就是张居正所做的人生的第一个重大 而又正确的选择 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把目标 放在那些个六七品的小打小闹的官职上 如果张居正 考虑眼前利益 目标也就是支付啊巡抚啊 他就不会参加官选 也就不可能入歌败相 可么我们到今天 压根也不知道历史上有过这么个人 参加官选的过程 让张居正意识到了 人脉 对官场上的人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 他需要积累人脉 那么 到底张居正是怎么积累人脉的 我们下次再聊 大家呀在单位也好 在社会上也罢 都免不了啊 要有各种各样的交际 你静下来不妨想一想 你交际是为了什么 是出于功利的目的 还是情感的需求 又或者是二的尖而有之 出入职场 该交往些什么人 还有的人说了 我很想进步啊 很想有大的发展 可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是不是该活动活动啊 该怎么活动啊 等等 我呀没有资格胡乱说教 还是啊 让张居正的行动 来替我们作答吧 大明嘉靖26年春夏之交 张居正啊 实现了他进入官场后的第一个目标 点汉林 在汉林院读书的日子啊 实际上是很清闲的 相当多的同学啊 都忙着结交权贵 为以后的发展呢铺路 也有的同学呢 埋头读书 不时啊 副诗作文 拿来大家欣赏欣赏 为博得一个作家的名号 张居正对这两类人很是鄙视 不愿与他们为伍 那么难道张居正不想为未来的发展铺路 当然想了 甚至可以说 汉林院里的同学同事里 恐怕没有谁 比张居正更想的了 那为什么 还看不起结交权贵 为以后发展铺路的同学呢 张居正啊 有他自己的一套设计 话说有一天哪 张居正的同榜进士 那个光二代王世珍 又来邀请他 说年兄啊 汉林也点上了 还忙啥呢 一起聚聚吧 大伙啊 常相聚 就你老兄啊 每次都不到场 和张居正不一样 王世珍呢 他没参加管选 分到刑部去当主事了 可以简单理解为 分到最高法院加司法部 去当处长兼法官去了 他揭示了一批文友 揭成了师社 凭借着才华作品和活动能力啊 很快就成为相当于常务副社长兼秘书长的角色 汉林院的不少人呢 都成了王世珍的常客 可张居正总不参加聚会 王世珍呢很不甘 屡次邀请他 可是张居正却不领情 又婉拒了 他为什么不愿参加王世珍的饭局 难道他不需要朋友 大家知道的 张居正基本上属于光脚进城的年轻人 在首都没什么关系 而且他已经认识到了 想在官场立足发展 最需要的是人脉 王世珍在首都关系可广着呢 他的祖父父父亲唐兄 都是近时出身 做过或者正在做高官 参加王世珍的饭局 建立起人脉关系 不是一条捷径吗 张居正他为何毅然不屑呢 这里先卖个关子 咱可以给大家个提示 张居正啊 政治上很敏感 他看出了某种苗头 不愿意和王世珍他们交合在一起 现在啊 正有一个现成的关系 对张居正而言 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在琢磨着 怎么样才能把这段关系 好好发展一下 张居正他们这帮鼠籍士在汉林院深造 给他们这班同学上课的老师中啊 有一个人 地位最为闲耀 就是须杰 须杰是什么人 他是南直立松江府华庭县人 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 这个人经历很丰富 不满二十岁就近视基地 还是个炭花狼 比张居正年长二十三岁的徐杰 经过二十多年的官场历练 看似外表温和敦厚 实际上啊 这老兄啊 却有一肚子的算计 此时的徐杰啊 不仅和内阁首相 关系不错 而且又深得大老板 也就是家境皇帝的信任 这个人呢 很有手腕 算在上一位官场老手了 徐杰这个人呢 学问也很大 精力丰富 穩重老成 还有高级领导干嘛的丰富 张居正开始接触徐杰的时候啊 就感觉到 哎这徐老师和我很对脾气 张居正不是已经和徐杰 建立起了师生关系吗 师生关系和同乡同学关系一样 在当时的官场 都是相当管用的关系啊 可是张居正知道啊 徐杰他做过地方的学政科举的主考 还做过啊 唯一的高等学府 也就是郭子健的校长 他在学生变天下 即使是现在 徐杰也是张居正他们这26名同班同学的老师啊 因此 仅仅是一般的师生关系 那是很不够的 张居正啊想着进一步发展这个关系 怎么发展呢 再直白一点说 怎么样能够攀上徐杰这棵大树呢 张居正一定进行过多方分析 最后他得出结论 关键是啊 让徐老师了解自己 他一旦了解了自己 就会感觉出这个学生和他对脾气 那就好办了 要让领导了解自己 就得靠近领导吧 张居正啊 考虑了很久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汉林院读书说 就相当于现在吧 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的体会 就呈给了徐老师请他赐教 这个时候的徐老师啊 已经升任礼部的部长了 明朝中央可就是六个部加一个督察院 正部长是六加一啊 所以部长的政治地位 可能啊 比现在的政治委员副总理都高 而且啊 以嘉靖朝的惯例 理部部长差不多算是入阁败向的首要人选 徐杰这位高级领导干部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张居正啊 请他赐教的文章 他还真看了 当读到啊 这样几句话啊 测浅者不可以徒生 渐小者不可以徒大 一耿耿之身 任天下之众 啊 这些话 徐杰啊 很可能眼睛未知已亮 自此啊 甚至很残酷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用自己人 那就得亲自发现培养一批人吧 一词为契机 徐杰把张居正纳入了自己人的圈子 建立起了超乎一般的时尚关系 这样的关系啊 成了张居正试图顺遂观运横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有了一定的人脉 就一定能试图顺利 对于底层出身的干部来说 光有这也是远远不够的 你首先要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吧 你新建立的人脉关系 人家凭什么提携你啊 这话什么意思 别着急 先看看张居正在汉林院的情况吧 转眼间呢 张居正数级是休业期满 毕业了 毕业该分配了 徐老师欣赏张居正啊 他的成绩也确实不错 所以他的分配啊是最好的 不仅留在了汉林院 还被授予正七柄的编修职务 不过在汉林院里啊 做十年二十年编修的人大有人在 有的就中老在这个岗位上了 新老编修 寂寂一堂 在这个清水衙门里做些无关紧要的文字工作 他们有大把大把的空险时间呢 可以支配 按说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张居正该松口气了吧 但是他并没有轻松下来 甚至有一种危机感 这是为什么呢 他觉得自己各方面的条件 与自己的志向不匹配 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的金两不够 刚才不是说要掂量一下几斤自己两吗 张居正掂量了觉得自己的金两不足 张居正啊家世贫贱 近二十年寒窗苦读 大体商啊也是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的 为应付考试啊 学习那些四苏五经啊 这些东西只相当于敲门砖 你参加考试有用 对实际工作用处不大 而汉林院呢 管选的时候靠的是诗文 进入汉林院深造 教他们的还是诗文 诗啊 古代写的一些文章啊 都是这些东西 至于从徐老师那里学来的呀 大体上是什么呢 是王阳明的心乳学 再加上官场上韬光养晦的一套 防身术 既然想干一番事业 就必须具备干这番事业的真材实学呀 张居正 张居正清醒的认识到 自己的学识和自己的目标相差太远了 他想充实自我 所以不敢泄态 充实自我没那么简单呢 那要花很多功夫的 也不是光靠自己自身努力就能行的呀 那怎么办呢 张居正啊 想出了两条捷径 第一条捷径 找有真材实学的人交朋友 张居正啊 非常留心 在和同事的日常接触中啊 观察可以向他传授学识的人 不久 还真就被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叫高拱 比张居正啊 大13岁 早两科 也就是六年中进士 高拱自幼啊 监督识广 他有名师教习 演修学问 他16岁中举 是全省第一名 高拱啊 曾经师从当时最著名的学者 叫什么呢 叫李孟阳 王廷相 这两个学者是 识学大家 识啊 就是实际工作的识 识事求是的识 识学大家 高拱啊 16岁中举 30岁才考证进士 这十几年间 他在大梁书院当教授 啊 中进士以后 他也在寒林院深造工作 这个人是博览群书 学父武车 而且高拱这个人呢 是出生于书香门第 官宦之家 他的祖父父亲 都是科班出身 啊 他的哥哥 也是进士出身 现在还担任地方的高官 高拱这个人呢 为人呢 豪爽 有才略 但是呢 就是有点清高孤傲 他不爱拉拉扯扯的 一般人呢 想揭示他 他呀 也未必愿意深交 而且那个时候还非常讲科举辈分 如果他是科举前辈 彼此相见呢 都拘束的很 一个后辈 想和前辈结交 那是相当不容易的 张居正看准了 他就不顾这些了 有意识的呀 去接近高拱 在他面前呢 摆出一副啊 虚心好学的样子 向他求教 高拱啊 就说了 做学问呢 不要天天钻到那诗文里头 要精视致用 要重视有关国际民生的事 哎呀 这个话一出口啊 张居正就说 哎呀 这跟我想的太像了 不模而合呀 他越发想和这个高拱交朋友了 说来也巧啊 高拱这个人 你甭看外表很孤傲很严肃 内心却是一团伙似的 热情的很 他对礼节什么的不讲究 他感到张居正啊 年少聪明滋滋向学 给他讲些什么 马上就能领悟 而且对他呢 又非常的崇拜 所以就心里很高兴了 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对于张居正来说 和高拱交往啊 就等于找了一个博士生导师兼实验室主任 免费传授学识啊 有了徐杰和高拱两位大师级人物 传授经验与学识 外加保护与提携 试看官场 谁能敌 张居正 之所以能成为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政坛高手 这是一大因素 他能够清除一栏 剩一栏 把徐杰高拱先后赶下台 秘密也在这里 张居正啊 也不是眼睛至朝上看的人 他还有充实自我的另外一条捷径 什么呢 接触基层实体工作者 汉林院呢 号称清华之选 普遍的比较清高 张居正却不是这样的 他经常啊四处打听消息 来问 地方谁到首都出差了 什么人来了 他只要一听说啊 什么管严正的 管马正的 管税官的 这些干部 还有军队那些武官来了 自己啊 就带上一壶酒 去找这些人呢 去聊天 回家以后啊 就把从这些人 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一一记录下来 那时候不行到地方调查研究 张居正呢 又急于了解 掌握地方和各行各业的情况 就采取了这个办法 一个人呢 你要想快速成长 就要结交对自己发展有帮助的人 这就是出入官场的张居正 所奉行的交往准则 那些敏感人物 一定要敬而远之 这也是张居正很好的把握 张居正啊 一直在抓紧充实自己 他早早的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单等待着机遇的出现 他会很快等来机遇吗 我们下回再讲 大家听没听到过这个说法 人呐要直进退 什么叫直进退啊 简单说吧 该向前冲的时候 你要敢冲 该后退的时候 一定要赶紧退 这样考验的是一个人判断形势 把握时机 拿捏分寸的能力 假如是你脑子聪明 学问不少 志向远大 你到一个单位 政府机关也好啊 公司啊 学校也罢 你观察一段时间 发现有不少弊端 要是不赶快解决的话呀 非出大问题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张居正就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那么还是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吧 张居正书籍师毕业啊 被留在汉林院做七品编修 他在北京啊租了房子 按了家算是稳定下来了 可是呢 耳闻目睹发生的一些事啊 加上他从基层实际工作者那里头啊 了解到的地方和各行各业的情况 一向沉稳的他啊 坐不住了 为什么呢 张居正感觉到 这大名独自公司啊 上上下下 威靡不振 业务啊是严重下滑 要再这样一意维持下去 公司早晚一天要破产 大名独自公司现任董事长是家境皇帝啊 这个人呢他隐身在西院 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海 他从来不上朝不开会 靠听取高级经历层个别人的汇报 他做决策 这位家境皇帝啊 他还以英主自居 英主什么叫英主啊 就是英明领袖啊 他非常自负 国家问题这么多 矛盾如此尖锐 大家都熟识无读 这个英明领袖听到的呀 都是太平盛世的谎话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这是张居正的想法 他很着急啊 要不要站出来 告诉大老板 经营状况可不像那些经理们 向你汇报的那样好 张居正啊 反复斟酌 一再权衡 保持沉默 既然看到问题 假装没有看见 良心不安呢 也睡不着觉 有责任感的人呢 差不多都这样 相信不少人感同身受 老实说呀 根本就不去主动观察发现问题 或者发现问题啊 也是一笑了之 觉得与自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单位的事儿 你这样的干部实际上 你成不了动量这才 那你不保持沉默啊 发发牢骚 行不行 不少人是这么做的 同时聚会啊 平常到办公室串门啊 一见面就说 这不行那不行 都是些牢骚话 不是指责领导无能 就是抱怨公司的制度失灵 不能说这样的干部啊 没有正义感责任感 你可是这样的干部 领导可是不喜欢 不会给他承担更大责任机会的 张居正在外人面前 从来不发牢骚说怪话 那么看不下去 又不想保持沉默 就站出来提意见吧 这倒是组织提倡的啊 但是要冒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嘉敬皇帝这位大老板呢 已经在位三十多年了 他脾气啊 刚烈暴躁 而且一行立威 行就是刑法的行 啊 处于畸形那个行 动着就诛杀 关押提意见的干部 所以张居正很纠结 最后 他还是决定 冒一次险 陈文老陈 你不等于什么时候都 沉默寡言 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 那不叫陈文 那叫袖手旁观 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进退的进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进呢 当然是责任感的驱使了 但是 也不这么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如果该进的时候 腿肚子打哆嗦 不敢往前冲 我看你就只配做个配角 做个盘观者 而要鼓足勇气冲上去 不仅对改进工作呀 有好处 说不定啊 还能给自己带来声望 声望对一个人的发展呢 非常有好处啊 默默无闻的人在官场是 是没什么大的前途的 那个时代啊 还鼓励发扬民主 所以给领导提意见的是啊 还不少 不少人呢 还因此一举成名 你比如海瑞就是个例子 基于这两点考虑 哪两点呢 就是要面对问题啊 不能保持沉默 又希望呢 获得些名望 基于这两点考虑 张居正啊 在刚分配工作不久 就给大老板呢 上了份意见书 请注意 张居正面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既没有像有的人那样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跟我没关系 又没有像有的人那样 整天发牢骚说怪话 人家是什么呢 人家是通过组织渠道 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报上去 那么张居正 他在这份意见书里 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啊 现在咱们国家 可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 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而是什么呢 是危机四负 矛盾很多 他还说啊 关键是领导啊 不能了解下情 下边啊 也不了解上面在想什么 我啊 现在把实情报告给皇上您听听 现在是啊 特权阶层 骄横自私 干部队伍不健全 组织人事工作 音循守旧 国防工作 松松垮垮 财政亏空严重 最后呢 张居正还以警告的语气说 敬爱的英明亮修啊 你不能悔记记忆啊 不然发展成为癌症晚期 那就完了 当然了 张居正的话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可是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张居正啊 拿捏的不错呀 你说他言辞激烈吧 可是他并没有像大多数上书的那样 动辰说什么 英明领修啊 你不应该不务正业 整天不到办公室上班 或者说英明领修啊 你为什么是非不分 喜欢用那些颤美小人呢 类似这样的话啊 张居正都没说 洋洋洒洒三千言呢 也没有具体指责哪件事做的不对 哪个人有问题 没有没有这样 可是你要说他不激烈吧 英盟领修领导下的太平盛世 被他一下子捅出那么多问题 差不多快病入膏肓了 甚至警告说啊 继续悔记记忆的话呀 非要完蛋不可 你说这不激烈 也够激烈的 给领导的意见书啊 按照正常渠道报上去了 张居正怀着急切 或许还有一些忐忑的心情啊 在等待着 过了很久啊 也没有人找他谈话 也没有见到领导批示 那时候啊 你报上去各类文件 如果皇帝有考虑 他认为不变表态 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 这里就不说了啊 他就会压下来 不往外发 等于啊 留在宫中不处理 挂起来了 当时这叫做刘忠 张居正的这份意见书 就被刘忠了 张居正很失望啊 也很焦虑 年纪轻轻啊 就经常的失眠 睡不好了 实在没办法 他就去找老师徐杰了 对他说老师啊 现在形势很不好啊 再这样下去 可是不行啊 得想想办法呀 徐杰啊 这时候已经入阁拜相了 首相颜松啊 对他戒心很重 他对颜松呢 则是外托恭敬 内怀警惕 说话办事都非常小心 他嘱咐张居正四个字 那四个字啊 叫韬光养晦 张居正无奈了 只好的干熬着吧 职场上人都知道 一个熬字 那是非常折磨人的呀 我们前面已经提示过 汉林官具有处像身份 但官场公认的呀 汉林官提把最满 七品编修必须领工资满九年 才有升职的资格 大家都知道 有升职资格不等于就能升职啊 一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长事啊 有人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这样的话啊 何老持眼望清瞻 如老编戏我老编 自嘲的 张居正啊 要说是应该有思想准备的 可毕竟他还年轻啊 真正熬起来的 就些受不了了 何况他还对国家问题堆积如山 大家却熟视无睹而着急呢 他真想现在就坐上首相的位置 大干一番 有诗为证啊 这首诗这么写的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西北有知夫 荣华艳朝光 招之锦绣段 目称龙凤章 远道不可见 泪下喝狼狼 安德随长风 偏分到军旁 愿将云锦司 为军补花赏 什么意思呢 张居正啊 他觉得自己啊满腹精伦 多么给君王贡献呢 可惜啊 悠悠远道 望不到头 只能长须短叹 乃至山然泪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此时的张居正啊 何等焦虑 何等愚闷呢 开始的时候啊 张居正以为问题出在高级经理层 董事长是不了解真实情况 要不他上那个意见书就是这个意思 慢慢的呀 他认识到了高级经理层固然令人失望 但问题的总根源就在那位董事长身上 他认识到了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那位啊以英明领袖自居的家境皇帝 崇道修炼 隐身幕后 整天装身弄鬼实际上是 可是他牢牢控制着大权 这个严孙和徐杰啊 两个人带头啊 讨好奉迎大老板 把这个局势描述为啊 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 到处英格厌恶 更有潺潺流水 如此一来啊矛盾掩盖着 谁也不愿意出击 只要能够维持 这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这是徐杰啊严松 这些高官们的看法 这不等于一个大三杨的乙肝病人 为了证明自己没病 于是就整天花天酒地嘛 是不是啊 怎么能这样呢 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意见提了没人理啊 那现在还有三个选择 可以选一下 一你是强忍着 人为言轻呢你没办法呀 忍着吧就 第二拍眼而起 第三拂袖而去 张居正开始的时候啊 是接受了徐杰的指教 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嘛就是强忍着吧 可有的人就忍不住了 选择拍而起 好几位啊 都比张居正级别高的 这种官员站出来了 点名弹劾首相阎松 说他什么呢 说他奸贪勿国 说了皇帝啊 你要不炒阎松的鱿鱼 咱们国家好不了 这些人呢言辞非常激烈 啊 惹的这个家境皇帝啊 很生气 就找各种借口 给他们严厉处罚 最轻的也是扁到穷上屁壤 去做打杂的小官 不去解决问题 而是想方设法解决提问题的人 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张居正忍不下去了 那你拍眼而起呗 拍眼而起 大骂一番 是痛快 可是这样做 羽工不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 玉丝呢断送前程 张居正既是暗地里 撞墙 来发泄心中的胶着 他也不会拍眼而起 甚至 人家在外人面前呢 他连牢骚话也不说一句 那找好朋友去说说吧 或许会好一些 年轻人嘛 需要倾诉的 总闷在心里 不是办法 可是不巧的是啊 张居正的好朋友高拱啊 他被任命为豫王的讲官 到豫王府 给豫王讲课去了 这个豫王啊 是嘉靖皇帝 存活在世的儿子中的老大 处境啊 非常微妙 高拱啊不得不谨言慎行 他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 这是一个情况 再一个情况呢 找这个徐杰的弟子们 那些同学们说说吧 要知道啊 弹劾严松 的人里头啊 有一个叫杨继胜的 这个人呢是张居正的同榜近视 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同学啊 这个杨继胜啊 是徐杰在国子间当校长时候收的徒弟 严松的人呢 就怀疑 杨继胜站出来 是不是幕后是徐杰在指使啊 所以啊对徐杰和他弟子们呢 就多了几分戒备 徐杰的弟子们呢 不说人人自危 也都小心了很多 张居正啊 失望 焦虑之余啊 又增添了几分孤独 看来再这样下去 是要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张居正想到了退 怎么退啊 他以生病需要疗养为名啊 请了长假 大家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 叫帮有道则是 帮无道则隐 这个归隐本身呢 常常就被理解为表达对时局不满的一种方式 当时的人呢称归隐呢称仰望 什么叫仰望啊 就是培养在官场的威望 于是啊 29岁的张居正啊就归隐了 张居正倒不一定是为了仰望 因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看出来他对现实不满 也没有发现他和谁闹过意见 大家认为啊 张居正啊也可能是真病了吧 只有徐杰知道 他的这位弟子得的是政治病 因为什么呢 张居正在临行前呢 给他的徐老师写了一封信 其中有些话呀是相当刺耳的 有一句话大义这样说的啊 既然组织上把你安排到这样重要的位置 你最好有些担当 不然你回家抱孙子算了 他这么说他老实的这是 你想想这不是对徐杰不满吗 显然呢 张居正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有无能为力 再这样耗下去啊 说不定真的会逼出病来 或者惹出什么麻烦 这才不得不躲避一下的 不仅如此啊 还有一个原因 这之前呢 张居正与严松的关系不错 这个我后来我们还要再讲 面对弹劾严松的风潮啊 你要继续像过去那样 与严松密切交往吧 怕群众对他有看法 你中断与严松的交往吧 你岂不得罪了严松啊 倒不如展示避开的好 这样看来呀 张居正的归隐 你可以说是眼不见为敬 也可以说是为了自保 你看看人家张居正 看出问题 不忍解默 通过组织渠道啊 向领导提意见 这是禁 领导不重视 局势啊继续恶化 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 有无能为力 索性啊 归隐 我退一步 眼不见为敬 免得万一忍不住惹出麻烦得罪领导 事实证明啊 张居正这个选择呀 是非常正确的 当三年多以后啊 他从家乡回到首都的时候 他的两个最活跃的同学啊 一个呀死了 一个呀生不如死 这都是得罪领导惹的祸啊 处理不好和领导的关系很危险啊 那么张居正是如何处理与领导的关系的呢 我们下次再见 假如啊 你到一个公司 你听公司上下都在议论呢 说咱们公司的老总啊 插金 那么你对这位老总该持何种态度呢 你想想 或者你到一个机关 人家说了 咱们这机关的二把手啊 是只哈布狗 啊 对领导啊 毕恭毕敬 那么你又该如何面对这个二把手呢 这就是个态度问题了 你可别小看态度这两个字 依我在官场二十年的经验呢 尤其是研究张居正所得的启示 对领导的态度啊 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你在职场的命运呢 不信 就看看张居正和他的同学王世珍 杨继胜 这三个人的经历吧 顺便说一句啊 那时候啊 中央机关人很少 不像现在这样 一个步就几百人相互不认识 那不是那样的啊 而且基本上都是近市以上出身 本单位的领导啊 对下属的前程啊 决定权不大 所以啊 说到领导指的是中央领导 这里啊主要指的是首相颜松 要我说啊 颜松被称为无恶不作的奸臣呢 有点冤 但也没办法呀 总得有人替皇帝背黑锅吧 你说是不是 我看呢 颜松的问题主要在哪呢 主要在于 他担任大名独自公司总经理以后啊 他花相当多的功夫 去揣摩董事长的意图 在老板面前呢 一味的柔顺奉迎 你要知道啊 在儒家的意识形态里头啊 是反对对上司一味柔顺的 尤其是啊 领导如果有毛病 你就应该直言不悔的提出来 你不能奉迎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逢君之恶 起罪大 领导有毛病你不指出来还说好话 是大罪 这是儒家讲的 因此啊 大家对颜松就比较反感 你做领导的哈巴狗 你还配做堂堂的首相吗你 你再加上官二代啊 也就是颜松的独生子 叫颜世帆 这家伙啊 非常狂 也很贪 这是个坑爹的主啊 如此以来啊 大家就对颜松更有看法了 站出来指责他 攻击他 弹劾他的人呢 很多 他的威信呢 不怎么高 可是大名独资公司的朱董事长 也就是家境皇帝 他喜欢他 奥秘在哪呢 奥秘就在于啊 柔顺和蔼的CEO颜松 和刚强的朱董事长 在性格上啊 具有互补性啊 他两个啊 竹连闭合 朱董啊 觉得这个CEO用起来很顺手 谁攻击他 老板就炒谁的鱿鱼 所以人家颜总的地位 稳如磐石 当然了 这个隐身幕后的朱董啊 他也不忘施展那 风而制止的权术 有时候啊 他故意给颜松点颜色 又给他的副手徐节啊 一点暗示 徐节这个人啊 很会算计啊 他不甘人下 早就想整倒颜松了 他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呢 他采取的是慢弓焊大树 伴住吃虎的办法 领导喜欢你 不就是因为你柔顺听话吗 那好 我徐节 比你颜松更柔顺更听话 高层表面和谐 其实暗中斗法 暗中斗法啊 就要争取人心 严格说是关心 大明独自公司 每招一批新员工 也就是星科进士吧 严总啊徐副总啊 这些人呢就想方设法 笼络他们 也应该说啊 严松啊 还是比较爱才的一位领导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吧 他对星科进士的态度啊 还是相当可爱的 关爱有加 可是呢 这些年轻人对严松的态度 却是大不一样 张巨正啊 有位同学啊 叫杨继胜 我们说过他 很刚烈这个人 很憨直 他认为啊 大明独自公司 之所以如此不景气 全是总经理严松的责任 尽管严松对他还算不错 可是啊 他毅然决然站出来 把严总骂得狗血喷头 这个家境皇帝 这位自称的英明领袖啊 他认为你杨继胜 你不是吃饱撑着的吗 他又一看呢 杨继胜骂严松的这份文件里的话 有这样的话啊 他说了 我揭发严松的这些罪恶 老板你要不信 你可以问问你的两位皇子 他这么一说啊 就等于把皇子 牵涉到正正的漩涡里头了 这可激怒了大老板 一气之下 交司法机关审判 就找了一个罪名叫什么呢 叫诈传亲王令旨 跟这个假传圣旨差不多 这个罪名 把杨继胜啊给杀了 张居正的另一位同学啊 叫王世珍 他痛心疾首啊 组织人呢 就为杨继胜去收尸 相当于啊 为他举行个追悼会 他还制道词 相当于啊 暗示啊 是严松杀了杨继胜 其实严松对王世珍呢 真心不错 非常想笼络他 不时啊 不时啊 请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王世珍内心鄙视言怂 并不买账 不仅不买账啊 还处处给他点嘲弄啊 讽刺啊 甚至挑战 王世珍呢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聚会 啊 有这么一份史料啊 说啊 竹人皆年少 才高气锐 相互标榜 是当事无人 只是相互炒作也就罢了 他们还激风时政 甚至于十九骂作 私下里不少骂严松 前面我不是说过吗 张居正不愿意参加王世珍的饭局 大家明白了吧 原因在这儿 张居正是有政治敏感性的 或许啊 他会向我们传授经验说 那些个 对单位领导有意见 老嫂蛮腹的同事啊 不管你多么赞成他的主张 佩服他的人格 可他的饭局啊 你还是少参加为好 对严松热脸贴上了王世珍的冷屁股 有些窝火啊 没想到这小子还得寸几乎 以文坛领袖自居 那不是想夺权吗 怎么理解啊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啊 是以利为师 也就是啊 官员是人民的老师 你只要认真学习领导的讲话 你就能体会到 领导真是无所不知 那尊尊教诲的语气 俨然是师长啊 再大的味儿 在领导面前 你都是小学生 何况 严松确确确实实是大家公认的诗人书法家 王世珍这个毛头小伙子 居然以文坛领袖自居 你置我老颜何地啊 因此 王世珍升职的事啊 就不那么顺利了 这王世珍就又发牢骚了 啊 说颜松压制他 看来啊 我要劳死在这个刑部办公室了 这些牢骚话又传到了颜松的耳朵里 他就说了 听说小王那小子想升职了 那就给他安排安排吧 你听领导讲话 你得听口技啊 这个口技 这个立部部长啊 是颜松线上的人 他领回了首相的意图 就把王世珍提升了 提升到哪呢 提升到山东 做青州兵被道 这个植物啊说起来太复杂了啊 你这么简单理解一下 你就理解为是负责维稳的官 也行 既然是负责维稳的 那么要去的这个地方 一定不怎么太平 所以王世珍就认为啊 这是颜松啊 给他穿小鞋 这也就罢了 还有一件事啊 王世珍的父亲呢 叫王宇 这个人是兵部左侍郎 兼寄辽总督 是统领军队的大员 他因为指挥一场战争失利了 这叫颜松抓住了把柄 在皇帝面前呢 就说了他坏话 结果啊 这个王宇啊 就被投入监狱 判了死刑 王世珍呢 听到急忙辞官跑到首都啊 到处哭着去求人呢 就说了哎呀 是我呀不知道天高地厚 得罪的领导 连累了我爹啊 是我有罪啊 我爹并没罪 干脆把我杀了算了啊 能不能把我的父亲放了 他说这些话 杨继胜 王世珍因为对颜松的态度问题啊 都栽了干道 一般人认为啊 领导嘛 站得高看得远 大人大量 其实未必啊 领导都很敏感呢 在一些领导看来 你一人在 再人三和领导过不去 那我不收拾你 谁还讨好领导 领导微信何在啊 领导没有微信如何领导啊 所以 王世珍 杨继胜在跟头 这是早晚的事 张居正对颜松的态度 与他的同学王世珍 杨继胜 大不相同 难道张居正对颜松没有意见 怎么可能呢 前面不是说过吗 张居正对现实很不满 上了意见书 他那里都虽然没有公开指责颜松 但是他把公司说的一塌糊涂 难道他会对身为总经理的颜松 没有意见吗 相应的 颜松对张居正啊 开始也不怎么感冒 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啊 你想啊 张居正是徐杰的弟子 出来乍到就给董事长上意见书 把公司说的这么不堪 颜松对他能有好感吗 可是呢 这个颜松的马仔们呢 经常给他打小报告 在这个小报告里啊 他就问啊 张居正这人怎么样 这打小报告的人说 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在背后 说您老老人家的坏话 张居正没说过 颜松的坏话 这人还给他报告啊 说了 说你像王时珍杨继胜那帮人呢 经常去请这个张居正 可是张居正总是躲得远远的 不和他们一块起哄 这颜松一听啊 这印象就好转了 不仅如此啊 张居正还想方设法啊 去主动接近颜松 就在张居正被授予汉链编修不久啊 正好是颜松七十寿臣 张居正写了一首贺寿诗 这贺寿诗啊 有这样几句话啊 我给大家说一说 叫窝斗条原话 赤横左上玄 声名玄日月 剑驴必兴寒 一属精伦手 尖丝封雅全 这个大意是说啊 严老啊 您不仅位积人臣 德高望重 还是群众公认的文坛领袖 你看看 杨基正他骂颜松是十恶不赦大坏蛋 王世真又说啊 当事无人 领导文坛的任务就由我小王来承担了 而张居正呢 他却说啊 颜松你老人家不仅是治国高手 还是天下公认的文坛领袖 你听了这话 你说颜松能不高兴吗 他对张居正的印象啊 慢慢呢就好起来了 这里有个问题啊 张居正吹捧颜松的话 他是发自内心的吗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啊 关于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他对颜松有意见 这个不必重复了 不过 我要说啊 张居正从感情上对颜松有某种亲近感 甚至啊 暗暗作为自己立志标杆 这倒是有可能的呀 为什么呢 因为张居正和颜松彼此的出身啊 和经历非常非常近似 颜松也是寒门出身的 他父亲呢也是只考中了学生 举人也没考上 也是不地秀才吧当时叫 这张居正跟他啊 是不是很像 而且这两个人都是经过寒窗苦读 柯场一搏 踏上了师徒进入了官场 颜松啊 是25岁中进士 二甲第二名 张居正啊 是22岁中进士 二甲第九名 然后啊 都通过官选 进了汉林院 你看看 张居正曾经和即将要走的路 是不是就是颜松他老人家 已经走过来这条路啊 再加上啊 颜松这个人确确实实 很平易近人 很有长者的风度 张居正对他啊 有某种亲切感 这也不奇怪 而且啊 张居正要比王世珍 杨继胜在政治上成熟的快 这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啊 张居正慢慢就意识到了 大名独自公司经营不善呢 责任在朱董事长身上 不完全在颜松身上 所以啊 他对颜松啊 就多了一份理解 一旦有了这个认识 张居正看颜松的时候 就不像王世珍他们 那么一百个不顺眼 颜松啊 已经年迈 仍然勤勤恳恳的 天不亮就上班 张居正对他确实有尊重的一面 多年后 颜松啊 狼狈下台 冻饿而死啊 要饭啊 气势荒野 已经升到高层的张居正写信给颜松家乡的领导 以私人的名义啊 请他们语安葬 这个虽然是后话吧 但也可以说明张居正对颜松啊 感情上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这么看来啊 张居正接近吹捧颜松啊 这些话也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出入官场的张居正似乎把握着这么一个准则 不管你对现实多么不满 对领导有多大意见 但是在领导面前呢 态度首先要好 而且呀还必须处理好和领导的关系 更不能得罪 杨继胜王世珍这类人呢 他把对颜松的恶感呢 直接了大 或者半只半眼的表露出来了 而张居正却把对领导的不满呢 深深的埋在心里 表面上啊 他对颜松是一副敬重 乃至崇拜的样子 而且流露出啊 愿意被他驱使 为他效力这样的想法 您老岁数大了 看看我能不能帮您老什么忙啊 所以啊有机会啊 如果是说颜松的好话 张居正啊也会乐于去做 有这么一个例子啊 有一天呢 他到颜松家里了 在院子里啊看到几种花 张居正写了一首诗 诗名叫三瑞富 瑞是祥瑞的瑞 三瑞富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君不见秋风将叛 众方为 唯有此种方伟瑞 意思是说啊 你看呢秋风寒霜里啊 其他花朵都枯萎了 唯有阎老啊 您这三种花还盛开着 你看看 其实他是用花来奉承颜松的 颜松年月古稀了呀 和他这个岁数的人 差不多都去见孔夫子了 而人家颜松的却很健良 身受大老板信任 主管着大名独私公司的日常事务 他说花其实是说颜松的 有人就问了 光写棘手工位领导的诗领导就会欣赏你提醒你吗 那领导是不是太好糊弄了 张居正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啊 他自告奋勇 就为颜松捉刀带笔 写了不少贺表著章这里的应酬性文字 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那时候啊 这个礼节繁多呀 这个领导干部有大量的应酬性文字 啊 这个占的精力非常多 张居正啊 就替颜松去写 啊 或许又有人说了 你张居正是徐杰的学生 徐杰不是颜松的政敌吗 这两个人正暗中较劲的 你张居正这样做 你是不是不地道啊 我看呢 不能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 徐杰啊 确实是颜松的政敌 但是这两个人的矛盾长期以来啊 并没有公开化 而且徐杰为了麻痹颜松啊 对他相当公顺啊 你张居正对颜松态度千功 甚至巴结讨好 不能说对徐杰不厚道吧 你对颜松还巴结讨好呢 你说我一个年轻人 是不是我跟你学的 正当这个张居正与颜松走得很近的时候啊 一波弹劾颜松的风潮发生了 那刚才我们说的呀 杨继胜啊 被抓进监狱啊 就是这个时候 张居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请假归隐的 三年多后啊 他在家待了三年多 张居正回京消架了 这个时候啊 杨继胜已经被斩首了 王世珍呢 隔三差五跪在大街上哭诉着 要代父去死 大家知道啊 那时候判处死刑不是说立即斩 他有时候好几年呢 官好几年 每年秋审一次 所以他有机会求人 王世珍呢 就存着一线希望到处哭诉 你说说 见到这个情形 张居正是不是暗自庆幸 哎呀 我自己及时躲开 少惹了多少麻烦 可是啊 官场上躲是权宜之计啊 你终归还要面对现实吧 当张居正回京消架的时候啊 器重他的老师徐杰 和首相严松之间的暗斗 已经白热化了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人们 高层的争斗 往往会牵涉到很多人呢 不少人因此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甚至啊 有的人丢了性命啊 张居正回来的不是时候啊 但是种种原因促使他啊 不得不回来 他不能不回来 这个话题啊 不展开说了 总之啊 张居正这时候非回来不可 他回来了 回来了又面对这么严峻的局面 张居正该怎么办呢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我们下一条再细说 你要是在一个公司啊 和副总经理啊 和副总经理啊 关系不错 可是突然之间呢 副总经理啊 和总经理矛盾公开化了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超脱出来 韬光养晦嘛 是不是啊 超脱出来吧 也行 但是似乎不是上策 不管谁赢了 你参与重新分肥的机会 就很小了呀 脚踩两只船 这个相当不容易啊 而且容易让人看不起 那鸭宝 坚定的站在某一边 可是万一鸭做宝呢 太难了吧 可人之官场啊 明争犯规 只有暗斗 斗 总是不可避免的 谁都会遇上上司之间暗斗的事 你夹在中间呢 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受 如果呢 你不想进步 也就罢了 我看笑话呗 是不是啊 如果你是急于进步的人 那你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还是看看张居正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已经知道 张居正啊 他是徐杰的弟子 徐老师啊 对他一直不错 甚至啊 张居正归隐的时候指责他 不敢担当的话 徐杰啊 也认为是自己的这位弟子啊 有使命感的表现 不仅不生张居正的气 反而啊 越发欣赏他了 张居正从内心里 自然是倾向徐杰的 啊 这没得说 但是呢 他也知道严松的势力和分量 徐杰能不能斗过他 最终鹿死水手 没有把握 所以啊 他没有公开选边站 张居正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 绝对不能给人一个紧跟徐杰不动摇啊 当他的马仔打手的印象 这个绝对不可以的 至于严松嘛 张居正还想深化和他的关系 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 如果说啊 以前张居正和徐杰亲近的同时 又和严松套近乎 你还可以说是正常的交往吧 啊 那么 在徐杰和严松暗斗白热化的这个背景下 张居正继续向严松示好 并为其效力 那就是他刻意的布局了 或许有人说了 张居正这样的策略 和杨继胜他们比 是不是有些不太那个 政治知识会干吗 怎么说呢 在那么复杂的官场 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 又怀抱着远大理想 他要避祸 更希望获得升迁的机会 找到实战报复的平台 大家多理解吧 还会有人说 这不就是脚踩两只船吗 也是 也不是 关键看如何拿捏了 张居正就拿捏的很好啊 反正啊 没人说他脚踩两只船 群众不这么看 徐杰不这么看 颜松也不这么看 这不就行了吗 那么 张居正是如何拿捏的呢 这样的事做到一般都比较隐秘 张居正啊 也不会闲闲细细记载下来 我们呢 只能根据他的表现 梳理一下 当颜松和徐杰争斗白日化的时候啊 在广大干部面前呢 张居正给人留下是沉默于子宝的印象 不少人呢 面对官场的是是非非 是何种态度 何种表现 一看就能够看出来 张居正不同 一般人是琢磨不透他的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徐杰的亲密弟子们 不是时不时跳出来冲杀一阵 就是到处说颜松的坏话 而张居正沉默寡言 从不乱说话下一论 好像是事不关己 很超脱 可是啊 沉默 超脱 做旁观者 这不是张居正的本意 准确说呀 在张居正的谋略里 他希望群众都这么看他 认定他是超脱的人 但是啊 他不想让颜松和徐杰也这么看他 那就得做些事情了 对颜松啊 张居正一回到首都 他就去半夜他 参见他 说了啊 颜老啊 我在家非常想念您老人家 我回来以后啊 想继续为您效力 您有什么要干的事啊 就交给我 我替您老人家做 就是继续保持一种 接近讨好的这样一个姿态 讨好又讨好的技巧啊 你哈巴狗斯的点头哈腰 说些让人鸡皮鸽的马屁话 这档次太低 有这么一个例子啊 这个单位啊开会啊 定的是中午12点结束 这个领导讲话海阔天空 讲到一点多了 大家烦死了 这一散会啊 就有个人跟着这个领导说了 哎呀领导啊 您讲的太好了 大家都说啊 您可不吃饭也想 听您继续讲下去 你看看这档次 是不是太低了点 张居正他不会做 这样不够档次的事 他讨好颜嵩啊 是抓住机会 向颜嵩表达自己 对他的尊重和崇拜 而且说的话呀 很平和 却足以让颜嵩感动 有这么一个例子啊 大体上啊 就在张居正 回京消假一年后 颜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了 张居正啊 就以祷念欧阳氏为名 写了首诗 这诗啊 有这样的话 唯我原翁 小心翼翼 树叶在公 不遑退时 一方之训 日夕为谨 等等等等啊 这个诗的意思是这样说啊 颜老终成敬业 一心为国 公子颜世帆才干超群 忠孝两全 这是颜老教子有方 培养的好啊 大体这个诗的意思啊 是这个意思 颜嵩的生活作风比较正派 在那个隐风甚盛的时代啊 他没有三七四季 和唯一的夫人欧阳氏感情很好 欧阳氏去世了 科技干部啊 出于礼节表达哀悼之意 说些义美的话 这是风气所在 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张居正的言辞 不是简单的义美啊 这里边有套路 什么套路啊 奉承严松的话 什么为我原翁 小心翼翼 树叶在公等等啊 或许多多少少表达了 张居正的真实想法 而奉承严世帆的话 这里头就有深意了 因为啊 官场人都知道 严世帆呢 霸道 贪婪 淫乱 作为广大干嘛群众所诟病 就连呢 英明领袖啊 他虽然对严松百般回护 但是他也指出来 严松你有粽子为恶这个毛病 严松已经年迈 爱自欣切啊 听到领导和群众批评议论啊 心里很不知滋味 很烦恼 而张居正的话 似乎啊 也为严松父子辩护的一味 啊 你看他说 中校两全啊 才肯超群啊等等啊 比这还要多啊 在严松听来啊 不是是空股租阴了 你看看 张居正啊 很会会领导好卖啊 他总能说到点子上 你看王世珍那帮人说啊 现在当事无人啊 王世珍才是文坛领袖 而张居正说 严老啊 奸丝封雅全 就是您才是文坛领袖 大家都说严世帆 多么多么混蛋啊 严松啊 有粽子为恶之罪 张居正说了 严世帆才干超群啊 啊 非常聪明 忠孝两全 他还说了 啊 这是严老 你一方之训 啊 教育的好啊 你看这话 是不是都属于 给咳睡积累的人 去递个枕头 张居正啊 也很用心的 为严松捉刀代笔 写了大量的 善送善导的文字 这些文字报给家境皇帝啊 家境皇帝龙颜大悦 都说了 哎 严松你这么大岁数文采可不减当年呢 退休的事啊 你不要考虑了 你继续干下去啊 没问题 你说说严松是不是很高兴 严松倒是被哄高兴了 徐杰徐老师难道对张居正没有意见吗 张居正当然不会冷落自己的老师了 那是不是张居正帮徐杰出主意整严松啊 不禁然至少一段时间内张居正没有这么做 那他是怎么帮徐杰的呢 像对严松那样奉上几首吹捧的诗 帮着写些等音奉此的文章 这是不是太见外了 那已经是自己人了还要这个 是不是啊 至少张居正若制作这些 就不足以巩固他在徐杰心目中自己人的地位 他要实实在在帮忙 举个例子吧 CEO对老板很忠诚 但是营业额上不去 老板是不是也闹心呢 副总呢 他不指责老总 而是拿出提高营业额的办法 你说老板信任的天平是不是会向这个副总倾斜 张居正给徐杰帮忙 就相当于啊 研究提出提高公司营业额的办法 毕竟啊 张居正对时政很关心呢 他有大量的时间 可以去琢磨 他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掌握了大量的情况 而且张居正啊 是个有办法的人 所以啊 他就给徐杰出主意 这些事应该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 而颜松啊 对颜世帆是很依赖的 有一个说法叫大丞相小丞相嘛 实际上这个丞相或者是首相啊 是颜世帆在座 官场上传闻呢 说明啊 颜松对颜世帆的很依赖的 可是颜世帆他母亲去世了 按照规定他的守孝啊 他又诸多不便呢 所以这时候颜松就失去了有力的助手 相比之下啊 徐杰给老板提的这个办法啊 就比颜松高明管用 大老板呢 这个家境皇帝 这时候啊 就不时也生出 哎呀 这个总经理是不是该晃晃了 啊 产生这个念头 那么如果仅此为止 张居正的策略 还不算多么高明吧 估计不少人都想得到做得出 那还有什么 俗话说啊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张居正与颜松和徐杰都保持密切交往 那久力官场的严徐二老能不知道吗 知道了会不会生猪 这小子交财两只船的这样的疑心呢 交财两只船最让人看不起 弄不好两头不落 是不是这样 张居正有自己的应对之策 不妨啊 大家想象有这样一个场景啊 过年了 张居正啊去给颜松拜年 刚坐了一会儿啊 就起身告辞了 说了颜老啊 晚上告辞了 我啊还得给我徐老师拜年呢 到了徐杰的家里啊 又对徐杰说了 老师啊 学生来晚了 刚去给颜老拜年 从他家一出来 我就赶紧来了 这个啊是我虚拟的场景 我是想通过这个场景 告诉大家啊 张居正在颜松和徐杰面前 并不隐瞒 和双方都有交往的事实 他和颜松啊 讨近乎 并不刻意隐瞒徐杰 礼杰嘛 人情嘛 是不是啊 我这样说呗 在颜松面前 他也不回避 和徐杰有交往 自己的老师嘛 总不能躲着吧 是不是啊 恰恰是这一点呢 和多数周旋期间的人不同 一般接近徐杰的人 都在他面前呢 说颜松的坏话 诋毁颜松 他根本就不承认 他和颜松有什么交往 和颜松亲近的人呢 这是诋毁徐杰 当然也不会承认 自己和徐杰有什么交情 张居正就不这样 我再给你虚拟个场景 徐杰一见颜松啊 就亲爱的问了 颜总啊 昨天小张去看你了 是啊 徐副总啊 小张出来的时候说 要去看你的去了吧 徐杰就点头 颜松就感叹了 说张居正这小子 光明磊乐 坍坍坍坍 这个场景 是我虚拟的啊 但是 也可能真是发生过 我是啊 想依此说明 张居正的做法 给颜松徐杰都留下了光明磊落的印象 啊 这证实啊 是这么记载的 根本不是什么 脚踩两只船 这样一个光感 要说啊 张居正这样做 徐杰心里多多少少应该有想法吧 你是我的弟子 不为我冲锋陷阵 还和对手拉拉扯扯 不够意思吧 徐杰有没有过这个念头 我说不准啊 但从事实上看 他并没有抱怨过张居正 或者对张居正失望过 不是徐杰有凶尽 而是辞工智谋身 徐杰啊 对张居正的期许 和对围绕他身边那些马仔啊 不同 那些马仔啊 随时要冲出来厮杀一阵 而对张居正 徐杰不想让他做这些事 借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吧 他叫另有任用 因此啊 事实上 徐杰对张居正没有失望 还有心的继续栽培他 严松对张居正也很满意啊 徐杰的弟子啊 没有选边站 不错吧 不错 张居正的策略和他拿捏分寸的技巧怎么样啊 看效果吧 效果如何呢 我们下次再讲 在职场啊 尤其是官场工作的朋友啊 都知道 提拔干部是有不少条条框框的 对吧 你比如说你正科技干部才干一年 你就想提拔为副处级 可能吗 当然了 有些领导比较强势 不管不顾 自己人无论如何也要提拔起来 可能有 但是这样的领导口碑一般不怎么样 不知哪天要出事 但你换个角度看呢 一个干部 不具备升职的条件 领导去想方式方要提拔 你说明这个人不简单啊 会来事啊 是不是啊 现实中啊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难免会引发一些好奇者的遐想 哎呀这是不是个美女上边关系硬 打了招啊 不要浮相连篇 其实我要说的是张居正 我讲过 汉林官呢是提拔最慢的 你比如说对颜松不买证 还挖苦讽刺的王世珍 一再抱怨颜松压制他 不给他升职 可是在张居正请假回家前后啊 王世珍已经做到四品倒台了 四品官是高干在当时啊 张居正的另一位同学王道坤 已经做到张居正家乡的巡抚了 张居正还是七品编修 你看看差别多大呀 不过呢 张居正从家乡回到首都 一年多后啊 就升职了 这是张居正的官场生涯中啊 第一次升职 这个植物叫什么呢 叫又春房又中云 哎呀很奇怪的一个名字 现在没有了啊 我们不说它了 大家就知道这是个虚弦啊 是汉林关升迁路线图的一个台阶 主要是啊提及用的 就是啊你不是七品吗 我给你这个官升到这个官呢 级别就提拔了一下 有了一定级别 你才好安排一些实职啊 因为有些实职要求 比如说你是从六品 正六品 那你没有这个级别不好安排啊 是吧 不久张居正就获得了一个实职 这个实职是什么呢 国子监的私业 国子监是国家唯一的高洞学府 这个私业啊就相当于副校长 当然了明朝有些明朝啊有些特殊情况 它设两套中央机构 所以南京也还有个国子监啊 这个职务啊 级别不高从六品呢 你说这副私局级就很难啊 不像人家北大清华啊 副校长就是响当当的正局级 可能有的还副部是不是啊 这呀就是张居正 善处与徐杰严松之间拿捏的比较好 受到两位领导弃重的回报啊 那么倘若张居正真的超脱 或者就紧跟徐杰 没有处理好和严松的关系 会在这个时候得到提拔吗 这个问题很关键 我敢说 假若张居正没有处理好和严松的关系 他这个时候升迁的可能性 约等于零 有什么根据吗 有啊 最基本的依据就是 张居正其实不符合提拔的条件 政治上还是连接上啊 张居正这时候没这些问题 他的学历啊才干呢 这都没问题的 但是提拔干部首先不是看这些啊 首先看的是硬杠杆 比如处长提拔副厅长 需要任职三年以上 这就是硬杠杆 大明提拔干部啊 也有类似的硬杠杆啊 只是啊 基于当时的特殊情况 他又加以细化了 不是笼统的规定你任职多少年以上 而是立凤多少年以上 立凤什么意思啊 立凤就是拿工资的意思 也就是说啊 当时提拔干部一个硬杠杆 拿工资的年限 他为什么这么规定啊 这啊是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这个做法 有什么呢 当时干部啊受到弹劾了 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呢 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啊 辞职啊 是比较普遍 你比如说张居正 他就请假回家 隐居了三年多 从家境三十四年 一直到家境三十八年 你不要数年头 实际年限是三年多啊 他呢就不拿工资 但是呢他的职务还保留着 受到弹劾辞职或者主动辞职 或者请长假 他脱离了工作岗位 就要助缝就是停发工资 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啊 认知年限与干部实际工作年限不一致 于是啊 你就把领工资年限作为升职的硬杠杠 是这么回事 说白了啊 就是你在岗位实际做工作的年限 才是提拔职务的依据 制度就规定了啊 汉人院编修如果要提拔 必须立奉九年以上 而张居正不够条件 张居正加进二十八年 数级是结业吧 受编修 可是他任编修不到六年就请假回家了呀 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停薪留职啊 他复职刚一年 加进三十九年就提拔了呀 你算算时间 立奉时间不够啊 这可是硬杆杆啊 我看到过一个材料 就是张居正这个同学叫王世珍 他晚年的时候啊 受到同乡好友的提携 提拔他为刑部上书 任命书一下呀 就严官上述弹劾他 说他立奉年限不够 弄虚作假 也就是说啊 你要突破这个硬杠杆 搞不好是惹麻烦的呀 当然了 制度这样规定 并不等于说凡事就得可丁可毛 你配秘书配公务车 是不是有明确规定 实际情况也未必一致 总有个说法是吧 所以啊许多情况制度和实际啊 不完全是一回事 张居正立奉是不够 但是想提拔他 不说这个不就行了吗 大人话之说张居正在汉林院任编休 超过十年了吗 至于说立奉 张居正家境二十六年下 做了数级室 那就拿工资了吗 从那时候算吧 扣除他请假的三年多也够九年了吗 这还好糊糊一解释 糊弄过去算了 是吧 也糊弄过去了 没人揪就算了 是吧 大家在官场混也都明白 人质官场制度是领导们定的 领导怎么说就怎么算吧 那么就算张居正不够认知资格这个硬杠杆 这个忽略不计 张居正立奉年限够格啊 我们就假设他够格就必定该提拔吗 不是的 实际上啊 那时候汉林院编修任职十年得到提拔的 几乎没有过 也可以说是例外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有位汉林院的编修啊 立奉年限过了满了 被他提拔了 消息传出来 人们觉得他怎么这么顺呢 一了解原来啊 这个编修是立部部长的门生 于是阎官上本贪河了 说这立部部长私起门生 热事了吧 可见呢 刚够资格就提拔也很少见 何况啊 张居正停职留心三年多呀 刚回来上班呢 你单位里要有个停薪留职好几年的干部 回来不久就提拔了 即使各方面条件都够 恐怕你心里也不服气吧 所以你想象一下 假如没有得力的人物提携 张居正隐居消假后上班一年就升迁 有可能吗 汉林关升迁路线途中啊 好不容易空出来一个位置 做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七品编修的 还有很多呀 大家都在眼巴巴盯着呢 假如张居正不是和当时两股主要势力的代表人物 严松和徐杰都处的不错 他这个时候升迁的可能性有吗 大家想想 没有 两位暗中斗志较励的领导啊 能够达成一致 冒着被人议论甚至弹劾的风险破格提拔张居正 足以说明啊 张居正在处理和领导的关系方面啊 那是很有心机和手腕的 效果也确确实实不错 我啊 从侧面呢 又查了一下材料 这个时候的立部部长啊 是吴部长 这个人呢 是严松线上的人 据专家考证说啊 这个吴部长这个人任命干部啊 基本上是听光二代严世帆的吩咐 你可以设想了 如果严松对张居正不欣赏不替他说话 即使有人推荐 立部就拿立凤来说事 或者说你听行刘志刚回来就提 如果拿着也说是张居正提拔的事 能成吗 大家想一想 不过啊 领导在提拔张居正的时候啊 明知道有点违规或者打擦边球吧 似乎啊 也多多少少有所顾忌 所以在职务安排上啊 他耍了一个小手腕 也可以说啊是个小技巧 刚才说了张居正的实际职务是国子坚思叶 这也是韩林关升迁路线途中的一个站点 但是这个位置啊不好 官场啊都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思叶这个职务啊 不是留给新人的 是对长期得不到提拔的老编修啊 一个照顾性安排 啊 所以啊提拔编修做私业啊 当时有个说法叫嫁老女 啊这闺女大了 四五十了还没嫁出去呢 父母着急了 哎呀别再挑挑捡捡了 随便找个男人嫁出去算了 这意思 这显然不是好职务吗 是吧 可是张居正是老女吗 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可以这么比喻吧 却被安排在这样一个职位 这个意味深长啊 试想啊张居正不够条件 硬要提拔 多少人羡慕嫉妒恨呢 你给他安排一个热门的职位 人家能不反弹吗 你安排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坐的冷板呢 那相对减少了麻烦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至于这个冷板呢嘛 对别人也许是 你坐上后想换位置难了 对领导的红人那就领导别论了吧 现实中大家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呢 同一批人中提拔早一天就占据了优势 后边人想卖过的那不容易 除非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 张居正因为这次打擦边球式的提拔 在官场啊具备了脱颖而出的态势了 他呀愉快的上任了 我说张居正愉快是有原因的 除了达到目的得到提拔这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和他搭班子的呀 是他的好朋友高拱 这个时候啊高拱啊 是国子监的季九也就是校长 你想张居正平生第一次提拔 实际上是破例提拔 哎就和好朋友搭班子 你在怎么不愉快吗 是吧 在张居正接到任命书的时候 家境三十九年 离他近视极地啊是十二年了 可是在同榜近视中 张居正王时珍杨继胜的命运触景大不同了 杨继胜这时候被斩首已经三年了 王时珍呢因为他的父亲王宇被斩首 扶着灵鹫南下 跌入了生不如死的人生谷底 他一字在字的啊 说因为自己得罪了颜松 连累了父亲 而张居正呢 人家却在首都痛饮生殖的美酒 过了仅仅一年多 颜松就倒台了 张居正的老师徐杰 取而代之 有理由相信 张居正在延续决战的最后时刻 暗中为徐杰出谋划策 成为徐杰推导颜松的最重要的谋士和助手 你看 是不是很吊诡 张居正的同学杨继胜 王世珍 对颜松采取了对抗态度 却相当于鸡蛋碰石头啊 头破血流 甚至粉尘碎骨 而张居正对颜松啊 亲近攀附 可是在推倒颜松的过程中 他发挥的作用啊 可是远非杨继胜王世珍所能比 当然了 严松的倒台也是不少正直之士不断斗争的结果 对不正直的领导的弹劾攻击 当时啊或许没有效果 慢慢会发酵的 只是冲锋陷阵的人都牺牲了 而最后关头暗中参战的张居正 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他的老师徐杰 这个时候已经把他视为心腹啊 精心为他设计未来的道路 徐杰 到底是如何精心培养张居正 那么张居正又是如何接受培养的 我们下次再讲 据说啊 干部啊是培养出来的 而培养一个干部啊成本还不低 不少人呢在领导面前呢极力表现 就是啊要争取让组织上列为培养对象 你培养培养我呗 谁不想让培养啊对不对 没有人脉列入培养对象相当不容易啊 张居正本来没有人脉 但是经过自己努力呢有了人脉 从破格提拔这件事看 他已经啊被组织上纳入视野 要培养了 列为培养对象就万事大吉了吗 我啊就在一个场合轻而听一个高官 说过这样一件事啊 他一个下属啊被列为培养对象了 组织上啊送他到中央党校学习 本来啊打算学习结束 就提拔他到另一个部门啊去做正职 这个人呢可能猜出来了 或者有人向他透露过啊 这很正常啊 总之啊这位老兄啊 他在临行前呢跟老同事啊握手告别 说啊这次一走啊就不回咱这个部门了 哎呀这话传到这个领导耳朵里 这个培养对象一下子就被打入了另侧 我还有一个同事啊年纪轻轻 被列为后备干部 后来啊出了点事儿 有一天呢一个对他啊羡慕嫉妒恨的人 跟我一起开会 这个人就幸灾乐祸的对我说啊 某某啊春风得意你看了没有 成了后备了 这才备了几天呢就烂掉了 我说这些啊是想说啊 列为后备干部可不是就能万事大吉的 实际上你仔细想想每个干部 都会有一个关键期 在这个关键期啊起来就起来了 飞荒唐达起不来啊就沉下来了 这辈子啊最好的结果也就是随打溜了 闲话少提还是看看徐杰是怎么培养张居正的 张居正又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配合组织上培养的 就在啊张居正任国子监私业一年多后啊 他的老师徐杰费尽心机终于搬到了阎松 成为大名独子公司的总经理 徐老师徐总当家后的第二年 张居正就又一次升职了 又春坊又玉德 这个职务啊现在听起来也很复杂 我们不去说的你就知道 这是汉林关升转的一个台阶啊 属于虚弦 别人或许是虚弦 对张居正却不同 有了这个台阶啊 他很快就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命 这个任命了不得呀 叫玉王府四读学士 这是个什么职务啊 我告诉你啊 这是去给皇子玉王当老师 玉王啊 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家境皇帝 存活的儿子中的长子啊 大家已经默认的接班人呐 大家想想给接班人当老师 预示着什么 地球人都知道 这是至关重要的位置啊 你有了这个经历 才是名副其实的处像 那么轮得到张居正 去当接班人的老师吗 或者说张居正的这个任命正常吗 不正常 首先 接班人的老师啊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 至少学问要很渊博吧 而张居正啊 他并不以学问渊博建厂 汉林院里啊 比他资格老 学问渊博这大有人在 其次 这个时候玉王已经成年了 不是刚出阁讲学的时候 教他学习四书五经 学习历史 学习书法等等的老师 早都安排好了 玉王的老师有六七位啊 将来玉王继位 内阁大臣应该优先 从这六七位里选 如果不能成为玉王的老师 张居正想入阁拜相 难度也不小啊 顺便我可以交代一句 事实上 玉王继位成为龙庆皇帝以后 除了徐杰李春芳国朴这些前朝老臣 咱不说了 新任命的内阁大臣里 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玉王府将官 只有一位不是 还是因为啊 他给皇帝当日将官 啊 龙庆皇帝听他讲课很过瘾 尚识他 才点名让他入阁的 只有这一个例外 所以大家看看 取得玉王老师的身份 是不是很关键 徐杰他自然明白这一点呢 他想方设法要给张居正谋到这个身份 哎呀 这时候啊正好有位玉王的讲官 出了点情况 一门课啊 没讲完 徐杰当即提议啊 哎 张居正去接 张居正实际上只认玉王讲官三个月 他把这门课讲完以后啊 他就出了玉王府了 可是啊 玉王老师的身份他拿到手了 这算是镀上了一层金啊 徐杰这个人呢 很注意形象啊 他一上台啊 就公布了三语正纲 啊 叫什么 以威服还主上 以政务还蛛丝 于用事 行赏还公论 这三语正纲很有名 当时啊 就是说啊 皇恩浩荡 恩德都是皇帝的 大臣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 管理国家是六部的事 内阁不能阅阻代包 提拔干部 要走群众路线 要用大家认可的干部 这是他标榜的 那么徐杰这样提拔自己的学生 张居正 他都不怕人家议论他 他很注意形象啊 或者说大家能认可吗 大家认不认可 咱先斩切不论 啊 这个皇帝啊 家境皇帝做皇帝 这时候已经四十多年了 他是很老道的呀 他对中央的干部 情况也比较了解 徐杰提出用张居正这么个人 皇帝那里能通得过吗 你给豫王当讲官 不经过皇帝是不行的呀 那是他来定的呀 他能通过吗 什么叫培养干部 光明弹簧的理由啊 都是说辞 实质就是什么呢 培养干部就是要采取措施 让这个干部在提拔的时候 方方面面 你都说不出什么 能够摆在桌面上的反对意见 这叫培养干部 我的意思是说呀 徐杰他老人家早就设计好了 做好了铺垫了 哪些铺垫呢 是不是到中央党校学习啊 青干班一年制的 到基层挂着锻炼呢 那个时代没有啊 但是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方式 啊 那个时代的渠道啊 他跟现在不一样 但是实质是一样的 归根结底啊 就是培养这个人的滋望滋力 和在群众中的基础 张居正当国子监私业不久啊 他就被抽调参与永乐大典的修教工作 担任分教官 这可是国家重大文化项目啊 有人说了 参与文化项目就是要培养啊 这里面有说到啊 我们中国呀 自唐宋以来 一流的政治家 你必是一流的文人 换句话说 你要做不了一流的文人呢 你难以成为一流的政治家 但是 做一流的文人 张居正可没这个优势 你靠他自己努力 我看拿出吃奶的力气 他也超不过王世震这些人 不过啊 有组织培养 情形就不同了 你将来一说 你看人家张居正 做过永乐大典的分教官 干的很不错 理直气壮 智地有声啊 这是要张居正出政绩 培植在干部中的滋望啊 将来提拔的时候 让别人没话说 仅此是不够的呀 毕竟啊 干部的声前决定因素 不在群众 而在有决定权的领导啊 让领导了解张居正 那才最关键 未来啊 让张居正有机会 获得大老板家境皇帝的赏识 徐杰啊 又给张居正安排了一项光荣任务 什么任务啊 修传成天大志 这个成天大志啊 也叫兴都大志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啊 我先提示一句 实际上这是脏活啊 脏活 这事啊说起来啊 有点复杂 背景很复杂 这么说吧 这当年呢 五宗皇帝啊 三十岁 死了 突然死了 他没儿子也没亲兄弟 这皇帝谁来干呢 追踪到血缘最近的一支啊 就是到 封在湖北中乡 啊 当时叫安禄 兴县王那里了 这个时候老兴县王啊 已经死了 他的长子啊 就是后来的家境皇帝 他就 人家不是说了吗 天上掉馅饼 他捡了个皇帝 可是按照家天下的伦理啊 只有皇帝的儿子 才有资格做皇帝啊 不然不乱了套了吗 所以满朝的官员都说了 你这个皇帝 应该是过继给他的伯父 效忠皇帝啊 你才有资格当皇帝啊 这个家境皇帝就不同意了 说我当皇帝 我爹我都不认了 那不行 啊 你们不是说只有皇帝的儿子 才有资格做皇帝吗 那好了 我封我的王父为皇帝 不就行了吗 他追封他的已故的兴宪王啊 为瑞宗皇帝 哎呀 这一下 首相杨廷和啊 他的儿子杨慎 是个状元呢 写这个滚滚长江东市水啊 就是他写的 带头抗议啊 满朝啊 跪着磕头抗议 示威 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啊 家境皇帝 血气方刚 不惜啊 铁腕镇啊 杀的杀 滚的滚 流缝的流缝 非常泄心啊 这就是家境朝有名的意大利事件 这个当今皇帝啊 也就是家境皇帝 他似乎也明白 其实这件事啊 还没完 人心不服 随时可能啊 方案 现在啊 他在位已经四十多年了 老病交加 快不行了 他迫切需要对这件事有个定调啊 修成正史以垂后世 当年呢 严嵩为了讨好家境皇帝啊 修了成天大志啊 主要是啊 借此说明家境皇帝出生时啊 就有吉兆 气象非凡等等 现在重修这个成天大志啊 是要证明啊 家境皇帝当皇帝啊 如何英明伟大 让那些当年意大利事件中的反对派 无敌自容 也就是说啊 重修这个成天大志啊 是拍马屁工程 是名副其实的历史虚无主义 旨在啊 编造历史 为意大利定调 为家境皇帝歌功颂德 说实话 做这事啊 你得没良心 估计像王世珍那样的人呢 可能不会干 但是谁干了 是在领导那里就挂上号了 徐杰安排张居正做 就是要他在领导那里挂上号 以后提拔就好办了 张居正明白啊 此事 对巩固徐杰的地位 和他本人在皇帝那里能够挂上号 有重大作用 一举两得呀 所以他新人接受 非常投入 不就是说假话嘛 是吧 当今皇帝的父亲 死的时候啊 仅仅是一个藩王 跟当年我们说的辽王啊 一样的是个藩王 在张居正的笔下 成了什么呢 成了比周文王还要好的皇帝 而家境皇帝呢 在张居正的笔下写成了 开太平盛世远远超过唐太宗 宋太祖的金之谣顺啊 政治任务嘛 不就是歌功颂德嘛 调门啊 越高越好 人治官场啊 说违心话 做违心事啊 很正诚 口呼万岁啊 而心判其诉死 口成英明啊 而心咽其混蛋 这是常有的情形 这些脏活 张居正干的非常漂亮 可是 张居正并未就此止步 他思考啊 比较缜密 想得很周到 好像仅仅完成规定的任务 也就相当于我们说的 完成了规定动作 那你给领导的印象 还是一般化 愿意干这活的人多了事了 干起来啊 也不会差到哪里 是不是啊 如何给领导加深印象呢 张居正又搞了一个自选动作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重修成天打志祭赞 他把这个马屁工程啊 歌颂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历史性工程 这样一来啊 张居正就给英明领袖留下了好印象 这为他以后的进一步提拔做好了铺垫 这就是人家张居正的精明之处啊 一听说是脏活 哎呀我可不干 或者干了哎呀应付差事算了 或者完成了规定动作 我完成了就行了呗 哎人家张居正不这样 自己创造条件 让想提拔他的人呢 别太为难 这事情这不就好办了吗 果然呢 当张居正受命修转成天大志的时候啊 后来又写了一篇叫重修成天大志记载 大家看到这以后啊 广大干部里头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张太岳将大用意 张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号 张居正将来要大用 所以啊尽管张居正从资历资格上说 正常情况是轮不到他去给玉王堂老师的 你看他就顺利的当上了 而且这已经是他回到首都上班三年时间里的第三次提拔了 领导刻意培养 自己有努力 提拔的事啊 几乎是水到渠成 所以啊不久张居正又一次升职了 从级别上说张居正还属于低级干部 他再升一级才可以升到无品 算是进入中级干部行列了 中央机关里属于无品的职位不少啊 司长啊都是无品的 徐杰为了给张居正做铺垫 选择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什么位置啊 汉林院的一把手啊 你就可以说是汉林院院长吧 汉林院的院长是正无品 级别上啊 有割部的司长评级 只算是中层干部 可是同样是正无品啊 汉林院的院长 那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不用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德高望重 学问渊博者重任 对不对 这方面啊 张居正有很大的差距 这不是他的优势 按说啊轮不到他 但是 研究干部的时候 或者宣布任命的时候啊 说了 你看张居正参与重大文化工程 涌落大点的修订 是不是这 完成了重大的政治任务 成天大致的修转 是不是这么回事 他还是欲望的老师啊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这一说 你看人家领导免不得 是可以 群众你也无话可说呀 你看看 组织上培养不培养 是不一样吧 当然 人家张居正也争气啊 自己多努力啊 早早就把硬件准备齐钱了 被列入培养对象 越发用心 你只要领导给我提供一个平台 我就能够充分展示 自己的不同寻常来 你说组织上能不用这样的干部吗 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 或许不出十年八载 张居正就有可能实现入格败向的梦想了 但是 情况在不断变化中 张居正刚刚当上汉林院的院长 连续发生了一些事 把他的正常生前的规计打乱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 对张居正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下次再讲 在机关呢 或者在哪个单位工作的人呢 大家都知道 班子不团结啊 那是常有的事 一般说啊 班子如果不团结 它不是什么好事 整天闹的 大家都不好受 但是呢 不等于对所有的人 它都是坏事 班子不团结啊 对有的人 反而可能是机遇 话说这个大明嘉靖朝的末年呢 徐杰坐稳了这个首相宝座呀 他立即就向大老板 也就嘉靖皇帝 提出了要补充 最高精力层的建议 而且呢 他还推荐了人选 其中有一个人呢 叫高拱 高拱这个人呢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我写的大明首相 就是以他为第一主人公的 高拱这个人呢 他并不是徐杰圈子里的人 他不爱拉帮街派 那么徐杰为什么提拔他呢 这就是徐杰的老恋了 首先呢 高拱的身份非常特殊 他是谁呢 他是嘉靖皇帝 现在啊 唯一存活的儿子 徐王的首席老师 嘉靖皇帝八个儿子 都死了 现在只剩一个了 这就是徐王 而高拱呢 就是徐王的首席老师 高拱跟这个 徐王的感情啊 是非常深的 这个我们有机会 还会说到 常言说是 一朝天子一朝臣呢 现在嘉靖皇帝啊 病得很重 来日无多了 徐杰一看呢 一旦徐王上台啊 高拱入阁拜下 那顺理成章啊 那么他的地位就极有可能动摇 不如现在啊 主动采取措施 我把你请进内阁 你是不是对我的有点感激之情啊 这是徐杰的第一个考虑 就是纳高拱入内阁 第二个考虑 就是徐杰推荐高拱啊 有借助他的行政能力的这个考虑 现在内阁里头只剩两个人 一个徐杰一个李春芳 他们两个都是男直立的人啊 李春芳啊 倒是挺听这个徐杰的话 可是这个人能力太差 他只是耍笔杆子 主要的任务是给这个嘉靖皇帝写清辞 嘉靖皇帝不是要重道吗 要烧吗 烧清辞给太上老君呢 李春芳主要干这个 你说他治国不行啊 这内阁得有人呢 而这个高拱是个干才举朝公认 他在里一部立部当副部长当部长 那表现呢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都公认 正是给予这两点呢 这个徐杰啊就把高拱推荐到内阁来了 也正因为高拱是个能力强能干事的人 他一到内阁这麻烦都来了 作为这个官场老手啊 徐杰的心机啊很深 现在啊他年龄大了60多了 面临着退出政治舞台的问题了 鉴于啊他的前两任首相 一个下颜一个颜松 那下场都非常悲惨呢 一个呢被斩首 一个呢是儿子被斩首自己呢 逃皇要饭你说惨不惨 所以徐杰想到这个啊就要为自己留后路 他的想法啊很简单啊 我不能得罪人我要实现呢乱着路 所以能维持的就维持千万千万别出什么乱子 这是他的想法 你啊可以用两个凡事来概括徐杰的 这时候的执政风格了 哪两个凡事呢就是要凡事触动既得利益的啊 得罪人的事坚决不干 这里的所谓人实际上就官啊 所以人心实际上就关心啊 凡事触动既得利益啊得罪人的事坚决不能干 第二个呢就是凡事对官员有好处 能赢得人心的也就是赢得关心的 坚决要干这徐杰考虑的 可是呢高公不这么看 高公国家激烈的矛盾太多了 不应该再掩盖 也不能采取维持的办法 半死不活的这么拖着 你必须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通过改革创新 解决矛盾 振兴大明 这是他的想法 高公呢 他对徐杰的这个心机啊 更深层次的这个担心呢 他没考虑那么多 对徐杰的引中啊 也没察觉到 高公这个人呢 他是个直性子 他有个观点叫向天下之无几 就是我已经是首相了 成相了 宰相了那意思 位在权力中枢了 就不应该再考虑自己的利益了 在这位置上 人还天天考虑自己的利益 那这国家好得了吗 他是这么个思路 所以啊他说 凡事应该从国家利益考虑 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不能考虑个人 这是高公的想法 这个徐杰啊 没有指望高公对他服服帖帖 无限忠诚 这他想也不敢想 但是呢 他有底线 就是你高公啊 不能挑战我的权威 你要挑战我的权威 那是不行的 高公道并非想挑战这个徐杰的权威 他只是急于振作 而且呢这个人呢 我多次说过 是个直性子 他心里啊存不住事 什么事都直言不悔的就说出来啊 所以他刚与徐杰搭班子 那矛盾就不断了 高公认为该办的事 徐杰一考虑哎呀 这得罪人了 这不能办 高公认为不能办的事啊 你比如说动用很多钱去收买人心 像这样的事 高公说这这国库空虚不能干这事 徐杰说必须得办啊 所以两人就吵起来了 争论了很激烈 徐杰是个聪明人啊 官场老手了 他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 高公这个人 徐杰 我驾驭不了他 静而言之啊 他就想了高公的能力报复和政治资本 综合判断 他不会甘心屈居自己之下 不如早点动手 摆他呀 打发走 所以这个徐杰的危机意识就斗争了 就开始对高公动手了 高公呢 这个人呢 非常廉洁 两袖清风 他的祖父啊 父亲的兄长啊 都是做官的 那当然了 他现在的祖父父亲不在了啊 他也做了很多年的高官了 可他家里呀很寒酸 日子啊 过得苦哈哈的 他到哪里工作呢 很快就能扭转局面 赢得生育 政绩呢 又是顶垮垮的 就是说啊 高公你没什么把柄 你可以抓他 你收拾他不容易着呢 这把这个徐杰啊 下边这马仔难会坏了 因为这马仔他负责要攻击高公啊 你得找他把柄啊 找不着 可是话又说了呀 官场你要想整人呢 总会有机会 你看你心黑不黑了 你要心黑啊 你总没良心呢 你总能找出机会 这有这么一个人 他叫胡应家 他这个阎官非常厉害啊 大家都怕的 有一天呢 他看见高公从他的值班室出来啊 拿什么东西啊 走了 于是他赶紧呢 就上了一个谈章 贪贾高公他说什么呢 皇帝啊有病 中央安排高级干部轮流值班 我见高公啊 往家里拿东西 他什么意思啊 这个谈章就上去了 你看了这小事吧 你高公就说带些东西 你说有什么大问题啊 鸡毛蒜皮吧 那你就错了 这就用心极其险恶 他的意思是什么呀 你看高公盼着皇帝速死呢 就把东西都往外搬了 已经 你看看他是这么想的 这还了得 皇帝一旦看到高公的命就没了 于是啊 高公急忙写了辩护书 他说啊 我拿东西啊 是按照惯例到紫黄店去参展用的 你不信到我办公室里去看看 日常用品没有搬出来 令徐杰失望的是这个时候 皇帝已经弥留了 他不能看文件了 所以啊 点了脸的重炮炸弹 哑了 所谓狮子冬雨收治丧雨啊 大老板的病危啊 让徐杰抓住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什么机遇啊 当时有个惯例 新老皇帝交替啊 都要颁布一份遗诏 以老皇帝遗言的方式 宣布新皇帝继位 基本上啊 是例行公事的话 都是些套话 但是也有例外 那就是执政的大臣 要利用遗诏做文章 徐杰心里很明白 他身上的物件不少啊 颜松的几个毛病他都有 一是贪污 颜松是贪 徐杰也不清廉 为了打消颜松的戒心啊 有人一旦说颜松收了谁谁的贿赂 徐杰啊 就跟颜松说 哎呀 颜老啊 他给你送一份也给我一份 他对外边的人说啊 别人给我送红包 我不敢不收啊 要不颜松啊 对我就有更有戒心了 他这么说 这是他贪 他跟颜松没什么区别 二是纵子为恶 徐杰的儿子啊 不说比颜世帆更差 至少也好不了哪里去 颜世帆呢 他是在首都激起了官奋 徐杰的公子是在家乡激起了民奋 三是凤赢 大家都指责 颜松一位凤赢上司 徐杰更慎 推翻颜松啊 徐杰用的是比颜松更凤赢更讨好领导的手腕 这样看来 如果不抓住个机会来个大手笔 徐杰的形象和颜松有什么区别啊 而你抓住机会 举起拨乱反正的大旗 那就可以说了 哎呀我以前那个做法是降制自污 为的呀就是有这么一天能够拨乱反正 形象立马改观 徐杰自从当了首相 就试试找张居正商量 张居正也为他出了不少力啊 这次啊 他就派人把张居正从汉林院招过来啊 张居正刚在汉林院做了半年多的院长 他把他召来 连夜啊起草了一份家境一绕 两个人商量的结论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要一把扯下即将厌弃的皇帝英明领袖的桂冠 否定他的荒诞统治 徐公不乱反正 徐司洗刷徐杰身上的污点 按照惯例你说这么重要的文件 是应该通过内阁研究的 徐杰他就违反组织程序 瞒着内阁的同僚就和张居正一块偷偷起草了 张居正用同一支笔 在前面说他是金之遥顺 现在他用这支笔 对即将厌弃的家境皇帝进行了无情的鞭尸 可是那新上台的龙庆皇帝呢 他默然接受了对他尸骨未寒的父皇的鞭尸 广大干部群众一看这个遗照啊 简直欢欣鼓舞 纷纷向徐杰表达敬意 高拱呢 傻眼了 哎 这么重要的文件我怎么不知道啊 他很生气 就说了 徐老 先帝那么多毛病 你在他生前 你提出个什么劝告没有 你怎么把一切都归罪给先帝了呢 把自己的责任都推得一看二镜 你再说了 你这么重要的文件 你为什么违背组织程序不交那个讨论 这么一问 这徐杰啊 就有点招架不住了 团团转 急得团团转 哎呀 我顾不得这么多了 我赶紧把张居正提拔过来吧 趁着啊 大家注意力啊 都集中在辛劳交替啊 这个时候 急急忙忙就办理了张居正 提任理部副部长的手续 这时候啊 张居正才提任汉林院代理院长七个月 提拔干部那是有规矩的呀 你听说一个领导刚上任 情况一点不熟悉 就急急忙忙提拔干部的吗 具体说 龙庆皇帝刚继位啊 哪里顾得上去一个中级干部提拔的事 你如果是 提拔别人 高宫肯定不同意 但是张居正是他铁哥们啊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哪里会横插一杠子 哎行行应该应该啊 提拔理部副部长啊 不是目的 这是为入阁拜相铺垫的 按照当时的制度啊 只有具备的理部力部这个副部长啊 或者国子监的继九这样的身份 你才有资格入阁 当然你部长也行啊 这是最低资格 张居正 根本就没有到里部去上班 仅仅那十天 入阁拜相的文件 下发了 哎呀这么匆匆忙忙 正常吗 很不正常 考察一下细节就知道了啊 过去啊讲历史啊一般忽视细节 给人的印象就是皇帝想提拔谁就提拔谁 一句话就行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按照制度 提拔理部副部长也好 入阁拜相也好 那是要造群众路线的 当时没这个词啊 这是我说的啊 这个让大家好理解 当时叫停推 也就是中央一定范围的干部 啊投票推荐出三个候选人 然后报请皇帝从中圈定一人 这个啊是提拔理部副部长 或者入阁拜相 都是走这个程序 而张居正提拔理部副部长 入阁拜相 可都没有走这个程序 为什么没走这个程序 很简单 如果按照这个程序走 轮不到张居正 他资历很浅呢 提拔很快呀 大家羡慕嫉妒恨呢 你还想提拔 不投他的票啊 不推荐他呀 是吧 但是 人治官场 只要领导铁了心 要提拔某个干部 他总有办法 那徐杰采取什么办法呀 他援引特例 特例 特殊例子 这个制度规定了 皇帝啊 可以特职任命官员 你可以不走程序 皇帝也可以特职任命官员 皇帝直接任命重要干部 容易啊 被理解为他和文官集团叫板 一般会受到舆论的责难 一般情况下 皇帝他一般不这么做 这不是找事吗 而且呢 龙庆皇帝刚刚上位 他还处于熟悉情况阶段呢 这个阶段是不适合特职任命干部的 你特职任命干部 应该了解这个干部 你说我了解 所以我任命 你不了解呀 你刚上任一个月呀 是不是啊 你哪知道谁是谁呀 谁适合哪个岗位呀 这都不了解 所以他不能用特职 但是正常情况下 反对皇帝特职任命干部的 往往是首相 他有道义的责任 带头反对皇帝特职任命干部 如果首相推荐干部 并且提议特职任命 皇帝考虑到这首相提出来的 他不会再批评了吧 他不会再反对了吧 不妨顺水推舟 不过啊 要取特职 也不是见面皇帝一说 那么简单 需要内阁上本推荐 要上公本呢 内阁里没有强烈反对意见 这是很重要的 高拱正与徐杰闹矛盾 他会同意徐杰的做法吗 会啊 因为什么呢 高拱和张居正是好朋友 他是希望张居正尽快入阁的 以便联手开创新局面 维护徐杰的人 不会反对提拔张居正 与徐杰矛盾公开化的高拱 不会反对提拔张居正 此事就成了 徐杰 绕开提拔干部的正常程序 以内阁公文 报给皇帝 新皇帝啊 懵懵咚咚咚 见是内阁报来的 看一不看 批了 龙庆皇帝 龙庆皇帝刚刚上任38天 42岁的张居正 长期请假回首都上班刚刚六年 立他被提拔为无品的汉林院一把手八个月 立他被提拔为理部副部长十天 就入阁败相了 可以这样比拟一下 张居正的提拔 相当于现在刚提拔七个多月的司长 既被提拔为副部长 刚当副部长十天 就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你这么想象一下啊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张居正属于坐直升飞机升上去的干部 能够入阁败相 这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愿景啊 是不是啊 资历不深 年纪不大的张居正 能够如此顺利的实现这个梦想 一定很兴奋 也很自豪 当然了 张居正也应该有心理准备 他的升职 事实上是不正常的 是要他来蹚浑水的 考验是严峻的 张居正该如何应对 我们下一讲细说 没有官场经历的人呢 过去啊 你根本想不到 人质官场的干部啊 其实挺累的 你别认为他很风光 不那么回事 他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藏起来 藏严实 要把面具啊 戴得严丝合缝 几乎没有一天没有烦心事 甚至啊 就连升职 烦恼也会如影随形 因为啊 你升到哪个位置 就会有哪个位置 带来的麻烦 到了张居正 得以入阁拜向的时候 他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难题 张居正啊 一坐到内阁的办公室 就感觉到这个国家最高政治中枢里啊 充满了火药味啊 过去 有那位高高在上隐身幕后的家境皇帝他俩人家仲裁啊 还可以运转 现在啊 新董事长 龙庆皇帝 革命热情不高 他认为啊 自己未必比高级经理层更懂业务 就没必要多操心了 而且对高级经理层之间的争吵啊 他也懒得过问 这就相当难办了 更麻烦的是啊 徐杰和高拱对立的双方和张居正的关系可都非同寻常啊 徐杰是张居正的恩人 官场的导师 后来啊 张居正有一些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我受老师真讨引拔 至有今日恩重于秋山 公开说的啊 受老师的提拔培养 你对我恩重如山啊 这没错是吧 现在他张居正42岁 火速升到内阁 那还不全是因为老师徐杰的一手提拔吗 另一方的高拱则是张居正的好友 好到什么程度 按照张居正的说法 他和高拱是生死之交 按照高拱的说法 他和张居正是金时之交 按照当时一些知情人的说法 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属于问敬交 肝胆相照 亲密程度什么程度呢 交妻金时不足比拟 想一想 还有什么词来描述他俩的关系啊 你要说张居正和高拱情同手足 我看一点不夸张 张居正在晚年曾经说过 他和高拱的感情是父子兄弟不能比的 大家看看 一个恩重如山 一个情同手足 这两个人发生了争动 你让张居正怎么办呢 而且大家别忘了 引发徐杰和高拱矛 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 夹进一兆 那可是张居正偷偷起草的呀 而徐杰之所以派直升飞机 你把张居正接到内阁 那是求援的 是让他来对付高拱的呀 现在问题来了 面对这个局面 张居正该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政治智慧了 要我这个事后诸葛亮来总结啊 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十二个字上 那十二个字 坐山观虎斗 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这个高拱和徐杰争执的时候啊 尤其是涉及到夹进一兆里的一些事情 徐杰呀总是以期盼的目光 看着他派直升飞机接到内阁的学生 因为呀他心里清楚 高拱说讽刺批评一兆里那些话 出自他的这位学生张居正的手笔呀 可是学生张居正低头不语 有时候啊研究国务 高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啊 应该这样啊 就应该这么做 说完这个 他难免会以期盼的目光 看着他的生死之交张居正 因为他内心认定啊 他这想法 他和张居正啊有共识 可是好朋友张居正还是低头不语 就是说啊张居正我谁也不帮啊 我就保持沉默 徐杰毕竟是官场老手 城府深不可测啊 手腕老辣而巧妙 他设了一个圈套 他引诱高拱跳进去 以张居正对徐杰的了解 他应该是能够看透老师的这个手腕的 但是他并没有把他挑明说给高拱 总之吧 张居正采取了沉默的办法 来因应这个看似棘手的大麻烦 这就是我说的坐山观虎斗 你仅仅坐山观虎斗就太一般化了 是不是啊谁都会呀 张居正一直在拿捏分寸 把握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 出手的第一对象是高拱 倒不是啊张居正出面整高拱 不是啊 是高拱啊被徐杰给耍了 他跳进了他的一个圈套 就得罪了阎官啊被群其的攻之 举巢啊都来攻击高拱 其实攻击高拱啊 这人也没什么把柄 都是些空洞无物的指责啊 说高拱啊是秦桧是蔡京是大奸臣 所以得滚蛋 高拱呢很愤怒 就上本呢为自己辩解 字里行间呢都是委屈说话呢 也很激烈 你按照惯例被人弹劾要澄清辞职啊 可他的学生龙庆皇帝就说了 老师我了解你啊 你别在乎他们狭烈了 安心工作就行了 高拱啊只好继续上班 弹劾于是越发激烈了 说你看高拱应该滚蛋 却厚着脸皮不滚蛋 这就是他应该立即滚蛋的原因所在 他这个逻辑 有点绕口是吧 那些人的意思是说呀 高拱屡次遭弹劾 却不知趣还在这呆着 这就是他的错误 应该立即下台 高拱啊连着写了11次辞职报告 他的学生龙庆皇帝就是不同意 可是不搞掉高拱 徐杰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一番运作 动言去广大干嘛一起来争高拱 因为骂嘉靖皇帝一举成名的海瑞 这个时候啊受徐杰马仔的蛊惑 他就出面了 但是他不知道高拱有什么毛病啊 但是他也骂 他说了高拱是老鼠 想吃徐杰这只鹦鹉 不能让他得逞 赶紧让他滚蛋 海瑞可是道德标杆呢 既然他都说高拱应该滚蛋 那高拱就不该再留下来 强倒重人推啊 这个局面就形成了 你说高拱处境多尴尬呀 大家都说高拱应该滚蛋 可皇帝却反复说老师 你千千万万不能走 你不能走 坚决不能走 你看 就在这个时候张俊正出手了 他去找高拱说了 老兄你赶紧走 处境危险 战必锋芒 一退为进 他给高拱出主意 高拱说 可是皇帝不让我走怎么办呢 张俊正说了 你呀 不要再意气用事 你也不要再说是因为受到别人弹劾 你辞职 不能这样说了 你就说你身体不好 不能坚持工作了 这个皇上非常心疼你 你呀 就说病了 实在不能坚持工作了 我相信皇帝会批的 哎果然 这个高拱就写了一个辞诚 他说了 皇上啊 我病得很重啊 我如果不赶紧再回家 我可能就死在这路上了 哎呀 这皇帝一听病重 赶紧去派人给他看 然后送他回家休养 现在 换季刚刚不到半年呢 龙庆元年的五月 大名独自公司里最有才干的副总经理 第一流的经营高手高拱 黯然下台了 张俊正劝走了高拱 他对老师徐杰怎么说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可是他心里啊 一直觉得欠老师的账 他对徐杰说了 老师啊 此前几个月 高拱啊 找麻烦的时候 我没有公开站出来帮老师 啊 请老师啊 您谅解 徐杰一笑 说理解理解 可是你现在可以帮忙了吧 那个郭普一直站在高拱一边 是不是他也该滚蛋呢 至此 张俊正没有犹豫 他找了几个心腹啊 一起商量了一下 牵枪符会找了个借口 什么借口呢 他说了 这不是张俊正直接出面啊 大家注意啊 他是找的人啊 出面 说郭普的父亲去世了 他在家守孝 可守孝期还没有满 皇帝要求他出来工作 他扭捏作态 推辞了一番 就真的回来上班了 这不笑啊 这么一说 郭普觉得是在羞辱他 所以在高拱下台两个多月 也灰溜溜的卷铺盖卷 回家了 这样一来啊 高级经理层就是清一色的 徐杰的势力了 要说这个班子应该很和谐 很团结了吧 其实不然 徐杰领导的最高精力层啊 一面能拖就拖 尽力回避矛盾 一面呢 又没完没了的 和新董事长龙庆皇帝纠缠 说都是你不行 公司才亏损的 这是徐杰的计谋啊 他把责任都推给皇帝 动员的阎官呢 老去攻击皇帝 说都是你不行公司才亏损的 不是我不行 他是这样 张居正啊 不这么看 他有进无处使啊 很着急 暗地里也准备了很久 匿定了一份材料 这份材料非常重要 是他治国安邦的一系列思考的成果 你也可以想象啊 张居正起草了一份全面改善大名独自公司经营状况的建议书 但是张居正心里有说啊 他这个东西跟徐老师徐总的方略可不合拍啊 如果贸然抛出说不定会惹闹徐总 那就得不偿失了 这可是不符合张居正的处事风格 那怎么办呢 就这么眼睁睁的耗着熬着吗 这也不符合张居正性格 张居正啊很善于把握行事准确判断局势 他看出来了干部对我啊 酝酿着对徐杰的不满情绪 员工们悄悄意议论啊 哎呀要是高拱高副总还在 我们大名独自公司的经营状况一定不会如此糟糕吧 更重要的是 徐杰和龙庆皇帝互相不欣赏 彼此对对方都产生了深深的失望情绪 徐杰啊他把大量精力放在鼓动员工 威攻朱董事长身上 攻击皇帝 以便推卸精英不善的责任 你说老板对这样的CEO当然他就有看法了 再加上你徐杰死气白癌的把皇帝最信任的老师高宫给赶走了 你赶走他吧你又精英不善 你又把责任推我身上 你说龙庆皇帝对徐杰能有好感吗 他烦他了 张居正看出来了 实际成熟了又该出手了 这次出手的对象谁 徐杰 可是张居正他可不想公开和徐杰对立啊 落下个被施反上的恶名 这不是张居正的做法 他采取的什么动作呢 他是暗中运作 腹底抽薪 已经下决心要赶走徐杰的张居正 他开始啊 跟龙庆皇帝身边的人呢 建立了联系 希望得到他们的配合 关键时刻给徐杰致命一击 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位阎官呢 上了一道坛章攻击徐杰 其实这样的坛章啊 在大明帝国官场司空见惯 大家早已习以为常 当时啊 有个惯例 你受到阎官弹劾 你必须上辞呈 而同样是惯例 正常情况下 基本上都会受到领导的未留 不能走 这些走程序的事啊 实在太多了 大家都习惯了 不觉得会有什么意外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徐杰的辞呈递上去以后 接到的却是批准他辞职的 甚至接到这个文件呢 徐杰是大惊失色呀 张居正一看啊 公司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元老呢 哎呀 应该请求董事长收回成命啊 为留徐总啊 不过啊 愤愤不平的张居正啊 内心更多的是欣喜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结果是在预料中的 准确说是他运作成功的 张居正他做过豫王三个月的老师吗 不是那时是徐杰给他镀金的 刻意安排的 这期间呢 张居正遇一个叫李方的宦官熟悉 李方啊现在是大内总管呢 张居正就暗中找到了他 请他出面 劝皇帝啊批准徐杰的辞呈 火候啊掌握的恰到好处 如果徐杰第一次递交辞呈就批准呢 那会引起疑虑啊 甚至反弹 说不定会弄巧成拙 而到徐杰第三次踢出辞呈的时候 批了 很自然呢 可谓滴水不漏 徐杰啊深受打击 灰溜溜的卷破盖 回松江老家了 那么 徐杰会不会对张居正产生不满呢 以徐杰的事实证明 你说他对张居正运作敢他下台的事毫无觉察 恐怕不大可能 可是此时啊 徐杰已经是被动方了 他即使有怨气 他也不敢说出来 久经黄海臣服的徐杰他老人家呀 对官场的波剧云鬼是辽染于心的 他已经啊没有退路了 只能把身家性命拒托在张居正身上 临走的时候啊 他拉住张居正的手啊 这是他自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啊 拉住他的手 言辞恳气老泪纵横啊 他说了 我把国事家事都托付给你了 哭着说的公开的呀 看看 张居正对徐杰和高谷 一个是恩师 一个是好友 他谁的忙也不帮 可是他们谁都不怪张居正 不帮忙 你看两个灰溜溜下台的人呢 反而不约而同 争相把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张居正的身上了 一般人遇到这样复杂的情况处理起来 谁能达到张居正这样的效果 刚刚与徐杰窝别的张居正 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了 用现在的话叫陆七袖子加油干了要 但是张居正还是急了些 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张居正一为内阁里的两个强势人物 徐杰高拱都下野了 该轮到他大展宏图的时候 反倒遇到了麻烦 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下次细讲 细讲 一个人如果太顺了 就容易错误判断形式 尤其是你本来是善于判断形式 把握实际的人屡屡成功 顺利的不得了 你难免会自负 你看我过去判断多准 但是这个人一旦自负 就容易有闪失 张居正就是太顺了 四十出头就入个败相啊 刚入个败相 挡在前头的强势人物相继下野 环顾四周啊 张居正就有了十五七十一的豪迈感 也难怪啊 这个时候大名独资公司的高级经理层 在高拱徐杰下野以后啊 只剩下仨了 谁啊 李春芳 陈一勤 张居正 李春芳 陈一勤两位老兄啊 比张居正资格老年龄大 这两个人都是能力平平 与世无争的老好人 他们的能力啊 实在不敢恭维 简单说吧 这两个人要去大学当教授 臭臭有余 当行政领导 估计两个科长也难胜任 你要说他们没有能力 也不能这么说 他们的能力是什么呢 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啊 他们的能力就体现在看文件的时候 能发现哪个句子不通顺 哪段文字表达意思不够简明 如此而已 你说来奇怪啊 我们中国人在政治上 那时候比较懒 对公开的竞争啊 一向排斥 就论子排辈吧 大明帝国堂堂首相的产生啊 是以论子排辈的办法解决的 也就是说啊 谁入阁的时间早 谁排在最前面 谁排在最前面 谁是首相 两个任命书也不像 按照这个办法 徐杰下台后 最早一个进入内阁的是李春芳 那么首相的位置自然就是他的了 李春芳是状元出身 一进官场就干了一件事 一干就是二十年 干什么事啊 我们说过 嘉敬皇这不是崇道吗 崇道要有仪式啊 那个仪式就是摘交 摘交就是要烧一些清词给太上老君 李春芳专门负责给领导啊 撰写供皇帝粉烧的清词 所以群众对他有个评价 说他是清词宰相 因为啊这个写清词很卖力 皇帝很满意 李春芳上位很快 李春芳坐上首相的位子 心里很忐忑啊 他没啥招数 只好学徐杰的样子 他抓四项教育 他说了 国家的事千头万绪 治国的方略啊也许有别 但是要抓关键 牵牛鼻子 什么是关键呢 李春芳就说了 关键是学好理论 用理论呢 武装头脑 只要广大干部集中精力 学好领会好理论 那时候理论呢 就是名教圣训 只要你把这个名教圣训领会好 用他来指导工作 悬前转坤 易如反掌 你看他说你只要学理论就行了 张居正 听了 案子里一定会骂 有病 当年徐杰组织干部搞理论学习 张居正就很反感 你李春芳也想搞这一套 他烦透了 我顺便交代一句 这个张居正啊 他是很沉稳 但是他气急了喜欢骂人 你在他的文字记载里头 你可以查到 张居正啊 根本不把李春芳放在眼里 用他的同学王世珍的话说 对首相李春芳 居正 以下视之 意味不足以欲有为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张居正根本看不起李春芳 认为和他搭班子干不成什么事 至于陈一琴 当时他被称为自了汉 在张居正眼里啊 简直就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物 年方43岁 脱离四局级干部的级别才不到两年 进入大名独资公司高级经理层 也刚刚一年半的张居正 有了天将降大任于己身的 这么一个豪迈感 事实啊也是这样的 据张居正的同学王世珍的记载啊 张居正虽然在内阁里排在最后 但是部长们都怕他 有个说法叫 微缠制重于他相义 另句啊 当代名史研究的专家伟清远先生的说法 在三人内阁里 张居正实际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中国有句古训呢叫名正言顺 反过来说就名不正言不顺 你看了 张居正虽然说话最算术 差不多啊 就算是领导核心吧 因为龙庆皇帝不管事啊 大家记住这个背景 内阁里又是他说了算 他差不多算是领导核心了 但他需要的是名正言顺 名副其实啊 那么他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出手 就在送别徐杰十天后 张居正就急不可耐的 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 发表了史证纲领 顺便说一句 张居正如此急不可耐 恰恰说明他是迫切希望徐杰下台的 如果徐杰还在台上 他是断断不会发表史证纲领的 而徐杰一下台 他就当仁不让十天呢 就迫不及待的统筹全局了 当然了 你不用急不可耐 迫不及待这些词也是可以的 你用知证朝夕 这未尝不可 总之张居正确实是等不及了 他实在看不下去了 仅仅送走恩师十天 张居正就一改过去的韬光养晦之策 以发表史证纲领的方式闪亮登场了 这里我需要解释一句啊 说张居正发表史证纲领 那是我们现在的说法 当时没有这个名词 他的原名是什么呢 是陈六世书 是上报给龙庆皇帝的 是他治国理政的系统构想 就相当于公司高级经理层改组了 张副总立即递交了一份全面改善公司经营状况的 若干重大建议 他报给了董事长 就其性质和作用来说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史证纲领 那么张居正在史证纲领里说了些什么 他说了六件事 陈六世书吗 一 省议论 二 镇纲纪 三 众昭令 四 和明石 五 故邦本 六 赤武备 你具体内容说多了太枯燥了 就不多做解释了 总而言之吧 张居正的意思是这样的 他说啊 要树立中央权威 统一思想 另行禁止 要充分发挥 用现在的话说 皇纪国法的作用 和规章制度的作用 你看省议论 重招令的意思啊 就是树立中央权威 统一思想 另行禁止 正刚纪和明石的意思啊 要充分发挥 皇纪国法的 和这个规章制度的作用 和明石啊 顾邦本呢 他说的意思啊 要真抓实干 要加强考核 要整顿立志 严肃财经纪律 15倍啊 就是要加强国防建设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六件事啊 确确实实是张居正的实证纲领 以后他做了大名独私公司 代理董事长兼总经理以后啊 他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做的 贯穿了他以后的整个的执政过程 张居正是想用这个办法展示自己啊 他告诉大老板 各级干部 你应该让我张居正来统筹全局领导国家实行新政 可不能再这么拖了下去了 毕竟啊 大老板和高级干部 对张居正统筹全局的能力实际上了解不多 是不是他资历浅呢 而且这个人一向韬光扬灰 城府很深 别人对他当国执政治国安邦的水平和能力了解非常少 这很正常啊 他没做过什么实质性的官啊 是不是啊 就私业 国子健的大学的副校长 后来汉林院的代理院长干了七个月 这都是御用文人的东西 你实际行政能力怎么样 你治国安邦的能力怎么样 大家不了解 所以啊 他要急于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徐老师刚走他就赶紧把这个提出来 说的再直白一些 张居正说了 公司啊就该按我说的经营 而且啊 最好让我全权主持经营 得出这个结论呢 不是我的发明啊 和张居正几乎同时代的有个官员 他说了 读了张居正的这个陈六世书 他用这么一个词叫 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机一路 也就是说啊 张居正的这篇陈六世书啊 虽然没有明说让我来干吧 但是你只要一读这文件 你就看出来了 张居正是用这个来要求主持大局 他的这个心机已经弹露出来了 这个明清史专家韦清远先生也说 张居正啊通过这个啊 表达这样一个愿望 就是说要热情希望能够再上层楼 秉国之君 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谋划 重整乾坤 这是张居正上这个陈六世书 这个施政纲领这个举措的用意 张居正啊很聪明 他知道 大家对他了解不够 皇帝啊 虽然他当了三个月的讲官 皇帝对一般的讲官印象也不那么深 皇帝对他并不了解 你啊 要啊 伸手这不是向他要官吗 你让我张居正来主持全局吗 那你得给领导点什么呀 是不是啊 你得揣摩一下领导需要什么呀 你先满足领导的要求 领导才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张居正是这么看问题的 所以啊 他在这个文件里啊 人家给他个评价叫兼有用术 也就是用了全术 什么全术呢 他在这里在赤五倍这里头啊 他提了一个建议叫阅兵大典 阅兵这个事啊 那是花钱多啊 一般皇帝都想干 但是一般都没干搞过 张居正提议 阅兵大典你只要让我干我给你搞 后人对此就多有指责 说了这个老兄奉军 如此 这不对 就说他 有的说了这是个败笔 总之批评他啊 但是 提议进行阅兵大典 却是张居正的妙笔啊 毕竟他资历钱对不对 威望不够 你要想受到领导格外青睐 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能不先给领导点甜头 据专家考证说啊 在张居正整个这个使政纲领 提出一系列的举措里头啊 龙庆皇帝最高兴接受 并立即斥令使行的就是举办阅兵大典 这一条啊 高兴透了 我举个例子说啊 大家便于理解 比如说一家公司董事长 被要求整天只能在办公室里批文件 那你不能出门啊 这做了规定啊 制度这么规定 一个新上任的副总经理啊 想按照自己的构想掌控公司 他就给董事长上了一份建议书 这建议书啊 写了很多 但是他其中写了这么一条 说董事长应该经常出去调研 不能老站在家里头 哎呀董事长一看 对啊 可是你不能只同意这一条吧 于是就做了个批示 他说了这个文件索提建议很好 请各部门认真研究落实 张居正的陈六十书上去后 发下来的就是这样的批示 龙庆皇家的批示是下来了 可除了举办阅兵大典这一事啊 锦络密鼓开始筹备了 其他的建议全部都竖之高阁 其实如此啊 张居正此举引来了不少非议 这个时候的官场啊 因为徐杰啊 他通过一照啊 家境一照啊 提议给老干部平反 平反冤假错案 他为了收买人心的 这一大批老干部都平反了 出来重新工作 他们对张居正相当看不惯 有的说了啊 不是原话啊 把意思给大家表达出来 大家就理解了 这有的说啊 俺老赵重进士的时候啊 这个小张还在玩尿泥呢 还有的说啊 俺老王和阎松拼命的时候啊 这个小张却在阎松面前讨好卖乖 如今这小子都狂起来了 总而言之啊 都是些嘲讽张居正的话 张居正后来感慨道啊 记我者已自此时矣 就是从这开始记恨我的 就是从我上了陈六十书 上了史证纲领开始的 你对大家的议论 张居正也无可奈何呀 他把一股怨气啊 都撒到了首相李春芳的身上 他总得出气啊 李春芳这个人虽然宽厚平庸 但他眼睁睁看着张居正摆出一副统筹全局的姿态 还是有些不爽 何况张居正的建议 尤其是不准网易朝政之类的说法 李春芳不赞成 他主张啊宽容和平广开沿路 怎么能堵塞沿路呢 基于这两个原因 李春芳对实施张居正的建议态度消极 甚至暗中抵制 也正是他的这种态度 让广大干部对张居正的市政纲领 不仅不落实 反而肆意嘲讽 张居正很恼火 他啊要暗中运作 他要把顶着这个主角的名分 却撑不起主角戏份的李春芳赶下台 李春芳啊不太干事 失误就少 他理先下事啊 你好我好大家好 他人缘就好 你整倒这样的人反倒不那么容易 不过张居正还是有办法的 他的策略是什么呢 他的策略啊 是不动声色的耍弄李春芳 让他不堪羞辱自己乖乖 卷破盖回家 有一次啊 内阁研究对一个犯错误官员的处理 张居正发言了 他说 这样的错误啊 算不得什么大问题 你警告一下 饶了算了 哎呀李春芳高兴透了 他呀宽一代人 他正怕张居正要提出严厉处分呢 既然连张居正都这么说了 自然没意见 就按这个上报了 这边起草上报的文件 张居正啊 那边写了个字条 他命人呢 偷偷送给大内总管李方 他说了 那个干部啊 非常狂妄 犯错误 性质非常严重 影响非常恶劣 如果宽待他 起不到警示作用 反而起到坏的示范 因此啊 应该把他贬到偏远地方 打杂 李方啊大内总管呢 他非常支持张居正的意见 就把内阁逆好的批示啊 给改了 改成张居正这个纸条上的话了 哎呀这个李春芳一接到批示 沉默结舌 蒙了 哎呀怪呀 这个龙庆皇帝从来不过问具体事啊 怎么这次把咱们的这个处理意见给驳回来呢 按照大明官场的规矩啊 如果皇帝三方五次驳回内阁的意见 那就相当于对首相失去信任 首相你就知趣点 引咎辞职吧 假如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几次 李春芳势必乖乖下台 可是这时候出了意外了 李春芳没下台 大内总管李芳下台了 他犯错误了 他被皇帝给开除了 结果呢 失去内理的配合以后 张居正的目的就没达到 他很失望 自己啊急于按照自己的思路实施新政 没有想到提出的构想成为一纸空文 反倒被挖苦嘲讽 你就相当于没有抓到狐狸 还惹了一身骚你说说 他想把李春芳赶走吧 自己名正言顺去当国执政 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 欲速则不达 什么叫欲速则不达 这就是欲速则不达 他的同学王世珍后来评价说 因为这个太监李芳突然出了事 张居正小驱 委屈的驱 就是遇到了小小的挫折 张居正啊他的仕途官运呢 实在太顺利了 他想要的都能够得到 他要出手必定成功 大家回顾回顾 是不是这样 而这一次他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 张居正升迁太快 资历太浅威望不高 他要向主导全局大干起来 时机未到 大家想想他的经历就知道了 他干过什么事吗 对吧 治理国家的能力怎么样啊 大家都不了解 你现在就想同览全局 那做不到的 时机未到 他呢却有一些急不可待 所以才造此小错 张居正虽然没有达到目的 也来了一片非议 他并没有心灰意冷啊 在构想不能一下子全面破开 一些当务之急要做的事 那我要抓住去做 等着政级出来了 让领导和群众看看我张居正 是不是能干 到那时就好办了 当务之急是什么事啊 当务之急是对北方蒙古的防御 这个大明帝国深受北方蒙古人的侵扰 徐杰微信大碟被赶下台 其实与这件事有关 张居正既然显徐杰爱手爱脚 徐杰被抄了鱿鱼 他就得出来主持啊 你就得对北方的蒙古 咄咄逼人的攻势 你得阴影啊 张居正的套路很简单 加强领导 所谓加强领导就是派得力干部的意思 于是啊 张居正就想调他欣赏的干部 谁呢 七级光坐镇山海关 谁知啊 这件事办的不顺 七级光七帅啊 满腹冤气 他要撂挑子 张居正啊 一脑门子火 赶紧想办法化解 那到底出了什么事 张居正是怎么化解的 我们下次细讲 领导啊 关心干部 我看了有的呀 那确实是真关心 有的呀 是假关心 有的领导会做秀的呢 我们今天讲的张居正 关心七级光 我认为那才是真关心 这个啊 还得从张居正抓工作说起 之前我们讲过了 徐杰下以后啊 张居正啊 他尽管还没有成为大明帝国 名正言顺的当家人 这是李淳芳当首相嘛 实际上呢 张居正他已经承担起 治国的主要责任了 这时候啊 他的工作重心呢 不能不放在大老板最关心 最发愁的事情上 换句话说啊 张居正的工作重心呢 是把领导最关心的事放在首位 会做人会做事啊 做了领导谋划工作 你首先得考虑上级主要领导的关切 这个啊 我认为可以作为官场的一条潜规则 张居正很聪明啊 他知道自己的领导 也就是大明独自公司的董事长 隆庆皇帝 最关切的什么 达鲁的威胁 达鲁 这是什么词啊 大明建国以后啊 元朝啊 并没有被消灭啊 他只是啊 逃到大漠去了 退回到大漠去了 严格说 这个时候啊 他们在北方啊 还有很大的地盘呢 大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最强悍 对大明威胁最大的蒙古部落啊 他自己他叫达达 现在俄罗斯部上 还有个达达斯坦共和国 就是那个达达 大明这边啊 称他们为达鲁 俘虏的鲁 骚打子啊 达鲁啊等等等等 驱逐达鲁嘛 就是这个达鲁 一再被百官指责为不过问国务的这个隆进皇帝啊 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北方的安全 徐杰的执政的时候啊 他一再指示说你政府要拿个办法出来 徐杰呢始终是诉说不测 说这事啊 内阁不了解情况 还是让负责边防的干部研究研究提出建议再说吧 他一再往后拖 徐杰之所以下台啊 跟这个事有直接关系 张居正是非常明白这一点的 所以他很看重这个问题 至于采取办法嘛 我们上一讲说了 就是要加强领导 什么叫加强领导呢 就派德里干部过去 这时候啊 为了抵御达鲁啊 大明势力的九边啊 相当于九大军区 其中有一个济镇 镇守山海关一带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区 张居正啊 就想着啊 让名将七纪光到这个地方来 七纪光啊 比张居正小两三岁 他是山宗人 他也是军户 我们前都说过他 但是人家祖祖辈辈是军官啊 所以他一当兵 一穿上军装啊 人家就是军官 后来呢 东南沿海地区啊 卧患非常严重 脚卧啊 非常激烈战斗 七纪光的前半生 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啊 浙江福建一带啊 就是从事这个脚卧的战斗 出生入死 战功赫赫 无一名远扬 这个七纪光是怎么跟张居正认识的呢 也很难考证 我估计啊 他俩很早就应该认识了 因为我前都说过 张居正在汉林院的时候啊 听到地方的军官如果来北京出差 他就提着胡九去找他聊天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七纪光这个人呢 你虽然是个武将啊 但是他非常喜欢跟这个文人交接 跟他们打交道 他呢 汉林院的这个人呢 很多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我估计啊 这个时候啊 可能两个人就认识了 七帅这个人呢 非常会来事啊 可在同时期并肩作战的 有个狱大游 当时称鱼龙气虎啊 鱼大游是龙 七纪光是虎 鱼龙气虎 名气很大的 他年龄和资历比七纪光深得多 差不多算两代人就能算 战功啊是不在七纪光之下的 可是人际交往上比七纪光啊差 他经常被人弹劾 中央对他的处理一般都是戴罪立功 立了功呢再官复原职 官复原职后立了功呢 再遭受人家弹劾 再戴罪立功 就这么恶性循环 你看了没有 七纪光不一样 那他们遇到过这种的麻烦 他立了功就提拔 提拔后再立功 再立功再提拔 他是良性循环 这俩人呢不一样 这个七帅啊很会做人 他对张居正这个机油股啊 想必啊早就有感情投资 所以这两个人呢 关系比较密切 当时啊大明帝国最头疼的南卧北鲁 不过呢到了张居正在内阁主事的时候呢 南边的事啊解决了基本上 北鲁的问题啊愈言愈烈 尤其啊山海关一带就是个寄镇 有好多次被打鲁突破防线呢 甚至围困首都 这个地方的军政大员呢 17年间换了10个人 这10个人不是战死 就是被问责 对将帅的问责啊 大家一定别想象着 是不是通报批评啊警告处分的 可不是啊那时候问责厉害啊 那时候啊就是要么投进监狱 要么杀头啊 总之这17年间 这个军政的10位将帅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你看这个地方 张居正为了加强对这个地方的前线的领导啊 就是想啊让七级光来 那时候徐杰还在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主张 经过一番运作啊 就掉七级光北上了 掉七级光北上的时候啊 七级光当时什么职务呢 是福建总兵啊 这相当于军区司令啊 咱们现在这么比喻吧 大家想象一下啊 南方尤其是洋海 那很富属啊 那时候光打走私就有很多油水啊 你把七级光调到北方前线 一个那么艰苦的地方 张居正就觉得对七级光来说 有点委屈人家了啊 对不住他 那能不能把他作为一个兵部副部长 当时叫侍郎 兵部副部长 兼 兼个什么行不行 这不就体面吗 你要叫我说可以 但是那时候不行 为什么呢 帝制时代中国至少宋朝明朝 这两朝有一个传统啊 他和现在的欧美啊 日本的韩国这类国家啊 特别像 就是什么呢 就是对军队的文官统治 统是统一的统 制是制度的制 对军队的文官统治 你比如说这些国家的国防部长 你绝对不能有现役军人担任 大明帝国时候就是这样 兵部的处长以上职务 必须是近世出身的文官 武官不能染指 而且对武官的任命啊监督啊指挥啊 一律都是由文官来掌握 任何情况下武官你不能指挥文官 它是这么一个制度 你奇迹光虽然久经沙场战功赫赫 又有文采 你当兵部做个部长副部长要要按现在的理解 那可以啊 但是当时绝对不允许 所以你不要考虑给他提个兵部副部长 再兼个什么什么 那不可能的 可是呢奇迹光已经是总兵了 你在武支系列里当时武将里都到顶了吧 就算没有什么职务可提升了 这怎么办呢 平调吧对奇迹光不公平 你提职吧没什么可提的了 你说是不是个难题啊 这个张居正啊就觉得为难 可是张居正很有创意啊 他苦思冥想还真想出一个办法 他就硬压着这个兵部跟力部啊 我有奇迹光专门创设了一个职务 叫总理啊 就是我们国务院总理这个总理 但是那时候总理跟我们现在总理不一样 全称叫什么呢 叫总理冀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室 镇呢就像我们说的一个军区 奇迹光的任命状里就写了 他总理三个军区的练兵室 总兵一下西厅皆致 一厅地位还挺高 三个军区归在皆致 这么说吧 总理这个职务他就比总兵体面 而且职权呢不局限在一个军区内 奇迹光这个人呢很好面子啊 大家也得记住这个人很好面子 他一看呢自己的职务还不错 是总理还可以截至其他三个军区的司令 西厨外外就兴冲冲的就到任了 可是一到任呢 奇迹光很快就发现 哎呀总理这个职务 这啥玩意儿这个 人家三个军区都有司令啊 而且司令受总督或者巡抚的指挥节制啊 他这个总理啊 是个罪优百事夺余 恰在这个时候呢 兵部又提出来了 为了加强领导啊 再任命一个监军 监督这三个军区的练兵事宜 实际上就是专门监督奇迹光的 奇迹光一听这个 越发不想干了 本来这个职务他觉得就别扭 还有人在这监督啊 情绪低沉 无心工作了 可是他是个武将啊 不敢随便说话呀 只是情绪低落不想干了 但是他不敢说 兵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那正好啊 本来总理这个职务就不伦不类 是不是啊 你是你张居正 你你你玩的这个花样 大家都不同意 就他非要在那憋出心裁 现在人家奇迹光都觉得别扭 算了吧啊 取消吧 就把奇迹光的职务改成记阵总兵 就写了个报告上来了 张居正啊也知道 奇迹光在这抱怨这个事啊 他说是坠优啊 多余啊 没必要这个总理社的 他呢也就不好阻止这个兵部提议 但是他有一条他坚持住 他说不能给奇迹光派监军啊 这条 驳回了 总算呢找平了 他觉得 可是文件下了以后啊 张居正啊越想越不安 他赶紧呢就给奇迹光的上司 寄了总督谈论 写信 这个谈论呢 跟张居正关系不错 是老乡 说总理改总兵 体面上过不去 好在任命监军的事啊 让我给挡回去了 你呢 你多做做七帅的工作 你一定要安慰安慰他啊 别让他有思想负担 大义是这么个意思 信送出去了 张居正还是不踏实 他了解奇迹光啊 他一想空眼安慰 对奇迹光这样好面子的人 可能不一定起作用 还是得想想办法 于是啊 张居正又给这个谈论呢 送去一封密函 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七帅 以总理改总兵 成为贬损 他说这是贬损啊 实在是贬损 如此一来啊 奇迹光脸面无光啊 而且啊容易为上下左右 又所轻视 这太打击他的积极性了 这跑 张居正就交代谈论 他说啊 你啊 给内阁顶着这个首相名头的这个李春方啊 和兵部力部的主要负责人呢 你写信 你就建议啊 奇迹光的总理直行啊 还保留着 同时在兼计阵总兵 也就是啊 给奇迹光留个面子 他这么交代谈论 他说啊 你提这个建议上来以后啊 我出面呢 再做做工作 估计这事能成 这是他这么交代谈论写信 可是谈论呢 寄疗总督谈论呢 他可能是担心惹麻烦呢 还是他本人对创设总理这个职位啊 本来就有保留 总之啊 张居正交代这个事他不办 连打了好多次报告公文上来 他只字不提对这个事 这个张居正一看呢 急了 哎呀这 这等着谈论看来是等不上了 那干脆我自己来吧 当时那个大臣呢 有一个特权 就是你可以给皇帝上密闸 他就上了一个密闸 他建议啊 奇迹光的总理职位还要保留 同时兼任继镇的总兵 龙庆皇帝啊 这个人呢不爱管事 内阁大臣呢 有什么建议 基本上都照单全收 所以啊 这就叫取特职啊 皇帝的特职 不经过内阁 不经过这些 这个外边的大臣们讨论呢 就直接下了任命 奇迹光啊 以总理兼继镇总兵 给他个这么个纸衔 连那个印章啊 当时叫官房 都重新改住 张居正啊 又给谈论写信 他说啊 你没按我说的办呢 我估计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过呢 我已经取特职办了啊 奇迹光继续 保留总理的知心 那些喜欢说三道四那些人呢 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这是皇帝下的特职 你啊 务必告诫奇迹光啊 让他振奋精神 尽快做出成绩来 这样不仅他脸上有光 我张居正脸上也有光啊 他原话是欲有光颜 奇迹光一看呢 总理职务又恢复了你看 寄疗总兵也肩上了 实权也有了 面子也有了 体面的职务也有了 任命监军的事儿 也被张居正给他挡回去了 这还有啥说的呀 是不是啊 卢奇秀子加油干吧 就按现在的话说 奇迹光啊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干的非常好 秀防御工事啊 招募南方士兵啊等等 热火朝天就干起来了 他还向兵部提了很多很多要求 张居正都全力协调 无不满足 领导经常说啊 批评也是爱护 这话是对的 张居正对奇迹光啊 就经常提醒批评 据专家研究啊 我老师啊叫韦庆元 他是明清史专家 他就说啊 他说奇迹光这个人呢 傲上好胜 傲上好胜 过分讲究名头 协味 做赐尊卑等等 他作为一个军区司令啊 你接待兵部的领导 中央的检查组 那是难免的 一旦有重要人物前去检查工作啊 奇迹光啊 就事先给张居正 请示 他说我该用什么理解接待他啊 你说奇迹光做将帅多年 连接待部领导或者中央检查组的规矩他不懂吗 他还请示张居正干什么呀 其实啊 奇迹光就是不想放下身段 哎 我不想 以不熟理 我跟你打交道 我要跟你平起平坐 他是这个想法 张居正啊 理解奇迹光的意思 每当有重要人物去奇迹光那里检查工作啊 张居正就会向他打招呼了 向这些人打招呼 他说了 他说奇迹这个人呢 很好面子啊 但是他又战功 你们对他啊 要多理解 多关照 要特殊对待啊 这是他交代这些人 另一方面 张居正也写信呢 给奇迹光 总是不厌其烦的 给他讲 他嘱咐他啊 有时候啊 还那话也比较严厉的 他说你啊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务必谦移 以免自取其辱 话说的也很严厉啊 他还交代他 他说啊 你只要你尊重人家 人家一高兴 对你自然尊重了 是不是啊 啥事不好商量啊 还有一个例子 我再给大家讲一讲 那时候啊 张居正已经是 做上首相了 这时候啊 奇迹光的顶头上司 也就寄了总督 换人了 换谁了呢 换的是 张居正的门生 叫梁梦龙 张居正啊 担心的奇迹光啊 和他处理不好关系 而且他又听说 奇迹光在那儿啊 有些情况 大家反映 北京啊 首都啊 这官场上都在议论 所以张居正就 给奇迹光写了一封长信 对他提出批评告诫 那么张居正 他是如何指导奇迹光的呢 大家听一听啊 他这么说的 他说啊 中央已经任命 李扬梦龙 为新总督 他是我的门生 和我关系不错 想必啊 他不会辜负我 我呀观察了梁梦龙这小子 这个人呢 有一番干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而且对七帅你啊 他真够意思 他听到这个北京的官场上 有人对你说三道四 他立即反驳 他为你辩护 这就等于让奇迹光啊 对新领导先有个好印象 对不对 接着张居正又提醒他了 提醒奇迹光了 他说你呢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务必要谦移 要尊重总督啊 遇到重大问题呢 你要坦诚的提出来 一起商量着办 千万不要固执己见 也不要心口不一 切勿欲人呢 争体面生嫌弃啊 这这后来这个 这几句话 他是他的原话呀 不要固执己见 也不要心口不一 切勿欲人争体面生嫌弃 你看看 奇迹光好面子众名声 他随时武将呢 他缺好诗词歌赋 与文人默克的交往 以此为荣 不少文人啊 就到奇迹光那里打秋风 奇迹光啊 百阔去招待 划了不少军饷 这个事啊 引来了闲言碎语 很多人都议论他 张居正就批评奇迹光 说你以后啊 少和这帮人拉拉扯扯的 免得遭人非议 自重一下 读张居正给奇迹光的信 你呀 不会觉得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 写给一个军区司令的 你会认为啊 是父兄写给子弟的 是不是 所谓真知成读 晃如家人父子语 张居正对奇迹光 那真是关爱有加了吧 其实远不止这些啊 当奇迹光遇到大麻烦的时候 那才是考验张居正的时候呢 奇迹光遇到什么麻烦了 张居正又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下次再讲 这个官场啊 经常被人称为换海 既然是海 它就不会风平浪静 你喜欢左顾右盼 你或者架势技术不高的呀 就会翻船 有的人翻船了 有的人呢 他颠簸一阵呢 又没事了 奇迹光啊 就是后者 差一点翻船 这个事啊 还得从奇迹光啊 接到中央任命 从福建北调说起 奇迹光刚调到北方不久 巡视祖就进驻福建了 那时候不叫巡视祖啊 叫巡暗御史 据说这个巡视祖借间了巡暗御史的制度 这个话题不展开啊 总之 这个巡暗御史和现在的巡视祖啊 有相似之处 权力比现在巡视祖要大 那时候啊 巡暗御史定期去各省巡视 他不是针对哪个人的 不是说奇迹光调走了 我巡视巡视 不是这个意思啊 进驻福建的巡视祖啊 查出了一个福拜案 福建军军两名将军啊 一个叫荆轲 一个叫朱爵 这两个人呢 是苛扣军想打击走私的时候啊 要敲诈商人银梁啊 用现在的话说呢 生活作风也比较迷赖 巡暗御史就提出弹劾了 提出弹劾就要进入查办程序了 这两名将军听说被巡视祖盯上了 又惊又怕呀 商量着赶紧托人疏通 找谁呢 他们就想到了老上司七帅 七级光 于是 急忙啊 差人携带后里 到军镇去求七级光帮忙 七级光啊 是武将 你这样的事 他哪插上的手啊 可是呢七帅啊 他喜欢听人奉承 两个人一番奉承啊 哎 七帅就拍胸脯了 行 七级光之所以敢拍胸脯 是因为朝中有人 这个人 就是对他一直关爱有加的呀 张居正 这就是发生的时候啊 还是李春芳啊 陈毅琴啊 张居正这三人内阁 而且呢 张居正说话还是最有分量的这个时候 果然 七级光求到张居正的门下呀 张居正没有拒绝 经过他一番运作呀 哎 这个事啊 就基本上过去了 金科朱爵这两个将军呢 就这样软着陆了 谁知道呢 巡视组又来了个回头看 也就是啊 检查一下前任巡视组查出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这一查问题暴露了 新任这个巡视组的组长 也就是巡岸玉石啊 杜花忠 他一道公文上来 弹劾了十来位高级领导干部 其中不仅包括着金科朱爵两位将军 还包括谁呢 还包括福建省的一把手 也就是巡抚叫何宽 还有兵部的副部长叫孤中虚 总理三镇练兵事宜兼冀阵总兵齐吉光 巡视组的这个巡视报告说了 他说啊 前任巡视组查出的两名军官的腐败案 查办程序不合法 处理不到位 而之所以如此啊 是行贿请托之所致 仅就所致 直接涉及到福建省的一把手 何巡抚和他下属机构的 副省级的一些干部 也牵涉到兵部副部长 兵部的第一副部长叫孤中虚 还有名将七七光 所以我指明参合这些人 到这个时候 内阁里只有两个人 谁呢就是高拱和张绝正 这时候高拱是一首相兼长力不适 张绝正是他的副手 我前面说过了 高拱这个人呢非常清廉 家如韩世啊 而且高拱非常痛恨腐败 他认为啊官场贪腐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社会上 为什么那么多人闹事啊 上访啊 都是官员贪腐造成的 一旦官员贪腐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老百姓有理没地方说啊 那他还不反 做贼做盗 群体现事件贫乏 这是高拱的看法啊 高拱还认为啊 官场贪腐是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的源头 所以啊他一上台 就大喝一声贪婪无赦 据高拱研究专家岳天雷先生统计啊 高拱主政两年半 共查办呢 贪腐案六十四宗一百六十九人 其中支县以上的干部一百三十一人 军事将领三十八人 平均每月查办贪腐案二点一三宗 你一听好像人不多 但是你别忘了当时全国的干部也就几万人呢 所有的干部加起来就几万人呢 所以这个数目还是很惊人的 在这个气氛下 各巡视组啊都不敢怠慢啊 比着出政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巡视福建的巡安御是杜华中 就毫不顾忌的查办起案件来了 高拱接到这个巡视组的报告了 上面说了他说 金科诸爵两个将军的贪腐问题啊 被前任巡视组发现以后 这两个人呢就立即派人携带两千两银子 向老首长七纪光请托 七纪光呢又贿赂兵部第一副部长顾忠虚 请求呢他帮忙 于是兵部违规奖案子转交给福建巡府何宽处理 金珠二人呢又贿赂何寻府一千七百两银子 何寻府就受一下属啊做出从轻处理的意见上报 这个金珠二人呢又各出一千两银子 再去贿赂老首长七纪光 有七纪光啊 以引进人才的名义将他们两个人从福建军区调到冀镇 冀州军区就负责啊为冀镇军区啊在南方啊去招兵 高拱看了的话第一反应是觉得不可思议 哎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啊当时的规定啊 凡是弹劾军事将领的案子一律交兵部查办 这个交兵部查办兵部为什么又转交给福建巡府呢 这历史上没有过的事啊 他就觉得这里边一定有名堂 于是高拱就批示了兵部副部长郭忠虚 福建巡府何宽 军系高级领导干部受惠纵监 但是呢尚未查实啊先一规啊 不是两规吗咱们现在他叫一规啊 当时我是也用的这个词啊 当时没这个说法 就是到规定的地点哪呢 老家你到那听后查实后处理 这对这两个人你先回家等着 金科朱绝呢涉嫌犯罪移交司法机关审判 七级光怎么办呢 七级光啊高宫也很赏识七级光啊 这个两个人也是经常通信的 高宫老家有一个人跑到七级光那里骗吃骗喝 七级光很照顾他 还写信给高宫说归报这个事 高宫就指示七级光 把他抓起来免得四处行骗 还有这些事你看两人的关系也是不错的 可是呢 高宫就觉得了 你这个七级光身为武将 却把手伸到中央来 为腐败分子开脱 你这是干什么呀 所以他批示 设计七级光的问题 有兵部查核上报 当然这个也是按规矩来了 张居正一看呢 就很不安呢 你想 荆轲朱爵这两个人 移送司法机关要一审判 那他什么底都抖露出来了 七级光这个事不简单呢 他这么想 他就为七级光担心 当然了 他也为自己担心 这个时候啊 张居正和首相高宫啊 已经有矛盾了 或者说 他已经动了取代高拱的心了 关系是比较微妙的 而且啊 张居正知道 高拱这个人很强势啊 眼睛里可是揉不进沙子的 他担心此案深究下去 出麻烦 于是啊 张居正鼓足勇气 我用这个词啊 是说啊 张居正在高拱面前呢 这个地位不行 他怕高拱 他鼓足勇气 就对高拱说 玄翁啊 这是他尊称这个高拱 叫玄翁 他说你可能啊 不了解情况 这个事啊 责任在我 当时啊 我听七级光说啊 金珠这两个将军呢 是难得的人才 所以啊 我有意扶持 为国家保护将才 出于这样的考虑啊 我就打招呼了 我就让兵部啊 讲这个案子啊 专交给福建去处理 不仅如此啊 我还给福建巡抚 何宽写信了 我让他呀 从宽作处 这个事啊 你要处理的话 那你就先处理我吧 责任在我 这高宫一听 这很恼火 这你怎么干这事啊 但是呢 他又为了化解 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啊 他不想这个矛盾 再激化 他就交代司法机关 加快审理此案 对金壳朱绝 这两个人的审判呢 只追究一个罪 什么罪呢 贪资寝薄 就是贪污腐败啊 敲战勒索啊 这个罪 而不再追究 另外一项罪名 另外一个罪是什么呢 用会迎求 也就是啊 贿赂他人 一求解脱 这条罪状不再追究了 最后 七级光就度过了危机啊 安然无恙 不过张居正啊 给七级光写了封信 他说啊 高宫想杀你 我费尽心机化解了 七级光对张居正啊 真是越发感激不尽呢 你凡事啊 要从什么角度说了 你如果从张居正爱护 七级光的角度说 这件事啊 张居正做的啊 还真够意思 当然七级光啊 可是没有辜负张居正 他把东北防线搞得固若金汤 防守的很好 七级光在这个地方任职15年啊 这15年间 这一代 基本上说是平安无事 大家不妨想一下 设想一下吧 假如说张居正和七级光 这对文武搭档在 你满洲想入 住中原 想突破山海关 恐怕不那么容易 当然了 你说在崇祯皇帝手下 有没有可能张居正 这样的首相出现 我估计不可能出现 因为崇祯皇帝 比较刚愎自用 势必公亲 能让张居正这样的 强势首相出现 是吧 而历史不能假设 话题啊 还是回到张居正当政时代 张居正啊 赏识爱护七级光 七级光不仅对国家 对张居正本人 也是知恩图报 忠心耿耿啊 七级光啊 从自己的军队里 抽掉了五个人 派到张居正家里 为他做安保工作 当然这个说起来啊 是不符合纪律的啊 顺便说一句啊 当年高官呢 既是贵为国家 最高实权人物的张居正 那国家也不给他配警卫 七级光从领导的安全角度 考虑私下给张居正 派了五名警卫啊 我看也说得过去 张居正后来回家葬妇啊 本来啊 就破例动用了正规军啊 兵部正式派遣 一千多骑兵担任警卫 七级光呢 又私下里从前线 抽掉精锐的神枪手 神剑手 数十人呢 随后 坚壮行色 严格说啊 这也不可归 当然还不止这些了 据当时的人啊 记载啊 很多人都有记载 当时的人啊 私人笔记啊 或者证实里的 反正很多啊 就说啊 七级光啊 经常给张居正送美女 而且还说啊 纪正的军饷啊 有不少还到了张居正的口袋里 等等这些记载 这些记载是不是可信呢 我不下断言 不过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当时的政治生态 大家去判断 我讲过 金平梅其实就是张居正生活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这个时期啊 银风甚盛 上上下下都田不为怪 风流运势啊 可以堂而皇之地建筑诗词歌赋 紧紧乐道 传为佳话啊 当时 至于边帅汇入中央的要员 那更是司空见惯了 像这个严松徐杰 他可不少从边帅那里得好处啊 因为什么呢 武官地位非常低啊 在高级文官眼里啊 简直就是奴隶 一旦出了什么事啊 出了什么闪失 为了推卸责任呢 总是啊 武官说事 动着就砍头啊 谁不怕呀 所以这边帅啊 都争相贿赂啊 有分量的高官 张军正时代的名将啊 吴过于 玉大友和奇迹光了 羽龙 弃虎啊 有这个说法啊 但是明实里有一句话 说与玉大友相比 气迹光操行不如 张军正的门生 于慎行又记载啊 说张军正啊 贤为民高 而阴皆厚实 他说了 张军正收钱呢 有选择 身交密器则有会 路人则不敢 债率局清 亦亦当时者则有会 小利则不敢 他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有身交地位显赫的 你贿赂他 张军正要 一般人 他不要 你再查查张军正的文集 啊 有这么一件事 也几乎与奇迹光齐名 辽东总兵 叫李成良 也很有名 也是张军正 一众的干成啊 有一次 李成良给张军正送去厚礼 张军正啊 给退回去了 李成良就发牢骚了 他说了 都是总兵 奇迹光送的 李他都收 我送他的 他都不收 这不是厚自薄比吗 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吗 非常不高兴 这个李成良 这话就传到张军正耳朵里了 张军正啊 急忙给这个李成良的顶头上司啊 当时还是谭论啊 给谭论写信 说这个李帅误解我了 我对他呀 并无疏外 不外气 你呀 赶紧给他解释解释 就说啊 我是对他 也是当自己人看的 你一安其心 一奸其志 也正因为啊 李成良 行贿悲剧啊 张军正啊 又担心打击李成良的积极性 给谭论写信 做李成良的工作 这件事啊 就被一些人解读为什么呢 解读为张军正受 编帅之会 是为了保护编帅的积极性 等等等等 这这么说 这个说法不可取 但是呢 张军正对七级光 他不是一步公事公办的样子 这可是事实 他们之间呢 如同父子兄弟 私人间的交往 很少受到调调框框的约束 可以说啊 建立了私人感情 不管七级光 是不是贿赂张军正 都不能得出结论说啊 说张军正爱护七级光 是为了个人 绝对不能这么认为 张军正尝试 保护七级光 是为大局着想 出于巩固国防的需要 他达到了这个目的 好了 我们再回到张军正 为加强北部防御 调七级光北来 这个时间节点上 这个时候啊 张军正绞尽脑汁 也可以说煞费苦心啊 才把七级光的职务 安排妥当了 可是不久呢 海瑞对自己的职务 不满意的报告 又摆到了张军正的桌上 海瑞的牢骚啊 更大 而且态度很强硬 说我不干了 我要辞职 张军正对海瑞 会像对七级光那样 细心体贴吗 他该如何安排 海瑞的工作呢 我们下次再讲 哪个机关单位啊 都少不了 有个板啊 刺头 对付刺头啊 可不那么容易 尤其是啊 如果这个刺头啊 自身很过硬 他敢说话 给领导提意见的很尖锐 在群众啊 威信有很高 那就更不容易对付了 话说大明龙庆三年呢 张军正他还不是名正言顺的当家人呢 但呢 已经是内阁里说话最算术的人了 他就遇到了一个 如何对付这个刺头的问题 说到这个刺头啊 诸位不会陌生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啊 海瑞在当时啊 名声要过奇迹光 奇迹光啊 是以战功出名 但他会来事啊 高层领导提到他 免不得喜笑颜开 伸出大拇指啊 海瑞主要靠狂扁 高层领导出名 很有顾倔脾气 高层领导要提到他呀 免不得是皱眉撇嘴 海瑞这个人呢 算得上是官场的另类 有本书叫万历十五年 作者叫黄仁宇 他就说了 他说海瑞啊 是古怪的模范官僚 经验告诉我们啊 古怪的人在官场也好 职场也好 他不好混啊 你就跟别说升迁了 而且海瑞在官场里啊 他学历算很低啊 他只是举人啊 明朝用人最看重学历了 不是近视出身 当不了大官 举人出身的干部 正常情况下 能做到支线都不错了 如果能够干到一个偏远地基的地基式的市委书记监市场 当时叫知府 祖坟上都冒清烟了 针对这种情况啊 高拱当政后大声激呼 他说不能对举人这么轻视 要改 可见呢 这个情况相当严重 所以说海瑞低学历啊 算 可是呢 海瑞却创造了奇迹 海瑞啊 一举人资格入职啊 在张居正数级市结业那年 他到福建南平县的县学做教育 这个教育啊 也算是个官职 但是最小的官了 介乎要官于力之间 有人说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 这是不对的 好像他还能领导几个人似的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县学教育 是县上唯一一所公立学校的 唯一一名老师 所以啊 你与其说他是相当于教育局长 不如说他更接近于 现在的公立教师 可是15年以后 海瑞就升到了 比现在的江苏省委书记 兼省长还有重要的位置 张居正创造了八个月内 有四居级干部入阁伴向的奇迹 后来我们会讲 比他大11岁 参加工作完两年的海瑞 创造了有公立教师 15年间升到相当于一个大省的 省委书记兼省长的位置 这难道海瑞他有什么背景吗 那不是的 海瑞啊 冲在海南岛 孤悬海上啊 当年呢 你出来一次都是生死考验的 而且他出生不久 他父亲就去世了 瞥下这个海瑞 孤儿寡母 养家户口的众人呢 都压在海瑞一个人身上 既然毫无背景可言 升迁又这么快 有什么道道啊 海瑞非常关心老百姓疾苦 他勇于认识 踏踏实实干工作 这是一个方面呢 更重要的是 海瑞不巴结领导 恰恰相反 海瑞敢对领导说不 他让领导丢人现眼 其实啊 这个道啊 古一有之 叫做什么呢 叫做灵上曲直升 灵上啊 就是欺凌 或者逼迫上司 这事儿你看看 是不是在刀刃上跳舞啊 要么毁灭 要么名声大噪 海瑞啊 他运气好啊 眼看老命不保 转眼飞黄腾达 海瑞啊 他就是靠灵上 或者是抗上出名的 而明朝用干部啊 非常注重名望 除了注重学历 比如近世啊 他还很注重名望 群众凭直觉就说了 你不提拔海瑞这样的直臣 你就是奸臣 大家怕这个 提拔 把举人出身的这海瑞 就提拔到首都当主事 而这个时候啊 和海瑞啊 同为举人出身 几乎同一年做教育的 这个福建人李志 他在里部啊 当什么呢 当私务 这个私务啊 叫从九品 是最低最低的一个官了 与海瑞相差六七级 你想想 李志啊 后来是个思想家 海瑞过去啊 他一直在地方工作啊 当过两任支线 对地方官场 他是很不满意 他以为啊 中央应该是好的 规章制度啊 都是中央定的 中央的干部 一定是模范遵守的 他特别是对英明领袖 英主嘛 英明领袖 在他心目中啊 更是神圣无比 在他看来啊 所有的问题啊 大体上都是各级领导干部 你们未能认真学习 不折不扣 贯彻我们的英明领袖的重要指示 造成的 他原来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在到中央机关一段时间呢 还有人就发现了 原来一切毛病的根源呢 都在中央 英明领袖 你又是总根源 他一切之下啊 他就写了一份相当于意见书的这么一个文件 他对英明领袖 嘉敬皇帝啊 极尽嘲讽 哇哭 乃至谩骂之能事 简单说吧 那个意思啊 就是海瑞就指责这个嘉敬皇帝 你当领袖不尽职 你做丈夫和父亲不够格 对 大家想想 这话说的是不是很厉害 这个听惯了宋阳生的嘉敬皇帝啊 他是一英主自居啊 他要人家称的英明领袖的 是不是啊 他哪里受到这个呀 就喘着粗气 说快快快 别让海瑞那个混蛋给跑了 你给我抓起来 不杀海瑞 不足以平均分啊 可是刑部审判了 他找不到罪名 他就请示了 他说这找不到什么罪名 判的罪呀 皇帝说了 你看看你看看 海瑞这个混蛋干的坏事 法律上都找不到啊 可见呢 这不是人类能想象的出来的 他干这坏事 我不管你们什么罪名 反正他砍了海瑞混蛋的脑袋 嘉敬皇帝 气死了 首相徐杰就劝了啊 劝他了 劝皇帝了 说海瑞啊 他是想出名 你杀了他呀 你就上了他的当 海瑞他无非是给领导提意见 对吧 敢提意见的干部是什么干部啊 职臣 那你杀职臣 是什么样的君主啊 哎呀 这个嘉敬皇帝一听 哎呀 是这么回事啊 他没有办法 只好呢 先把海瑞关进监狱里头 这个监狱啊 我觉得有点像现在的秦城监狱似的 他是昭狱 不是普通的监狱 海瑞运气啊 不错 几个月以后啊 被他骂得参喜喜的 这个嘉敬皇帝就断气了 海瑞的大明 这个时候可是忽幼皆知啊 新皇帝一上任 就下令释放了他 当然这是徐杰的建议啊 先是官府原职 接着不断的提拔 短短一年多啊 就身为京堂 课堂的堂 经堂 这个经堂啊 大体上现在 相当于我们说的中管干部吧 这么理解吧 他就迈入了高级干部行列了 对举人出身的干部来说啊 破例了 因为这个支府啊 最多干到支支府 是个中级干部啊 可是呢 海瑞对自己担任的职务不满意 他就打报告了 他说啊 我拿这么高的工资 整天呢 喝茶看报 当时有报纸啊 叫底报 他说我整天喝茶看报啊 实在于心不安 与其这样混日子 你还不如啊 请组织上把我免职算了 力不一看呢 害怕了 赶紧请示 哎呀 得给海瑞继续破个铁拔呀 这个请示啊 就摆到了张居正的面前 前面我们说过了 张居正在徐杰刚离经 就发布了一个施政纲领 他这份施政纲领啊 列了六个方面 其中 第一方面就是 省议论 所谓省议论核心思想 就是一言一避之 就是不许乱说话 瞎议论 按照张居正的说法 多指乱事 多言乱听 谁都可以指手画脚 谁都可以说三道四 那非乱套不可 干不成事 你对照一下张居正的市政纲领 你就可以猜出来了 你说张居正对海瑞 他会有好感吗 你甚至可以说 张居正对海瑞啊 是如芒刺在背呀 在他看来 你海瑞就是一个刺头 麻烦制造着 张居正啊 他不喜欢有人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 所以他对海瑞啊 不舒服 可是呢 现在海瑞啊 牢骚满腹啊 你不赶紧给他解决问题 不知道这老兄还会闹出什么大重景呢 这个时候啊 张居正没有全面执政啊 他的控制力 远远不像后来那么强啊 不过 摆平海瑞 是领导集体的共同愿望 不仅内阁如此 地步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啊 对待海瑞的问题上 大家呢 容易达成共识 当然了 你像李春方啊 陈一琴啊 他本来就没打算 铺什么摊子干什么实事 是吧 自己呢 要求又比较严 摆平海瑞 对他们两个人呢 还没那么急迫 张居正就不同了 急于施展自己的抱负啊 他不希望有爱管闲事的人 在旁边指手画脚啊 基于此 赶紧摆平海瑞 对张居正来说 就比较着急了 你要按照张居正的本意 你在那施政纲领 你对照一下 那他爸爸的海瑞啊 你赶紧走吧 是吧 越远越好 但是呢 海瑞有名望啊 惹不起啊 你不敢让他走啊 你要打发的走 不那么容易 退一步说 你大笔一回 同意海瑞辞职 海瑞 他不能不走 可是舆论就把你淹没了 没准海瑞没走成 你却灰灵溜滚蛋了呢 那些个阎官 谁站出来替海瑞说话 他好像自己 就和海瑞是一类人 无形中啊 就把自己啊 列入正派人的行列了 大家谁不愿意这么做呀 那些阎官呢 就乐意啊 替海瑞说话 那么怎么安排海瑞呢 怎么具体研究的呀 就不好考证了 反正结果出来了 举人出身的海瑞啊 被破格任命为 应天巡抚 巡抚啊 他在明代啊 有一个变化过程 在海瑞当巡抚的时候啊 已经啊 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职位了 他相当于什么呢 你可以理解成 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 兼省长 兼高级法院院长 同时啊 他由权指挥啊 调度军区司令 总兵 应天呢 就是现在的南京 当时啊 还没有江苏 安徽 上海这个省级建制 应天巡抚 管辖什么呢 他管辖应天 就是现在南京 苏州 长州 镇江 松江 也就现在上海 惠州 太平 也就现在五湖 马安山 宁国 也就是现在的宣城这一代 安庆 池州 十个府 还有一个广的直立州 你想他管这些地盘啊 他是明朝最附属的地方 称阴天巡抚呢 又称江南巡抚 当然了 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说 任命海瑞 做这个江南巡抚 就是张居正的主意 而且呢 张居正自己啊 也没向外透露过这个意思 一般张居正啊 喜欢私下里向干部 透露人事信息 经常啊 给人写信说啊 你这个提拔啊 是我提议的 可是啊 张居正没有给海瑞 写信这么说过 在别的场合 好像也没有表白说 提拔海瑞 是我的主意 但是我认为 这个任命 应该是张居正运作的 因为什么呢 第一 海瑞的任命下达的时候 中央说了算的是张居正 这个我们在前面说过了 那大家可能提出一意义了 那你张居正还没有全面控制 利不厉害啊 利不也不一定听他的 对 利不的部长当时叫杨伯 杨伯资格很老啊 理论上说 利不只对皇帝负责 他不理会内阁 你也没办法 而且杨伯资格老啊 威望高啊 那我不找你张居正商量 我直接给皇帝抱过去 让海瑞当江南巡抚 行不行啊 也行 但是呢 你要看看杨伯是什么样的人了 杨伯啊 他是个不倒翁 当年官二代严实番啊 非常霸气 高官中没有他瞧得起的 但是他对杨伯啊 他有几分敬重 杨伯这个人做官呢 有个秘诀 他非常圆润 圆润呢 你要说袁华吧 好像也还不是 他比袁华呢 还要更加有技巧一点 史书上说啊 杨伯当立部部长的时候啊 凡设计提拔干部的事 他先呢 跟内阁的说话算术的人啊 商量商量 他再回去报文件 所以啊 即使任命海瑞是别人提议的 如果张居正间接反对 肯定是办不成的 第二个方面 那么你就联系到张居正 市政纲领 省议论这个内容 他说啊 不能乱说话 瞎议论 而且呢 这时候他又急于施展报复啊 他不愿意有人在旁边指手画脚 你要联系到这个事实 我看基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从以上我讲的这两个方面 大家可以考虑啊 至少至少啊 提拔海瑞做江南巡抚 体现了张居正的意图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如此安排海瑞呢 他又为什么对提拔海瑞 这样有名望的人讳莫入身呢 这里边有套路 这话怎么理解 我们下次再讲 你现实中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或者体会啊 有的领导啊 他看不上哪个人呢 他就大嘴一张 工作需要啊 什么组织安排啊 这些光明弹弹弹的理由啊 就跟人打发走了 交流到一个明显差劲的位置 你这样的领导啊 口碑不会太好 你要是讨厌谁 你既把他打发走 你又让他对你心存感激 那才是你的手腕高呢 张居正 张居正提拔海瑞做江南巡抚 他就属于这种情况 给海瑞这样的刺头安排工作 你首先得让他满意啊 这个是前提啊 江南巡抚这个位置 非常符合海瑞的口味 不会引起的反弹 还会让海瑞啊 感激组织上的关怀 海瑞啊 他的理想就是做 行政首长 独立掌管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方面 你想江南巡抚 是个实实在在的职务啊 那是中国最发达地区的 最高领导 你想显示出组织上 对海瑞重用关心 对不对 海瑞还有啥说的呀 没有办法呀 你对海瑞这样的人 你必须安抚啊 你不能得罪呀 你腻着他给他安排职务 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你张军政人家 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但是 这只是表面的 谁不顺从 甚至公开监督批评领导 我就提拔他去 做他喜欢做的事 做喜欢的官 那谁还服从领导啊 不服从领导 不就乱了套了吗 这是张居正 最反感的 他绝不允许出现这种导向 那么 他又为什么偏偏让海瑞 高高兴兴 去当江南巡抚呢 实话说吧 海瑞去当这个巡抚 看似风风光光 实则是去跳火坑啊 这话怎么讲啊 海瑞管辖的地方 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 这种地方啊 经济发达 文化繁荣 出的近视多呀 有钱人多呀 近视多 就是做官的多 有钱人多 就是土豪吧 土豪多 所以这地方啊 贫富不均 土地兼并严重 矛盾也多呀 你特权人物多 土豪多 像这样的地方 治理起来啊 相当不容易啊 你一个支县啊 什么支府啊 还没去呢 中央的好多领导 都给你打招呼了 关照关照谁 你怎么办 所以一般人 到这个地方做官呢 多半都是入乡随俗 他一屁股就坐在 权贵土豪的凳子上去了 这样呢 好吃好喝 好招待 还有红包 最后啊 他还能唠个好名声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官员呢 土豪啊 人家有话语权呢 他说这个人不错 他唠个好名声 只是苦了老百姓了 没有人敢替老百姓说话 替老百姓办事 所以啊 张居正对这个地方的印象非常差 他给朋友的信中啊 他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鬼地 魔鬼的鬼啊 他说是鬼地 最难治 可以想见 他对这地方非常有恶感 那么问题来了 以海瑞的为人 他会入乡随俗吗 他会同流合污吗 海瑞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呢 其实他和张居正一样 都特别崇拜伟大领袖太祖高皇帝 他对归征制度松弛 对贫富不均 对官场劈里他达 他这个情形啊 无不耿耿于怀 他大声呼吁啊 要振作起来 要干实事 做事要认真 不能敷衍思泽 这是海瑞的观点 他跟张居正是一样的 在海瑞眼里啊 特权人物尤其要好好治一治 不然呢 愧对老百姓 张居正能不知道海瑞的性格和他使政理念吗 那好了 你老兄有能耐吗 你就到江南试试吧 海瑞啊 他也知道这一代啊 一向难治 他不是不知道 大官多 土豪多 哎 他干脆啊 把丑话说前头 他说了 他说按老海 只知国法 不知道有什么 格老上述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谁也不能例外 这下好了 江南人心惶惶啊 海瑞人还没有到啊 就鸡飞狗跳了 你说这种情况下 张居正 他会像对一般人那样 向外透露 他说是我 提拔海瑞去的 他讳莫如深啊 原因在这儿呢 海瑞他哪想这么多呀 他高高兴兴辅任啊 感激组织上的关怀 一到任 他就撸起袖子 下跃干 可是江南的特权人物 就不干了 他们不能容忍海瑞 动他们的奶酪 于是啊 以退休老人 曾经保护过海瑞的徐杰为首 开始对海瑞下手 徐杰啊 先是给中央主要领导 李春芳啊 张居正写信 希望他们制止海瑞的胡闹 他认为是胡闹 这些中央要员啊 急忙啊 致函海瑞 说老兄啊 你悠着点啊 对徐老还是要保护的吗 海瑞就回信说了 他说是啊 徐老对我有恩的 我这样做 就是为了保护徐老啊 我是怕他呀 百年之后啊 老百姓要绝他的坟呢 徐杰一听 硬邦邦地回答道 你们告诉海瑞 不用让他操心 我死后不会埋在家乡 硬碰硬啊 海瑞碰不过记得利益集团 仅仅八个月啊 海瑞就善欲而归 灰溜溜的 卷破盖回海南老家了 这或许是张居正 意料之中的 不管怎么说吧 让海瑞去江南任职 是一举多得的事 至少啊 张居正 这个暂时当家理政的人 不会总提心吊胆防着他了 海瑞的免职令一下呀 张居正忙 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里说什么呢 大意是说啊 你老兄啊 为国之法 我呢 虽是中央领导 但是排名最后 也不能保护你 我很惭愧啊 他这么写的 海瑞读了张居正的信呢 估计心里是热乎乎的 张居正应该是 长出了口气了 海瑞啊 满腹怨气啊 回到海南岛 眼巴巴的盼着首都 传来启用他的消息 一等他就等了14年 开始两年呢 朝廷里是高拱当家 罢免海瑞的手续啊 是高拱办的 海瑞在临行前呢 给中央打个报告 他在这份报告里啊 他大骂 举朝接妇人也 妇人妇就是妇女的妇啊 挨来骂的高官大聊啊 倒是一笑了之 首相李川芳还自嘲说 举朝接妇人的 我就是老婆子了 这阎官就不干了 这时候 阎官就纷纷上本 他不依不饶 要求成出海瑞 这时候啊 他们又站到道义制高点 你这人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啊 是吧 你骂举朝的都是女人 当时的女人呢 跟小人呢 南洋野嘛 是吧 他是不好的词啊 这是 他不像现在 所以这阎官不干了 惩治海瑞 高拱这时候啊 不错 他替海瑞啊 辩护 保护了海瑞 既然海瑞痛痛快快的 一番痛骂 把举朝官员 一棍子都打死了 他不可能短期内再复职啊 海瑞心里也知道 所以他不愿高拱 他在老家反省 他说当年呢 我真不该跟着徐杰骂高拱 现在后悔了 高拱不错 他是个安平守届的宰相 他对高拱没怨气啊 他对了 张居正也没怨气 因为张居正给他写信呢 说的很好啊 仅仅过了两年 九岁的万历皇帝继位 我说的都是十岁啊 实际岁数啊 虚岁是十岁 万历皇帝仅仅继位六天以后 张居正就开始执政了 高拱被赶下台了 这时候的张居正掌握着皇权兼项权呢 是一言九鼎 海瑞这时候就似乎看到希望了 这也不奇怪 因为什么呢 一般的新朝开局啊 都会按惯例启用前朝被弃用的一些 有名望的干部 以收拢人心 海瑞啊 有名望 他想啊 肯定要启用我了 可是呢 没有信儿 海瑞就给张居正写信 他婉转的表达了啊 想出来工作的愿望 这时候呢 还有些阎官呢 一些大臣呢 就去推荐海瑞 建议启用他 几年过去了吧 阎官呢 大臣呢 也换了 这时候就有人建议启用海瑞 可是呢 中张居正执政之事 海瑞啊 一直在老家养鸡种地 并没有被启用 直到啊 张居正去世 海瑞才重新出来工作 有人说啊 海瑞是清流 张居正要的是巡礼 也就是说啊 他们认为啊 张居正需要的是能干事 干成事的干部 海瑞只会耍嘴皮子 干不成事 所以张居正啊 不用他 还有的人说啊 张居正是改革派 海瑞是保守派 所以呢 他不用他 我认为这两个说法啊 都与事实啊 不符 首先 海瑞人家可是干事事的干部 他给皇帝写的那些个意见书啊 就说要振作呀 不能微靡不振啊 这跟张居正是一样的想法 他说绝对不能只耍嘴皮子啊 所以在这个时代啊 除了高拱 没有任何一个官员 像海瑞那样 又连接 又支撑朝夕 为老百姓干事事 你看他在重安县 他就清障填母啊 他一到江南当巡抚 他就推行一条边法呀 书郡这吴松江啊 都是海瑞干的呀 再一个 海瑞的政见理想 跟张居正啊 基本是一致的 都崇拜啊 太祖高皇帝 他老人家 推崇啊 他的简欲言 你一说张居正改革 大家就举出了一条边法 你知道吗 海瑞从做支线起 就清障填母 再巡抚江南时 就推行一条边法 早多了 所以你不能说啊 张静是改革派 海瑞是保守派 所以不用他 不是这么回事 那原因在哪啊 其实不难理解 多数领导用人 他喜欢用听话的干部 你海瑞他会乖乖听张居那话吗 他不会一位顺从领导 反而呢 去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更要命的是啊 这个海瑞啊 他还按规章制度 他要求领导 你要领导违反了制度 他就敢站出来 大黑声 领导 你违规了 不行 你这样的干部啊 领导不喜欢 认为啊 他会添乱 所以啊 就打发的圆圆的 就这么简单 明史上是怎么说的 明史上说 居正 弹 但 锐 翘直 中外交建 足不招 也就是说啊 害怕海瑞啊 太耿直 嘴太不饶人 中外啊 中外指的是啊 中央和地方 交建 交替着推建 终于 也不招用他 就这意思 说中外交建呢 是那个说法 其实啊 未必有那么多人 推荐海瑞 你不管是海瑞 直接请求 还是别人提议 张居正一概置之不理 我相信呢 张居正是权衡过利弊的 罢处海瑞 不是张居正干的 对不对 他不承担责任 他只是没有启用海瑞而已 如果启用了海瑞 你给他安排什么呢 以他当时的品级名望 大体上你要安排的督察院 唐上官 也就是现在相当于 我们现在说的 督察院副院长 大体上啊 你以海瑞的性格 深居严官领袖的地位 他能安于简末吗 张居正又甘心 受他严格监督吗 要么你找借口 把海瑞再打发走 要么你就不起用海瑞 所以你要权衡一下啊 还是不起用他比较好 因为不起用他 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来说 这还不是坏事 因为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心目中啊 他嘴上怎么说 咱不管 他心里啊 是不希望海瑞 出来跟他们做通聊的 牺牲海瑞一个人 换取绝大多数 高级领导干部的人心 这买买 值得做 当然了 你要不起用海瑞 他会不会发什么怨言呢 也没事 因为当年的通讯交通条件呢 海瑞老家在海南岛啊 他传不出来呀 而且张居正如果启用海瑞 他很可能就会对张居正提批评 他要不起用海瑞呢 他呢 还让这个海瑞心里一直存在念一下 哎呀 把望着有一天呢 启用他 他反倒啊 收敛很多 不敢对张居正评头论足了 所以啊 斟酌来斟酌去啊 不起用海瑞啊 有利 对他自己有利 他认为对工作有利 对大局有利 这张居正的想法是这个 直到万历五年呢 海瑞在海南岛老家 养鸡已经八年了 他还没听到启用他的消息 他听到了一个什么消息呢 他听说啊 张居正要为他的两个儿子科举作弊 这样一个消息 海瑞忍不住了 立即给张居正的副手写信 提出警告 他说啊 今年春 你啊 应该主持会试 想必啊 你会以公道自斥 不会为讨好张居正去作弊 想必呢 张居正啊 会以公道自首 不会一丝干功 这他写了名个信 可是呢 这颗会是啊 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啊 果然都中进士了 而且其中一个还是榜眼 一甲第二名 尽管呢 出了两个进士 而且一个还是榜眼 但是在首都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异议 站出来说啊 这不对 这有作弊 没有人 当然有些人偷偷发传单呢 在张居正家大门上贴大字报 这事有 不过这很快就过去了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海瑞如果在的话 那很可能就要闹出轩然大波了 所以啊 这时候张居正看了啊 海瑞写给他的副手的这个警告信 张居正心里不高兴啊 但是他更多的是庆幸 庆幸自己态度坚决 没有把海瑞启用起来 所以啊 与公与私啊 张居正啊 都要把海瑞打发的远远的 好了 重新回到张居正跟海瑞 安排工作的时间节点上 这个时候啊 七季光 海瑞 两个人的职务都安排好了 一个七季光 是一总理兼纪政总兵 一个海瑞 到了江南当巡抚 安排不错 都愉快的履行了 张居正自己呢 却遇到了麻烦 到底张居正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又是如何应对的 我们下次再讲 这个人呢 在机关单位 公司企业 只要你进去新墙 不管你啊 愿意不愿意 多半你都会招致一些 羡慕嫉妒恨 这其实也很正常 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有一点呢 是比较可怕的 你遇到的对手啊 非常强势 而且对你采取 多多递逼人的欺凌的姿态 可是你啊 又对付不了他 你怼啊 你怼不过他 你退 你心又不甘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张居正啊 他就遇到过这样的麻烦 我们前边呢 说过了 在首相徐杰啊 被迫下野 离开首都十天以后 张居正就发布了 实证纲领 后来还受到 不少人的嘲讽 而且受到了 以新任首相 李春芳为首的 这高层人物的 暗中抵制 张居正啊 想赶走李春芳 可是呢 因为大内总管李芳 出了点问题 赶走这个李春芳的谋划呀 不得不中断了 尽管如此吧 在处理政务方面 张居正还是书画 最算术的 这点没变 不料啊 一向不爱管事的 这个大老板龙庆皇帝 这时候啊 他突然一充实 领导班子的名义 他钦点了一个人 叫赵真吉 这样一个老干部入阁了 赵真吉啊 比张居正大18岁啊 在张居正10岁的时候 这个赵老 他就重进使点汉林了 去之算来啊 这位赵老啊 在官场已经臣服 30多年了 历史书上啊 正史上是这么说的 说赵真吉为人呢 据财略胆识 有抗执声 这是有财略 还有胆识 而且呢 很抗执 耿直吧 用四川话 他是四川人 用四川话 很耿直 还说他呢 耗刚使性 特别爱给领导提意见 当年啊 差不多也算官场 刺头类型的人物 当年呢 有这么一件事啊 严松当首相的时候 赵真吉啊 刚刚被提拔一个职务 他去啊 见颜松 颜松呢 有事啊 没见他 这个赵真吉啊 很生气 就在啊 颜松的办公室门口啊 骂起来了 后来啊 因为他提议的一件事啊 大老板呢 交给他去办 你不是提出来 这个事应该这么办吗 那你去办吧 结果呢 办的很不理想 这个大老板 家境黄点 一怒之下 给他定了个罪名 叫漫无屈处 就下令啊 被他抓起来了 他本来就是憋着一肚子气 你老提一件提一件 这事该这么办 那事该那么办 你办办试试 你不没办成吗 没办成 骑军 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啊 使了半天 也报定罪 就给他贬到贵州 立拨了 到那儿啊 去当小官了 后来啊 又觉得这是个人才 又把他提拔起来了 慢慢慢慢提拔到啊 一个副部长的岗位 他刚过了一个月啊 当了这个副部长 又被人弹劾了 只好呢 回四川老家 先待着了 后来啊 家境皇帝死了 咱们说换界了啊 龙境皇帝 继位了 他就大力平反冤家错案 这是在徐杰的主导下 大力平反冤家错案 这个赵老赵真杰啊 也就平反了 后来啊 他就担任 礼部副部长 兼汉连院长 兼国子监校长 这都是现在的词啊 那时候啊 有一个叫经验 日讲这样的规矩 现在不是有给政治局 讲课这个规矩吗 当年呢 比这严格 他有经验 日讲这样的规矩 都是有学富武车的干部 给皇帝讲课 赵真杰啊 赵老也是讲课人之一 这个人呢 白发苍苍 声音红亮 带着四川口音 给龙京皇帝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由于这个赵老 他爱提意见 得罪了首相徐杰 徐杰就把他名声案件啊 打发到流都南京 他去做冷板弄去了 没想到有一天呢 皇帝就问徐杰 他说那个续发近白 声音红亮的讲官 怎么不见了呢 徐杰说 他生之去南京了 这事皇上 你不是画圈了吗 龙京皇帝就说了 你把他调回来吧 于是啊 这个赵真吉啊 就回到首都 当理部部长 徐杰下台以后啊 内阁里只剩下 李春芳 陈义琴 张居正三个人呢 过了一段时间呢 龙京皇帝考虑考虑 说这个班子啊 有些弱 就把赵真吉 钦点入阁 任命发布以后啊 赵真吉赵老 他说我不去 不干 为什么呢 他在一个公开场合啊 他当着龙京皇帝 和所有高级领导的面 他说了 皇上 除非您答应我一个条件 否则我不到内阁去上班 我不干 这个龙京皇帝就问了 什么条件呢 赵真吉就说了 他说现在咱们国家的问题 不少啊 太多了 如果你把我老赵 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我呀 就要舍身认识 这样的话呀 难免会得罪人呢 领导啊 你要支持我 给我撑腰 给我做主 那我就干 哎呀 下属要使身认识啊 你领导怎么能不支持呢 是吧 支持支持 龙京皇帝表态说 这时候 垂垂牢矣的赵真吉 快起始了 感激领导给了他发挥才干的机会 路胳膊挽袖子 准备大干一场了 张居正一看呢 哎呀 乖乖 这老头来势凶猛啊 一年来呀 内阁里基本上是张居正说了算的局面 就难以维系了 果然呢 决定军国大事 张居正的发言权呢 无形中就被剥夺了 内阁里研究工作 张居正一发言 如果不符合这赵真吉的胃口啊 他动不动就会说 哎呀 你这个猫头小伙子 你小的个啥子呀 你去过前线吗 你下过基层吗 你和奸臣言松交过手吗 还得不就是徐杰尚识你 把你硬生生提拔起来的吗 你在俺老赵面前 你呀 你给我放规矩去 这赵真吉啊 大体是这个意思啊 张居正就被赵真吉数了的 一愣一愣的 那个是决策机构啊 什么事都要研究啊 你包括意识形态的事 有时候也得一几句啊 一涉及这方面的事 赵真吉啊 更是不客气了 张居正一发表看一发 他就很轻蔑的说 你懂个锤子呀 我看哪 你也就是知道 些韩非子那点威力 斜说罢了 你少插嘴 你说说 对自视甚高的高级领导干部 张居正来说 这个老干部赵真吉的话 和他说话的态度 简直就是轻蔑 乃至侮辱了 这是张居正 可从来没遇到过的呀 他实在难以忍受 也很愚文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张居正原本 可是想着更上一层楼的 是不是啊 现在看来啊 没指望了 推而求其次 维系自己在班子里 说话最算术的局面 那也不可能了 再降低点要求 我老老实实行使一命 普通班子成员的职权 行不行啊 也不行 也困难了 你看 赵老 这么厉害 自己一说话 他就不让说 一向深有诚服 自称不能轻易和别人 说心里话的张居正 深沉的一个张居正 也忍不住给好友写信 他发牢骚了 基调啊 特别灰暗 特别沮丧 他说啊 不行我得辞职了 其实啊 他只是这么说说 怎么办呢 束手无策 任凭别人欺凌 这个啊 不是张居正的性格 在官场上 他没受过人欺负 实际上啊 张居正 连一个月也没有忍受 就采取行动了 那是不是拍而起 和老赵 针尖对卖忙 干了一场啊 不是 估算一下 张居正 恐怕未必能有必胜的把握呀 你想啊 赵真吉在大老板那里 比自己有分量啊 大老板袒护他呀 谁有办法动摇他呀 是吧 不能拍而起 那就拂袖而去吧 忍不起咱躲得起吧 行不行啊 这是当时啊 官场中的人遇到难题时啊 常常采取的策略 我辞职回家 可以肯定的说 张居正有过这样的念头 他给别人写信里 有这样一个话 叫 微当隐去 只有 回家了 有这样的话 但是 灰溜溜的滚蛋 也仅仅是一个闪念而已 轻而易举 不战而降 这可不是张居正的风格呀 忍又忍不住 走又舍不得 干又干不过人家 张居正该怎么办呢 哎 你还别说啊 张居正很快就想出了办法 名史专家 韦清远先生说 张居正面对 咄咄逼人的赵沃真吉 使出了连欢计 你称他为连欢计啊 是不是准确 可以再讨论 我认为啊 可以称为一剑三雕之计 比较合适 不管是连欢计啊 还是一剑三雕之计 核心内容就一点 积极斡旋呢 把下野两年半的高拱 高大哥请回来 请回高拱可是一举三得呀 首先 证明张居正是个 言而有信的君子 有利于巩固他和高拱之间的友谊 当年呢 高拱为举朝所攻 张居正啊 曾经给他出了一个一退为进的主意 并且啊 给他表白过 说实际成熟了 小弟啊 我替你转环 请你回来 现在我采取实际行动了 够朋友吧 第二 高拱一回来啊 必然会和赵真吉发生冲突 因为高拱那个性格 张居正是了解的 不冲突也在冲突 张居正有这个把握 一旦冲突起来 胜利着绝不会是赵真吉 第三 高拱一回来 李春芳的首相位置啊 也差不多就到头了 先让高拱出面 干掉这位老好人 再说 这些啊 不是我主观分析出来的啊 这是有充分根据的 与张居正同时代 而且呢 安熟内幕的人呢 都这么说 明史张居正传呢 也是这么记载的 当代的明史专家 韦先生啊 也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说 居正此以连环算计 是讲高拱抬出来 并推到第一线 用以压制赵真吉 刺激取代 李春芳首相的权位 为高张携手之政 铺平道路 当然这里头 也不仅仅把它看成是 张居正的一个小算计 不是的 他也有宏大叙事 也就是说 联手之政 振兴大名 也有这个考虑啊 那么问题是 张居正是不是 真的想请高拱回来呢 我看呢 在这之前 张居正未必愿意 请高拱回来 如果他真心想 请高拱回来 为什么徐杰 已经下野一年多了 一年半了 他还没有 请高拱回来的表示呢 而他反倒 思谋着更上一层楼 对不对啊 这其实不难理解 张居正是有 远大报复的人啊 他想掌握权力啊 施展才干呢 他不想给人当配角啊 如果高拱回来 他只能当配角 是不是 所以他不想请高拱回来 也有道理 可是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赵真基太强势 太欺负人了 太羞辱他了 他忍不下去啊 他又干不过人家 这时候 倒不如把高大哥请回来 我俩关系那么好 联手执政 振兴大名 于公于私都是好事 当然了 张居正具有把握形势 竟然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 他这个能力非常强 他一定反反复复算计过了 以高拱和龙庆皇帝的深厚感情啊 高拱付出啊 是大势所趋 他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果不是高老兄啊 这个人太死心眼 太按盘里出牌 太放不下身段 他只要派人到大老板的那里活动一下 沟通一下 早都回来了 所以啊 这么算下来啊 请高拱回来 绝对是上上策 于是张军东又出手了 他怎么出手呢 他秘密啊 约会 因为按制度是禁止的啊 龙庆皇帝身边的太监 叫程鸿 他呀 请他在皇帝面前为高拱说话 他说你提醒提醒大老板呢 他老师在家两年多了 怎么还不请他回来啊 程鸿这个大内总管 他是河南人 许昌呢 现在跟高拱老家新政离得很近 是同乡 他一听说张居正说 你提醒老板把高拱请回来 很高兴啊 是不是老乡啊 请回来请回来 基金性很高 这是张居正后来对高拱说的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也很难考证 至少张居正 他不在暗中阻止高拱复职 这是真的 而且他这时候 希望高拱尽快回来 这是真的 其实龙庆皇帝 早就想念高拱了 他一听说 现在实际成熟了 可以请高先生回来了 哎呀 精神位置一振 他相当于啊 打瞌睡的人啊 有人递过了一个枕头 太称心如意了 如果说龙庆皇帝 这位大老板 现在有什么愿望的话 他的愿望就是 把国家的事 交给我敬爱的高先生来管 我高枕无忧了 那么怎么交呢 现在李春芳是首相啊 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免了他吧 事都是人办的 管人的事交给高拱 那就等于把一切都交给高拱了 皇帝这么想的 于是啊 一向以这个庸碌为胆小怕事 著称的龙庆皇帝 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 他让高拱啊 担任内阁次相 二把手 兼立部尚书 相当于常务副总理 兼组织部长 以内阁大臣 兼长立部啊 这是与组织不相符的 因为太祖 朱元璋他废除 丞相制度 禁止再恢复啊 现在的内阁首相啊 虽然地位上高于六部部长 而且大家也叫他相啊 首相 但是他与过去那个 丞相或者宰相 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他没有什么人事权 他也不能指挥各部 你假如一内阁大臣 兼长立部 就等于直接掌握人事权了 不用指挥了 直接管了立部的事儿 这就名副其实的宰相 就过去的丞相就没区别了 组织啊 当时非常严肃的 非常重要的呀 所以啊 让高拱 兼长立部这样的命令 一发布 立即引起一些人的反对 说你违反组织 但是这次龙庆皇帝 太多了很明确 谁也别再说了 说也没用 他就这么坚决 龙庆四年初啊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春节吧 那时候叫正诞节 刚过 年进花甲的高拱 顶峰冒雪 就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首都啊 这个时候啊 离赵真吉进入内阁 仅仅三个月 大家注意啊 三个月啊 那个时代 沟通协调 办文传递 还要走各种程序 慢着呢 你算一算就知道了 从赵真吉入阁 到高拱复职到位 才三个来月啊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张居正连一个月 他都没忍耐 就开始有动作了 而且啊 张居正的行动 又都是在幕后进行的 凡事涉及到 全属之先的这些事情 他从来不直接出面 迎接高拱的时候啊 张居正 或许会瞥一眼赵真吉 暗中说 想欺负老子 门都没有 这啊 就是张居正的性格 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那么 随着高拱的复出 就到了 该检验一下 张居正的一尸三鸟 或者一剑三雕之计 是不是能够 圆满成功的时候了 高拱复出 张居正首先就赢了一回 一剑三雕嘛 这一个雕就射下来了 因为在高拱看来啊 张居正确实是 炎儿游戏的君子 够朋友 那么另外两只雕 是不是能够击中呢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大家可能常常听到啊 说哎 某某某被领导当枪使了 这种事啊 确实还是比较多的 你比如海瑞吧 在徐杰整高拱的时候 他站出来就大骂高拱 后来他了解了徐杰的为人呢 他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了 被人当枪使了 他很后悔 这可不是我随意说的 不信你可以查一查 海瑞的文集里边是有的啊 被领导当枪使 你不仅不是有能耐 反而啊 是太单纯 有点丢人 你要是能拿领导当枪使 那才是你的能耐 或许有人会问 拿领导当枪使 会有这样的事吗 这事肯定有啊 我下边讲的 就是这样的事 我们已经知道了啊 张居正 他忍受不了赵真吉 对他的轻蔑 有意啊 请高拱付出 高拱这个人呢 是个强势的人物啊 他又是大老板 龙庆皇帝最信任的人 他一出来 他还监长力部 管着人事大权呢 他虽然排在李春芳后面 可是朝也都知道 连李春芳自己也知道 后世的史学家也公认 高拱一付出 就是大明帝国 真正的当家人 他这时候 实际上 我看就相当于 大明独自公司 代理董事长 兼总经理角色 要干的事啊 实在太多了 自严嵩执政以来啊 都快三十年了 内阁啊 差不多就是维持会 问题堆积如山 矛盾比比皆是 难题无处不在 这高拱看到的 也是张居正看到的 高拱这时候 已经年进花甲了 当时可算老迈啊 现在还不算退休呢 还年轻着呢 当时是老迈了 年进花甲呀 老翁啊 他要执政朝夕 要打到阔府的 改革必顿 要建立新制度 按照他的话说 叫做立规模 立规模啊 用现在的话说 其实就是改革体制 健全制度的意思 张居正啊 他和高拱对现实的看法 是一致的 问题多 矛盾多 要振作 而且他跟高拱 还有一致的地方 要干实事 被来虚的 所以呢 他赞成高拱的主张 愿意辅佐他 推行新政 所以两个人呢 密切配合 力排众议 达成了与蒙古的和平 还开放边境贸易等等 这些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 这两个人亲密合作 联手执政 干的事 当然呢 干事的同时 张居正并没有忘了初心啊 那他得把赵真吉 这个讨厌鬼国赶走啊 所以啊 高拱一到北京 张居正急急忙忙啊 就以小弟的身份 他俩有相互蒙啊 就兴高采烈的去看望他 他感慨到了 他说啊 大哥啊 你可回来了 大哥你要再挽回了一两个月 咱兄弟就见不到了呀 高拱很惊讶 这咋回事啊 张居正啊 就把赵真吉如何欺负他 向自己的生死之交 蒙凶高拱情吐了一番 高拱和张居正感情很深的 他又听说张居正说啊 这次大哥你付出啊 是小弟我活动成的 当年徐杰下台也是我 给运作的 那高拱一听 哎呀 感激的不得了 哎呀 我这兄弟不错 他又对张居正拍胸脯了 说不怕 有老哥我在 闲地放心 赵真吉啊 比高拱大五岁 而且早六年重金时 他是前辈啊 这老兄正准备甩开膀子 大干的 一看高拱回来了 压了他一头 他心里肯定不爽啊 但是 他年龄不小了 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 他知道高拱和大老板什么关系 他也知道高拱的才干 也就是说 他现在也成熟了 值得呢放下身段 别跟高拱较劲了 而且他表态了 老高 你主持全面工作 我老赵 密切配合好 你放心 但是呢 他提醒高拱了 老高啊 你要警惕一个人 这个人坏透了 他说这个人呢 是所谓妖精者 张子启人也 就张机正这人呢 他是个妖精 你一定啊 要小心他 提放他 这高拱一听赵真吉的话 很震惊啊 哎 我和居正老弟分别不到三年呢 我的这位贤弟 他能变成这样的人吗 不会不会 他不信 他就对赵真吉啊 一番劝慰 他意思说 他说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 现在呢 领导又这么信任我们 我们呢 应该通心通德 工作做好 相互体谅 他大体上啊 说了诸如此类的这些话 赵真吉啊 他也知道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也不错 他很知趣 这时候他就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张居正了 他其实过去对张居正那样 他也不是有意啊 就是怎么着 他主要是想把这个张居正压住 把权力交给我 那现在他跟张居正斗个什么意思呢 张居正的权力手里没有了 在高拱那了 所以他跟张居正也就不再斗了 他对高拱啊 礼让三分 赵真吉啊 也就配合高拱了 也不欺负张居正了 不过呢 高拱和赵真吉 你都可以理解为都是暴脾气 两个人在具体政务推进过程中 就商量事的时候 有时候也发生争吵 但是这两个人呢 都比较大度 凶无诚服 他属于那种人 他不斤斤计较 相互呢 还比较佩服欣赏 所以争论完了也就算了 所以当时人就评价 他们俩啊 说豪杰之常态 豪杰之间相处啊 都是这样 有问题啊 吵吵完 继续朋友 赵真吉后来也说 他说世界上 唯有高拱可以支他 护他 竖他 并且他说啊 高拱啊 和他相处十个月 他欢若骨肉啊 他俩出的不错 看来啊 不是历史书上说的 怎么怎么着 不是那么回事 可是要这样发展下去 那张居正 他投出那个 一时三鸟之计 那第二只鸟 不就打不中了吗 所以啊 按照当时人的一些记载 就说张居正啊 在这里头就做了一些文章 有的人是这么说的 说 购置其淫 文斗其中 一脚愚人之利 这个还有一个人呢 叫徐国 这个人比张居正小两岁 张居正啊 和高拱都非常欣赏这个人 他记载说啊 张居正在高拱和赵真吉之间 因构其间 当然了 张居正具体到的是怎么做的 也很隐晦 没有人会津津乐道这些事 高拱就回忆啊 当然这是他后来记载的 他说啊 张居正这时候啊 权以诈数女人 言语反复无实 人有不合者 必两立而据存之 怒假则实矣 致假 怒矣则实矣致矣 欲起斗则所致是斗 欲起西 则鱼致是西 这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了 说张居正权以诈数欲人啊 言语反复无实 这属于总的评价了 他说是欲人交往 用的是诈数啊 说话真真假假 你让别人呢 运运乎乎就信任他了 第二层的意思呢 他就说的 是他这个诈数啊 他对假如果不满意 他就挑动乙 你去整假 他对乙不满意 他就挑动假去整乙 别人呢 两百俱伤 啊 好处都归他一个人 他还不仅呢 能使别人斗起来 他还能使别人呢 停下来 他要是啊 不想让你们相斗了 还能愚弄你们呢 让你们呢 停了 别斗了 这些话啊 说的张居正跟神仙似的 那可以从各个角度啊 去解读 参考 不一定全信了 但是这说明啊 张居正手腕很厉害 大家都认识到了 那么呢 反正啊 高拱和赵振机这两位啊 相处了十个月 后来就干起来了 啊 两个人呢 都置气了 行 那就让皇帝决断吧 这赵振机也提出 我辞职 回家 高拱说 那我也提出来 俩人都上了辞职报告 这个龙庆皇帝啊 你想想 对高拱感情深得很啊 无条件支持 赵振机啊 你走 高先生留下来 这么判定的 所以啊 赵振机 就这么挥溜溜走了 这可以说第二只鸟 也收入囊中了 再看看第三只鸟 首相李春芳啊 他一看情况不妙啊 他就有些紧张 他私下来啊 就对张居正说了 哎呀 连徐老那样的老资格 都驾驭不了高拱 何况我李某人啊 我得找个机会啊 辞职算了 他试探张居正的 结果呢 没想到一向寡言 少语的张居正 他对李春芳这么说 他说你知趣些 主动下台 或许啊 还能保全你的名声 你想想 他有威胁性的 哎呀李春芳一听 心中愕然啊 他震惊了 啊张居正确 人家说这话 他心里啊 巴凉巴凉的 接连三次提出辞职 乖乖的腾住了 首相的交易 当年呢 要是人呢 辞职一般都得三次 领导才批 即便是真想让你辞职 也得等着你三次 才批 这是惯例啊 大家可别 连住几次提出辞职 才批了 不要被这个假象 所迷惑啊 当时礼节啊 礼节 第三只鸟 也就这样被狮子击中了吧 短短一年多时间呢 内阁里的六名成员 那为什么说六名呢 因为后来还有个别的加入的啊 我不详细说了 六名成员 由四人都卷破盖走人了 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 你瞧见没有 一时三脚也罢 连环记也罢 就是这么成功 而且这一年下来啊 一幕幕演下来啊 赵真吉 李春芳 陈一琴 还有后来加入的殷氏丹 都鞠躬下台了 明史张居正传呢 是这么写的 他说 同列李春芳 陈一琴 赵真吉 殷氏丹之建筑 就是被赶走 虽发自高拱 而机界出自居正 听到了吗 明史里说的啊 明明白白告诉我们 赶走这几个人 出面的虽然是高拱 背后掌控的 是张居正 你看看 是不是拿领导当枪使了 当然了你说明史记载 是不是都可信 也未必 是不是啊 但是关于这一点 不是孤正啊 同时代的不少知情人呢 都是吃这种说法 你比如说 被我们现在很多人 视为明朝明记的 这个神德佛 他在记述了赵真吉 李春芳这些人 先后被赶走的事情以后 他感慨细致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张居正啊 此功才数 故非前后诸功所积啊 就是说啊 张居正这老兄的才 是指才华才能 数全谋 全数 可不是前后 主公什么 徐杰高拱啊 和后来那些人呢 他所能比的呀 你要说高拱 也是老牌政治家了吧 年龄比张居正大 13岁啊 登科早6年呢 学识啊 我一开始都说了 他相当于张居正的 博士能导师啊 当年 他怎么就被小弟 张居正当枪使了 我研究高拱 至少有20年了 我为了写三卷本的 长篇历史小说 大名首相 这是中国作家协会 支持重点扶持的项目 我看了不少资料啊 我啊 认为高拱被人当枪使 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什么呢 因为高拱这个人 胸目成腐 他是个直性子 张居正的同学 王世珍在写高拱传的时候 他禁不住嘲笑他 说这个给他定义一个浅 非常浅这个人 浅就指的胸目成腐啊 高拱啊 又特别重感情 他没子女啊 对自己的学生龙庆皇帝 对这个小兄弟张居正啊 感情是非常深的 张居正对自己这位铁哥们高拱啊 摸得太透了 所以他用起来啊 很顺手 不过呢 大家也不能仅仅 从这些小的方面去考虑 政治家考虑问题 不都是基于而情长的 张居正和高拱一鸣一案 联手赶走赵真吉啊 李春芳这些人 绝非仅仅出于个人恩怨 他们呢 是为国家大局着想的 从国家大局观察啊 像李春芳 陈毅琴啊 殷士丹啊 这些人的能力水平责任感呢 都跟他占据的位置不相称 政见上 他们与高拱张居正也不太大调 把他们赶走啊 让高拱张居正两个人大展身手 对大局是有利的 赵真吉虽然有能力 他跟李春芳他们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人呢 性格不利于团结 他在这儿 你很难集中精力抓工作 而且岁数也大了 快七十了 回家抱孙子吧 是吧 以便与高拱和张居正携手振兴大名 高拱急于和张居正一起振兴大名 觉得呢 李春芳他们确实爱手爱脚的 他乐意啊 听张居正的主意 赶走他们 这才是主要原因 所以啊 高拱他绝对不承认啊 我被张居正我小老弟当枪使了 他绝对不承认 这个人呢 不但不承认他很自负 他会认为啊 把这些障碍搬掉 是为振兴大名铺路的 这是做了好事 敢担当 有高拱这样胸无诚服 又很重感情的领导 有两人联手振兴大名的前提 或者说愿景 张居正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 就不奇怪了 我提醒那些跃跃欲试 想拿领导当枪使的朋友 你还是谨慎行事的好 现在问题来了 高拱也是很强势的 在这一点上啊 他并不比赵真姬逊色呀 难道张居正和高拱 在工作中就没有分歧 难道张居正事事都会甘心顺从高拱 这不可能嘛 张居正可不是干预屈从的人呢 他更不会拎来顺受 那他要跟高拱有重大分歧 遇到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呢 我们呢 下次再见 你现在啊 大家想一想啊 有几个好朋友合伙做生意干事业 干着干着就闹掰了 你这样的事是不是经常听说 一般人呢 都会感慨 哎呀 一牵涉到利益啊 友情就不存在了 其实啊 未必都是利益问题 多数情况下 还是不会管控意见分歧所致 你不会管控啊 还有啊 什么单位都有领导班子吧 你班子研究问题 你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 大家看法都一致 但是一把手定了的事 你副手不赞成 你又不想与他公开争执 那该怎么办呢 你保留意见呗 是不是还能怎么样呢 你总是保留意见 是不是太委屈自己了 尤其是你如果你认为这个事 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 你还保留意见 保持简末 是不是也不应该啊 那你就到上级那反映情况去 争取上级支持 推翻你的直接领导的决策 这是条路吧 这是危险的路 不要说你未必能取得上级的支持 你即使争取到了 也会给上级一个班子不团结的印象 你直接领导对你就更有看法了 这矛盾呢 就激化了 所以千万不能这样 那该怎么办呢 我也说不好 我们就要看看张居正 遇到这样的情况 是怎么处理的 张居正的好朋友高拱复出 成为大明帝国的事实上的当家人 高拱这个人非常了不起 事业开阔 责任感很强 他一上台 就知政朝夕 大开大合 干了几件大事 这些大事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有的大事 你比如说决断与北方蒙古部落 结束战争状态 开展贸易 顶着巨大压力做成的 一般人是做不成的 张居正对这件事很支持 非常补台 他俩配合非常好 这件事非常复杂 也非常有趣 惊心动魄 但是有些事啊 高拱的决策啊 张居正并不赞成 就在高拱风尘扑扑 回到首都复职的时候 遥远的贵州 正在集结兵力 准备一举剿灭水溪吐司 安国亨 在少数民族地方 他的头领统治 这就叫吐司 这个之前呢 中央街道贵州省主要负责人 打的报告 说水溪吐司 安国亨叛乱 请求下的逃伐令 张居正当时啊 是积极支持的 几个月后啊 贵州前线传来消息 政府军被这吐司部击败了 损失惨重说是 高拱接到报告 大吃一惊 他经过多方了解啊 他终于掌握了 这件事来龙去脉 怎么回事啊 简单说吧 就这个吐司安国亨啊 把他在唐叔给杀了 他唐叔的家属就告到省里 省里领导呢 就要求这个安国亨啊 出来受审 安国亨呢不出来 他种种原因不出来啊 这个我不详细解释 这个省里的领导就怒了 就向中央打报告 说出兵逃法 你逃法你得定个罪 才能逃法啊 事处有名啊 贵州省主要负责人就说了 吐司叛乱 中央一看叛乱 这还了得 逃法 就吓得了逃法令 没想到还打败仗了 你看看 不用说啊 群情激愤 要求集结大军 逃法叛乱的吐司 内阁就研究了 高拱听王汇报 一瞪眼一拍桌子 谁说吐司叛乱了 拿证据来 他就吵吵半天 训这些人 然后他一拍桌子 说了 这事不必出兵 法律手段就能解决 哎 经过一番周折啊 这件事还真是用法律手段解决了 所以很多人佩服高拱啊 就是从这些事情来的 高拱啊 就很得意啊 他说啊 对待这个少数民族 当然当时不这么说啊 就应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 引导人心向上来解决问题 以使啊 乱民乐业而像话 叫他安居乐业 叫他呢 心呢 向着我们这个文化 愿意跟着主流文化走 他就要求礼部啊 你研究一下 看看如何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 包括公立学校啊 你分配学生名额的时候 要向他们倾斜一下吧 官员呢 也可以从当地啊 适当破 除一些这个现在的规矩啊 提拔一些 张居正可不这么主张 张居正主张 手腕要硬 他当政后啊 他就明确指示 哪地方发生动乱 格杀无论 不问人心向背 一律杀 所以啊 他的观点是铁腕 但是这件事啊 他跟高拱搭班子的时候啊 高拱做决策的时候啊 张居正啊 虽然不同意高拱的政策 但是他没有说 他为了维护班子团结 维护刚刚上台的高拱的权威 他不吭气 放弃或者隐瞒了自己的主张 一味去屈从领导 你是不是窝囊了呢 那不是 又什么呢 又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务啊 西南少数民族事务 对尚未成为当家人的张居正来说 那不是什么全局的重大问题 没必要 非得和领导一正高地 为这事争得面红而耻的 甚至闹翻 没必要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非原则性问题 无关大局的事 即使自己不赞成领导的决策 也没有必要啊 非反罪不可 但是张居正认为 如果这个事啊 不能办 那他就不会委屈求全了 现在啊 就有一件事摆在张居正的面前 什么事呢 那时候气候变化 有人说气候变化 可能影响历史进程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大明龙庆年间的 好多事的发生 就和当时的气候异常有关系 你包括跟蒙古大城这个和平 我认为你要是自己研究 跟这都有关系 现在就有一件事 跟这有关系 黄河啊 屡屡绝口 改道 当时曹运就屡屡中断 这不得了啊 当时曹运呢 这些相当于 你就可以想象是 现在京广京户全线 交通中断 你要知道啊 曹梁是为国家命脉所系啊 当时有句话这么说的 三月不至 在军相优 六月不至 在都人替 一岁不至 则国有不可言者 就是说啊 如果三个月不到 皇帝和这个首相 就忧愁的不得了了 六个月如果不到啊 首都的人民呢 都要好哭了 如果一年 这个曹梁运不来啊 那后果不堪设想 就这么说的 你说这个事啊 就让执政者焦头烂额 他又没办法 为什么呢 当时领导啊 搞这个决策的时候 听句意见吧 没想到大家意见呢 针锋相对 互不相让 这高拱啊 这个人他不回避矛盾 你要去一般人 啊 放放在说吧 他不这样 他不回避矛盾 而且他头脑里啊 没有调调框框 他就说了 哎 既然老在原地打转 没有出路 啊 又是修黄河 通运河 又怎么开兴河 开旧河的 怎么都想不出好的办法 因为两派老是对立啊 他说能不能打开思路 想想别的办法 别在原地打转 他这么一发动啊 还真有人提出来了 他说通海运 通海运 从海上运行不行 这个意见一提出来啊 举朝华人啊 谁的胆这么肥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现在看这不算事啊 当时可不得了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太祖皇帝啊 他是海禁啊 他实行海禁国策 当时的国人啊 对大海是充满恐惧啊 你通海运 可能要突破组织 你海禁政策 你可能就要全面突破 再一个 你这大海啊 深不可测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不能把曹良 至于深不可测 令人望而生回的 茫茫大海中啊 谁不害怕呀 所以大家都说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这么干 都这么说 高拱啊 这个人敢决断 敢担当 他说干 他非要干 这时候啊 你得反对 得有技巧啊 有的人就有技巧 这人就跟高拱说了 这不是张居正说的啊 这是别的人 别人就说 领导你可不知道啊 山中有个成山脚 成山脚那个地方啊 风高十多 船子要一到那就翻 过不去 他要不元朝的人 为什么就把这个 开一个交来运河呢 他就是怕成山脚 这个魔鬼脚啊 高拱呢就问了 哎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 交来河疏通疏通 拖宽拖宽再用起来呢 哎 这一说啊 有人说 哎 这是可以的 可以的 高拱就拍板了 开交来新河 张静一听啊 脸色都变了 高拱是主张 劫海禁通海运的 张居正 是反对的 张居正认为啊 通海运 劫海禁是危险的 当然呢 这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张居正 还从技术上考虑 他认为 开交来新河 行不通 你说是张居正 是了解了吗 还是他掌握情况 不是啊 从他后来 写给人信里 你可以看 他说他是推测的 他认为 这个技术上行不通 海禁是组织 是基本国策 要维护 他就说了 普忧虑 海禁一斥 他日更有可忧者 就是我担心啊 你要海禁的政策 一放松 那他将来啊 有不可预料的事发生 这是张居正的观点 将来疑惑无穷啊 所以啊 他后来执政以后啊 他就下令啊 片本不许下海 你开交来新河 他担心发展下去 是不是要开海禁呢 他对通海运 张居正也反对 他后来执政以后 他就绝对不允许通海运 所以你从后边 推前面 反推前面呢 他是反对高拱政策的 那么 而且他提的很高 基本国策的角度来考虑了 而且从技术上 他认为开交来新河 也是不行的 那么他就要推翻高拱的决策啊 原则性问题不能让啊 那么怎么办 一是公开表达不同意见 和高拱当面争论 二是直接向龙庆皇帝 你称书意见 让龙庆皇帝来找高拱说 你这个办法不行 三 按照当时的惯例 可以让阎官出面呢 去反对 这都是常规的做法了 但是无论哪一种 都会引起高拱的愤怒 这个人脾气暴啊 而且影响班子团结 最关键的是这种三种办法 张居正你想吧 他都难以推翻高拱的决策 这三种办法不行 你让龙庆皇帝 推翻高拱的决策 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啊 张居正没有采取 这些常规办法 既然反对 并且决议推翻领导决策 又不愿意采取 常规的那些办法 该怎么办呢 这个就需要智慧了 不能不说 张居正非常有智慧 研究这个工作的会议一结束啊 张居正就立即 给山东省主要负责的人 叫梁梦龙写信 这个梁梦龙啊 是张居正的门生 他说啊 朝廷里啊 中央啊 现在有些人呢 建议开交流星河 一旦上马呢 势必耗费山东 大量人流力 都不尝试 他说因为啊 是玄翁 对高拱的尊称啊 因为是玄翁 他的角色 我呢 又不便直接反对 你啊 赶紧打报告 陈叔厉害 尽量啊 把这个推翻 他是这么嘱咐这个梁梦龙的 梁梦龙呢 就按照老师的指示啊 火速打了个报告 他假装啊 他不知道是高拱定的事 他说啊 听闻啊 首都有人建议开交流星河 我省经过认真研究 认为此事不可行 实不可 十条理由 他列出来十条理由 这时候啊 高拱正在敦促 投措经费 物色的主持开合人选呢 周急啊 正在办这事 一接到梁梦龙的报告 实不可 火冒三丈 他就说了 这梁梦龙 你刚到山东几天呢 你去过交通吗 你一下子列出实不可 他说 这一定有人给他出主意 是他身边的人 给他出的主意 他倒没怀疑张居症啊 他就直接给梁梦龙写信 他告诉他 这事啊 不是别人说的 数不定的 而且是中央出钱 不花你山东一分钱 也不用你山东的干部操办 人力物力一律 都是中央组织 你放心就是了 高拱微信高 权力大呀 下属都怕他 梁梦龙一接到这个信 吓得急忙给高拱回信了 他就表态了 他说既然领导定了 我省一定积极配合 那么张居正 推翻高拱决策的计划 不就落空了吗 还把自己的门声 给带进沟里了 别担心啊 这都在张居正的预料之中 他有办法应对 这时候啊 他就找到高拱 他就说了 他说旋翁啊 我听说山东的干部队 开交流星 可是有不同意见的呀 而且我听说 有实不可他们说 现在呢 梁梦龙怎么突然有表态 说要积极支持呢 这什么意思啊 他态度转变 是不是太快了点 应该不是真心话 旋翁啊 你要硬压着他们 去落实中央的决策 恐怕对您老人家的 微信有损 也不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 你看是不是这样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你考虑啊 采纳不采纳 你考虑 不如啊 你派你信得过的人 你让他去实地踏看一下 这样呢 他说行就行 他说不行就不行 大家都没有话可说 对不对 等于啊 给梁梦龙他们一个台阶 他们到时就无话可说了嘛 这样啊 对推动工作有利 对维护玄翁你的微信有利 高虎一想 张居正说的太好了 一离夫人 好好好 就这么办了 张居正说 玄翁啊 你有人选吗 我给你推荐一个 胡佳怎么样 这是你的门声啊 高虎说行啊 行啊 就这么定了 一定下来 人以后张居正就给胡佳啊 就派人给他送去一个 一个条子 他忠告他 他说胡余时啊 你到山东要谨慎行事 你要多听去地方的意见 这事很大 然后他又赶紧给梁梦龙写了一封信 他告诉啊 梁梦龙 你如何如何接待胡佳 你如何如何通过做他的工作 你把这个事给他搅黄了 当然他不是这么说的啊 他是说的意思说 务必达到开交来兴河 不必组织而自霸 他说啊 就是让高拱自己把这个事给取消 高明吧 咱们不说不行 叫高拱自己说不行 达到这个目的 他只是这个梁梦龙 果然呐 这胡佳一到山东啊 就被梁梦龙这些人给包围了 就给他说啊 开交乱兴河不行 等等等等 当然当时用些什么美人计没有啊 这个说不好啊 这个胡佳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 他说开交乱兴河 劳民伤财 根本不可行 哎呀 高拱一听 大感意外 但是你说这派人实际勘查了 都不行 你不能再坚持了 他就说 那就不干了吧 这事正好还没开工呢 好在就取消了 再想别的办法 他呀还担心有关干部被包袱 他还特意给胡佳写信 他说这事啊 虽然是我拍板的 但是是为了国家 你呀不顺着我说话 你也是为了国家 既然认为不可行啊 那就不干了 你们呢 都不要有思想包袱啊 你也给山东的干部说说啊 都是为了国家 不要有思想包袱啊 这是高拱写信说的 张巨正呢 也给胡佳写了信 他说了 他说你看熊这个人 为国着想 他说的事 最后一说不可行 他断然放弃了 哎呀 从善如流啊 坦坦荡荡啊 实在让人呢 赶配 我们大家都要向他老人家学习啊 你看看 这胡佳他就把这事 他肯定的告诉他老师高拱啊 高拱一听啊 挺感动 哎呀 这张巨正啊 这老弟啊 真是啊 尽心尽力辅佐我 你看 张巨正把领导的决策推翻了 哎 还那让领导挺感激的 说挺补台的 干的巧妙吧 不过啊 推翻领导决策 毕竟要费尽心机啊 你哪里有自己当家做主的好啊 张巨正慢慢的就动了心思了 我能不能取高拱而代之啊 这有可能吗 我们前面讲过了 张巨正分析判断行程能力超强 他这时候啊 看出了某种征兆 而且早已做过铺垫 一旦下了决心 他不会犹豫 那么张巨正采取了什么措施 来对付高拱 下次再讲 有句话说啊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那么能不能说 不想当一把手的干部 不是好干部 我看不能这么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质官长啊 公开竞争是犯规的 都去争当一把手 势必暗斗不断 所以啊 不想当一把手的干部 不是好干部 这种话最好不要提倡 可是呢 像张巨正这样 有远大报复的干部 屈居人下 总是心有不甘 高拱啊 付出一年 高张联手 干了几件大事 你比如说 与最强大的蒙古部落 达成和平 又比如 近百年市区控制的 广西的中部啊 重新纳入了 中央政府的治理轨道 等等 与此同时啊 张巨正的一石三鸟之计 也顺利实现了 霸凌同事赵真吉 狼狈而去 首相李春芳 灰溜溜下台 说起来啊 高张联手执政啊 曾经是他们共同的愿景 可是 到了这个时候 张巨正由于种种原因 具体什么原因呢 我这里不展开了 我在这个 中国作家协会 重点扶持的作品 叫大明首相 这本书里 有详尽描写 有兴趣的呀 可以去看一看 总之吧 张巨正 他想当一把手了 开始向首相宝座冲刺 那不用说了 张巨正要想当首相 就必须赶走 他的生死之交 高拱 赶走高拱 可能性大吗 我们呢 不妨啊 再帮张巨正分析一下 他有没有把握 高拱这个人啊 胆势过人 才干超群 历经图治 仅仅呢 一年多 正极卓然 大家有目共睹 你喜欢不喜欢高拱的人呢 都不能不承认 高拱的才干和正极 那一般人是搭不到的 高拱啊 还特别勤政 他以支撑周西的紧迫感啊 忘我的工作 照他给家乡的一个发小的话说呀 他以年一花甲 丧欲晚景 所以要珍惜光阴 不甘有自身 历史学家都公认的呀 高拱 尽兴国事 英锐伯伐 十分勤勉 如果要凭 大明最操劳的首相 恐怕第一名啊 非高拱莫属 有人或许可以说了 这个人能干倒是真能干 勤政倒也是真勤政 政绩也是突出的 但是经济上 做法上是不是不清不楚啊 现实中这样的人也不少啊 是不是啊 这个还真没有 高拱啊 一直相当坚定 这个人他不为金钱 美色所动 我前面讲过 高拱他无儿无女啊 可是他家如韩世 可以说 高拱在德能勤纪各方面 都无可挑递 你说他是笨蛋 不称职 该让闲 或者说高拱 你以权谋私 权私交易之类的 这说不出口啊 你睁眼说瞎话 丢人现眼呢 要说高拱是忠诚 干净担当的典范 我看再合适不过 也就是说 你想整倒高拱 你抓不住他什么小辫子 有人或许会说了 那人质官场 有小辫子就能整垮 没有小辫子就整不垮 太天真了吧 确实是 有的领导 刚愎自用 独断专心 胡折腾 瞎指挥 搞得民怨沸腾 怨声载道 声望尽失 下属们呢 整天拿他的名字谐音 恨恨然骂他 或者过几天呢 就一厢情愿的 为他提拔一次 实际上就是 时刻准备着 欢送他走 可是他还不是 官赵作 所谓笑骂从辱 好官我自为之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人质官场啊 官员的地位前途 取决于他的领导 对他的信任程度 那要说这个 那高拱就更没得说了 高拱和大老板 龙庆皇帝的关系 非同一般 根据我的研究 龙庆皇帝和高拱的 君臣关系啊 就仿佛是什么呢 仿佛是软弱的 渴望父爱的儿子 谦虚的学生 和能干的 体贴入微的父亲 优秀的老师的关系 我提示一句 高拱与大老板 龙庆皇帝 有父子情节 在龙庆皇帝看来啊 高拱的人品 学识 能力 功勋 无人可以契机 他为了表达 对高拱的信任呢 公开发表了一道公文 圣赞高拱 说什么呢 他说高拱啊 氧气极其刚大 为众人所不能为 经中灌日 真介绝尘 以天下为己任 赤心报国 有不适之略 见不适之勋 在龙庆皇帝的心目中啊 高拱是无可挑剔的 也是任何人不可取代的 龙庆皇帝身体不好啊 随时可能嫁和息去 他特意啊 当众拉着高拱的手 说了 太子年幼 以天下泪先生 这就等于啊 告诉所有人 我活着 高先生是大明的当家人 我死了 高先生还是大明的当家人 谁也别想动他 你想想看 张居正要想取代高拱 是不是太难了 可以说 张居正取代高拱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那么 面对汉山翼 汉高拱难的局面 张居正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 张居正有办法 我先前讲过 张居正 从徐杰那里 学到了官场的工方术 从高拱那里 学到了治国安邦的学问 清初于蓝 而胜于蓝 已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官场高手了 张居正的套路很简单 实力不行 就借力 借力 高拱以首相监长力部 张居正能找谁借力去啊 的确 干部队伍里确实没有这样的力 可借 但 张居正 不按牌力出牌 他另辟蹊径 车道山前 一五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嘛 这村在哪呢 众所周知啊 帝制中国有一个特殊群体 什么呢 宦官 宦官里的头头脑脑啊 被尊称为太监 他们这些人呢 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 在明代 有那么几个人呢 专门带皇帝批约文件 他叫丙比太监 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啊 略知名识的人都知道 太祖朱元璋他老人家 是严禁宦官干政 为了防止宦官干政啊 法律特别作出规定 禁止太监与高级领导干部 私下来往 可是啊 制度规定的再严密 总可以变通 你不是禁止外臣 接交宦官吗 那没关系 名利不行 案例通缉 本人不出面 身边人代为通缉 只要有心 就能做到 当然 张居正进行了 充分的调查研究 和形式分析 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啊 有一个叫冯宝的 丙比太监 和他的年龄啊 相仿 这个人啊 野心勃勃 贪婪英狠 这是正史上说的 野心勃勃 贪婪英狠 劝也多才多艺 很有水平 堪称宦官中的佼佼者 冯宝呢 他是太监中的二把手 他总想当老大 龙庆皇帝啊 可能对他有点不放心 高拱啊 更担心冯宝 如果当了大内总管 这宦官势力会膨胀 所以两次机会啊 都没有让冯宝 晋升一把手太监 冯宝对高拱啊 那是恨之入骨啊 一来啊 冯宝恨高宫入骨 二来啊 冯宝这个人呢 脚下有才智 三来啊 现在的太监中的 一把手梦冲啊 他不识字 主要是照顾皇帝的 起居生活 处理政务 你比如说带皇帝 批文件什么的 都是冯宝领着干的 你看看 哪里找这样合适的人选呢 是不是 人选锁定后 张巨正又精心设计了路径 冯宝啊 有个刚儿子 是他的管家 叫徐绝 这个人脑子好使 腿脚啊 轻快 深得冯宝的信任 于是啊 张巨正就嘱咐自己的管家 尤其日 和他结拜为兄弟 还有野史说啊 张巨正得知啊 徐绝啊 有一个儿子 和自己的一个孙女啊 年龄相当 便拍板啊 结为亲家 那时候姓娃娃亲啊 一般都两三岁就定亲 这是野史记载 徐绝啊 真是受宠若惊啊 感激不尽 徐绝他不是个宦官呢 活动啊 就相对自由 于是他就成了张巨正 和冯宝之间的地下联络员 如此一来啊 冯宝张巨正外加徐绝 如同一体 形成了对高宫的秘密包围圈 想想看 张巨正他就在高宫身边啊 内阁力研究工作 两个人说的话 考虑的问题 彼此都是很清楚的呀 但是 要走程序转化为正式决策的时候 也就是到大内去签字盖章的时候 那就要看张巨正的意思了 他有什么想法 就逆好批示 暗中转交到冯宝手里 从大内批出 不久啊 遇到这么一件事啊 那时候啊 太子到了一定年龄 要接受正轨教育啊 叫出阁讲学 这事呢 是由内阁负责的 什么老师的选定啊 教材的编写啊 等等 都是内阁来负责的 按照规矩啊 内阁大臣要监督讲学啊 开讲的前三天 内阁大臣要到城 以后就不必再去了 高拱呢 考虑到太子年龄太小 除了前三天外啊 今后还要每隔五天啊 内阁大臣呢 到讲学现场去看试一次 这个文件写好了 他就让张居正签名一起报 张居正就说了 玄翁啊 你这么关心太子的学习 皇上一定很高兴 于是啊 就爽快的签名了 可是呢 高宫没有想到 大内批出来的 却是内阁大臣 每天一人轮流看试一次 不是他原来提的那个 变了 龙庆皇帝啊 他不看文件 地方部门的公文啊 都叫内阁批 内阁打的报告啊 他就委托给丙比太监批 冯宝啊 是按照张居正的交代 这么批的 你可别小看这个批事啊 他也是一箭三雕啊 一 让皇帝觉得高拱对太子 不够关心 这个就可以起到挑拨 高拱和龙庆皇帝 军臣关系的作用 当然这个作用啊 不大 二 向外界传达一个信号 说你们看看 高拱啊 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 深受皇帝的信任 你看 他抱取的东西吧 被皇帝给改了 三 隔城 隔城每一人轮流看事 轮到张居正去看事的时候啊 他就可以和冯宝单独见面了 因为冯宝啊 是这个太子的大伴呢 他天天陪他呀 他俩就可以单独见面 毕竟啊 很多事 你靠下边的人转达呀 还是隔了一层 不如之间见面 沟通比较好 果然 就有阎官站出来 弹劾高拱不忠 说了 他说什么呢 说高拱提议对太子学习现场啊 五天才去看一次 这就是他不忠的罪状 高拱啊 起初很纳闷 他慢慢呢 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是张居正和冯宝李永爱河 在收拾他 他想到的办法 就是在内阁啊 掺沙子 多一两个人在场啊 也好做个见证 或许啊 张居正啊 会收敛一些 注意一些 于是啊 他就和张居正商量了 说现在啊 重务繁重 内阁里只有你我两个人 太累了 应该啊 再提拔上了一些干部 充实到内阁领导岗位 张居正何总聪明啊 他自然知道高拱的意图啊 但是 他却很痛快地说 玄王的考虑很对 我也正想向玄王提这个建议呢 他转过脸来啊 张居正就给冯宝 转送去一个密函 结果高拱打的请示啊 被驳回来了 大内的批示是怎么说的呢 说 亲二人同心辅证 不必天人 看到这个批示啊 高拱大为不解 这咋回事啊 这是 但是皇帝怎么又驳回了呢 这时候张居正说话了 哎呀 皇上为什么这么不体谅玄翁啊 可是呢 玄翁也应该高兴啊 因为什么呢 皇上说的是 亲二人同心辅证 不必天人 说明皇帝啊 认为玄翁你的能力啊 超强啊 这个预指一出 大家都知道了 皇上对玄翁信任如此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高拱一想啊 也真是这么回事 哑巴吃黄连 有苦难言 明史窃 张居正传 这本书的作者就感慨说啊 当内阁里之剩下高张两个人的时候 高拱已经被他的金矢之交张居正 玩与股掌忠义 以高拱和龙庆皇帝的关系啊 只要他单独见皇帝一面 反映下情况 张居正就危险了 难道张居正不怕这个 说不怕也不是事实 但是张居正与高拱啊 他是生死之交 这么多年了 他对这位铁哥们的为人啊 摸得很透 他知道高拱这个人重感情 认死理 有一天啊 是早朝的日子 高拱和张居正出了内阁 远远就看见皇帝站在玉道上 两个人很吃惊啊 赶忙过去问究竟 众目睽睽之下呀 皇帝拉着高拱的手 往浅清宫走 一路上啊 他就交代高拱为他预备后事 到了浅清宫啊 休息片刻 皇帝又派人叫高拱进去说话 要和他啊 谈谈身后的安排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呀 如果高拱一个人进去 见荣庆皇帝 两个人啊 就把皇帝身后的事 安排妥当了 他要想拿下张居正 和冯宝忠的任何一个人 甚至同时拿下两个人 应该都不成问题 可是高拱似乎从来没有动过 要拿下张居正的心思 不仅如此啊 他还处处维护张居正 你比如说这时候 高拱就觉得了 内阁就他和张居正两个人 自己一个人进去 会引起外边的议论 认为两位革臣啊 一个重一个轻 这样的话呢 对张居正的威信有损 于是他就告诉人说了 请回皇上的话 两位革臣啊 一起进去说话为好 皇帝听了这话 也就说没事了 你们都回去吧 你看看 高拱就是这么重感情 任牌礼 不是说整垮高拱不容易吗 摸透了高拱这一点的张居正 根本就不必公开出面 就把他玩于鼓掌之中了 十级一成熟 一级即可拿下 龙庆皇帝的身体啊 一天不如一天了 发起总工的时刻 马上就要来临了 战况如何 我们下次再见 有的人呢 胆子很大 干冲干闯 但是呢 心思不够缜密 往往啊 功败垂成 大家都会笑的 莽撞 鲁莽 还有的人呢 心思倒是很缜密 考虑来考虑去 就是啊 前怕狼后怕虎 白白措施良机 这也是干不成大事的 张居正却是二致将而有之 不仅胆大 而且心系 谋划得滴水不漏 我呀 在前面曾经多次提到过 张居正善于研判形势 把握时机 他观察到了 35岁的龙庆皇帝 面色枯黄 他判断呢 此人命不久矣 于是啊 就与太监冯保 结成同盟 向高拱发起进攻 一个叫曹大爷的阳官 他就出面 弹劾高拱不忠 例证是什么呢 他举例说了 高拱对太子舒曼 太子出国奖学 他提出五天才看事一次 皇帝生病 他过年的时候呢 他到他亲家去喝酒去了 他与别人谈恶的时候啊 他还发出笑声 大不忠 高拱是大不忠 大奸臣 这到谭章报上去以后啊 惹得龙庆皇帝大怒 他要求严惩曹大爷 在张居正 冯保的里外配合下 偷梁换重 对曹大爷的处分啊 很轻啊 就调外任 也就是平调到地方 去做官了 高拱的门声顾旧 这时候就愤愤不平了 组织起来 要反击 不仅要反击曹大爷 还要对这个幕后主使者啊 发起放弓 张居正就有些紧张了 他呀 能躯能伸 忙啊 去找高拱道歉 说看到我们兄弟的情分上 如果我再敢对老兄弟使什么花招的话 我的六个儿子一天死光 发了毒誓啊 他说他不会再犯糊涂了 高拱啊 为皇帝的剑靠着想 也考虑到他跟张居正的关系啊 这两个人生死之交吗 所以啊 就一味的息息宁人 他以辞职相要挟 强硬阻止这些阳官们 不许对张居正和冯宝 弹劾 进攻 如果你们要提交谈章 我马上辞职回家 高拱的这个态度啊 换取了一个短暂的平静期 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那只是表面上的 时间的天平 在向一直都很幸运的张居正倾歇 这一天呢 内阁的三位大佬 高拱 张居正 高仪 被急急忙忙 召到龙庆皇帝的并榻前 高拱一看呢 龙庆皇帝已经昏沉不醒啊 太监冯宝啊 就从袖中取出一张白纸接贴 就是一张白纸条 他说啊 这是给太子的遗嘱 然后呢 再拿出一份文件 说这是皇帝给内阁的遗址 顺便说一说啊 高仪 他是刚补进内阁的 因为高拱制止了阎官们呢 群起攻击张居正和冯宝 张居正啊 为了重新博得高拱的信任 他就转告冯宝 如果内阁再提出来天人的事啊 不要再驳回了 在这个情况下 礼部部长高仪 就补充进了内阁 这时候啊 内阁的三个大臣 在龙庆皇帝的病榻前 冯宝拿出了一个 纸条 高拱 泪眼模糊的听宣读啊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啊 说是 东宫幼小 朕 今复制 清等三臣 同斯里坚 邪心辅佐 清等三臣不用说 是指高拱 张居正和高仪 授予他们顾名大臣的身份 但是后来还有一句话呢 同斯里坚 邪心辅佐呀 斯里坚呢 是一个宦官机构 他在大内为皇帝服务 主要是带皇帝啊 照内阁逆好的底稿啊 抄写皮士 对明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大明帝国的缔造者 太祖特朗人家 对宦官干政是最为痛恨 早就立下过规矩 绝对不许宦官干政 他的不肖子孙呢 虽然未能坚守 但是公然委托太监 顾名辅佐皇帝 宣布太监具有合法干政的 政治身份 这样的事 这可从来没有出现过呀 这会是龙庆皇帝的意思吗 可以肯定说 绝对不可能 任何一个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 都不会做出这样 公然违背组织的决定的 退一万步说 即使他真有这样的想法 也不可能在皇后的诏书中 白纸黑字写上去 那就是说 这个遗诏是有人 教诏善为的 所谓教诏啊 或许你可以理解为 是伪造中央文件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啊 现在的伪造公文罪啊 惩罚不那么严重 那时候你要教诏啊 是弥天大罪要灭族的呀 那么是谁教诏的呢 多数史家呀 认为存在教诏这回事 但是教诏的主谋是谁 还有不同的看法 有说是冯宝的 有说是张居正的 也有说是龙庆皇帝的贵妃 万历皇帝的生母李氏的 不管是谁主谋 张居正是参与者 文稿的起草者 是确定无疑的 据记载啊 张居正观察到龙庆皇帝身体垮了 将不久于人世 便和冯宝啊 密伤 以起草什么遗诏啊 遗嘱的方式 夺取内外权力 内是大内 外是内阁 在龙庆皇帝 弥留之际 宣读的这份给皇太子的遗嘱 就是这场夺权政变的 第一发炮弹 不用说 授予太监头子 顾名大臣身份 这是冯宝的要求 得到了张居正和李贵妃的赞同 冯宝 他想得到顾名大臣身份 这可以理解 李贵妃和张居正为什么会同意呢 27岁的李贵妃 她是丫鬟出神啊 应该知道她的老公龙庆皇帝 对高拱的信任程度的 她为什么参与这样的阴谋呢 除了这个女人呢 她非常信任冯宝这个因素以外 是有利益交换的 这个话题啊 暂时不展开了 我们后面会提到 那么再来看看张居正 他为什么同意太监顾名呢 同样是利益交换 以斯里坚与内阁三臣同为顾名 无疑是冯宝的意思 张居正为了推翻高拱 与太监冯宝结成统一战线 不得不答应他的物理要求 只能冒天下这大不韦 写上这一条 胆子确实够大的吧 有灭族的后果呀 但是光胆大是不行的 那是莽撞 莽撞形式不符合张居正的风格 不妨啊 看看这种另一难以置信的秘密 曝光后的反应吧 当这个高拱啊 悲痛中听读遗嘱的时候啊 他的全部注意力 都集中在弥留的皇帝身上 一边痛哭 一边向皇帝表达决别之意 高拱与龙庆皇帝有负责情结 如果一个老人见自己的儿子 眼看快不行了 是什么心情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这个时候的高拱啊 他没有注意到呢 还是没来得及说 反正他当场并没有对太监顾命 这个惊天的说法 表示一一 冯宝啊 就把他架走了 命人把他架走了 不要来在这哭了 赶紧给高先生扶出去 高拱走了 或许啊 高拱没有细想 也可能他会错了意 现在的司里坚长印太监 他叫孟冲啊 这个人不错呀 很老实 没有野心 嘱咐他在大内精心为小皇帝服务 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或许有人会问了 那既然司里坚的头头是梦冲 张居正和冯宝冒着那么大的风险 狡诏 是吃不了撑的呀 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这 正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大家往下看啊 凌晨 五点 内阁里响起了一遍哭声 35岁的龙亲皇帝 驾崩了 过了一会儿啊 一个小宦官就来到内阁了 他来干嘛呢 他来宣布一项人事任命 着冯宝掌司里坚印 明白了吧 原来呀 所谓皇帝遗兆 要司里坚同为顾命 是为冯宝量身定做的呀 你看看 张居正何等心细呀 如果当时在龙庆皇帝的病榻前 宣布遗兆 直接就说高拱张居正高一 冯宝同受顾命 你想想 高拱会同意吗 场面一定不可收拾 鹿丝水手 实难预料 毕竟 你公然向天下宣布 由太监头子同为顾命 这已经是出人意料了 如果这个人又被指明是冯宝 高拱绝对不会干的 张居正心思缜密啊 他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的策略 他又准确的把握时机 一点一点攻取阵地 高拱听到冯宝 当大内宗管的任命 懵了 问 这是谁的决定啊 来宣布遗兆的这个宦官就回答说 大型皇帝遗旨 高老先生你接旨吧 大型皇帝是谁啊 大型皇帝就是刚去世的龙庆皇帝 这怎么可能呢 太监他属于内臣呢 他不归力不管 谁当一把手 是由皇帝亲自决定的 如果龙庆皇帝看中风暴 想让他当大内宗管 他为什么两次机会都没有给他呢 而是让高拱另外推荐人呢 也就是说 高拱他不相信这是龙庆皇帝生前的决定 当然也就怀疑任命冯宝 当太监老大的这个文件 来路不正 可是啊 这个时候你纠缠这个任命 是不是皇帝生前决定的 太不合时宜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龙庆皇帝刚刚厌弃啊 挺是在地啊 你作为首相首席顾名大臣的高拱 你现在是要赶紧去料理后事啊 可是你现在纠缠一项 设计太监的人事任命 你说得过去吗 在时机选择上 就是这样恰到好处 这就是张继正谋略的缜密之处了 明通见的作者啊 写到这个情节 禁不住感叹说 张继正居然把此等惊天密谋 考虑的如此周密细心 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是不是滴水不漏 不出所料 这个时候 任命冯宝为斯里坚掌印太监 这个涉及最高权力格局调整 直接影响高宫政治生命的大事 高宫也难以顾及了 没办法呀 他只得放下这件事 全力以赴去料理龙庆皇帝的后事 同时要抓紧办理接班人继位的移应手续 忙着呢 过了一天呐 在龙庆皇帝并踏前 又冯宝交给皇代子那么遗嘱 又从大内发出来了 上边赫然写着呀 要以三个臣并斯里坚辅导 这又是一次具有震撼力的曝光啊 因为什么呢 此前的曝光范围很小 主要对象是高拱 也就是说啊 是试探性的 这次不同了 这次要公告的形式颁布天下了 让天下人都知道 这个本来是写给皇代子的遗嘱 按照以往的惯例啊 是没有必要公之于众的 可是冯宝呢 却硬把它颁发出来了 他是要通过这个方式告诉广大干部 我冯宝是可以合法干政的 我是顾名大臣 这个消息一传出啊 百官骇恶呀 相顾失色 就连北京的市民听到了 都觉得怪异呀 这怎么回事啊 一时间呢 不仅广大干部不知所措 议论纷纭 就是首都的市民啊 也感到中央好像有点乱套了 好奇着有之 害怕着有之 揭谈性意的 都是这件事 有一个叫陆树德的阳官 他公开站出来抗书 也就是抗议皇帝的圣旨 他说如果要冯宝当 四里坚掌印太监 同位顾名大臣 是隆庆皇帝的意思 那我要问了 因为太子年幼而 放心不下的先帝 生前在安排后事 他为什么事先没有扳职 把这事安排妥当呢 你谁听说过他说过这件事啊 如果是太子 也就是即将上任的万历皇帝的意思 年幼的太子刚刚失去父亲 哀悼方身啊 国家这么多大事都没来得及考虑 他怎么偏偏就考虑一个太监的升天之事呢 太奇怪了吧 这个质疑啊 是有代表性的 也是很有道理的 可以说当时政治的官员 无不义愤填膺啊 冯宝太猖狂了吧 这不是对我们这些文臣的侮辱吗 是啊 太不正常了 张居正偶尔也这么符合 到现在为止啊 摆在台面上的 都是冯宝的事 和张居正一点关系都没有 固然官场和民间呢 是有些传闻 说张居正和冯宝啊 暗地里有来往 那些个遗旨遗嘱物什么的 都是他写好交给冯宝的 可是仅仅是传闻呢 递制中国高层的传闻多了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你要顾忌传闻呢 你啥也别干了就 有了传闻呢 你就当是一个提醒吧 注意些自己的言行 不要让人家坐实了就行了 所以啊 张居正故意和所有政治的干部一样 不时表达一下 他对太监们的愤愤不平 胆大欣喜 步步为营 利用国丧 高拱悲痛欲绝 无暇细顾的时机 造成继承事实 奠定胜利之机 而且呢 张居正巧妙的把自己解脱出来了 大家在愤怒着 张居正却在等待着 整个计划的第一步已然完成了 冯保得到了他想要的 顾名大臣 而且是太监头子 大内总管呢 那么接下来该转入第二步了 那就是张居正也要得到他想要的 但是还不好说呀 大家很难接受太监冯保 他可以合法干政这个事实 对张居正啊 也有意见 都在切齿的议论说 他怎么能卖身投靠太监呢 特别是高拱的那些门生故旧啊 更是这么说 现在龙庆皇帝刚去世 九岁的太子还没有继位 国家的事啊 是首席顾名大臣 内阁首相高拱说了算 如果他发动阎官和大臣 集体行动起来 对张居正和冯保发起猛攻 局面也可能逆转 至此生死村王的紧要关头 只要高拱下定决心 破釜沉舟奋力一搏 那说不定 张居正的压力很大 那么他该如何应对 我们下次再见 人质官场高层的攻防争斗啊 往往啊都是在一团合计的外表下进行的呀 你像徐杰对严松 那表面上恭恭敬敬 比对自己的父兄都亲热呀 都尊重啊 可背后啊就狠狠捅了他两刀 致使严松啊 家破人亡 高拱啊 他是支支到工作 他不懂这些攻防术 他第一次入阁啊 刚几个月就遭到上下左右的攻击 就是他破坏了人质官场 表面要一团合气这样一个规则 他光开和首相徐杰争吵 他不是暗中下手 所以大家都不接受他 无论是徐杰在一团合气的外表下 公道严松 还是徐杰发动百官收拾高拱 这些事啊 张居正都亲身经历过 关键时刻啊 他还参与期间 他很清楚这里边的门道 从中啊 学到不少经验 何况张居正和高拱是生死之交 他不能也不愿意撕破脸 这是战略需要 当太监冯保 接任大内总管 已经造成继承事实 张居正和冯保联盟啊 实际上已经占据主动了 接下来就是何时向高拱 发起致命一击的问题了 这个不需要张居正出面 他只需要等待时机 唯一让张居正不安的是什么呢 时下呀 有些谣言 说他呀 和太监冯保勾结 所以啊 张居正这时候考虑的第一要物啊 是怎么样避嫌 就是说啊 这时候张居正的战术是什么呢 是以敬制动 设法必嫌 正好啊 龙庆皇帝啊 他三十五就死了 他的灵秦呢 还没有营建呢 按照惯例啊 需要内阁大臣带队到昌平那边啊 去实地踏刊 指导这个营建工作 这件事啊 他高拱首相他不可能去啊 是不应该他去啊 高仪呢 刚入阁几天 也不适合去 只有张居正最合适 他求之不得 便带队到昌平出差了 可是啊 高拱能力强啊 威望高 他又是首席顾名大臣内阁的首相 按照组制 宦官不能干政 后宫不能干政 外戚不能干政 皇族也不能干政 而小皇帝才九岁 在这种情况下 人家高拱才是大名的当家人呢 拳拳在握呀 张居正即使和冯宝结盟 从道义 法律的角度看 他仍然出于劣势 而且啊 以高拱眼力 揉不进沙子这个性格 他也不会坐视 幻幻干政的局面出现呢 如此关键时刻 张居正他离开首都 难道 他不担心高拱对他下手吗 不必担心 张居正知道 他的生死只叫高拱是什么人 耍心眼 搞阴谋的事 你永远跟高拱这个人 沾不上边 张居正的判断 很准确 高拱啊 他面对冯宝 咄咄逼人的攻势 确实不得不思考对策了 他呀 先找高仪商量 高仪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 他呀 正后悔加入内阁呢 他哪里有什么办法呀 他就告诉高拱说啊 他说六十年前也是宦官干政 那时候啊 距今呢 正好一个家子 那时候那个也是三个人 那三个人的籍贯呢 一个河南 一个湖广 一个浙江 今天咱们三个也是一个河南 一个湖广 一个浙江 天意呀 天意呀 没有办法 高拱不相信天意 他一拍胸脯说 明人不做暗示 要堂堂正正 依法举礼 和冯宝较量一番 即使我因此被他们整死了 我也好去先皇那里交代 这是高拱说的 很悲壮啊 所以 高拱啊 就回避了冯宝 是不是可以一起顾命 这个敏感话题 他呀 不再提冯宝 依照所谓的先帝遗址 接任司礼监 掌英太监 是不是合法 这两个问题啊 高拱都回避了 不谈 因为这容易引起麻烦 而是啊 精心起草了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啊 后来人称他为 陈武士书 这个陈武士书啊 满篇都是 教新上任的 九岁的小皇帝 该如何处理政务 细节啊 写的明明白白的 特别容易懂 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政务要交内阁处理 不能交给太监处理 这是他核心内容 比如说 包括内阁在内 所有报上去的请示报告 要都发给内阁呀 逆批示 这个批示啊 如果皇帝你啊 认为我们批的不妥当 你啊 可以再驳回来 让我们重新再逆 或者呢 你叫我们见见面 当面你问问怎么回事 让我们解释解释 再做定夺 千万千万 你不要交给太监 直接批 你啊 不要在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 发特指 也就是太监 让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不要这么做 有人就说了 说高拱这个文件呢 有君主立宪制的味道 如果照此运行下去 成为惯例啊 确实与英国当时的情形 就很近似了 一个偶然事件 促成君主立宪制的诞生 不过 在当时啊 这是高拱摆出的堂堂之阵 正正之起 他呀 要以此剥夺太监干政的机会 他没想到什么君主立宪 不君主立宪 他也没这个概念 报告起草好了 高拱首先呢 请高一过目 高一怎么说呢 高一说了 我不敢反对 但是也帮不上什么忙 名啊 还是签上了 内阁里啊 三个人 独缺张居正的名字 高拱觉得呀 心里不是滋味 他认为呀 还是应该争取张居正 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啊 他判断张居正 不会站在冯堡一边 所以啊 高拱就命人呐 特意赶到昌平 摆在起早的这份文件呢 真实意图 和如何战胜冯堡的一些考虑 一股脑啊 都向张居正交了底 最后来人转告张居正说 首相说了 说驱逐冯堡啊 是为国除害 是为先帝正名 恭摸大焉 希望啊 你要认清形势 不要错过历次大功的机会 张居正听罢呀 大笑 他说了 他说冯堡不就是一个太监吗 干掉他 就像扔掉一只死耗子 一如反掌啊 谈得上什么大功呢 不过呢 只要我能做的 绝对竭尽全力 说吧 毫不犹豫的就在高拱起早的 那个陈武士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转过脸来 张居正立即派人将高拱的计划 转告冯堡 并授以应对之策 高拱一看张居正签名呢 又听说他愿意为拿下冯堡出力 非常高兴 说这下好了 我老弟他终于醒悟过来了 转变立场了 冯堡失去外援 他还怎么折腾 他总不能跑到外边发号施令吧 况且 只要按照陈武士书办 即使他冯堡 叫招的事不再提 他顾命的身份还保留 那也是空的 反正政务都要有内阁处理 他没有插手的余地呀 高拱 卤胳膊挽袖子 墨汁都占好了 只等着他和张居正高一三个人 联名上报的这个陈武士书 发交内阁 他来逆劈施了 我提醒大家注意啊 这是万历小皇帝上任后的 第三天 也是内阁第一次 给皇帝打的报告 而且这个报告里 明明白白写着 所有的文件 都应该发交内阁 逆批示意见 效率很高啊 当天这个陈武士书 就送回内阁了 高宫一看 傻眼了 为什么呢 这份要求所有公文 都交内阁逆批示的公文 大内却直接批了 怎么批的呢 朕知道了 尊祖制 小皇帝虚灵才十岁啊 当时的人都记虚灵啊 按照现在是九岁 那时候说十岁 内阁明明建议说公文 都要发交内阁逆批示 恰恰第一份文件 他就不这样做 而且这个批示呢 分明隐含着 不想按照内阁建议做的意思 高宫啊 就气得火冒三丈 他情绪很激动 大声质问 来送文件的这个宦官 他说 这是谁的批示 是照谁的意思做的批示 眼一瞪 大声问 这个小宦官呢 吓得震震惊惊惊惊 是皇帝的意思啊 高宫之士说了 他说啊 皇帝 我们的皇帝才十岁啊 十岁的天子 就能独立治天下吗 他靠顾折蓝 火气冲天 他又说了 还不都是你们这些阉人 凡是你们想干的事 就打着皇帝的名义 这也是皇帝决定的 那也是皇帝决定的 你们等着 我就是拼上这条老命 我要把你们这些 欺君乱政的阉人赶走 这次高宫是真的忍不住了 他告诉那些阎官 他说宦官干政的事实 已经摆在面前了 就别顾及那么多了 阎官们呢 早就摩拳擦掌要干了 子弹都上堂了 可以说 高宫却一再做工作 说先帝尸骨未寒 新皇帝刚刚继位 噼里巴拉的干账 多不好啊 可是 他按照牌里出牌 最后的底牌 让人家作弊给压死了 他没排出了 他只好主动动员阎官 发起进攻 一天时间里啊 就有十几份 弹劾冯宝的弹章 报到了大内 兵不上述 杨博 这些最有分量的大臣 也站出来了 打了报告 说内阁的陈武师叔 设计的决策程序 合理合法 皇帝你应该采纳 不应该驳回 冯宝一看呢 大汗淋漓啊 哎呀 我的妈呀 火力太猛了吧 实在啊 就是历史书上说了 冯宝看到这个情形啊 大惧 就是很害怕啊 毕竟 冯宝身份特殊啊 他是个太监啊 太监顾命辅佐皇帝 连他自己也知道 这是天大的笑话 那可是教招来的呀 现在啊 阎官们一下子 把他老底都接出来了 十几份坛章啊 都是接他老底的呀 除了受贿算不上死罪 其他诸如杀人 教兆 欺君 哪一条 都是死罪 甚至迷门打罪呀 再一看 还有一份令风暴 胆战行进的国文 原来呀 高拱这位决老头啊 他不屈不挠 索性又打了报告 他说啊 我们前一次打那个报告 你批了 朕知道了 遵组制 他说我们对这个批事 理解不了 不知道该怎么把握 请求皇帝啊 就内阁 陈武士书里头提的建议 到底是不是可行 表明太多 按照当时的惯例啊 内阁认为皇帝的下的指示 不好执行 可以驳回 这等于把这个皇帝的 这个圣旨驳回了 怎么办 这次轮到冯保傻眼呢 他赶紧呢 去向张居正求救 张居正听完以后 让人转告冯保说 四个字 将计就计 冯保啊 松了口气 当即就把高拱 士同杀手锏的陈武士书 重新发交内阁逆批事 高拱大喜啊 哎呀 他以为冯保终于认输了 提笔啊 就在陈武士书上逆了个批事 关键有这么四个字 据以以形 也就是说啊 都按照内阁所提的建议之行 批事逆好了 还要报到大内去走程序 大内呢 也按照高拱这个意见呢 抄批下来了 该了皇帝的答应 高拱啊 这时候就露出了男的的笑容 胜利了 他的墨汁啊 又占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那份陈武士书说了 所有的公文都要报到内阁逆批事 那么弹劾冯保的公文 就要下到内阁逆批事了 高拱想好了 怎么逆 决战的时刻到了 这个时候啊 张居正他也从昌平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啊 利部左侍郎 也就是利部的第一副部长 叫魏学增 他呀 匆匆忙忙赶到了张居正家 要求拜见张居正 他来干什么呢 张居正似乎猜到了魏学增的来意 他就让下边人传话说啊 身体不好 不能见客 如果有什么事要说的话呀 你就写个条子留下来吧 这魏副部长啊 生气了 他就写了个条 他说啊 现在到处都在传 说你啊 和冯保又勾结 那些个遗诏啊 遗旨啊 都是你喜好偷偷送给那个太监的 这呀 不好 希望啊 你注意 现在呀 大家都要求成熟野心勃勃的冯保 希望你不要 匹护这个败类 恐怕这个阉人呢 要集成大祸 你要帮他呀 对你不利 当然了 卫副部长的原话 非常客气 也很委婉 但是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很显然 这是对张居正的警告啊 张居正看完卫副部长的字条 不禁勃然大怒 虽然暗地里和冯保结成同盟 但迄今为止啊 张居正一直隐身幕后啊 他表面上并没有和高宫决裂 反而偶尔还在高宫面前呢 骂冯保这个太监太过分 魏学增 魏副部长这个字条 却把他和冯保的事挑明了 这让张居正很气恼 你这是下战书吗 张居正一定会这么想 当即给魏副部长 回了个字条 他这么说的 你说的我勾结冯保 说什么先帝的遗旨遗照 是我起草的 这些个谣言啊 我也偶尔听到过 还专门派人去查访 查访以后才知道 外边啊没有这个说法 现在你这样说了 我才明白 原来谣言是你造的 你如此造谣 不就是想赶我下台吗 很好 我这就打报告辞职 遵你的命 好了吧 这是张居正那个字条的意思 接到这个字条啊 魏学增真是不知所措 有历史学家说了 他说在魏学增登门警告张居正之前 张居正在高滚和冯保的争斗中 还是相对中立的 正是受了魏学增这个字条的刺激 才下定决心和冯保结盟的 这个说法啊 实际上不符合史实 但是呢 他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 那就是啊 魏学增此举 帮了高滚一个盗盟 魏学增他是立部第一副部长啊 是高滚在立部的最得力的助手 他的身份很特殊很敏感呢 他这次登门警告张居正 他本来是自作主张 意味是可以帮到高滚的 他甚至意味啊 也是在帮张居正的 他没有想到效果实则其反 这就是提醒我们的 领导间有了矛盾的 下属啊 你最好不要自作主张去插手 魏副部长啊 垂头丧气离开了张居正家 张居正愚弄未消 这个恼怒啊 就不仅仅是对魏学增了 也对高滚 因为什么呢 他知道高滚和魏学增的关系 不管你魏学增是贤命而来 还是自作主张 都说明一点 高滚对张居正与冯保结盟这个事 已经洞察到了 而且恨不满 要不魏学增怎么还来警告他呢 既然如此 索性快到斩乱麻 于是张居正立即派人去和冯保见面 异常梦多 马上开始扶住行动吧 张居正和冯保又有什么动作 战况如何 我们下次再见 职场上的人呢 要谨言慎行 张居正就牢牢记住一句古讯 祸从口出 大家注意到没有 职场里的人呢 经常会被自己不经意间说过的某句话 付出惨重代价 现实中啊 就是有那么一些人 随时随地的在捕捉他人的直言片语 他脱离说话的环境 也不顾话语本身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断章取义 他向领导打小报告 可是你呢 你脸解释的机会也没有 领导就对你有看法了 比斗鹅还冤呢 可是你也只能咽一下这杯苦酒啊 你就花钱买教训吧 有人呢 就把气啊 撒到儒家身上 说听你那一套 除了吃亏还是吃亏 五四运动的时候啊 就有打到孔家店的这个口号 文革时啊 批林批孔啊 近乎癫狂啊 他们指出的问题或许是对的 只是啊 攻击的靶子错了 儒家啊 他是倡导什么呢 他倡导人质礼义信 对吧 这本身你说错了吗 没有错 问题是啊 他被很多人当成招牌 或者说当成折袖部 拿这个当招牌 当折袖部 暗中奉行的 却是后黑学那一套 叫为达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成王败寇这个使官啊 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 于是啊 所谓成大事者 不能有富人之人 这类说法就很流行 也就是说啊 关键时刻要赶出手 还要赶下狠手 这样才能成大事 我呀 不得不痛苦的承认 帝制中国的官场 这 才是战胜对手的法宝啊 下面的例子 就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太监冯宝啊 遭到阎官们的猛烈攻击 张居正也受到了 不要和太监勾结 这样警告以后啊 他立即决定 要向他的生死之交 发出致命一击 我们上一讲说过了 太监冯宝他没有政治经验 面对来势凶猛的 这个攻击啊 大振心惊 急忙啊 向出差在外的张居正求救 在听到张居正 给他传的话以后啊 冯宝才转悠为喜 冯宝为什么转悠为喜呢 就是因为将计救计这四个字 张居正的意思是 你不必担心 你就顺着高拱的要求 痛痛快的 你就同意高拱那份 权归内阁的报告 他不是说权力要归内阁吗 那个报告 行 你就同意 然后啊 你就拿着这份文件 在小皇帝母子面前 你去哭诉 你说高拱你看多跋扈 他如何如何 一再胁迫皇帝要把一切大权 都交给他 凡事都不许皇帝做主 你说这样的大臣 还能让他留在内阁吗 这个啊 计策虽然不错 可是呢 还是缺乏的说服力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明组织明确规定了 你后宫啊 宦官啊 外戚啊 宗室啊 都不许干政 那么在皇帝年幼的情况下 谁来辅佐呢 谁来做主呢 替他做主呢 就是顾名大臣呢 要不你要顾名大臣干什么呢 所以呢 由顾名大臣辅佐 内阁处理政务 这有什么不对呢 你说凡事不许皇帝主管 皇帝才九岁啊 他怎么主管呢 况且高拱在陈武士书里 从来没有说过 皇帝你不必管 都让我管 都没有这样说过 他只是说 你皇帝不要叫太监去管 你如果认为内阁的意见不妥 你可以打回来 你还可以啊 把我们照过去当面问 这怎么是不许皇帝主管呢 可是 冯宝当面小皇帝母子哭诉啊 他可不会说这些 只要把高拱驳回皇帝的批示 非要皇帝表态 是不是要采纳内阁的建议 就这个举动本身 他去强调一下 就足以让小皇帝母子啊 对高宫产生恐惧 厌恶之感了 但是呢 仅此似乎还不够 毕竟啊 龙庆皇帝生前 明明白白交代过 他死后 把治理国家的事 要交给高拱打理 仅仅因为高拱 陈武之书 你在小皇帝刚继位的情况下 就罢出他 未免 害人听闻吧 冯宝是太监中的精英啊 他脑子很好使 他联想到什么呢 他联想到啊 高拱说的那句话 他说到我们皇帝才十岁 十岁的天子 怎么能独立治天下呢 冯宝啊 就把这句话 向张居正通报了 当警告张居正 不要和太监勾结的 立部副部长魏学曾啊 前脚刚走 怒气冲出的张居正 立即就行动起来了 在张峰联盟 向高拱发起最后攻势的时候 祸从口出这句古训 又一次应验了 巧合的是啊 远在松江的退休老人徐杰 徐杰是非常恨高拱的 这时候他也给他的弟子张居正 送了一个秘迹 他说什么呢 他说高拱是河南新政人 周王分封在开封 高拱的岳父在周王府做过关 高拱与周王有过交往 徐杰的意思啊 你就在外边散播谣言 就说高拱有可能盈利周王 废掉万里皇帝 皇帝太小 姑儿刮母啊 哪里受到了这种惊吓 你只要把社会上 有这种谣言的话 对李贵妃和万里小皇帝一说 他就得把他们母子俩吓坏 于是 冯宝就痛苦刘弟弟 对小皇帝母子说了 他说高拱不忠 他竟然说十岁的小孩子 怎么做皇帝 高拱说十岁的小皇帝 怎么独立治天下 这个冯宝说啊 高拱的话是这样说的 说是十岁的小孩子 怎么做皇帝呢 冯宝又说了 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而且现在首都都在传 说高拱要盈利周王 你想想真是狼子野心 不能再等了 要赶紧让他滚蛋 这个小皇帝母子一听 大惊失色 就说了 快快快快 赶紧把他赶走 一天不能再等了 皇家的反应 冯宝立即又通报给了张绝正 事不宜迟 张绝正随即又如此这般 交得了一遍 并逆好了文件 立即送给方报 这天夜里啊 东华门反反复复开了又关 关了又开 几乎一夜没有消停 天亮了 高级干部啊 突然接到紧急通知 立即召开中央高级干部会议 张绝正胸有成竹啊 他为了避嫌呢 他请假了 他说我中暑了病了 不能参加会议 别家啊 这么重要的会议 怎么可以缺席呢 那这是高宫说的 他说赶紧去人 抬要把张绝正给我抬来 参加会 人到齐了 高宫呢也出场了 他神清气爽啊 走过来了 正好呢 张绝正在别人掺分也走过来了 张绝正就有气无力的问了 因为他自己说自己病了嘛 所以他就显得很威靡 他就问 绝翁翁啊 会是什么事啊 高宫就回答他说 我想啊 应该是驱逐冯保那个太监的 高宫得意洋洋的说 不过呢 他又说了 他说 但是我也拿不准 可能还有一场辩论吧 因为冯保毕竟跟 李贵妃 跟小皇帝这么多年了 所以可能还有一场辩论 到时候啊 你不要说话 我呀 来依法依礼 说清楚 万一啊 我因此惹恼了皇上 要罢免我 你呀 就出面来处理 反正啊 还有你 你接着干 这是高宫啊 跟张绝正说的 张绝正装作吃惊的样子 说哎呀呀 玄翁啊 你总是这么说话 两个人说话间呢 会议宣布开始 只听一个太监大声喊道 张老先生接旨 除了张绝正啊 会场上所有人都很纳闷啊 为什么是张老先生接旨呢 我顺便说一句啊 当年呢 太监称内阁大臣都叫老先生 不管多大岁数都叫老先生 他为什么要张老先生接旨呢 高拱是首相啊 照例应该是高老先生接旨啊 这人是不是念错了 这时候张绝正出列 跪厅宣旨了 这个稿子啊 是出于他的手笔啊 但在这个庄严的场合宣读啊 张绝正还是很激动 甚至有些紧张 有这么一句话 说啊 今有大学士高拱 高拱专权善政 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 通不许皇帝主管 不知他要何为 这是给高拱定的罪 高拱 便拙回击贤助 不许停留 这是玉址的核心内容 这一道玉址啊 又如青天霹雳啊 把高拱大蒙了 也使在场的高级干部 震惊万分啊 高拱啊 汗如雨下呀 趴在地上啊 骑不来了 这时候啊 张绝正走过来了 他说自己有病啊 这时候他也不顾病体了 便亲切的去搀扶高拱 便动情的说 他当着众多高级干部的面 和高拱的面 他说了 他说玉坊啊 起来吧 然后又说 陈武士书 我也签名了 如果说玉坊是因为这个被罢免 那我张绝正 怎么还有脸继续干下去 我啊 这就上书 替啊 玉坊向皇上申辩 求皇上啊 收回成命 否则呀 我就请求连我也一起罢免了 这是张绝正当场表的态 说吧呀 张绝正就回到了办公室 提笔啊 还真写了这份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啊 很动情 建议皇帝收回成命 否则啊 就连同他一起撤职 当然 这个报告的批示啊 他也逆好了 中间有这么一句话 说你张绝正再替高拱这样说话 就是党户复国 这个批示一下来 圣旨一下来 说你再替高拱说话 就是党户复国 张绝正啊 就让人拿着这个批示给高拱啊送去 这是高拱正在卷破开 要准备走啊 这张绝正就让人转告高拱了 他说 看来皇帝是铁了心了 没有办法呀 我替啊 玄红你争取一下待遇吧 于是张绝正又打了一个报告 他说啊 高拱年纪大了 首都啊 立太家呀 一千五百里 坐牛车啊 太辛苦了 希望啊皇帝开恩 让他坐政府的公务车 当时叫宜车 高拱就这样灰溜溜的 回河南新城老家了 刚入阁一个月的高仪啊 震惊万分 吐血而死 这个时候 刚刚换届 才六天啊 立张绝正入阁不到五年半 先后和张绝正在内阁共事的八位同僚 其中有三位是首相 包括他的恩师徐杰 好友高拱 老前辈赵真吉 八位一个也不少啊 都被淘汰出局 张绝正是唯一屹立不导者 唯一的大赢家 不过 且慢呢 当高拱被迅律不及 掩耳之势赶走的时候 张绝正的处境 其实也很不妙 他面临的形势啊 也是非常严峻的 首先 人心不服 局势不稳 中央大大小小的干部啊 多数人对冯保又恨又惧 对张绝正啊 也很有意见 你高拱堂堂正正 要防止出现宦官干政局面 他没错啊 你怎么能勾结太监 赶走自己的生死之交呢 是不是啊 你这要强大明代相何方啊 力部的第一副部长魏军 这次又站出来了 他公开提出来啊 质疑了 他说皇上上任刚六天 第一次开会 就是开除首席顾命大臣兼首相公职的 怎么能以此作为新一届中央律职的开始呢 用现在的话说啊 况且你开除高拱公职的文件是谁起草的 你应该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而且呀 当时政治的阎官呐干部啊 四处串联呐 要组织队伍到张绝正家里去请愿 要让他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首先人心不服 军事不稳啊 其次 幻官干政的说法 甚嚣尘上 这个也不难理解呀 台面上是冯宝和高拱争夺 对小皇帝的控制权 冯宝胜利了 而且他还披着顾命大臣的合法卫衣啊 幻官干政 箭在弦上啊 第三 小皇帝生母李贵妃 她会不会临朝称治 这也是有疑问的呀 什么叫临朝称治 我不多解释了 前有吕后吴泽天 后有慈禧太后 大家一听这几个名字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李贵妃是皇帝的生母啊 她在新朝的身份还在研究中啊 当时她还是贵妃 这个女人有政治抱负啊 如果局面不可收拾 李贵妃将来以太后的身份 临朝称治 并非是没可能的呀 根据一份可靠的史料记载 皇帝生母临朝称治这个事啊 确实作为一个选项 提到高层研究过呀 在这种局面下 张居正该怎么办 她首先要稳定局势 和冯宝一起对付外边 也就是对付中央的文官队务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首相地位 树立在干部队伍的权威 于是啊 张居正又出手了 他的应对职策就是两个字 威慑 具体措施啊也是两个 第一 临时性措施 他派几个得力干部啊 到处散步啊 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现在 高拱被驱逐出京了 高一去世了 内阁只有张居正一个人 他呢 身体不好请假在家休息 他说现在你们出面给高拱求情 那么你这个文件报上去 只有送大内批示 送大内谁批示 肯定是冯宝批示 你不是自找苦吃吗 自投罗网吗 他又说一层意思 谁不知道张居正和高拱 是生死之交啊 高拱用的人 张居正一定会继续信任 使用 哎 这又给点甜头 这个说法有道理啊 他就糊住了一些人 你光靠联盟代下不行啊 得有强有力的举措呀 于是啊 张居正迅速采取了一个 更强有力的威慑手段 这就是我要说的另一个措施 叫什么呢 制度性安排 立即启动 润查 什么叫润查呀 润查啊 就是不到考察干部的年限 举行的考察 就叫润查 明朝啊 对干部啊 有考察啊 中央的干部考察叫经查 他这个考察啊 与我们现在说的考察干部是两回事啊 他跟现在的考核啊 有点接近 但是大家注意啊 不可同仁而语啊 那时候每次考察 都是一次洗牌啊 降掉生免一大批干部 而且啊 为了显示考察的严肃性 一旦考察被免职 就是永远开出公职的意思 终生不得再启用 经官是六年一次接受全面考察 叫做经查 一年前刚举行过经查 还要五年以后才能再举行经查 但是这时候突然又宣布 要启动润查 显然这是一次官场大洗牌啊 你谁还敢说三道四 你谁在说三道四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你想都可以想得到吧 很有正视力啊 很有威势力啊 本来要出面替高拱说话的干部 本来要站出来攻击冯保和张居正的干部 也不敢再乱说话了 局势啊 就这么平静下来了 干部队伍很快稳住了 那是靠于太监冯保里应外合做到的 可如果你要消除宦官干政的隐患 张居正就不能靠冯保了吧 因为冯保本身就是隐患的 还有 如何应对母后临朝称治呢 这是一道难题啊 张居正他要想掌控大局 实展抱负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呀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他做到了 那么张居正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下次再讲 处理人际关系啊 我认为有两种方式 一种啊是理想主义 一种呢是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啊 实际上就是先分是非 你再谈呢 相处之道 现实主义呢 它是面对现实 只看利益 它忽略是非 高宫啊是理想主义者 他呀不能容忍宦官干政 他也不愿意向他认为 有政治野心的太监 有政治野心的太监 妥协 张居正不是这样 否则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与太监冯宝结盟 但是 历史和现实一再提醒我们 成功后的利益分配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瓜分胜利果实啊 往往会导致合伙人间的矛盾 甚至决裂 当驱逐高拱的政变成功后 李太后 张居正 冯宝 大明帝国最有影响力的这三个人 如何分辨权力 就是摆在张居正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果张居正把握不住 处理不好 很可能出现两种局面 宦官干政 或者太后临朝 宦官干政呢 就是冯宝 他操控小皇帝 掌握国家的决赛权 大家普遍认为啊 以大内总管冯宝的能力和野心 这种局面已经迫在眉睫 太后临朝 就是由皇帝的生母啊 掌握国家大使的拍板权 事实上啊 在驱逐高拱的决战时刻 为了取得 当时还是皇贵妃的李太后的坚定支持 太后临朝的方案呢 也曾经提出过 假如出现这两种局面的任何一种 张居正就只能充当配角 不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啊 大展宏图 而且还要承担历史责任 大家就会说 你看看 你非要和太监结盟 驱逐高拱 你导致换官干政或者太后临朝 你破坏核法体制 你是不是有罪啊 张居正的压力很大呀 大家想一想 他能不大吗 如果不能把最高权力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驱逐高拱的成功 对张居正来说 转瞬间就会变成大失败 可是 最高权力 也就是小皇帝 没有能力行使的皇权了 在李太后 张居正缝保这三个人之间 只有张居正他是外人呢 他要想掌握最高权力 难度最大 高拱不就是想 以首席顾名大臣 内阁首相的资格 掌握最高权力吗 他不是翻车了吗 那么张居正该怎么办呢 张居正是现实主义者 他明白 现实中的很多弊病 不是靠说的多严厉 处理多严酷就能解决的 你比如说吧 太族他老人家禁止宦官干政 这很严厉的 结果怎么样呢 宦官干政屡屡出现呢 为什么呢 这是制度决定的 你打个比方吧 大明他就是一个 世西制的家族独子公司 这个公司的所有业务 都必须老板签字盖章 他才能运行啊 可是如果老板 接班的时候年幼 就是一个娃娃 该不该签字盖章 谁替他做主啊 老板他妈呀 老板的寄要秘书啊 整天围着他转 是吧 他不得替这个娃娃 把把关吗 你说他们能管住 自己的嘴一言不发 怎么可能呢 也于心不忍吧 高拱他倒是想建立一套机制 但是董事长办公室的主任 冯宝他不干呢 一纸公文就把高拱给罢免了 张居正上任后 他哪里敢说 老板你太小了 公司的事还是要我来管吧 这种话他说也不能说呀 冯宝野心勃勃 贪得无厌 他还有几分才气 要说太监里面学问大的 像冯宝这样的还不多 而且他获得了 李太后的充分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他不想干政 谁相信呢 何况他还顶着 顾名大臣的头衔呢 他要干政还合法 张居正想办法 把他赶走行不行 根本不可能 这个冯宝啊 相当于新老板万里皇帝的保姆 从小就陪他玩 万里小皇帝叫他伴伴的伴 老板他妈呀 也就是李太后啊 对他信任有加 你要开除冯宝 你总得老板签字吧 你这一关你就过不去呀 所以张居正想赶走冯宝 等于自己找死 不可能 那么就乖乖听从冯宝摆布 任凭宦官干政局面重演 张居正他才不干呢 如果他甘心受人摆布 他就不会赶走自己的生死之交高拱了 诸位或许会替张居正捏把汗吧 不过不必担心 你要相信张居正的谋略 事实是啊 张居正做首相的十年 冯宝啊一直很收敛 基本上吧 都没有倒过蛋 大明的最高权力 牢牢掌握在张居正的手里 他是事实上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 大明帝国的掌舵人 大乘风筝 人事任免 只有张居正才能拍板定案 那么张居正是如何做到的呢 直说了吧 张居正对李太后冯宝 用的是柔术 柔软的柔 柔术 靠柔术 摆平了李太后和冯宝 柔 一是温柔 二是柔软 温柔啊 是对27岁的李太后的 柔软呢 是对大内总管太监冯宝的 那么我们先说说对冯宝的柔软啊 张居正很强势啊 据知情人的描述啊 说他什么呢 说他是皇上等婴孩 代台省若奴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张居正把万历皇帝 就看作是一个小屁孩 他严厉管束 皇帝还得讨好他呀 叫做乙君玉臣啊 就是乙君呢 恶意奉迎大臣 对内阁的副手部长 阎官的态度啊 就像对待奴隶一样 这句话的意思就这样 可是呢 张居正在冯宝面前 另一副姿态 他放得下身段 姿态非常非常低 据这个张居正的同榜进士 王世珍的记载啊 张居正见太监冯宝 要给他递名片呢 上边是写的晚生帖 还有这么一条记载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来观察啊 在张居正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的父亲去世了 围绕张居正要不要回家 给他父亲奔丧的问题啊 在讨论 这个时候呢 冯宝派他的代表啊 到张居正家里去慰问 张居正啊 就强制冯宝的这个马仔啊 接受他的跪拜 边磕头啊 边说死头记上冯公公 总而言之吧 张居正对冯宝 一直是千功乃至讨好的态度 咱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 送红包 有史料记载啊 有一次张居正给冯宝 送了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啊 两颗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张居正带头贿赂冯宝 他是啊 要让冯宝多得实惠 满足他的贪欲 第二方面 顺从冯宝的意志 打击赶于和太监叫板的阳官 一般说啊 如果阳官呢 纠谈太监 那是政府是求之不得的呀 可是张居正 他不同意 因为什么呢 因为压制太监势力的高拱 被赶走以后啊 这个太监们呢 兴高采烈 扬眉吐气了 当时在南京啊 那当时叫刘都啊 有一个太监的叫张进 经常喝酒喝的烂醉 在禁地刷酒疯 而且呢 他追入南京的阳官 这时候有个姓赵的阳官 就看不下去了 就弹劾这个张进 冯宝一听不高兴了 他告诉张居正 你看怎么办吧 张居正说 我来收拾他 就把他贬到啊 地方打砸了 后来啊 张进闹得越来越不像话了 在南京的这个阳官呢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又有人上本来弹劾 张居正说什么呢 说你们这些人 欺负皇帝年幼 不道德 开除 就把他开除了 谁再说太监不好 开除 张居正这样做啊 他是向冯宝示好 他也是交换 他说啊 里边的事你来管 外边的事我来管 你啊 不要插手外边的事 我要不插手你内部的事 第三方面 公开吹捧冯宝 冯宝啊 他打死敛财啊 积累了丰厚的财富 他就拿出一部分呢 修建了一座 以他的名字啊 命名的寺庙 叫双林寺 他还大兴土木啊 自掘坟墓 什么叫自掘坟墓啊 就是活着的时候 就把墓建好 更有甚至啊 他全国各地啊 建活人祠啊 活人祠堂 因为什么呢 太监呢 他无后啊 他怕死后 断了鲜火 他就搞这个啊 这是他的一种变态的心理吧 张居正啊 是很注意节约的呀 他对冯宝的铺张啊 非但为家约束劝阻 反而啊 冯宝的这些建筑啊 他提词啊 写记 其中有这么一几句话啊 他说啊 中外宁密 功夫轻艳 盖功之力为多 这什么意思呢 用现在话说就是 国家政治安定 社会稳定啊 几大班子很和谐 冯宝同志的功劳最大 大家想一想 你如果冯宝同志的功劳最大 这是真的 那这不是宋阳宦官干政吗 他宦官怎么能干这事呢 如果是假的 那是不是流血拍马呀 事实上 张居正对冯宝 一直是一副流血拍马的姿态 他摆的是这个姿态 这样他来满足冯宝的自尊心 第四方面 对冯宝要求安排的人呢 破格提携 最典型的呀 他是对冯宝的刚儿子徐爵的任用 破格提拔他当了锦衣位同志指挥 而且疏离啊 南政府就管厂位的监狱 权力很大的 这个职位非常享和呀 徐爵啊 就因为是冯宝身边的人 就提拔到如此重要的位置 就是在以前宦官专权鼎盛的时机啊 也不过如此 还有一次啊 冯宝啊就让张居正安排一个人 张居正啊就给办了 因为部长啊看不下去了 说这不合适 提出了意义 结果呢 张居正就找借口啊 把这个部长给撤职了 张居正这样做啊 我分析啊 他是在向冯宝表明 我掌权就等于你掌权啊 有事啊 你说话 就这意思 大家都看不懂啊 又说怪哉怪哉啊 说太监是皇帝的奴仆啊 皇帝还要讨好张居正的呀 而皇帝的奴仆太监头子冯宝 他却不需要讨好张居正 这咋回事啊 而且相反的张居正还要处处讨好他 这太令人不可思议啊 那时候的人看不懂 我们现在的人呢 未必就看得懂啊 据一些专家说了 说张居正这样对待冯宝啊 他是要曲线救国 是一种谋略 他是要安抚冯宝 让他尽量不干预朝政 好让张居正啊 放手用权 不能说啊 这个说法没有道理 至少啊 他提示啊 我们呢 张居正讨好冯宝啊 这可以作为一个因素 不过这还是说不太通 你安抚冯宝啊 要喂饱他 不需要张居正亲自出面去送礼啊 去讨好啊 去公开吹捧啊 他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者暗示受益 就可以非常圆满的解决这些问题 什么是人质啊 人质有生杀欲夺啊 贫人负人呢 是不是啊 他要让你贫就能让你贫 要让你负就让你负啊 如果仅仅是出于安抚冯宝的目的 不需要张居正达上自己的街操啊 史书上说啊 张居正在太监冯宝面前如此表现呢 人人恶万呐 再说专制体制人质官场 权力难道可以靠安抚能够让渡的吗 绝对不可能的 涉及到权力 铁哥们也就那么回事 父子兄弟怎么样 父子兄弟也不行啊 大家想想唐太宗 想想清朝那些个 皇子们 我看呢 张居正对冯宝身段如此柔软 首先是无奈 冯宝他是万历皇帝生母面前的红人啊 张居正赶不走他 遇他硬碰硬啊 他碰不过他 只好啊 是以柔术搞好关系 这是一个因素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 张居正在冯宝面前放下身段 是一种谋略 什么谋略呢 是拿冯宝顶雷的 大家都知道啊 张居正是要干大事的呀 一个大国 矛盾很多呀 麻烦事也不少啊 如果张居正自身又不干净 他面临的风险呢 自然就不少 你想想当时有阎官呢 七嘴八十 干部门叽叽喳喳 那都是难免的呀 一旦出现什么麻烦 问题 张居正啊 就可以说 这是大内的意思 我呢 做了很多工作 才到这个程度的 不然呢 还不知道到什么地步呢 你们就多理解吧 有了好事呢 或者说他想办的事 张居正就是堂堂正正的老大 我说了算 他站在前台决策指挥 有了坏事 或者说啊 张居正不想办 而又不得不办的事 以及他想办 但制度不允许办的事 张居正就会 往幕后躲一躲 再站出来就说了 哎呀 我也没办法呀 这是冯宝和太后决定的呀 如此一来呀 张居正在政治舞台上 就可以质疑呼风唤雨 游刃有余了 确实如此 驱逐高拱的政变呢 张居正对外就一直说 这都是冯宝干的 和我没关系 我对我的生死之交 不可能做这事 高拱下台以后啊 为了一劳永逸的消除隐患呢 曾经密谋啊 要灭高拱九族啊 说他只是刺客弑君呢 事后 张居正就一再表白 是冯宝干的 不是我出面阻止啊 高拱早就完蛋了 都是让冯宝顶雷啊 从这个角度说啊 冯宝也够哥们 不仅每次都冲在前台 而且要独自背黑锅 居然呢 他也没有抱怨的表示 可是冯宝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呀 仅仅靠讨好他 就能阻止他干政 权力如果靠讨好就能让渡 那历史上多少悲剧 他就不会发生了 还有 张居正是很注意形象的 不然呢 他也不至于让冯宝替他顶雷 讨好冯宝的举动啊 让官场人人扼腕 张居正难道意识不到吗 他为什么坚持这么做呢 这里啊 还隐藏着一个惊贴秘密 到底什么秘密 我们下次再讲 前些年呢 发生了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贵州 贵阳啊 有一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他在一个场上就吹牛 他说了 他说我要让咱们省里那个一把手过来 他马上就得过来 你们信不信 你谁能信呢 鬼才相信 是不是 你超出想象了 你一个农民工 你让省委书记来 他能来吗 哎 他最真去了 人家书记 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书记啊 和一个法郎妹 他有奸情 这个法郎妹的男友啊 就是那位农民工 他有把柄在人家手里攥着 他就不得不乖乖 听这个打工仔的调遣 你如果不了解幕后的真相 若干年后啊 如果有人说啊 那个省委书记 他听一个农民工的调遣 你会相信吗 我举这个例子啊 我是想说历史上的许多事 说出来大家会认为不可信 实际上还是真事 上一讲里啊 我们已经提到了 张居正 摆平李太后和冯宝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柔术 对冯宝 张居正是柔弱 我们提了四个方面的表现 对李太后 则是温柔 张居正是靠温柔 摆平了李太后 我再说的明白点吧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生母 27岁的李太后 有暧昧关系 有一个事实啊 先得说说 张居正和李太后 很早就熟悉了 在这个李姑娘 还是保姆的时候 就已经很熟悉了 这个因素很重要啊 我们知道啊 张居正给龙庆皇帝 做过几个月的讲官呢 那个时候啊 豫王的书房里有个丫鬟 李姑娘 美丽聪慧 很有心机 这个丫鬟见到主人的老师啊 他是不需要回避的 这时候啊 李姑娘啊 就和张居正彼此见过 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应该是的 谁知道呢 这个丫鬟和豫王啊 勾搭上了 他生了太子 母义子贵啊 他就成为事实上的后宫主人了 张居正心思缜密啊 善于观察 当龙庆皇帝病危的时候 张居正于绝技要驱逐高宫 他一定啊 对换界以后的权力格局 做过认真的分析 不然制度是规定 不允许女人干预政治 但是这个制度某种程度上说啊 一厢情愿 他与整个体制的运行机制不协调 所以越是关键时刻 越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 想而易见呢 九岁的皇帝不可能 独立行使权利吧 冯宝和小皇帝母子关系不错 这个未来的太监头子的命运呢 也是控制在小皇帝的生母 李太后手里的 而且呀 小皇帝在他的生母面前呢 是很乖顺 不敢稍有忤逆 由此可见呢 这个女人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控制住冯宝 并操纵小皇帝的事 只有李太后有这个能力做到 你张居正做不到 任何一个人做不到 所以啊 争取和李太后搞好关系 是至关重要的 对此张居正一定心知肚明 那么如何与这个女人搞好关系呢 官场上 你要想从人家那里得到利益 什么职位啊 权利啊 荣誉啊 你首先要站在他的角度考虑考虑 他为什么给你这些呢 你能给他什么利益 他能获得什么利益 要考虑对方的利益 首先记得搞清楚 对方是什么人 最需要的是什么 李贵妃是什么人呢 或者说李太后 她是什么人呢 说起来啊 她是农民公子女 她的父亲呢 是尼瓦匠 到首都打工来了 想混玩饭吃 被老婆孩子也接近成了 可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她通过各种关系吧 把女儿送到育王府当丫鬟 她还把一个儿子啊 净身啊 送到宫里做了宦官 可以说啊 这个李太后啊 出身卑微 小小年纪啊 就给人家做保姆啊 养家户口 从这点上说啊 张居正和这个李太后 有共同点 他都是从社会下层 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人生轨迹 和个人命运 只不过呢 张居正他是男人 走的是男人的路子 这个李姑娘呢 她是女人 走的是女人的路子 在大明帝国 又一次换届的当口啊 张居正摸透了 这个李贵妃 这个女人的心理 她面临这样一个现实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作为一个保姆出身的女人呢 她的身份很低啊 她连二奶的身份也不具备啊 虽然生的儿子要接班 要当皇帝 但是她的地位名分都上不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明建国以后 有过惯例 即使所生的儿子 称为皇帝 也不能和正宫皇后 并尊 只能啊 称太妃 不能称太后 后来呢 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 相后有过两位皇帝 她的生母啊 不是皇后 被尊为太后 有这事 但是呢 不加 灰号 已是和正宫太后的区别 她只称 太后 那个正宫皇后 称 什么什么什么 太后 加前面加一个 灰号 这在当时啊 还引起不少议论啊 差点引发政治风波 而这个李贵妃啊 作为保姆出身的妃子啊 要想被尊为太后 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啊 是李贵妃的一块心病 张居正摸透了这一点 她在和冯宝密谋 驱逐高拱的时候 就利用了这一点 根据名史专家 韦清远先生的观点 张冯缴照啊 发动罢免高拱的政变 李贵妃 是参与着 她为什么要冒巨大的风险 同意驱逐自己的老公 无限信任 指手托付天下的高拱呢 固然 冯宝在他面前进谗言 这只是一个方面 她为什么只听冯宝和张居正的 不去找高拱核实一下呢 背后有利益交换呢 这个我前面提到 什么利益交换啊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但可以肯定的说 张居正和冯宝 向李太后抛出了诱饵 这个诱饵是什么呢 两宫并尊 也就是说啊 李贵妃与正宫皇后 同时尊太后 同时加辉号 这个是创历史的呀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诱惑实在太大了 足以让这个女人为之东心呢 果然 高拱刚下台 张居正就主持 给李贵妃上了 慈圣皇太后的名号 慈圣这两个字 就是她的辉号 而正宫陈氏呢 是人圣皇太后 你看这两个人的地位啊 就完全并驾齐驱了吧 没有区别了 这个陈皇后 在龙庆皇帝在世的时候啊 已经相当于被打入冷宫了 早已失去任何影响力了 这个李太后 才是大明帝国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如果李太后 他要临朝称制 像汉代的吕太后 唐代的吴太后 就是吴则天了 宋代的刘太后 像他们那样代替儿子掌握皇权 他也是做得到的 或者他要把权力委托给信得过的太监冯宝 那也是可以办到的 当然如果他愿意 他也可以把权力交给张居正 也就是说 李太后决定着 谁能够掌握最高权力 大家想想看 这个年轻的女人 是不是很了不得 是不是需要张居正花心资摆平的 张居正他拿什么摆平的呀 李太后他为什么要信任张居正啊 就给加个辉号 加辉号那是有交换的 是不是啊 你赶走这个高拱 我给你加辉号 这已经交换完成了 为了赶走高拱 不得不和李太后做交换 给他两宫并尊的庶荣啊 这反而越发突出了李太后的地位啊 现在 年轻的李太后啊 一切都有了 该有的和不该有的都有了 是不是 荣华富贵 全是地位 作为女人啊 她绝对是登峰造极了 这就难下手了 你从张居正的角度说 如何才能让李太后把权力放弃地交给他呢 那就要看看他还有什么需求 可以拿来交换了 当然了 你照顾他娘家算一个 这个 他是穷苦出身的 特别爱照顾娘家 好多东西玩加班 这个也不太难 冯宝张俊正啊 都做到了 分析来分析去啊 27岁的寡妇 最大的心病 是寂寞难耐 而她 这个李太后啊 她又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 这个女人呢 不仅有姿色 而且有手腕 你看她从一个农民工的子女 一个保姆 最底层呢 在豫王府里是最底层的一个丫鬟呢 慢慢慢慢生到 豫王的书房里的丫鬟 后来又生了孩子给她 这现在成了母一天下的太后了 那是靠什么呀她 她靠的是自己的姿色 她靠的是自己的手腕 她主要是通过 不算名正言顺的性关系得来的 因为她一个丫鬟呢 这个李太后 她可不是偶城与鹿生下笼子啊 李太后和她那个好色的老公 龙庆皇帝生过了十多年呢 生育男男女女好几个 她是真正享受过雨水之欢的 而且李太后的生命力很旺盛 基因还是不错的 龙庆皇帝存活的子女啊 都是她生的 其他嫔妃所生的这个子女全都死了 只有她生的孩子存活了 现在李太后一切都有了 唯一让她心烦意乱的呀 或许就是那些啊 令人春心荡漾的图景 那些曾经销售过的雨水之欢的场景 总是挥之不去 不时啊 浮现在不到27岁的年轻女人的呀 脑海里 李太后啊 显然她有这个需求 那么她有没有这个胆量呢 这点很关键 事求是说吧 恐怕人呢 都有张扬本能的这个愿望 区别啊 就在于是不是付诸行动了 而是不是行动啊 取决于多种因素 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胆量可能就成为关键因素了 我坚信 李太后有这个胆量 有专家啊 说李太后这个人呢 有政治事件 且能担当决断 当然了 这里所说的决断呢 应该是制对国家大事吧 但是 可以担当决断的女人 如果有了某个方面 强烈的欲望 而且有动力的趋势 她也应该有胆量决断 敢和张居正冯宝一持矫照 在新朝开局 仅仅六天就一举赶走 首席顾名大臣高宫 这件事就是明正 这件事如果李太后 他不下决心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起的关键因素 你看他胆子大不大 张居正摸透了这一点 为了防止出现太后临朝 冠官干政 这样的非正常局面 为了获得最高权力 以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 一向胆大心细的张居正 迈出了常人不敢想象的一步 不过呢 我讲的不是小说 是历史 这个不能虚构啊 你哪怕是合理的虚构 也不能在这讲 我在大明首相这部小说里 有些心理描写 有些合理推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了 在万里新潮开局时 47岁的张居正和27岁的李太后 一个友谊 一个友情 不仅是生理和情感上的需要 更是政治上的 维护安定团结大后局面的需要 发声并维系着性关系 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需要声明一下 说张居正和年轻的李太后 有暧昧关系 这不是空穴来风啊 有这样两句诗啊 当年流传的 爱自修 自修不修 白面书生 背虎绑 张居正 居正不正 黑心宰相 卧龙床 这就不多解释了 总之啊 他说啊 张居正啊 跟李太后 有一腿 民间呢 也有这样的传说 江西物园呢 有个叫余茂学的 他是啊 张居正执政以后 第一个出面 一给皇帝提前的名义 暗中批评张居正的 很快啊 他就被找茬啊 给开除公职了 结果民间流传呢 就说什么呢 说是他是因为 得罪了皇太后 而被迫回乡的 那他为什么 得罪皇太后呢 就是他发现了 皇太后和张居正的 奸情云云 啊 这么说的 这是后来流传下来的啊 民间传说 这都是野史 啊 民间传说 也不作为凭 说张居正和李太后 是政治上的夫妻 或者情人呢 应该不会有人反对 而且他们的 政治蜜月啊 长达整整十年之久啊 可谓逐连闭合 亲密无间 如果张居正的寿命 再延长几年 说不定这个蜜月期 还可以不止十年 李太后 张居正逢饱 不仅没有为瓜分权力 而明争安斗 反而形成了政治贴三角 这个贴三角还一直非常稳固 运作良好 这个现象啊 打破了人质官场 威权社会的权力游戏规则 这是极为罕见的 背后的秘密就在于张居正的柔术 特别是张居正 与李太后 这种特殊关系 具有决定性作用 或许有人问了 你有证据吗 老实说 我提供不出来直接的证据 你想想看 即使一般人 你不经常有桌尖桌霜啊 什么桌尖在床 这样的说法吗 还有的故情私家侦探 去跟踪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不拿到直接证据 很难坐实 而拿到直接证据 有相当困难 张居正和李太后 它是什么关系 他们做这样的事 一定安排的非常周密 行动就相当绝密 不可能出现 捉奸在床的场面 我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大家想象一下 曾经连续担任 法国总统十余年的 有一个人叫密特朗 他就躲过无孔不入的 狗仔队的钉梢 和反对党挑剔的目光 长期悄悄和情人约会 甚至他和中东 一个国家的皇后偷情 你想他作为 法国的大国元首 他不可能独自去抚约吧 身边少不了什么警卫 随从啊 可是密特朗的传记作者说 从他们嘴里 什么秘密 都出不去 其实啊 密特朗的随从 即使说出这些秘密 至多就是丢饭玩 张居正或者李太后的随从 他说谁敢透出一丝疯 小命就得玩完 我的意思是说呀 特殊身份的人做这样的事 很隐秘 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证据 李太后也很长寿啊 而且从万历皇帝起啊 到纯臣皇帝 最后一个皇帝 都是他的嫡子 嫡孙 嫡曾孙 亲生的 这样有损皇家威信的事 谁敢乱说呀 也许有人怀疑 但是他绝对不敢说出自己的怀疑 他甚至在日记里也不一定敢写 又一查识之灭族之罪呀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留下直接的文字记载呢 那也许有人问了 那你为什么说张居正和李太后有暧昧关系呢 我们呢 下次再讲 有这么一种观点呢 说什么呢 说石色利 三文一体 这呀 他不符合孔孟主义 成诸思想 以及什么呢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殿下 这四个理想 这个理论 但是呢 也不能说没有参考价值 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势力证明 石色的欲望啊 和追逐权力的欲望 似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大家回顾一下看啊 那些被查处的官员 在台上啊 一个一个 道貌岸然的 满口都是言语利己啊 心里只想着人民呢 等等 你一查才知道啊 不少人呢 包括男的女的这些官员 道德沦丧 生活迷乱呢 给他这么定性 你看看 了解人性 有时候比了解那些表面的制度口号 更容易把握历史的脉动 你要不从人性角度去看待历史人物 我看历史真相 不止差十万八千里 在前面的两讲里啊 我曾经提到过 驱逐高拱的政变成功以后啊 张居正面临的局面是复杂而严峻的 但是张居正头脑清醒 他知道啊 解决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 在使出润查 这个杀手锏 稳定干部队伍以后 他呀 就立即把重心放在摆平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李太后身上 只要摆平这个女人 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摆平李太后啊 合理合法的渠道 是搬出组织 对他提出严厉警告 说后宫不得干政 但这招不灵 为什么呢 他是皇帝的生母 小皇帝啊 掌握在他手里 太监冯宝是他的心腹亲信 张居正以一己之力 想限制他 根本做不到 所以啊 张居正又一次另辟蹊径 不按排力出白 在摸透李太后的需求 这样的前提下 对症下药 向他施展温柔术 那说张居正与李太后 有暧昧关系 在没有也不可能 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只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有一种观点还说什么呢 他说世界上啊 最早的权力之争 就是围绕着什么生殖器展开的 这是原话啊 还说呀 权力和情欲啊 都具有巨大的 无法抑制的膨胀性 而且呢 权力却总是与情欲 纠缠不休 有这个观点 用时政主义的观点来看 掌握权力的人 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 就有可能听从欲望的召唤 做出出格的事 毕竟啊 不受制衡的权力啊 会激发人性中最原始的一面 当然了 我无意把话说绝 有的人自律甚严呢 在生活作风上 不会做出格的事 你比如说高股 同样是时政主义的观点 权色交易双方啊 往往是男人以权力 换取女人的色情 这样的案例很多 但是特殊情况下 或者说身份特殊的女人呢 她通过色情 反而啊 会赋予和她有性关系的男人 一定的权利 你比如说吴泽天就是这样 我想再重复一遍呢 从古至今 变化最小的 就是人性 从人性的角度观察历史人物 比较接近真实 说张居正和李太后啊 有暧昧关系 就是从人性角度做出的分析 这么说太简单话了 你总要说出 此仇云宝来吧 一些反常的事 解释不通 只能往这方面来想 我举几个反常的例子啊 供大家考虑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第一个反常现象 李太后不许皇帝做主 大家还记得吧 罢免首席顾命大臣 内阁首相高肱的理由是什么 很简单 说高肱擅权跋扈 通不许皇帝主管 是不是 这什么理由 其实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因为皇帝年幼 不可能亲自处理国务吧 才有托姑一说 高肱作为首席顾命大臣 他仅仅要求 政务交内阁处理 而不要交给太监处理 这不是完全正确的吗 不也是他作为首席顾命大臣的 本分职责所在吗 可是 通不许皇帝主管 就成为高肱的罪状 李贵妃他不惜亲自上阵 劣令高肱立即滚蛋 吊诡的是 高肱被赶走后 张居正上台 这个李太后就一反常态 反复强调 凡事皇帝通不去主管 必须听张居正的 这万历皇帝自然不高兴了 他的祖父家境皇帝 十四岁孤身 进京当皇帝 当得风生水起 何等威严呢 可是 直到万历皇帝结婚了 预示着已经成人了 无论如何也该亲政了吧 他就免不得要跃跃跃跃试 谁知道啊 这个想法一出口啊 竟然遭到他的生母一顿呵斥 说什么呢 说等你三十岁以后 再说 三十岁以前 你都要乖乖听张先生的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依据在哪啊 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事啊 那是不是 李太后一时气话 做母亲的嘛 有时候说几句气话 当不得真吧 不是气话 而且他要求万历皇帝 你以法律形式 把这个说法固定下来 万历皇帝不得不写进 正式颁发的圣旨里头 他要让地球人都知道 你看 李太后以母亲的威严呢 严厉管输自己的儿子 世事通不许他主管 那么他自己呢 虽然被认为啊 他有政治事件 且能担当独断 可是 除了管束儿子 不许他主管以外啊 李太后并不管事 有一件事啊 是万历皇帝的婚事 何时举行婚礼 他说了 与张居正的意见不一致 最后还是听张居正的 你看看 连这事他都听张居正的 历史上啊 太后压制身为皇帝的 亲生儿子的事情 有 但是 他不是为了自己来行使权利 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娘家人 也就是外戚 来行使权利 或者啊 那就是为自己的亲人了 当时叫面首行使权利 你比如说武则天 就有这种事 李太后压制儿子 公开要求把权利交给张居正行使 他和张居正什么关系 你也可以说是因为张居正有能力 张居正刚上台不久 李太后就知道他有能力 难道高拱没有能力 龙庆皇帝病重后特意颁发一份文件 专门保养高拱 公开把治理国家的责任托付给高拱 李太后他不清楚 况且 以大臣有能力为由要求皇帝让贤 这样的事简直就是奇谈怪论 你提都不要提 当时谁要敢这么说 相当于篡位之贤呢 你想干什么 所以李太后把权力硬生生从儿子手里夺过去 交给张居正 不能仅仅用张居正有能力这个理由去解释 那么第二个反常现象 冒天下之大不为获得顾名身份的大内总管冯保 为什么没有与张居正瓜分权力 而掌握最高权力的张居正 又对冯保为什么毕恭毕敬呢 历史反复证明了 权力不可能靠收买让动 冯保之所以不敢与张居正瓜分权力 只能是李太后约束了他 那么既然如此 太监冯保就应该对张居正毕恭毕敬才对的吧 事实呢 却相反 这难道张居正讨好冯保 仅仅是出于要他顶雷的权谋吗 不妨说 作为大内总管 冯保是张居正和李太后之间的牵线人 张居正不能不对冯保 恭恭敬敬 关于这一点呢 我在大明首相里有详细描述 大家可以看一看 除了这个理由啊 都无法对这个反常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现在来说第三个反常现象 常言道啊 此地无银三百两 现实生活中啊 会有这种情况啊 有的人呢 他做了某些啊 见不得光的事 因为唏嘘啊 他会莫名其妙的 说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或者啊 做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明眼人呢 一琢磨 突然就发现 这不是不打自招 欲盖弥彰吗 李太后啊 毕竟是女人 到底啊 他沉不住气 他生怕有人怀疑他和张居正的关系不正常 忍不住啊 他就想掩饰一下 结果啊 反倒露了马脚了 有这样一件事啊 当时郑仲向朝野公开说 李太后是和万历皇帝同居一室的 住在一个一个房间里 他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事实公主于众呢 这不符合常理啊 大家都知道 涉及恭维的事情 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堂堂太后的起居 那是不能公开的呀 何况是在公文里头反复提到呢 而且这样的公开对万历皇帝微信是极大的损害呀 表面上 说公开这个秘密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为了说明李太后很尽职尽责的来管束小皇帝 以其治君咬损上 可是啊 这样的公开 不是让人对万历皇帝的品德自制力产生怀疑吗 好像说如果他的妈不和他同居一室 这老弟就会胡作非为 你说这样的公开 有损胜德吧 他为什么反复讲不断提及 他有什么目的呢 连皇帝的品德威信都不顾了 他到底在掩饰什么 第四个反常现象 张居正遭清算 李太后为什么没有劝阻 万历皇帝 曾经迫于母亲的压力 在惶惶圣旨里说 俺妈说了等我三十岁以后再管事 这个意思啊 不料万历皇帝十九岁的时候 五十七岁的张居正去世了 这时候李太后三十七岁 万历皇帝对母亲一向言听计从啊 他清算张居正 李太后为什么不阻拦呢 你可以解释说了 说这个时候万历皇帝成年了 吃本硬了 未必听他母亲的话了 万历皇帝早已成年 可他一直不敢违背母亲的意志 从张居正手里收回权力 这是事实吧 况且 听不听是一回事 说不说是另一回事 历史记载中 从来没有提到过 李太后曾经出面提醒儿子 不要清算张居正 所以啊 以万历皇帝成年了 不再听母亲的话了 来解释为什么李太后 没有阻拦清算张居正 这显然解释不通 据知情人记载啊 说张居正去世后 阎官们 弹劾冯保 万历皇帝就批示说 冯保 免职 到南京去养老 李太后听说冯保 被赶出京城了 就去问呢 这咋回事啊 万历皇帝是这么说的 他说冯保这个老奴才啊 受到张居正的蛊惑 干了太多的坏事 干部群众意见很大 得让他先避避风头 这是他给他妈说的 这个时候啊 还没有指名道姓 说张居正的不是 没有呢 万历皇帝居然说啊 受张居正的蛊惑 这样的话 而李太后似乎也没有反驳 认可了 这番对话传达的信号是什么呢 万历皇帝和李太后 已经达成共识 认为张居正是伪君子 不管是不是这样 事实是 李太后眼睁睁看着 大肆清算张居正 最后还在全国张榜公布 张居正的罪状 这个张榜公布核心内容 你可以理解中 就是说张居正是伪君子大坏蛋 可是李太后 却没有说什么劝阻的话 这和以前的表现 太反常了吧 万历皇帝 他为什么要清算张居正 我们古且不论 这个不讨论在这里头 那么李太后 为什么不劝阻呢 秘密在哪呢 李太后知道了一些 张居正的秘密 至于什么秘密啊 不细说了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奇迹光对张居正的知恩图报 可愧端倪 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件事啊 李太后认为张居正对他不忠 上述这些反常现象 是不是足以说明问题 如果不从人性的角度破解 这些谜团难以解开 不管怎么说 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成立的 历史事件的主角是人 有时候忽略了性这个上部的台面的因素 可能会与历史的真相擦肩而过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说张居正和李太后啊 有暧昧关系 千万不要理解成是在贬低张居正 恰恰相反 是揭示出了张居正善于判断形势 因事利导 驾驭复杂局势的高超手腕 要知道啊 驱逐高股的政变发生后 人心惶惶 传言似起 有说宦官专政时代要来了 有说高义高格勒 为什么吐血而死 是因为大内正在酝酿 太后临朝啊 不是说宦官干政 就是说母后临朝 然而 转眼间 证据稳定下来了 张居正牢牢控制住了 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力 晚年的张居正自己就说 我不是像 是摄 摄政王那个摄 什么意思啊 你不要仅仅把我看作一个首相啊 你太小看我了 我是大明帝国的掌舵人啊 用今天容易理解的话就说 张居正他是大明独资公司代理董事长兼总经理 你光说他是总经理 与事实不符嘛 是不是啊 如果不是张居正采取了柔术 他怎么可能出现这种局面 像高拱那样 知争朝夕 急于埋头做事 可该摆平的人没有摆平 他终归立不住 现实生活也是同样 机关单位 公司学校 甚至一个大家庭 你要想说话算数 要想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就要善于研判 你要看看哪些人最关键 他有什么需求 你要对症下药摆平了 这样你才可能达到目的 你才可能顺利的行使你的权利 张居正 他知道轻重缓急 知道稳定局势的政洁所在 一柔术摆平了李太后 自己啊 才成为国家的掌舵人 开始实展自己的报复 那么张居正掌握了权权后 他的佣人行政是怎么样的 里边的技巧啊 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这个单位啊 不管大小 政府职的选配 那是有讲究的 政府职的关系啊 也是比较敏感的 在人质官场啊 副手和班子成员 那都是上级给选配的 你或者说组织给选配的 人质官场啊 内耗之所以严重 就是啊 一把手他没有这个阻隔权 不过呢 张居正上台后 一系列名案运作 尤其是他摆平了 他摆平了李太后和冯宝 就得以啊 代行大名独资公司 董事长的权利了 他就成为事实上的老板 所以啊 高级经理层的选配 就有他一个人拍板 大名独资公司 董事长刚刚换了六天 政变以训练不及言而之事发生 高宫被赶走 高一连并带下去 见了孔夫子 这样啊 内阁就只剩下张居正一个人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内阁里只有一个人 那是不合适的 大班子配副手的任务 就摆在了张居正的面前 大班子选副手 那可是很大的学问啊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 副手往往猛声取而代之之心 你不要说别的 你就说张居正亲眼所见的 言松和下言 徐杰和言松 高拱和徐杰 张居正本人和高拱 他不都是这样的吗 按照专家伟清远先生的话说 张居正他 真切感到亲密的同僚 也往往会成为 潜在的对手 和致命的敌人 韦老师这么说 他说张居正 真切感到亲密的同僚 也往往会成为潜在的对手 和致命的敌人 所以啊 选副手大班子 需要甚至又甚 张居正不是握有权权吗 那还不是他想用谁就用谁 不行 基本的规矩还是不能破的 你比如说吧 非进士不如汉林 非汉林不如内阁呀 这个惯例呀 高拱他就认为 这个制度有问题 他准备改革 他有这方面的设想 不过张居正 他是尊重组制的 他没有打算改这个 那么呢 张居正要选的副手 把内阁副手 必须是清一色的 汉林官出身 都要点过汉林 那么张居正 选配的什么人呢 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里 内阁里先后 给张居正当副手的 共有四个人 哪四个人呢 吕条阳 张四伟 马自强 申世行 这四个人 其中啊 张居正和吕条阳 他的两人内阁呀 维持三年时间 就两人 后来啊 又增加了张四伟 这个三人内阁啊 又维持了三年 后来吕条阳辞职了 又补充啊 马自强啊 申世行入阁 形成了四人内阁 过了半年呢 这个马自强就逝世了 内阁就由张居正 张四伟 申世行 这三个人组成 一直到张居正去世 这个三人内阁 又维持了三年半左右 那么这四个副手 都是张居正精心挑选的 为什么要选他们 专家伟清远先生 是这么说的 他说张居正啊 挑选同僚的首要条件是 柔顺听命 而不敢顶悟 能对他本人保持忠诚 而张居正 之所以精选这几个人 作为助理 他给他定位为助理 一是因为这几个人 外表上似乎都无突出个性 一无愣角锋芒 二是啊 因为这几个人呢 均有自己历见引进 可以不遇反侧 可以不担心他们呢 反自己 说白了吧 这几位老兄啊 性格啊 都比较温顺柔弱 便于驾驭 那么我们先看看 这个吕余老 吕条阳 吕阁老 这个吕阁老啊 他给张居正 当了六年副手啊 在四个副手中 干的时间最长 正史上说啊 张居正之所以选吕条阳 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人 柔弱圆容 无愣无角 所谓一吕条阳弱 见之入阁 诸位注意啊 泱泱大国的高级领导干部 内阁的二把手啊 恰恰是因为弱 才被选中的呀 有些能力强 性格耿直的人 经常发牢骚 说领导用人不公 老压着我 我能力这么强 确实 能力弱的升迁 能力强的原地踏步 公平吗 不公平 你可是仔细想想的 这不一定是领导小心眼啊 他有的时候是为了减少内耗 不能不这么做 我的意思是说呀 张居正与李条阳弱 而提拔入阁 这有他的苦衷 你选高拱海瑞这样的人物 他不好驾驭呀 内耗不断 哪里有心思工作呀 张居正这个人呢 能力强 还爱操心 又比较严厉 选性格温和 触世圆荣 能力弱的李条阳做副手啊 不仅张居正好驾驭 也有利于协调与各方面的关系 算得上是逐连闭合了 人质官场不得不如此啊 有这样一个材料 有个国家 长期给最高领导层做顾问的人呢 他总结说 他说那些干部 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 并非因为出来拔萃 只是听话 他们熬过来了 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 他们之所以扶到上面 首先是由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 这是人质官场的一个秘诀啊 不过 汉林出身的官员里的能力弱的 也不是吕条阳一个人 那为什么张居正首选就是他呢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是有其他原因 吕条阳和张居正关系不错 吕条阳比张居正大九岁 他虽然出生在广西 但祖籍却是湖广省的大业县 与张居正同乡 不仅同乡啊 出身呢也很相似 都是军户家庭 吕条阳的副祖儿啊 参军到了广西 所以吕条阳生在广西桂林 他比张居正大九岁 可是中进是晚一科 就是晚三年 但是他比张居正厉害 他夺得了一甲第二名啊 也就是俗称的榜眼 这是很了不得的 提拔的时候啊 你隔过榜眼 会遭别人议论啊 相同条件下啊 你隔过榜眼 会遭人家议论 榜眼呢 按惯例不必参加管选 就直接入汉林受编休 这个时候啊 张居正也在汉林院当编休 他们呢 成为同事任了同乡 或许啊 是同事同乡同样的家庭出身 这些因素吧 张居两人关系啊 不错 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喜欢干净 即使穿的官袍啊 为了洁净 也经常洗涤 还有一个原因 张居正选拔 这个吕条阳 入阁的时候应该是想到的 是什么呢 吕条阳啊 非常注重个人修养 他很淡薄 这人最怕出风头 不争功不求利 有了成绩啊 永远是领导的 别人要是说啊 这是你的功劳啊 他就会称狂称恐 满脸不高兴 好像啊 会大祸临头死的 吕条阳啊 就是这么一个人 温顺 不善言辞 他啊 整天不言不语 不喜不怒 今小深微 给人呢 老实忠厚的感觉 他和谁呢 也不十分亲近 也从来啊 不得罪谁 没有谁说他能力强 贡献大 但是呢 也没人说他呀 有什么大磨病 你要用现在的话说啊 这个人呢 团结同志 服从领导 稳重可靠 这是他的优点 不过你别说啊 这样的人呢 官场混呢 还是挺合适的 你要到考核打票啊 什么时候啊 他绝对比那些 天天拼命干活的人 票数得高 哎呀 事实也是如此啊 人家吕老先生啊 你认得正坛波刀兄 我自独坐钓鱼台 他果然呢 就一路顺风 他呀 很早就坐上 礼部部长的宝座了 而这个礼部部长啊 从来就是 隔疗的呀 后备人选 有了上面 这几个因素啊 你可以得出结论 吕条杨会忠诚于张局正 便于驾驭 所以选他做首席助手 顺利成长 当然了 你提名和任命的时候 文件上也好 口头上也罢 绝对不会说 因为吕条杨弱 古尔呢 提拔他 一定是说啊 这个人啊 德才兼备 群众公认 是最合适的人选 肯定是这么说的 那么再看看张思维 张思维的情况啊 比吕条杨要复杂些 他呀 跟张局正啊 同岁 他晚张局正两科 也就是六年中进士 参加管选考书籍试的时候啊 张思维是第一名 毕业后啊 也留在了汉令院做编修 他与张局正也做过汉令院的同事 张思维啊 家世不一般呢 大家知道 张局正家世贫贱 而张思维是典型的富二代 他是山西蒲州人 蒲州这个地方现在没有了 改成这个永济了 在运城下边 张思维他的父亲呢 和一个舅舅 都是晋商中属一属二的人物 当时晋商啊 在国内很有名 有护医商晋商吗 当时都有了 而张思维的自己家和他姥姥家 都是晋商中屈之可数的人物 如果胡润呢 穿越过去搞富豪榜 张思维家和他姥姥家 应该是榜上有名的 而且这个张思维啊 他有个舅舅叫王冲谷 是近时出身的高级的统军干部 叫宗都 还有一个人呢 也是浦州人 这个人呢 叫杨博 他历任立部兵部两部的部长多年 这个杨博啊 是张思维的姻亲 关系密切 这个张思维受他舅舅王冲谷 和姻亲杨博的影响啊 不仅呢 文词不做 而且对国防方面比较有研究 这个张思维的舅舅王冲谷 刚才我说了 他是总督 他和高拱啊 是同榜近视 俩人呢 关系是不错的 是不是他介绍的 让张思维和高拱认识了 有这种可能性啊 而张居正和高拱啊 又是好朋友 这样的话 他们三个人呢 可能就有比较多的接触了 当年 高拱在受命主持 重修永乐大典的时候啊 他提议啊 请张居正和张思维参加 当时的首相徐杰啊 正好有这个想法 所以呢 就派这个二人呢 协助高拱 拖产呢 是拖产的 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 所以高拱 张居正 张思维这三个人呢 当时相处啊 非常好 关系非常密切 尤其是啊 当时的蒙古部落 发生了争风吃醋的投血事件 高拱就抓住这个契机啊 要结束于蒙古的战争状态啊 当然张居正也是同意的 也是协助的啊 张思维当时是高拱 张居正和他的舅舅啊 宣大总督王冲谷的联络员 他在中间啊 穿着引线 因为这件事啊 张思维得到了高拱和张居正两人的赏识 破壳提拔 让他呀 掌管了汉林院 后来呀 又提拔他当什么呢 当立部的副部长 甚至当时还传出啊 要严烂他进入内阁这样的风声 可能因为如此吧 一些羡慕嫉妒恨的人的 就弹劾张思维 张思维就辞职回家了 这个时候啊 高拱和张居正失和的传言 就传到了张思维的老家 山西浦州 这时候张思维啊 就赶紧给高拱张居正写了很多信 来调节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后来高拱下台了 张思维啊痛心疾首 但是呢 他对张居正也很周到 他知道啊 张居正家里啊负担重 张居正孩子很多呀 父母又健在啊 所以他的负担是很重的 他就经常给予资助 正史上是这么说的 正史上说张思维啊 岁时愧问居正不绝 岁时就是一年内啊 给他送礼吧 不间断 一般说 领导就这样的人 还是比较喜欢的 倒未必是因为送礼啊 出手大方 而是觉得人家心里有你 你这样尊重你 你总不能无重于衷吧 何况 张居正本来就很欣赏张思维 张思维啊 本人有才气 张居正啊 也需要有这样的人呢 协助一下 那么 关键就要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便于驾驭了 张思维 他是商人的后代 耳濡目染呢 他学到了商人的精明 他不会抗制犯上的 他知道对什么人呢 该说什么话 这样一来呀 张居正对他呀 还是放心的 以上这些因素啊 应该是张居正提拔张思维当副手的原因 那么现在 就该说说申师行这个人了 申师行啊 是苏州人 比张居正啊 小十岁 重镜是啊 晚十五年 他是那一刻的状元 直接啊 到汉林园 做官了 这个时候啊 张居正还是国字间的私业 也就是副校长二把手 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和高拱啊 正在一起雄心勃勃的筹划着将来当国秉证 振刑中华呢 毫无疑问啊 这个申师行啊 他也是读书人的佼佼者呀 状元呢 你要说他水平低能力差 也不完全公平 但是之所以被张居正看中的提拔呀 首先呢 是因为他有文采 状元嘛 正式上是这么说的 正式上说啊 申师行以文字节之与俱正 大体上类似于当年呢 张居正为首相严松 捉刀代笔这个意思 大体上类似于这个 受到赏识 从申师行后来的表现看呢 这个人从能力上说啊 也比较涌入 性格呢 比较温和宽厚 这几点因素加起来 可能是张居正提拔他的原因所在 至于马自强啊 因为他入隔半年就去世了 是匆匆过客 咱们不提也罢 张居正用的这几个人 事实表明啊 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耍横的 不要说生取代之心 连一句尼尔的话他都不敢说 张居正说东 没有一个人敢说往昔的 张居正如果让他们去打狗 他们绝对不敢去打击 即便如此吧 经常遭到张居正的喝止 也没人敢顶嘴 所以啊 张居正掌管内阁的时候 十年呢 一向战火弥漫的内阁 转而变得风平浪静 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斗 甚至争执 张居正啊 也不必为此耗费心血了 可以集中精力抓工作了 如果说有什么美容不足的话呀 那就是啊 张居正时不时抱怨 自己太操劳了 这些副手们呢 不够给力 这累死我了 你们也帮不上忙 他呵斥这些人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呀 你希望副手们柔顺听话 他们哪里敢担当啊 只好你自己都操劳了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嘛 除了内阁里的副手 还有一个关键岗位 这个岗位 甚至比内阁副手还重要 这个让谁来做 对这个关键人选 张居正是很花了些心思的 可以说这件事 一般人是办不成的 张居正一出手 就办成了 他选中了什么人 是如何运作成功的 我们下次再讲 每个大单位啊 都有人事主管 一般说呀 人事主管 他得是一把手信任的人 如果人事主管 不能很好贯策 一把手的意图 我看呢 他这把交易啊 危险 可是呢 除非是私人公司 否则 你选配人事主管呢 不是哪个人说怎么着 就怎么着的 比如吧 选配人事主管 它是有很多条件的 也是有组织程序的 你不是想用谁就用谁 你再比如 你是一把手 可是你到位的时候呢 前人给你留下来的人事主管 他在呀 资格老 威望高 那你该怎么办呢 张居正上台执政后 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大明帝国的人事主管呢 就是立部上述 为了便于理解呀 我就把上述 直接称为部长了 有人呢 就把立部啊 比作现在的中央组织部 他是有接近之处啊 不过呢 立部比现在的中组部权力要大 你比如说啊 立部他是管全国干部任免的 直到最基层的政权 这么说吧 所有是财政的文官 都是由立部直接管理 你再比如说吧 你从法定程序上来说啊 立部对所有干部的任免 都是直接报给皇帝核定 划圈 皇帝啊 他是仲裁者的地位一般说啊 他主动说要提拔谁啊 你立部去办一下 这种情况啊 有 但是呢 占的比重不大 有时候啊 立部还会给顶回去呢 皇帝说要任命谁当什么职务 立部有时候给顶回去 也就是说啊 绝大多数干部的任免呢 实际上是立部说了算的 所以啊 立部部长就有个说法 叫朝中第一官 他呀是可以和内阁首相 平级平坐的 实际上 内阁首相 如果得不到立部部长的支持 配合呀 他在用人上啊 就没有话语权 他的权威性啊 就会大打折扣 高拱掌权的时候啊 他以首相 兼长立部士 而立部部长杨博呢 他是以 立部部长的直弦 长兵部士 所以呢 高拱下台以后啊 杨博就顺理成章的 就回到立部 主事了 就是立部部长了 杨博这个人呢 资历很深的 他重进士的时候 张居正还是四岁的娃娃呢 杨博在万历皇帝的爷爷 嘉靖皇帝的时候啊 就担任过兵部部长 在龙庆皇帝初期啊 他担任立部部长 这个人呢 很老练 也可以说相当原话 这样的老干部 张居正不好驾驭吧 是不好驾驭 对张居正来说 他要想掌握人事大权 还有一个不利因素 内阁一巴手 虽然被尊称为首相 当时这么称的啊 但是他与唐宋的宰相 有很大不同 从制度上说 首相他不具有人事权 根本不能领导立部 你看 从体制上说 张居正作为内阁首相 他不能领导立部 从人上说 杨博是老资格的干部 他不好驾驭 张居正 要想取得人事大权 也不容易啊 那他怎么办呢 张居正的办法是强调 皇帝管理干部的原则 不能动摇 如果按现在我们简称一下 叫皇管干部原则 不能动摇 所谓皇管干部啊 就是从法理上说 所有干部的任免权 都在皇帝手上 这个原则 大家都是公认的 是吧 这没问题 政治正确 但实际上呢 皇帝他不亲力亲为啊 正常情况下 都是立部研究皇帝画圈啊 张居正为什么要强调 皇管干部的原则呢 实际上就是说 皇管干部 就是我管干部 因为我代行皇权 他是这个逻辑 他强调皇管干部的原则啊 他可不是光说说的 干部任免 你必须送到内阁 由张居正定夺 他还经常主动的拉单子 要求立部 你去办手续 当然这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做的 杨伯呀 无所措手足啊 过去内阁首相可没这么干过呀 他认为 他就以生病为由啊 曾经辞职 非常知趣这个人 所以他在张居正上台不久 就知趣的告老还乡了 张居正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那就要选配一个新的立部部长了 作为朝中第一官 又被称为百聊长 立部部长位置重要 关系重大 张居正当然非常重视了 他很早就开始考虑人选了 因为这个立部部长的位置极端重要啊 从立任部长的情况看 一般说 这个立部部长你要有威望 大家要公认 最基本的要求是公道正派 有经验能试人 当然了 选拔标准程序啊 他有现成的规定 你也可以把这个规定 认为理解为是现在我们讲的政治规矩 或者政治惯例 张居正是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啊 他以皇帝的名义 任命一个行不行呢 可以的 当年张居正入阁 首相徐杰不就是这么办的吗 取特质 这样做是可以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适用法律特殊条款 适用特殊条款 适用特殊条款是有特殊条件的呀 这个时候啊 不具备适用特殊条款的条件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年幼啊 大家知道 他的特质是谁的意思 是吧 很可能会引起一场风波 抗议的 激风的 都会有 风言风语啊 一定少不了 张居正刚上台 他何必自找麻烦呢 是吧 退一步说 他固然可以对风言风语置之不理 但是他选择这个立部部长 还怎么工作呢 大家想象一下 那就要一法一规来操作了 而一法一规 就是要经过停推 停推是什么呢 停推啊 就是中央各部门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 和这个阎官呢 一起开会呢 提名并投票 一个职位啊 选出三名候选人 抱情皇帝从中圈定一人 如果照现在的话说啊 这个停推啊 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发扬民主 走群众路线 有点这个意思 张居正心中有数啊 如果走群众路线 他锁定的人选上不了 那么大家想了 张居正不能取特职直接任命 就只有走群众路线 可是走群众路线呢 又实现不了他的意图 这怎么办 张居正啊 脑子很灵活 当年呢 他为了给企机光面子 他就发明了总理这个职位 现在啊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 他又发明了一个干部选拔程序 叫插额提名 所谓插额提名啊 他就是绕开停推这个程序 不需要大家投票 由内阁提出三个候选人 抱情皇帝从中圈定一人 当然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这是做个舆论砍的 所谓内阁提名 内阁谁提名 那肯定是张居正了 皇帝签定 张居正代行皇权 签定肯定是张居正了 所以他都在张居正一人的掌控中 那么张居正 他提出三名候选人都是谁呢 大家看一看啊 排序第一的呀 叫阁首礼 他的现任职务是督察院的一把手 我们可以简单说吧 督察院院长 这个人岁数大了 71岁 他和杨博是同榜进士 这个人的精力很丰富 他不仅在地方上干了很长时间 担任过河南省的一把手 而且在中央的各个部都做过 处长司长副部长 部长约历啊非常广 行政经验呢很丰富 葛首礼这个人呢 还很廉洁 当年呢 他在礼部做处长的时候啊 有一次啊 考选这个翻译 发生了无比的误案 误案呢 经过测查 经手的干部中啊 唯独主管此事的葛首礼 没有受贿 此事啊 他给领导和同事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呢 葛首礼这个老干部啊 有个性 处事啊 有见地 政史上说啊 他不肯为上 所以仕途中啊 也曾几度去职啊 几度扶起啊 你说这会是张居正心目的核实人选吗 绝对不是 他宁可让杨博继续当立部部长 也绝不会让葛首礼来当 我可以这么断言 那为什么张居正还怕他作为排名第一的候选人呢 这个咱先不说 再看看下一位 排名第二的是朱衡 他现在职务啊 是公部部长 61岁了 这个人 比张居正啊 大哥十二三岁 十三四岁这个样子 重进时啊 比张居正早九年 他当过几个县的一把手 又后来在部院呢 做过处长 司长 在地方啊 做过学证啊 不证实啊 巡抚啊 就很高的职位了 正史上说什么呢 说朱衡 性强直 御事不挠 不为张居正所喜 性格很强 很耿直 御事啊 爱较真 爱跟人家争论抬杠 你这么理解吧 所以张居正不喜欢他 这是正史上说的 这么说吧 朱衡啊 他也不是张居正 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那为什么还把他俩提出来 而且摆在第一第二呢 这有讲究啊 因为这是按政治规矩办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因为当时任命部长啊 他是有惯例的 你前面的部长空缺了 一般来说 后边的部长晚上走走 一般是这样一个规矩 立部他是排在六部 加督察院最前面的呀 其他部院的一把手 都在候选人之列 张居正上台以后啊 已经更换了四个部的部长了 这些部长刚上任 资历很浅 没有资格当候选人 而留下这两个老部长 一个格首里 一个朱衡 他照例 他是在候选人之列 你不能不提 而且啊 这格首里啊 在部长中威望很高啊 做立部部长的呼声也最高 如果是候选人中没有格首里 说不过去 别人一定会说 你张居正做手脚 所以呢 把这个人纳入候选人名单呢 而且排序第一 是按政治规矩办事 也是尊重舆论的表现 大家理解了吧 至于朱衡啊 这个原因呢 跟我们前面说的呀 是一个意思 至此 大家应该明白了 张居正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是第三位候选人 这位候选人是谁啊 他叫张汉 他现在的职务是什么呢 是刘都南京的工部部长 63岁 张汉的资历也很丰富啊 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都做过 这个人不仅是高官呢 他是富翁 他家里啊 可有工厂 咱们经常听历史书上说啊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 说举的例子啊 就来源于张汉写的一本书 所以你看他家开工厂啊 他很富 可以说啊 朝廷的立部部长 是轮不到 刘都的工部部长来做的 大家应该知道 成祖皇帝迁都北京啊 南京啊 被称为刘都 他在那里啊 还保留一套中央政府机构 大家可以想象看 实际上是个咸牙冷差 张汉 他只是南京的工部部长 如果按照排序啊 他就是在南京那个班子里头 也还是排在立护理兵行工后头了 你如果把南京这套班子也列入候选人 你首先应该考虑南京的立部部长吧 这非常现实 你即使南京立部部长不够格 那还有其他几位部长呢 怎么可能轮到排名最后的张汉呢 张汉出现在立部部长的候选人名单里 用现在的话说 那就是黑马 张居正自己就说了 张汉离立部部长的位置远得很 你想想看 如果走群众路线 停推 大家怎么可能推荐到 八杆子打不着的张汉呢 可是 既然八杆子打不着 却又偏偏出现在候选人名单里 不言而喻 张居正就是想用他 不然 他何必冒受人议论的风险 硬把张汉这匹黑马 纳入候选人名单 道理非常简单吗 至此 大家应该看清楚了 立部部长的三个候选人 有两个是张居正不喜欢的 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的 而另一个候选人 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恰恰是张居正中意的 但是 问题又来了 如果按照惯例 一个职位推荐三个候选人 你要排序上报 正常情况下 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实际上是陪榜 最后圈定的是排序第一的候选人 这是惯例 当然你说有特殊情况也有 那怎么办呢 张居正固然可以大笔一挥 代替皇帝圈定第三个人 张含 可是这很容易引起议论啊 别人就会说 你为什么圈第三个呀 是不是他给你行贿了 你卖官把立部部长这个官都敢卖 这还了得 说不定就会引起这些议论啊 当时的人 阎官很厉害呀 你看 够棘手吧 张居正 还有办法 他呀 没有 按照常规啊 逆批示意见 没有 而是等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叫什么呢 叫经验 也就相当于啊 现在政治基地学习的场合 你这么理解吧 当面 他就和万历小皇帝说 当时万历小皇帝啊 十岁了 他说啊 要选立部部长 现在推荐了三个候选人 都很好 哥首里 哥老 是老干部 很正的一个人 可惜啊 他年龄偏大了些 朱衡 资格呢 也很老 资历也很丰富 也不错 只是呢 听到一些反应 他说这个朱部长啊 他有些固执 这说这两个人啊 然后说张涵 这个人不得了 他说啊 品格甚高 文学正事兼长 实堪此任 这是张军顿的原话 他说张涵呢 品格甚高 文学正事兼长 实堪此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张涵这个干部 德财兼备 不仅政治上很过瘾 而且理论水平很高 做管理呢 也是一把好手 是最合适的人选 张俱正啊 接着还说了一句话 不仅很有水平 也很有分量 这句话 我们暂时啊 先不说 这小皇帝一听啊 十岁了嘛 他一听 很志气的娃娃啊 大声说 说立部部长 就让张涵来当吧 你叫他赶紧来上班吧 这意思啊 大体是这个意思 万历皇帝十岁 他处在张居正 李太后冯宝三个人的严厉管束中 他说的话是事先嘱咐好的 还是他从张居正的话里听出来 他倾向于谁 这个都不好考证了 反正啊 他当着高级干部的面 亲口 大声说了 张涵做立部部长 这是事实 张居正啊 这个时候就环视在场的高级干部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啊 各位都知道了吧 是皇帝亲典的张涵呢 不是我张居正定的 对不起啊 各位 还有各位的各位下属 你们都免开尊口 不要议论这件事 就是这个意思 果然呢 立部部长按照张居正的既定人选 顺利推出了 没有出现任何差池 而且啊 也没有一个人提出来 选举程序是不是合法这些问题 你看 领导享用的干部 总是有办法提起来的 甚至大家认为 根本没有可能性的 领导要真心想办的 也是能够办成的 张居正的高明之处还在于 他办成了 还让人无话可说 不是强办的 我是遵照程序的 依法的 这就是水平啊 那么 张居正他向小皇帝说了什么 有分量的话 他又为什么费尽心机 非要提拔张寒 做立部部长呢 我们下次再讲 现实生活中啊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一个关键的岗位啊 一空缺 下边的员工啊 就会议论 不是张三 就是李四 肯定的 可是呢 结果出来了 竟然是王二麻子 人们啊 大跌眼睛之余啊 又窃窃私语 这老兄什么来头 他为什么是他呢 是啊 张居正为什么选张寒 这匹黑马呢 张居正是通过什么渠道 熟悉张寒的 或者反过来说 张寒他是通过什么办法 攀上张居正的呢 我没有证据 张寒他有本回忆录 对这件事 他只字未提 不过我们呢 不必去探究了吧 张居正 对万里小皇帝 说过一句话 点破了他破格题 提拔张寒的用意 张居正怎么说的呢 他是这么说的 原话啊 初期不易 拔之于疏远之中 必亦之图报 必当万倍与横情已 那么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啊 提拔张寒呢 是有点出人意料 他现在的位置啊 立部部长的位置 很遥远 可是 正因为是这样 组织上提拔了他 他的感激啊 就万倍于正常情况下 坐上这个位置的人 那他一定会 拼命报答组织的 这大义是这个意思 提拔干部啊 他用的是组织名义 当时是皇帝的名义 但被提拔的人 心里很明白 谁才是他的恩公 所谓报答什么组织啊 报答什么黄恩呢 实际上是报答提拔他的 那个人 张居正的判断 没有错 立部部长啊 是很重要 也是很敏感的位置啊 有很多讲究啊 当年 架子也很大 这个部长 当年严松当首相的时候 他邀请立部部长商量 干部考察的事 立部部长就给他顶了回去 说这事和内阁没关系 就不老 你老操心了 还有的立部部长 把皇帝任命干部的 这个圣旨都给顶回去 说这人不合适 可是呢 张涵他当上立部部长 一切都变了 正史上是这么说的啊 进退大臣 率奉居正旨 祭出几亿 舆论多不邪 我们先看前半句啊 叫进退大臣 率奉居正旨 什么意思呢 就是高级干部的任免 全听张居正的 就这意思 这句话表明啊 张居正精心运作 提拔张涵的第一个目的 达到了 超常提拔 获得的是超常报答 从此 大明帝国的人事大权 牢牢控制在了 张居正的手里 张涵的角色啊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 是张居正的人事秘书 不仅如此啊 正史上还说 这个什么意思呢 说啊 张涵呢 他不够资格 突然被提拔为 立部部长 官场上的人都明白了 这是一个导向 告诉那些想升官的人 怎么样才能实现梦想 什么能力资历 群众基础啊 这都不重要 要啊 讨好张居正 所以官场上的人呢 越发真相讨好张居正了 大家想想 张居正走的这步棋 是一步大大的高棋吧 张居正执政十年 能够做到另性禁止 行政效率在到空间提高 与他牢牢控制了人事大权 官场上都以讨好他为荣 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而之所以做到这一点 他的点睛之笔 就是出其不意 选拔一批政坛黑马张涵 来担任立部部长 就是这一个举动 那么现在啊 我们回过头来啊 再看看正史上说的 那后半句话 后半句话说啊 既出几亿舆论多不邪 意思是说啊 立部用干部啊 高级干部任用 那当然听张居正的了 剩下的这些小萝卜头呢 就张涵自己拿主意用用吧 得不到认可 大家意见很大 指责声不断 是这个意思 张部长刚刚上任不久啊 就遭到了舆论的攻击 这一年呢 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 要把各部的呀 主事一律调任御史 御史是什么 御史是阎官呢 虽然级别不高 但因为掌握监督权 言论权 是知书可设的岗位 而且御史提拔 它不是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走的啊 它虽然是欺贫 但是它直接就可以提拔成高级干部 一般提拔起来 就是直接越若干级提拔 所以主事转任御史啊 绝对是重用 是办好事的 可是 不知道是张部长 他经验不足 还是处理问题的能力有限 或者是有另外的原因 反正这好事就没有办好 就惹得这阎官呢 对这提出了弹劾 搞得张部长很狼狈 这时候还有一件事 是这样的啊 广西有一个干部 干部考察 或者说按现在的话叫考核 这个时候呢 档次啊 达不到称职要求 对他处理意见什么呢 调检 就是调到一个相对差一些的地方 去做同样的官 结果他把他调到哪呢 他从广西给他调到了江西 这有一个阳官就怒不可遏啊 就上了一份弹劾案 就质问这个张部长 他说难道江西减于广西吗 他说你这不是纯属任性胡来吗 因此啊 他明确要求张部长张涵鞠躬下台 不能再干了 有人呐带头 其他阎官呐就蜂拥而上啊 要求张涵赶紧滚蛋的这个谭张啊 连篇勒堵的就摆在了张居正的办公桌上 其实啊 这不难理解 因为什么呢 因为张涵他当立部部长啊 太出人意料了 或者说大家认为啊 他得到了不该属于他的位置 这个正人君子啊 和奸宁小人啊 都对他有看法 前者啊 认为这个张涵之务来历啊 可能不正 后者啊 很嫉妒 他说我八级领导比你还卖力 凭什么是你啊 所以这个张部长啊 就被搞得灰头土脸 吹头丧气 就递交了辞呈 张居正坚就不批 你好不愿意运作成功的 他不可能批啊 要不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不仅如此 张居正还亲自出面 他替张部长说话了 他这么说的 他说张涵呢 是皇帝预必钦点的立部部长 我要为黄河国家 能够获得这样一个 堪当辞任的合适人员而贺 你看他顶着说 这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 凡是有人公开批评 什么政策或者用人的什么举措 张居正就会拿皇帝 做挡箭牌 说是皇帝决定的 谁批评 谁就是反皇 过去啊 是首相作为文官的代表 和皇帝较劲的 他领着大家和皇帝较劲 现在呢 张居正皇帝是一体的 他就是皇帝 皇帝呢 反倒成了他手里的一张盾牌 他先给你扣一顶反皇的大帽子 那是相当有威慑力的 张居正啊 先这样定了调以后啊 他又说了 他说啊 你们说的那些事啊 确实是存在的 做错的那些事是存在的 可是呢 这些啊 应该是司长处长们 他们的失误 怎么能算到张部长的头上呢 而且这样的区区小事 你们就抓住不放 群起而公之 你使得张部长啊 他财不得展 治不得输 不能报答组织上的关怀 你们居心何在呀 后来他又说了 他说啊 我并不是一味的维护张部长 我是为了维护 用现在的话说吧 我是为了维护 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才不得不出面说话的 这样是张居正出面挡枪 替张涵来挡这个枪 张居正可不是光说说就算了啊 他是果于亮剑的 他说完这番话 他又发出了指令 查一查 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小动作 有什么鬼名堂 就有人打小报告说 他说这是诸恒 公布上述 就公布部长诸恒背后倒的鬼 上一讲我们讲过了 他诸恒啊 也是立部部长候选人中的一个 排名第二 这个朱部长资格老 资历深 又是数一数二的 当时的顶级的水利专家 维人呢 也很率直 他敢说真话 大家都说 朱部长是什么人呢 是勇于认识 敢与直言的正派大臣 正史上也是这么说的 既然这个朱部长很强势 又很耿直 过去啊 他曾经敢把龙敬皇帝 要求办的事给顶回去 你现在他对张居正 比他小那么多 资历比他浅 他不可能乖乖听说 更让张居正烦恼的是啊 这个朱衡啊 白老资格公开妄议朝政 他说什么呢 他说现在什么事都火急火了的 这么下去怎么行呢 要有轻重缓急 要有宽松的政治局面 这大义啊 他这么说 这啊 其实就是明显对张居正的政策 和推行政策的首二 表达不满 张居正啊 对这位唯一一个 尚没有更换的部长朱衡 早就耿耿于怀了 一听说他在背后捣鬼 要求张罕下台 张居正也不想去核实 到底是不是朱衡捣的鬼 就决定对朱衡不再容忍 你不是想让张罕滚蛋吗 我看该滚蛋的是你朱衡 这应该是张居正当时的想法 一向不露声色的张居正啊 对他的一个亲信 心腹就说了 朱衡老奸俱华 笼络人心 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他这个心腹啊 叫李又兹 这个李又兹啊 就心灵神会立即着手去办 为了减少影响面 具体跑腿的 就有内阁的一个文字秘书吧 叫乔秘书 他具体去办 乔秘书啊 就找了一个有 很有分量的员官 叫蔡御史 姓蔡的御史 问他呀 能不能出面弹劾这个朱衡 这位蔡御史啊 他是个耿直的人 他一听说要弹劾朱衡啊 正色道 何人没人 其丈夫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为了讨好领导去整人 这不是男子和大丈夫该做的事 这出事不力啊 碰了钉子 这个李又兹啊 就很着急 他就对阎官进行了梳理 发现有位林御史啊 犯了错误了 利波啊 正在内部研究 要给他扁到外地啊 去做打杂的小官 幼稚一例 估计这位林御史愿意干 果然呢 这个林御史啊 就受宠若惊 欣然受命 当即就写成了一个谈章 他弹劾朱衡 朱部长 要求他立即滚蛋 你要弹劾人 总要指出他错误吧 朱衡什么错误呢 林御史是这么说的 他说朱衡是这样 外围强直 忠实刚毕 他意思是说啊 朱衡外表上看起来挺正直 其实啊 他内心呢 是一个刚毕自用的人 因此这样的人 不适合再继续留在工作岗位 朱衡受到这个弹劾啊 按照惯例啊 就要递辞职报告 张局正没有挽留他 立即照准 朱衡灰溜溜走人了 那么既然是朱衡捣鬼 把他撤职 这事就了了吧 不行 张局正认为啊 那些带头弹劾张部长的严官们 也必须受到惩罚 不然呢 以后还会有人缩散倒死 干扰他的佣人行政 他不能容忍 于是啊 立部督察院 就以各种理由 把几位啊 调门最高的严官 打发到外地去了 至此 这就是该了结了吧 还不能了 不听招呼的 不能用 听招呼的 要给填头 那个蔡御史 他说何人没人 其丈夫是 这个蔡御史 也被找了个借口 外放四川 去做闲差了 欣然受命 弹劾诸恒的这个林御史 本来啊 他犯了错误 要贬斥他的 因为他听招呼啊 不仅没有贬他 还提拔了 大家看看 张居正执政手腕 是不是很强硬 他呀 一手牢牢控制着用人权 一手啊 又严厉承出 他认为干扰他的 用人行政的意见分子 毫不手软 如此一来啊 他做到输一不二 另行禁止 大明帝国 秀吉斑斑的国家机器 在他的操控下 居然高效运转起来了 你没有人 掌握不了用人权 指挥不动人 怎么可能高效呢 明清史专家伟先生说了 他说张涵啊 在张居正的权力天平上 承担着一门轻重救手 指挥如意的砝码角色 张居正啊 一直对于口碑甚坏的张涵 采取了坚决支持和保护的态度 我呀 看过张涵的回忆录 对这个人的印象啊 总体还是不错的 他一当上立部部长 之所以那么多人 站出来攻击抹黑他 除了羡慕嫉妒恨 这样的因素以外啊 其实啊 更大程度上 不是对着他的 是对着张居正来的 张居正 统治首尔严厉啊 阎官们对他 近若寒蝉 不敢批评 他把一个出身意料的黑马 提拔到立部部长的岗位 大家不服气啊 不敢说什么 就啊 睁大眼睛啊 挑张涵的毛病 他想一词啊 来证明张居正 你用人不当 再加上啊 张涵在用人上啊 他任凭张居正摆布 大家啊 对他就有看法 就导致张涵 落了个很坏的口碑 张居正其实明白这一点 你攻击张涵 其实就是对着他的 他对这件事 不依不饶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不管大家认为张涵 是不是得财艰缺 是不是适合干立部部长 那都没有关系 也不管张居正对张涵的行政能力 是不是真的都满意 你大家越是反对 他越要维护 他出来挡枪 这样的干部 你想动摇他 不容易 通过这件事啊 这个官场 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啊 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而且啊 不服不行 你得服啊 你朱衡不服 怎么样 那些阎官们不服 怎么样 说你得服 干部队伍啊 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可以说是服从命令 听指挥 那顺手多了 谁知道啊 张涵这个人 他在关键时刻 却经不起考验 到底啊 张涵怎么经不起考验 张居正 又是如何对待 关键时刻 经不起考验的干部的 我们呢 下次再讲 这个大明帝国的官场啊 高级干部 你除了像海瑞这样的例外啊 巨人出身例外以外 绝大多数啊 都是进士出身 还有啊 一些人点过汉里 这人呢 受儒家意识形态的熏陶 大多啊 比较讲究什么呢 讲究气节二字 也可以说是骨气 气节 常常是啊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应该怎么处理啊 各属己见 争论不休 张居正对此很反感 他说过 多指乱事 多言乱听 你都给我闭嘴 有些人呢 他不想闭嘴 还想说 公开不说 私下说 只要让张居正知道了 就只能 卷扑盖回家 所以啊 经过一番整顿呢 干部队伍总体上 被驯服了 表面驯服 内心服不服啊 这可说不好啊 其实啊 领导心里也知道 可能大家都在装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闹不清楚 是真服从 还是假装服从 口头上说 我要绝对忠诚你 到底是真忠诚 还是假忠诚 这个也说不准 因此啊 领导啊 往往通过关键时刻 是不是经得起考验 来考察一个干部 尤其是啊 那些费尽心机 破格提拔 极力维护的干部 对这方面的要求啊 要更加严格一些 你比如说 力不不胀张寒 张居正 费那么大劲 把他提拔起来 那么维护的 你到关键时期 你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你要经不起考验 那肯定张居正不干 可是呢 张寒就遇到了这样的考验 这个政坛黑马张寒呢 他出人意料地 坐上力不不忍的宝座呀 引起了一连串反应 张居正就说 这人合适 给他无条件支持 官场上的人呢 大多是趋力避害的 他们看明白了 说要是再对张部长张寒呢 说三道四 那要付出沉重代价 大家很快要接受现实 都闭嘴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张寒对张居正 他肯定是感恩戴德呀 如果他当面 向张居正表达过 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要表达这样的忠心 我看那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 无数例证表明 职场上 人情 靠不住 徐杰对张居正怎么样 高拱和张居正好不好 结果怎么样呢 职场上大大协调的领导啊 你千万不要指望 你一手培养提拔的干部 会永远对你感恩戴德 也千万不要因为你 培养提拔了谁 你就可以对他一指气使啊 一五合六 为什么呢 因为人呢 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都是独立的个体 不可能对什么事都看法一致 人呢 又都有自尊心 何况呢 有时候还有利益问题掺杂其中啊 大家可能猜到了 时间一长 这个张涵张部长啊 变心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不好啊 张涵张部长 他是从何时对张居正产生了疏离感 好像是他渐渐感觉到 当人家随意摆布的工具 有点窝囊 更重要的是啊 张涵他作为利部部长 他接触的干部是比较多的 他对官场上的人心 可能摸的呀 比较透 他知道官场上的人啊 私下里对张居正有不少看法 其实啊 谁当领导 下边的人都会有看法 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轻与重的问题 说与不说的问题 这也不奇怪 张居正啊 他要求统一思想 要求另行禁止 提高效率 他指挥工作啊 有雷厉风行 对人呢 又比较严厉 这让很多人呢 不适应 而再加上呢 张居正本人呢 在连接从政上啊 滤脊不够严 特别喜欢听奉承话 所以啊 对他私下议论呢 就比较多 张涵呢 不可能听不到这些私下议论 他对张居正也有看法 虽然 他是张居正 强硬手腕的活跃者 却对张居正的强硬手腕啊 不太认同 对张居正动着呵斥 对他一直气使啊 有些受不了 我前面曾经讲过 知情人说张居正 一直抬身 如奴隶啊 大体上啊 是张居正啊 嫌这些人能力不行 不给力 就着急 压不住火 而且这些人呢 又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说话啊 不太注意方式 不那么客气 可是这些堂堂的高级领导干部 许多比张居正 资格老年龄大呀 也都是有自尊心的人呢 哪里受得了这个呀 你比如张涵 他比张居正大15岁啊 他中进士的时候 张居正才10岁 而且张涵你看 做过公部主事 做过知府 部政使 大理四清 曹运总督 梁广总督 刑部副部长 兵部副部长 南京工部部长 资历多丰富啊 你张居正对他 一直气使 他心里不好受 可是呢 由于张居正的权力维护 对他信任 张涵这个部长的位置 做的呀 还比较稳 比较长 越长越不是好事 慢慢的呢 张涵就琢磨和张居正 保持距离 甚至要划定界限了 但是张涵也知道 张居正全权在握 不容稍有意志 他怕他 不敢硬顶 于是张涵就想出一个策略 装傻冲愣 万历五年呢 是一个会士 就是可考的会士 张居正的两个儿子 都中了进士 一个还当了榜眼了 这个事儿啊 引起了一些非议 据这个张涵自己回忆说 张居正本来呀 是想让他一个儿子 当状元的 结果呢 只当上了榜眼 张居正就不满意 他认为啊 他是主持会士的 内阁二把手张思维 他不够意思 他还在张涵面前呢 发现了几句对张思维的不满 可见呢 张居正一直啊 把张涵当成自己人 张居正可是深有诚服啊 他在张涵面前 指责自己的内阁副手 是什么意思啊 当然有用意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星科进士出炉了 要点汉林 这个事儿啊 是由张涵主持的 张居正啊 顺势都说了 他说 猪毛不错啊 你注意一下他的试卷 他先说 张思维不够意思 那就逼着你 张涵张部长 你得够意思 是这个意思 张涵心里就不大高兴 他自己记录的啊 回忆的 觉得如此严肃的事儿 你张居正怎么让我走后门呢 他就嘀咕说啊 他说卷子是蜜蜂的 奶份是猪毛的 我看不出来呀 装傻充愣 张居正就满脸不悦 就训斥他 蜜蜂 蜜蜂试卷的人 不是你挑选的 他可能说话 比这还要严厉啊 张涵听吧 低头不语 不敢顶撞啊 心里却嘀嘀咕咕 他说 思想瘦瘦的事儿 不能干 刚看了第一个试卷 张涵觉得不够格 他的副手啊 立部的副部长啊 姓陈就上来说 哎 他说这就是 朱某的试卷 张涵呢 不说话 故意把这份试卷呢 放到 落选的这个架子上 结果呢 张居正打了招呼的 这个朱某啊 反倒落选了 这怎么向张居正交代呢 张涵呢 就装傻冲愣 他说坏啊 就坏在我的副手找我 他说这是朱某的卷 我呢 就以为 他可能受了谁的请托 故意让我录取那个人 我就认为 那份试卷 根本就不是朱某的 所以呢 那就不好意思了 领导的意图没有观测好 这张涵呢 就给张居正 检讨了 其实是装傻冲愣了 张居正心里 肯定不高兴了 但是呢 他也没有 给张涵穿小鞋 自己人嘛 是吧 还是要信任的 张居正啊 他不相信张涵呢 敢耍弄他 不是原则性 全局性问题 不必斤斤计较 因为这些 非原则性问题 你把张涵换掉了 那你不是让外人 看笑话吗 所以张居正 他不会这么做 领导最关心的是 你关键时刻 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 这才是检验下书 是不是忠诚的 试金石 不久啊 这样的考验 还真就来了 这件事啊 后面我们专门会谈到 这里我简单说一句吧 也就是啊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习惯呢 张居正应该回家奔丧 守校 当时啊 叫做丁优 不过呢 不管什么原因吧 张居正不太想回家奔丧 丁优 可是像这样的话 张居正他自己是不能说出口的 他不能说他父亲去世了 我不回家给他奔丧 而且他还要说啊 我坚决要回家奔丧 这个善于揣摩的干部啊 当然就会表态 说张居正不能回去奔丧 这些不明就里的干部呢 他觉得应该帮助张居正啊 实现他回家奔丧的愿望 坚决支持他回家奔丧 大家都乱了套了当时 现在啊 就是考验每个干部 是不是政治上可靠 是不是真心拥护 他张居正的时候了 领导遇到麻烦了 就要看下属的表现了 那不用说啊 广大干部中最有影响力的 谁也超不过力部部长张涵 这个时候啊 张居正最希望 最需要的就是张涵 义无反顾的站出来 大声疾呼 黄和国家一刻 也离不开张居正 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回家奔丧 这是张居正希望听到的 可是张涵呢 沉默了 他不吭气 这让张居正很失望 他就命人呢 给力部送了一份公文 公文里说啊 他说我某日接到 父亲逝世的 辅文请查收 这力部接到这个公文呢 就请示张涵说 请示部长了 说这怎么办呢 怎么回复啊 张涵心里非常明白 这是张居正在暗示他 甚至在给他施加压力 是要求他啊 赶紧带头挽留张居正 反对他回家奔丧 张涵呢 就找到他的副手啊 有个姓何的 何副部长 他商量 他说张居正 丁优的事 应该礼部来办呢 为什么给我们不来函呢 他也是装傻充愣啊 何副部长就说了 丁优守志 天经地义 张涵一听啊 是这样 于是啊 他就说了 他说莫名其妙啊 高级干部家属的丧事 该礼部管 应该有礼部去查一查 按照惯例 应该如何扶序啊 这事和利部没有关系啊 他就在这装傻充愣 他不吭气 让张居正 怒不可遏 在他看来 张涵没有经得住考验 这属张居正啊 一点不客气啊 立即勒令张涵 滚蛋 利部何副部长啊 继有关人员 停发工资三个月 你当然他理由 不是说张涵不听招呼啊 不挽留张居正 不是这个啊 而是啊 指使阎官呢 借他故弹劾他 这是正史上说的 从这个何副部长 和有关人员 连带被罚奉啊 被处分啊 这个阎官的弹劾啊 应该是抓住了张涵工作上的失误 或者说立部工作上的失误 如果是以前呢 阎官呢 如果敢以工作失误为借口 弹劾张涵 受处理的绝不是张涵 而是弹劾他的阎官 这次呢 张居正一点面子也不给张涵留 霹雳手段 断人勒令张涵 滚 事实证明啊 领导费尽心机提拔起来的干部 不管是不是称职 不管口碑如何 群众嫌要动摇他 没那么容易 要出问题 只能出在这个干部本人身上 而最为领导所忌讳的 就是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 可是这次张涵呢 挺起了腰杆了 他呀 找张居正 要跟他告别 他说啊 我见你接到复文呢 痛哭流涕 我还以为你一刻也不愿意停留 要回家奔丧呢 我呢 是想帮助你完成这个心愿的 谁知道啊 你的表面和真实想法是对立的 哎呀 这个啊 是嘲讽张居正的 张涵自己回忆说啊 他说张居正听了这话以后啊 哑口无言 大汗淋漓 张涵呢 最后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走了 山野之人和你在台上的当权派 不再来往了 你看他这时候腰杆很硬啊 通过张涵的提拔和撤职 你可以看出张居正提拔维护和抛弃一个高级干部 丝毫不沾前骨后 绝不拖泥带水 名史专家韦老师啊 他感叹说张涵是张居正的自己人呢 就因为不带头表态 遭立即撤职 不容骗可缓 他是有些啊 说张居正啊 做这个事啊 太绝了 太过了 他批评张居正的意思 专家是专家 领导是领导 领导高无见领啊 你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 这样的干部 必须抄的忧郁 就是不容骗可缓 这就是对经受不住考验干部的惩罚 他更是啊 对其他干部发出的警讯 他等于告诉大家呀 注意啊 要及领导之所及 不能用丝毫的忧郁动摇 不然的话 张涵就是你们的牵车之剑 你看张居正对朱衡啊 张涵啊 可以毫不手软 用霹雳手段打发教 对海瑞啊 则是另外一种方式 对奇迹光呢 就是爱护有加 该保护呢 保护 该批评教育 他也批评教育 还有一类干部 他既不同于朱衡张涵 也不同于海瑞 更不同于奇迹光 对待这类干部 张居正可是要花些心思的呀 而对待这类人 才最能体现出张居正的首尔 我们下次再见 领导啊 也是人 大家都有啊 同学朋友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 同学朋友间地位景欲 他也会慢慢拉开距离 有的呀 可能是高官显贵了 有的呢 就还在底层挣扎 你即使同时进入职场 发展呢 进步啊 也不会起头并进 我们中国人呢 是讲究意义的 人意理智信 这是儒家常导的 排在第二代啊 就是一个意子 你比如说 同班同学 你官做大了 就对别人呢 不理不睬 这不合适吧 大家就会说 这个人呢 不够意思 或者说啊 不仗义 但是 情况是复杂的 你比如说 你做了高官 你的一个同学呢 他是搞自媒体的 很有名 他呀 和你套进步 你该怎么办 你和他很热络吧 万一他要惹是成非 你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你故意疏远他吧 万一他一怒之下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来坏你的名声 这不也很可怕吗 我上来啊 先说这么多 看似无关的内容 是想告诉大家 处理这个同学 朋友间的关系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也是考验一个人的 智慧和手腕的 张居正 掌控人事的手腕 很高超 而最能体现 他的高超手腕的呀 莫过于处理 与他的同学 王世珍的关系了 王世珍这个人呢 我们多次提到过了 他可不是一般人呢 现在呀 我们说到王世珍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了 但是呢 如果说到金平梅这本书 许多人是听说过的 尽管吧 看法现在还不一致 但是王世珍是金平梅的作者 这个说法啊 至今那还是个主流说法 我认为 我本人就认为啊 王世珍是金平梅的原创者 这个具体就不展开说了 我写过一本书叫 明朝大书生 这本书里详细写过 张居正啊 与王世珍是同胀进士 这两个人呢 都是有远大志向的 但是 他们两个人呢 按照《红灯记》上的一句话 他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啊 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观察 第一阶段呢 是各自为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时候啊 张居正有意疏远王世珍 王世珍呢 他有志于做大明的杜甫 司马迁 这是他的理想 他要成为啊 名垂青史的顶级文人 张居正的理想 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 他是入阁拜相 治国安邦 成为顶级高官 也要名垂青史 有大志向的人啊 不会对现实中的问题 舒适无睹 刚刚进入官场啊 像张居正 王世珍 他们对现实都很不满 但是呢 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张居正啊 他是通过组织渠道 提交意见建议 王世珍呢 他不是这样 他是通过啊 写诗 作文 来表达不满 他呀 还组织了小团体 经常聚会 疾风施政 按现在的话说 就是批评 黄河国家领导人 王世珍呢 他也看出来了 张居正 不是一般人物 所以呢 非常想和他套近乎 不时的就邀请他 参加他组织的饭局 张居正呢 都晚言谢绝了 王世珍后来 在给张居正 作传的时候啊 是这么说的 别人的 别人都已能参加他的饭局 未容 独居正 毅然不屑也 这是原话 一个呀 称呼很深 之所进退 一个啊 财高气傲 锋芒碧露 虽然路数不同 却又 宜区 同工之妙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啊 这两个人 年纪轻轻啊 就向着实现自己的理想 迈出了一大步 两个人呢 都在某种程度上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到了嘉靖龙庆两朝 新老交替的时候啊 这时候重近是刚刚二十年 张居正和王世珍呢 这时候都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张居正他以四十出头的年纪 入国拜相了 比他小一岁的这个王世珍呢 成为文坛领袖 在国人的心目中啊 就相当于现在说的文化界首席大位 我顺便说一句啊 那时候所说的文坛 跟现在啊 不一样 首先呢 它范围不一样 我们现在说文坛呢 主要是指的文学艺术 那时候不一样 那时候包括现在所说的 什么政治理论啊 学术研究啊 像什么历史啊 什么书法啊 书画啊 诗词歌赋啊 等等都包括了 而且呢 那时候没有官方组织的 什么文化团体 什么文联呢 作协也没有 文坛的名流也好 文坛的盟主也好啊 都是获得民间广泛认可 博得的声誉 不是谁 政府封给他的 没有这一说 张居正啊 是因为和领导的关系 处理的好 仕途顺遂 王世珍呢 恰恰相反 是因为得罪了领导 声望大涨 听起来这有点奇怪吧 不奇怪 因为在第一制时代啊 敢于和当权者抗争 往往给文人啊 带来铭记 王世珍呢 就经常说 他父亲 为什么被杀了 就是因为他得罪了领导 他这么说 他这么说 固然是在表达 内疚的情感 但是也是一种策略 这有利于啊 提高 他在文坛的声望 王世珍呢 是在复经上访途中 在德州 听到张居正 入阁败相的消息的 他的父亲王宇 六年前被斩首了 家庆皇帝一去世啊 王世珍就立即启程 到首都上访 要为他父亲深渊 一听说这个老同学 张居正 入阁败相了 就急忙写信 表示祝贺 当然了 他顺便也提出了 一个请求 希望啊 这位老同学啊 促成为王府 造学一事 多年来呀 张居正是有意 输养王世珍的 这在前边我们说过 这两个人呢 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突然间接到王世珍的信 张居正啊 不打算理会 他没有回信 这个时候啊 王世珍的名气啊 已经很大了 张居正为什么 还这么冷淡他呢 我说过了 张居正啊 一向精于研判形势 他知道啊 王世珍与内阁首相 徐杰关系不错 据说呢 还是远亲的 而徐杰与高拱 正在激烈争斗 他是在这个背景下啊 如果张居正插手 为王世珍父亲 造学这件事啊 会不会卷入 徐杰和高拱的争斗呢 张居正是打定主意啊 要在徐杰和高拱的争斗中 做闭上关的 不能因为王世珍的求情啊 就动摇自己的策略 况且啊 这个时候的张居正 他对王世珍无所求 也没有什么可怕他的 因此啊 尽管王世珍的名气很大 但张居正仍然有意疏远他 这是第一阶段 他两个的关系 第二阶段 张居正 以绝技取代高拱 他出于笼络人心的目的啊 有意啊 在王世珍那里啊 卖人情 王世珍的上访啊 在徐杰的帮助下 达到了目的 他父亲呢 平反的事解决了 王世珍出来工作的事呢 也就解决了 啊 他呢 也出来做官了 王世珍这个人呢 毕竟有股书生气 啊 张居正官做大了 你脸老同学的信也不回 如此冷淡他 王世珍呢 也就不好 在第三下子 巴结张居正了 可是呢 不久 徐杰下台了 被王世珍认做仇人的高拱 复职了 啊 他为什么认他做仇人呢 这个我们都不展开说了 这个高拱复职 监长力部 事实上成了大名的当家人啊 这个人雷厉风行 他要大杀官场 拖他 卫靡之风 这王世珍呢 就有些紧张了 他老拖着不去上任呢 磨蹭几个月都不走 一听说高拱上任了 马上给他发个紧急通知 赶紧走 所以呢 王世珍就有些紧张 加上啊 王世珍呢 他一直没有得到理想的官位 他还想通过关系 活动一下 他知道啊 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不错 就非常想啊 和张居正建立起联系 这是王世珍这边 不过呢 王世珍也没有直接联系张居正 而是通过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汪道坤 汪道坤呢 和张居正 王世珍呢 都是同榜进士 这个汪道坤呢 是徽商出身 有商人的精明 他考进士的时候啊 与张居正考的是同一个专业 十个人 当时叫一房 叫礼房 后来呢 他在张居正家乡啊 做过官 做过高官 对张居正家里非常照顾 这两人的关系啊 一直都很铁 王道坤不仅官升得快啊 他还希望在文坛 占一起之地 他就有意啊 加强了与王世珍的交往 希望王世珍呢 在文坛上能够提携他 而王世珍呢 则希望王道坤呢 在张居正那里啊 为他美颜 这两个人关系啊 就迅速升温 有一天呢 因受到这个南京几位阎官的攻击 王世珍呢 非常烦恼 正在这个时候啊 他收到了首都老同学 兵部副部长 汪道坤的来信 他展开一看呢 一股暖流 涌上心头 这为什么呢 因为啊 汪道坤在这封信里 告诉王世珍说 刘都啊 这几位阎官对你进行攻击 张居正为你辩护 而且呀 他极力在高宫面前推荐你 你想想 王世珍能不激动吗 他呀 就急忙给张居正写信 表达感激之情 不久啊 王世珍还收到了张居正的回信 这个信呢 原文呢 我就不读了 我把他的意思说一说 张居正的回信呢 第一层意思是 安慰王世珍的 他说啊 那些人攻击你啊 是嫉妒你的才气和名气 你啊 不要耿耿于怀 要相信公道 自在人心 这话 第二层意思说了 说汪道坤告诉你 我替你在高宫面前 说好话的事啊 我是替你说好话了 但是呢 并不是为了在你那里 世恩埋好 只不过呢 学学古人 那举不必亲而已 你想想这话 那举不必亲啊 等于他就 把王世珍 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 你看这个话 一下子把两个人关系拉近了 第三层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谭心的话 他说了 像你这样的精英 不能随意使用 现在这个复杂的情况下 你正好啊 可以韬光养晦 等待着被重用的时机 所以啊 你务必自重 小心 他是这么着 给王世珍 回的信 高拱曾经回忆说啊 在他奸掌力部期间 刚开始的时候啊 任免官员呢 都找张俊正商量 可是后来他就听人说啊 每用一个人 张俊正就婉转告诉那个人 你的提拔啊 是我在高拱面前 替你说的话 每处理一个人 张俊正啊 又会私下告知那个人 他说啊 是我在高拱面前的 替你说的情的 查一下张俊正的文集啊 还真发现不少这样的情况 你比如王世珍就是一例 这也不难理解 张俊正他要取代高拱 他需要收卖人心 这是他的谋略 这招啊 很见效啊 文坛领袖王世珍就坚信 是张俊正保护了他 他给人写信这么说 他说啊 我的老同学张俊正啊 知我护我 高拱对我也就不再迫害了 他这么说的 王世珍以感激的心情啊 陆陆续续给张俊正写了不少信 但是 这之后啊 张俊正就 没再给他回信 那为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情况 张俊正的确是要 想取代高拱的 但是 他从来没有和高拱 撕破脸 这两个人的生死之交啊 保持终生啊 这个时候 张俊正正在和冯宝谋划着 推翻高拱 他呀 不想和骂高拱的王世珍多联系 免得留下什么话饼 但是呢 他也不愿得罪王世珍 还要笼络他 他就通过汪道坤 转达对王世珍的关切 这时候啊 汪道坤在信中又转告王世珍了 原信的话是这么说的 说 江陵相公婆贱许 一位耀龙中物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我们的老同学张俊正啊 对你赞许有加 视为难得的宝贵人才 就这意思 王世珍兴奋不已啊 对张俊正越发感激了 他把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啊 就寄托在老同学张俊正的身上 所以啊 他听到首都发生政变 张俊正取代高拱成了首相 非常兴奋 就给徐杰啊 附识一手 表达喜悦心情 又写信呢 向张俊正表示祝贺 还送了贵重的礼金 这次呢 张俊正给王世珍回信了 这封信呢 也都是很深奥的 什么蝶如花寒 深贺雅情 等等等等啊 这我都不说他的原文了 说说他的意思 这封信第一层意思是说啊 王世珍一再给他写信 他表示感谢 第二层意思是 为王世珍这样罕见的精英 长期受到压抑 他感到惋惜 第三层呢 意思是说 现在好了 我呢掌权了 你啊 就有了实战才华 实现报复的机会了 第四层意思啊 只有这样几个字啊 就是性努力自爱 这几个字啊 大有深意 值得玩味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最后一层意思是什么呢 他感谢王世珍 赠送给他的贵重礼金 说兼致真必其所敢当 王世珍呢 接到张俊正的信 就别提多高兴了 他在给汪道坤的信中啊 洋洋自得的 就把张俊正称为知己 除了激动啊 王世珍也有几分自负 他的名气很大呀 大到没有谁敢不证实他 到了龙庆末年呢 王世珍一世独霸温谈 如果谁的文章啊 有幸受到王世珍的片岩击赏 身价周期 你要是画家 王世珍要跟你说 这画不错 那你本来能卖一百块钱 你可能就能卖一千万 就这意思 既然这样 只要他王世珍一出山 那知己 张俊正还不得给他一个满意的位置吗 这可能是王世珍当时的想法 大家回顾一下啊 刚进官场时候的王世珍呢 那时候他只是刑部的一个小主事 首相严松啊 欣赏他的才华 屡屡和他掏进虎 他呢 却让严松热脸贴了冷屁股 如今呢 王世珍已然成为 名满天下的温潜领袖了 可是呢 他却主动遇自己的同龄人张居正 掏进虎 写信送礼啊 非常殷勤 听到张居正夸赞他两句啊 王世珍啊 竟然有几分得意 他希望并且相信 老同学心知己 张居正 会给他安排一个满意的位置 瞧 踢到了张居正的脚下了 掌握着用人权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 对王世珍这样的人 用不用呢 政坛一哥和文坛一哥的关系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 才是考验张居正掌控人士的手腕的时候了 那么张居正是如何与王世珍互动的 他的手腕如何 我们下次再讲 职场上啊 用什么人 不用什么人 什么人能得罪 什么人不能得罪 领导心里啊 都是有数的 对能得罪的人 好办 你不听招呼 吵你犹豫 对不能得罪的人 有些啊 也好办 你比如海瑞吧 被他打发的远远的 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啊 都会暗自高兴 不会因为 不用海瑞 引来什么大麻烦 对有些不能得罪的人呢 你粗暴的打发的走 那就是得罪他 得罪了他 后果很严重 在张居正的心目中 王世珍就属于这种不能得罪的人 同时呢 也是他不想用的人 既不想用又不能得罪 那怎么办呢 张居正有办法 就在啊 王世珍眼巴巴的等着老同学心知己 给他安排一个称心如意的光位的时候 日理万机的张居正正在为如何安排王世珍而绞尽脑汁 对于王世珍的贫贫是好啊 张居正自然是欣慰的 但是如何安排王世珍 这是一个难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居正的真实想法是 王世珍这样的人不能用 张居正说过 文章华美 可以欲乐人心 但是不能安排之国 王世珍不是他心目中的实干家 不仅如此啊 张居正对那些喜欢指手画脚 贫头论足的人 内心啊 充满厌恶 而王世珍他是有过前科的呀 他对待严松 简直就是蹬鼻子上脸呢 对此 张居正最清楚不过 他不能保证王世珍不会再犯 这样的人张居正怎么会享用他呢 好办呢 现在王世珍也和海瑞一样 都在家里赴贤呢 既然你不起用海瑞 也同样不起用王世珍 这不就结了吗 不行 像对待海瑞那样对待王世珍 要惹事 王世珍名气太大呀 粉丝太多 是天下第一大位啊 你得罪了他 差不多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啊 他登高一呼 群起响应 谁受得了啊 还有 徐杰曾经说过 王世珍是会用笔杀人的 张居正很清楚 严松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奸臣形象 王世珍的刻画宣传 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王世珍呢 他一直有志于做大名的司马迁呢 你得罪了他 谁知道他会把你写成什么样啊 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形象 说不定就有他来定格了 所以 得罪王世珍 得不偿师 大可不必 那就只好启用王世珍了 给他安排一个满意的位置 不就行了吗 不行 看不上不想用的人 反而给他安排称心如意的位置 这什么道相啊 张居正不会干 经过反复斟酌 张居正做出了决断 分析张居正对王世珍的安排 应该是这样一个套路 首先不能惯着他 轻易满足他的胃口 以免陷入被动 其次要考验和利用他 第三 不能让外界和王世珍本人 说出什么话来 要给人留下一个张居正 特别重用王世珍的印象 要同时满足这三点 难度太大了吧 那要看谁来做了 张居正就能做到 张居正执政几个月后 身在太昌的王世珍 接到了首都的任命状 王世珍一看 不尽大失所望 他的新职务是湖广暗茶室 湖广暗茶室 相当于湖广省的省委常委 兼政法委书记兼纪委书记 兼监委主任 括号正省级 几年前 王世珍就接到山西暗茶室的人命 他当过这个职务 是在山西 那时候他就很不高兴 磨蹭了好几个月 他就不去 高拱付出 整齿立志 给他发了紧急通知 去不去 不去 马上撤职 那意思 王世珍才去的 去了也只干了几个月 在那里头 你想想 那时候王世珍就不愿意干这个差事 何况今天呢 老同学心知己 未免太不够意思了吧 这不耍我吗 王世珍想必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一连写了四首诗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鸡肋探浮明 王世珍的老臭蛮腹 视这个湖广暗插室啊 为鸡肋 这呀 是张居正预料的到的 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忙得不可开交的张居正 及时的给王世珍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呢 以自己人的口气 向王世珍解释了这次任命的原因 大意是说呀 今年是乡市之年 啊 我们湖广省啊 很闭塞 您呢 是文化界大师级人物 想借着您的威望啊 财气啊 到毕省啊 去主持乡市 出考题 兼乡市 我也知道啊 这样的安排委屈你了 但是我可以向你教个底 教什么底呢 有这么八个字 外台支县 直战介尔 意思是啊 叫你去当这个地方官 就当是我张居正 为我的家乡临时借用你这个大师一下 一旦乡市结束 就会给你安排一个好位置 所以啊 你不要意气用事 赶快去上任吧 我心里有数 大家听听 这王世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王世珍心里虽然不高兴 但是还不能不去 你不去会不会让人觉得 你自己不是台具啊 所以啊 他告诉朋友说 去湖广担任安查使 恕不得已 但又五词已对 不想去就不能不去 你看看 初次交手 张居正就赢了一个回合 王世珍一到武昌 巡抚就告诉他了 说啊 张居正给他写信了 嘱咐一件事 说今年湖广乡市的题目啊 请王世珍来出 按照制度规定啊 兼乡市是安查使的指责 出考题是不证实的指责 王世珍一听 嗯 不错 张居正这位老同学 心知己的话是真的 他就是要借我的名气啊 给他的家乡 长长脸呢 在王世珍看来啊 哎 这张居正有点求他的意思了 那既然这样 他觉得自己啊 就有了撒娇的资本了 他就给汪道坤写信 他说啊 尽管我不愿意来武昌 但是我还是来了 既然说是借用我一下 那就不能按照一般的按查使来要求我 年底啊 这些地方的官员呢 都要到北京去述职 当时叫上纪 要接受组织考察 我不去 撒娇了他 这当然呢 是说给张居正听的 张居正内心怎么想的 不好揣摩啊 他呢 又给王世珍写了封信 这封信呢 很够意思 他说了 得到王世珍 辅任履职的消息啊 很高兴 毕省的乡事 由于你老兄这样的大师出面主持 必定为天下之冠 这真是毕省的莫大荣幸啊 然后又说了 按查使按照规定应该到首读 数值 听汪道坤告诉我说 你不愿意来 也罢 我考虑啊 先按照资历 给你晋升不证实 过渡一下 然后再到中央工作 你看 这么说的 先过渡一下 王世珍一看 哎呀 非常高兴 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难题摆在了王世珍的面前 家住荆州的张居正的高堂老父 七十寿臣到了 按照王世珍的做派啊 不讨好八戒权贵那是原则 那么该不该为执政着的父亲祝寿呢 王世珍 最终写了篇祝寿文 充满了阿谀奉影之词啊 已经去世四五年的严松 如果地下有之啊 那要羡慕死张居正了 当年他非常非常希望 小伙子王世珍呢 能给他写篇东西啊 王世珍都断然拒绝了 你看这时候 王世珍却主动为当权者的父亲 写下了充满讨好的祝寿文啊 他是天下的温坛领袖啊 他写什么东西 那可不是一般的一篇文章 那么简单 以王世珍的声望 和他一向对当权者的态度 如今能够给张居正的父亲 写祝寿文 那让张居正感到非常非常满意 像王世珍这样 一向对执政者贫头论足 说三道四的温坛领袖 国中名流 对张居正啊 不仅没有非议 而且呢 通过这个祝寿文 就等于公开表达了 公顺服从的态度 说明张居正 对付这类人的手法 是成功的 有效的 张居正利用 考验王世珍的目的 达到了 那么王世珍的目的呢 他想要的满意的职位 张居正会给他吗 新职务说来就来了 广西不证实 如果硬和现在比啊 不证实 大体上接近于生长 很明显 这还是个地方官 而且是在偏僻的广西 不过呢 张居正事先 已经向王世珍 交个底了 说啊 这只是过度 所以啊 王世珍接到这个消息的反应啊 是呼救一味欢 他觉得啊 张居正在一步一步的 兑现自己的承诺 所以啊 他呼救一味欢 非常高兴 但他也打定了主意 我不去广西上任 王世珍 不愿意进京述职 张居正没有强迫他 不想去广西赴任 张居正也认可了 批准他呀 回家休息 以张居正的执政风格 要是一般人 非朝他犹豫不可 对大卫 王世珍呢 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啊 还是比较宽容的 王世珍一路上游山玩水 接见粉丝 悠然而行 尚未到家呢 就接到了对他的新的任命 泰普斯清 泰普斯啊 就相当于现在啊 国院直属机构啊 这种性质 他管理啊 养马户啊 草场啊 马匹啊 供应等等 当时最好的民用军用交通工具 那是马匹和马车呀 打仗时呢 更立不开战马呀 所以这个机构啊 也不能说不重要 不仅如此啊 这个机构啊 还可以创收 卖马呀 什么的 一年的收入也不少 王世珍呢 就是这个机构的一把手 叫泰普斯清 从三平 当时啊 属于小九卿之列 大九卿小九卿 当时是这么说的 他是小九卿之列 政治地位啊 比不正史要高 那么王世珍对这个任命 会满意吗 回到首都工作 是王世珍的向往 卫列小九卿 面子上啊 也过得去了 王世珍呢 就愉快地上任了 他到北京上任以后啊 王世珍小心翼翼的 维系着与张居正的 所谓直己关系 一向对当权者抱有 抵触批评态度的 轮瘫领袖王世珍 对张居正没有公开提出过 片眼之字的负面评价 可是呢 王世珍在首都工作 仅仅半年 突然之间就接到了 外放的任命 这个职务是什么呢 叫运养巡抚 在明朝中期 中后期啊 这个时候的巡抚一职啊 他还不是一个固定的职位 也不都是省里的最高领导 你比如说大同啊 宣抚啊 保定啊 昌平啊 都是有巡抚 运养巡抚 治所啊 在现在的实验室 辖境啊 最大事啊 能达到今天的厄狱穿闪 四省批连 地域内的九府七十一州县 云阳巡抚啊 怎么解释呢 大家可以这样想象 就像地方设立的新区管委会 啊 下边的乡镇行政隶属上啊 他还属于原来的各自的曲线 日常管理呢 是由管委会行使 你比如说吧 张居正家乡的荆州府 行政隶属关系是湖广省 但是呢 他属于蕴阳巡抚痛下 王世珍竟然好不容易回到首都 刚刚半年时间 为什么又突然外放了呢 这应该是张居正一种防范措施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证据啊 比较微妙 人心不服 不得不严密防范 比如说吧 公部部长朱衡 就被认为对张涵当立部部长不服计 被撤职了 王世珍呢 写事为他送行 你再比如 有两个年轻人 李维珍 习孔教 是汉林官 这两个人呢 就像当年王世珍一样 经常对施政贫头论足 还呀 说一些张居正的不是 而这些人呢 他俩都投到王世珍门下 当他的弟子 你想张居正不得不防啊 王世珍不愿意做地方官 好不容易做了经官 又被外放 难道张居正不怕得罪王世珍吗 不会 王世珍就在北京 张居正没有必要写信向他解释 但我敢肯定当面和他谈过话 解释过外放他的考虑 巡抚啊 是封疆大吏啊 这对一个人来说是有诱惑力的呀 从封疆大吏中提拔六部的副部长 在当时啊 明争言顺 建成惯例 而且 何况啊 这又是去张居正家乡当巡抚 不是自己人 能这么安排你吗 这些理由啊 足以让王世珍无辞一对 并且呢 充满期待 这个运样巡抚啊 按照惯例啊 一般是一年半年就调动 最多啊 我看呢 超过两年的不多 王世珍可能理解 这是张居正啊 信任他 关心他 栽培他的一个步骤 换句话说啊 可能王世珍觉得这是给他镀金的 既然如此 那王世珍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上任途中啊 王世珍就开始思考 智云方略 他写了一个材料 转成给张居正 张居正很满意啊 就给王世珍写信 说啊 你的施政构想啊 我看了 其中所言 巨见经济红油 就是大会赞赏的意思吧 实际上啊 对王世珍是不是接受外放 张居正是不踏实的 在写给王世珍的信中 他说 我接到啊 你辅任履职的消息 感到啊 无人欣慰 王世珍到运养不久啊 又接到了张居正的信 向他透露些人事内幕 还说啊 这次啊 考察地方官呢 大家对老同学你啊 评价不错 你就放宽心好了 等等等等 这时啊 向王世珍表明 我是啊 把你当自己人 当知己来看待的 张居正安排王世珍 到自己的家乡住政 是安抚 更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王世珍惊得起考验吧 张居正又该如何安排他 我们下次再讲 任何时代 任何社会都有名流 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卫 或者知名人士 如何对待知名人士 这可是考验一个高级领导干部 执政能力的重要标识啊 有的那个当权者啊 对名流 他是以笼络怀柔为上策的 也有的呀 他以恐怖手段对待他 前者呢 需要相当凶劲 还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妥协 后者倒是简单 但是历史对这类当前者啊 会怎么评价 相信大家都明白的 张居正与二者都不同 他有自己的一套手腕 我们上次讲过了 张居正煞费苦心啊 为王世珍安排职务 有一次一次写信 向他解释来解释去 都是在安抚他 王世珍有志于做大名的司马迁 他想私人修饰 所以他希望张居正能安排他 在首都工作 以便呢 接触档案资料 可是呢 张居正对王世珍不放心 不会轻易满足他的要求 不满足王世珍的要求 又要让他无话可说 张居正只得又一次 把王世珍打发到 自己的家乡任职 同时啊 还给了他一个诱饵 过渡一下 就可以到首都做高官了 他要以此啊 表明 他张居正是把王世珍 当自己人看待的 王世珍呢 显然是相信张居正的 不仅麻烈的就去复任了 而且工作很卖力 王世珍呢 做过很多次的地方官呢 但是像在运阳巡抚任上 那么卖力的也不多 可是不久啊 发生了一件事 考验王世珍的时刻 到了 运阳巡抚管辖的 荆州府江陵县 大家对荆州府江陵县熟悉吧 这是张居正的家乡啊 发生了一起学生闹事的 群体性事件 荆州府公立学校的学生们呢 以县里派的一个测量员 为一个同学家里丈量土地不实 他们呢 到县里上访 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为由 冲击江陵县首脑机关 当众入伤县里的一把手 江陵县 发生了这样的事 王世珍呢 大吃一惊 他赶紧派出调查组调查 一定要查才知道啊 带头闹事的呀 不是别人 乃是张居正的小舅子 叫王化 王世珍决定依法行政 那时候啊 是中央集权 群府啊 并没有权力直接处理 他就写了一个报告 他把这次学生闹事的情况啊 如实上报 并且提出啊 要讲带头闹事的王化 绳之以法 绳之以法 按照当时的规定啊 那要是割去功名 还要冲军等等 根据王世珍事后回忆啊 张居正接到报告 假装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逆处批示意见 然后呢 又替王化辩护 解脱 这件事啊 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是王世珍后来的说法 有的学者说啊 在张居正看来 将王世珍派往自己的家乡为官 王世珍竟不知照顾其亲属 因此啊 张居正机不能堪 我倒不怎么看 张居正啊 约束子弟很严呢 他不许自己的子弟 与官场里的人交往 不许他们惹是生非 对小舅子呢 他鞭唱莫及啊 捅了娄子 你这让张居正多难堪啊 你王世珍有没有过过脑子啊 就这么给捅上来了 你让我面子玩哪搁呀 我估计啊 张居正会这么想 张居正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啊 如果是信得过的人 他一般都是私下先通气 像这样的事 如果王世珍先私下通通气 打个招呼 或许就不一样了 他直接捅上来 这件事让张居正对王世珍很讨火 但是呢 他不能向王世珍下手 不然呢 痕迹太露 张居正阴忍着 接着啊 又发生了一件事 荆州等地啊 发生地震 有的人会说 这是什么大事啊 当时可不是这样啊 当时出现这样的自然灾害啊 救灾 去民之余啊 要做的就是发动各级干部啊 要从黄河政府身上找原因 要看看什么地方做错了 才受到上天的警示 王世珍呢 是地震灾区的主要领导啊 他啊 也提及了报告 他引进据点呢 暗示这样一句话 陈道太盛 空为不宁 各级干部的报告很多 张居正不一定都看 但是王世珍的报告 他一定会看的 他要看到陈道太盛 这样的字眼 张居正会怎么想啊 陈道太盛 空为不宁的意思 就是张居正的权力太大 做臣子的权力太大 所以他才惹得上天示警 这王世珍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怎么说出这么刺耳的话呀 我分析啊 有两个原因 一是啊 他了解到 去年荆州一带也发生过地震 去年就发生过 因为地震被认为是上天示警啊 地方当局啊 怕惹张居正不高兴 报喜不报忧 就没有报 王世珍就认为啊 连地震这样大的事都该隐瞒不报 仅仅是怕惹张居正不高兴 这太过分了 对老百姓太不负责任了 所谓上有所好 下壁甚烟 张居正你只爱听奉承话 地方部门不敢报负面的东西 长辞以往怎么得了啊 这是王世珍的看法 二是王世珍在张居正的家乡啊 他了解到不少情况 社会上都在传说啊 说江陵张家门庭若氏 富克敌国 王世珍他看不下去了 王世珍是文坛领袖啊 有书生意气 他看到问题不说也很难 这样他对张居正就有意见了 也就是说呀 王世珍是故意这么写的 意思再明白不过 上天之所以示警 就是因为张居正专权 这时候啊 张居正又借到一个秘密报告 小报告吧 打小报告的 说啊 王世珍呢 在给中央的一个人的信里啊 说过这样的话 说相公勤吟耳目之好 非社稷之福 相公啊 就是对内阁大臣的尊称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啊 张居正张领导 这样喜欢凤颖 喜欢颤美 不是国家之福 这要出大问题 这是王世珍在给中央的一个朋友的信中说的话 他没想到别人打小报告了 说给了张居正 张居正看到这个 那真是气坏了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张居正对王世珍算是彻底失望了 不仅失望啊 他还感到屈辱 你小子 这不是故意在找茬 你以为我张居正是严松呢 任你讥讽挑战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张居正在给王世珍写的前两封信里 都有这样的话 有性努力自爱 还有个说的是自重 表面上看呢 是朋友间的忠告或者说提醒 实则是对王世珍提出的警告 或者说开出的条件 你王世珍能不能受到信用 取决于是不是自爱自重 归根结底一句话 你听不听话 你听话 我就认为你自爱自重 你贫头论足给领导难堪 那就是不自爱不自重 你触了我的底线 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安抚了 宽容了 难道张居正要炒王世珍的忧愚 张居正是什么人呢 他会像王世珍那样一起用事吗 他呀给王世珍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呢是续加长的 因为呀 在此前呢 王世珍呢 为我张居正的母亲 七十寿臣 也写了一篇诸首文 这封信呢 是张居正向王世珍表示感谢的 其中他说了 你的文章啊太珍贵了 我们全家都视为珍宝 都非常感动 感动的呀 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达呀 同时 张居正召来了立部部长张涵 这时候张涵当立部部长啊 就给他嘱咐了一番 不久 王世珍接到了新的任命 南京大理私卿 南京大理私卿 就是刘都的最高法院院长 相当于 与此同时啊 张居正的私人信函 也不失时机的 到了王世珍的手里 王世珍一看 只见呢 上面写着 有现在的话说吧 老同学啊 酝仰啊很偏僻 不是老同学大展宏图 发挥大财的地方 你啊 还是到中央工作为好 可是呢 我问过了 现在首都的各个部门啊 都没有空位置 只好啊 委屈老同学一下 先到刘都 你去过渡一下 哎 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张居正不再宽容王世珍了吗 别急 这啊 只是一出好戏的开场锣鼓 就在王世珍收拾行装 准备赴南京上任的时候 事先呢 毫无征兆 立部突然对王世珍提出纠谈 说他什么呢 说他建局设烂 这是个什么错误啊 当时啊 任何一个地方首脑啊 都没有用人权 但是所辖地方职位 如果有了空缺 地方的一把手啊 他可以按照程序啊 推荐人 为了防止地方的领导啊 向下属试恩买好 就定了条 建局过烂 这样的纪律处分条款 但到底怎么衡量建局过烂 也没写那么细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王世珍呢 他在运阳巡抚任上啊 他共举荐过呢 接近40个人 张居正啊 当时也都一一批准同意了 可是突然之间 立部给王世珍一个 建局过烂的警告处分 这个啊 这就是老同学张居正 给王世珍的一个送行礼物 王世珍呢 抢忍着愤怒 辞别了运阳的同事们 准备到南京夫人了 他人呢 还没到南京 弹劾他的奏本呢 就下发了 严官弹劾王世珍呢 贪污腐败 大劫一窥 张居正逆了批事 意思是啊 王世珍没问题 但是大理四卿也就不要做了 因为人家有议论 你先回家等待新的任命吧 当然了 最后都经过皇帝盖章了啊 这个处理 给王世珍留了面子 其实啊 就相当于炒了王世珍的忧愚了 这有点矛盾吧 既然说王世珍没问题 为什么还要炒他的忧愚啊 谁让王世珍是天下第一名流呢 张居正不会快意恩仇这时候 不会那么直来直去 他需要一个缓冲 迂回歼灭 于是啊 才有大理四卿之命 但是 张居正本意是要炒王世珍忧愚的 他怎么可能会让他到南京 这个舆论中心去任职呢 所以才有力不纠谈 言官弹劾 张居正既要炒王世珍的忧愚 又想呢 让王世珍对他不至于怨恨 所以啊 就有些矛盾之处 张居正考虑到了王世珍的情绪 安慰他的信啊 紧接着也到了 张居正这封信里怎么说的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自从啊 我啊 请你去担任运养巡抚 就有不少人啊 司机挑你的毛病 让我啊 不要用你 老同学啊 财高名大 嫉妒老同学的人啊 很多 议论分歧 我压也压不住啊 迫不得已 只能啊 请老同学先回家等等 带平息的舆论再说 当然了 我也承认 这样打发老同学回家呀 我是有避嫌之罪的 信的最后啊 他说了 带平息的舆论 玄当复工 听到了 张居正 不仅向王世珍解释了原因 还做了自我批评 最后还承诺 会很快请他出来工作 读了张居正的来信呢 蒙受屈辱的温潭领袖 王世珍 满腔愤怒 被一次希望 所取代 不仅没有反弹 反而啊 加紧了讨好 张居正的步伐 当首都 因为张居正 应不应该回家奔丧 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王世珍 则派人袭重礼 前去江陵 调宴张居正的王父 同时 向在京的张居正 赠送了不菲的礼金 张居正 很感动啊 急忙写信 表达感激之情 他这样说啊 他说 那些个受我提拔的人 都背叛了我 而你呢 却如此看重 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真是 哀感愧死 无地 几个月时间里啊 遭遇知证危机 忙得焦头烂额的张居正啊 先后三次给王世珍写信 表达感激之情 不同寻常啊 王世珍从中啊 越发看到了希望 张居正 好像没有失心 不久啊 王世珍还就接到了任命 应天拂隐 这个职务啊 就地位上来说 相当于现在我们说的 首都的市委书记兼市长 这样一个角色 又称啊 京兆 可是啊 当王世珍前去赴任 走到丹阳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 令他震惊的消息 两位阎官啊 上述贪劾他 而且用语十分尖刻 大意是说啊 王世珍的人格 道德完全破产了 贪污淫乱 做官做人 都很不堪 大意是这个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要问问张居正 真的想用王世珍吗 结论是否定的 可是呢 他又不愿得罪王世珍 就要兑现承诺 他不能不下任命 他要的效果是什么呢 不是我张居正言而无信 是你有问题 你为舆论所不容 要怪 只能怪你自己 至多你还可以去怪阎官 王世珍是天下第一大威啊 受此羞辱啊 死的心都有 他写信给朋友说 说他啊 无意人事 不想活了 这时候啊 张居正的信又到了 这封信的意思是啊 前几天呢 我是准备重用你的 没想到 反而引起阎官们的 骄章弹劾 一致啊 你再次受到羞辱 我感到万分愧疚 听说你很痛苦 我越发觉得难受了 接着 张居正又说 我啊 有幸为国家掌舵 这些年国家啊 进入了小康状态 我自己也感到很满意 过两年呢 我也准备退休了 唯一的遗憾呢 是还有一些贤者 如老同学你啊 还没有用起来 所以啊 我现在还不能一走了之 张居正如此娇心 王世珍还能抱怨他吗 不久啊 张居正的儿子中了状怨 国中啊 是一片议论声啊 王世珍没有凑热闹 夏其红 恰恰相反 急忙派人啊 携后离 前往首都祝贺 张居正相当满意 百忙中啊 又给王世珍 写了一封偿信 按照王世珍的朋友 以后也做过首相的 王熙爵的话说 因为王世珍呢 是名流 张居正引人收人望 且呢 亦非前吊耳砸出其中 画饼啊 给王世珍冲击 就这意思 以免呢 引起他的反弹 所以啊 手术不实质 结款款书心到旧于 信啊 不实的一封 不实一封 都是些啊 就是交心的话 张居正经常写信 与王世珍交心 启用王世珍的事呢 却从此没了声息 可是呢 王世珍并不怪张居正 一向对执政的 贫头论族的王世珍 被炒鱿鱼以后啊 反而不再出异语 指责张居正了 还一直对他吃 讨好态度 张居正首腕 就如此高超啊 温坛领袖 天下第一名流 王世珍 实际上也是 被他丸于鼓掌之上 而不自知 当然啊 王世珍后来知道了 张居正死了以后 他的晚年 曾经说过 我被他丸于鼓掌 我们见识了 张居正掌控人士之庙 下一讲里啊 就要说说 他遇到危机时 处置首腕 怎么样了 政治强人啊 之所以是强人 很大程度上啊 是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什么样的坎都敢卖过 而且能够卖过 领导遇到的坎啊 可能未必相同 但实质都差不多 人人都说了 这下没招了吧 只能这样了 可是 强势领导人 却不这么认为 他相信呢 可以卖过 能够卖过这道坎 现在 大明帝国的实际掌舵人 张居正 遇到了他执政五年半以来 前所未有的麻烦 他遇到的这道坎 人人都说 他卖不过去了 事情啊 是这样的 就在张居正 执政的第六个年头 万历五年秋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或许会有人说 这算啥事啊 小题大做了吧 别急 很快就会知道了 这道坎 敢卖的人 绝无仅有 那个时候 通讯不发达呀 老爷子啊 已经咽气十多天了 这个复告啊 才送到张居正的手里 张居正啊 已经十九年 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了 接到这个傅文啊 他悲痛 但是更多的是烦恼 是的 张居正接到傅文的 最大反应是烦恼 为什么呢 法律明文规定 父母去世 儿子要丁忧 关于这个丁忧制度啊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啊 明代是这么规定的 父母去世 百官文丧 不带报 即去官 就是说啊 接到父母去世的消息 不必等待批准 就用立即辞去官职 回家奔丧 并守校三年 这叫丁忧 守校到妻啊 再启用作官 这个叫做其父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你比如说战争爆发了 那你指挥战争的将帅 你不能回家呀 你不能回家尽校 皇帝呢 就命令他继续为国效力 不准他回去丁忧 考虑到这个决定啊 不近人情 所以叫做夺情 就是说啊 丁忧是组制 是法条 意识形态和人情的因素 也得交代几句 传统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呀 国就是一个大家庭 而皇帝就是君父 不孝父母者 你很难指望他忠于君父 这是意识形态里的说教 是这么讲的 所以啊 统治者总是把孝道 看得很重 灌输给国民 而且他们还常常标榜啊 要以孝治国 孝道啊 就被判定为一个人 道德节操的最主要指标 如果一个人在孝场出了问题 那么这个人在官场就立不住了 法律规定 意识形态的观念 长期这么灌输下去 上上下下 大家都接受 一个人 你连父母都不孝 那你对朋友会有信用吗 够有甚者 有的人还会说 那他还是人吗 如果大家听过第十一讲啊 想必还会有印象 当年呢 张居正帮着徐杰 赶走郭普的时候 找的理由就是 郭普不孝 可见呢 无论是法律上 意识形态上 还是人情事故上 丁优是唯一的选择 可是呢 丁优啊 就意味着放弃职位 放弃手中的权利 暂且不说 守校期满 能不能欺负啊 至少前前后后三年时间 按照当时的计算呢 实际上是27个月 这27个月 你就不再具备原来的身份了 不再具有任何权利了 而且啊 守校啊 有许多规矩啊 很苦的 看明史人物传记的时候啊 你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父母去世 儿子丁优守校的时候啊 还没守满校呢 自己也死了 你想想看 张居正他能不烦恼吗 张居正敢作敢为 每次遇到什么反对的声音 他都会理直气壮的说 我是按照祖宗法度办事的 我问心无愧 这是张居正反击 反对者的常用的一个话 可是呢 丁优这件事 祖宗法度啊 规定太明确了 容不得你随意解释啊 你没有什么余地啊 而且人情世故 张居正他也不是不明白啊 他可能也想到了 如果不丁优 一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那么张居正是怎么打算的呢 张居正出于种种考虑 这种种考虑啊 学术界啊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有的说 什么出于改革啊 有的说出于这个那个啊 咱就不详细讨论 总之张居正出于种种考虑 他实际上不想定优 不仅不想定优 他也不打算回家奔丧 不然呢 这件事啊 对他来说 就称不上是什么危机了 你说亲爹死了 不打算回家去奔丧 那制度和人情的阻力 怎么突破呢 这就是麻烦 甚至说 这就是危机了 张居正执政后啊 政局平稳 权力稳固 没有谁对他的权力 权威形成威胁 没有 可是 丁优制度 却让他第一次 遇到了权力危机 既然如此 张居正接到他父亲去世的复文以后啊 立即开始了危机公关 第一步 先找依据 或者说啊 找先例 看看呢 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 以往遇到类似情况 都是如何办的 明朝政府机构做事啊 习惯援引故事 也就是说先例 特别是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事 就更需要援引故事了 可是查来查去呢 曾经担任内阁大臣的 父母死了 不回家奔丧的 一个也没有 多情有先例 大明自建国以来 到张居正时代 历史二百年 内阁排位第一的阁臣 叫阁魁吧 多情的 有一个 是谁呢 就是当今皇帝祖父的祖父 宪宗皇帝的时候 那时候呢 有个阁魁叫李贤 他被宪宗皇帝依位臂膀 他父亲去世了 李贤回家奔丧 守校 七县呢 还未满 这个宪宗皇帝啊 就给他下令 多情 要他回来 李贤四次打报告 请求啊 允许他守校七满再回来 皇帝坚决不同意 李贤呢 就真回来了 他回来以后 立即遭到弹劾 引起轩然大波呀 而且成为他的一个历史污点 因为这场风波啊 以后啊 又颁不了一条法律 说内外大小官员 丁优者 不许宝宗 夺情 其父 也就是说 官员丁优 谁也不许建议夺情 显然 查到的依据 对张居正不利 但是张居正 没有改变主意 他迈出了 危机公关的第二部 召集幕僚啊 进行内部研究 有一位幕僚就说了 相公流 天下苍生 姓慎 相公去 天下万事 姓慎 我说过了 相公啊 就是对内阁大臣的尊称 你看这个人很有水平啊 很会说话 他正反面呢 他都用了姓慎 他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张居正 你如果不奔丧 不守孝 继续领导国家 那是天下老百姓的福气 说张居正 你如果不回家奔丧 守孝 你破坏制度 你有备人伦 会给后世 树立一个恶劣的先例 每遇到这样的事 中央就会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非后世子孙之福啊 另外两名幕僚啊 叫曾行武啊 李又姿啊 立即反驳说 他说乃妇辱之见 欲服的辱生之见 他说这个是 无论如何不能定优 不仅不能定优 而且不能离开首都半步 这些人为什么反对 张居正奔丧呢 明通见的作者呀 一语道破天机 是这么说的 自一窝泉酒 恐一旦去 他人切谋己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张居正掌权时间太长了 得罪的人太多了 一旦放弃手中的权力啊 担心被别人算计 是这么回事 张居正知证朝夕抓整顿呢 他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 而且只有他继续领导 工作才能做好 这也应该是他的一个考虑 这个时候 听了幕僚的话 张居正越发烦恼了 他这样说 他说啊 留不能留 走走不得 还不如死了 他说这么狠话 这个高才李又兹就说了 他说死倒是死得 可是走却走不得 你听听 幕僚这话说的 宁死你也不能离开首都 那就赶紧想对策吧 对策只有一个 夺情 但是 夺情也有障碍啊 第一 夺情都是要先回家奔丧 再有皇帝出面下令夺情 第二 提出夺情 与日常宣传工作的基调 相抵触 夺情啊 要有一个光明弹簧的理由啊 当下的官场啊 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时候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说在张居正的英明领导下 天下太平 海内延安 这种大好形势下 哪里有夺情的必要呢 第三 夺情 这是皇帝的专利 一直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皇家 他会同意夺情吗 不错 张居正现在是代行皇权 可是这件事他不能代行 如果这个事是别的高级干部 那你张居正说怎么说 那咱们怎么做 可是这事摊在他的头上了 夺情之类的话 他不能说出口吧 第四 夺情之说一旦公开 势必在官场和社会上产生震撼 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可逆料 大家想想看 亲爹去世 法律规定 接到消息就立即辞官奔丧 要是一般人 是不是会赶紧回家奔丧 可是张居正不是一般人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 张居正不愿意放弃权力 不愿意回家奔丧 而夺情难度多大呀 一般人听了 也得被这困难吓倒 不再谋划这事了 可是张居正相信 势在认为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张居正啊 他总能把体制中的劣势 转化为对极有力的优势 这时候张居正不再说 自己是什么摄政了 不再说自己是老大了 他要退居到老二老三的位置上 躲一躲了 所以最后研究的方案是 张居正本人坚决要求定用 而皇帝坚决要求夺情 圣命难为 忠孝不能两全 为了君父 我只好对不住我死爹了 大体是这么个愿 那么现在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于 皇帝他会夺情吗 过去张居正的态度 就是皇帝的态度 可这件事他不好这么办 他绝对不能说 哎皇帝你夺情 这样的话 有一个人说最合适 谁啊 冯保 大内总管太监冯保 他是个关键人物 如果他同意 出面去做李太后和万里皇帝的工作 事情就成了一大半了 于是啊 张居正迈出了危机公关的实质性一部 秘讳太监冯保 张居正和冯保 秘讳达成共识后 这才把他父亲的去世的消息啊 向内阁同僚做了通报 大内啊 搞定了 还不行 还有人站出来呼吁 皇帝啊 才好顺水推舟 大内呢 有冯保说 外边应该有内阁同僚说 有他们呼吁 说国家一天也离不开张居正 请求皇上为国家考虑多情 所以啊 张居正就向内阁副手们通报了 说他父亲去世了 这其实是危机公关的重要一步啊 他暗示内阁副手们 你向皇帝建议多情 以此正式启动多情的程序 内阁里都是张居正精心挑选的助手啊 他们对张居正不敢稍有伪恶 现在需要他们站台了 尽管法律明确规定 任何人不准提出多情的建议 可是内阁副手们 还是不敢打脱落 就向皇帝承报了多情的建议 安排妥当 张居正这才正式上报了 他父亲去世的复文 才对外公开 史书上说呀 张居正文父父 念事权在握 事不可以 命运逢饱 某多情之局已定 然后报复 然后才把消息上报 张居正父亲去世的消息一公布 立即就成了今日头条 这时候的张居正处境是很尴尬的呀 既然复文已经公开了 按照法律规定 你就应该赶紧收拾行装 迫不及待的回家奔丧 可是呢 他不想回去奔丧啊 他不可能走啊 那怎么办呢 你总不能像没事人一样 正常上班吧 张居正是有创意的 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呀 在自己家里头搭起一个灵棚 终于从这皇宫里来人了 带来了万历皇帝啊 对内阁建议夺情 这个报告的批示 张居正迫不及待的看呢 怅然若失 有著名的史书啊 叫国阙 这个书里面是这么说的 他说张居正读了这道预纸 感到错愕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张居正读了一遍又一遍 并没有读出夺情的意思 只是说啊 内阁同僚们啊 你们劝劝张居正 不要过度悲伤 有些事情可以再商量 也难怪啊 张居正承报父亲辅文的时候 按照惯例 是要有辞职奔丧的表示的 皇帝啊 一向很听张居正的话 让他上来就同意 冯宝和内阁的意见 对张居正夺情 他不敢决断 他呀 还要再看看张居正 到底什么意思 当然了 也可能皇帝和李太后认为 尽孝道这件事 还是不要逆人情为好 他也在试探张居正 总之 皇帝一开始啊 并没有明确表达夺情的意思 你说张居正会不会感到错愕 他尴尬了 要知道啊 辅文公之于众以后 皇帝又没有下令夺情 按照法律 这时候张居正 实在不能再在北京待下去了 可是张居正他能走吗 他没打算走啊 那怎么办 张居正到底又采取了什么公关措施 他危机公关的效果如何 我们下次再讲 我曾经啊 讲过 说张居正啊 是强人 他认准的事 就一定要干 他要干的事 就一定能够干成 可是呢 他父亲去世 不回家奔丧这事 有点难啊 虽然取得了太监冯宝的支持 内阁的副手们 在关键时刻啊 也经受住了考验 正式打报告 请求啊 挽留张居正 可皇帝在批示中 却没有明确说出夺情的话 按照规矩 此时张居正 无论如何都该启程了 该回家奔丧了 张居正没有考虑回去的事 他在考虑危机公关的措施 你先要给舆论一个交代呀 给大家说一说 我为什么还不走啊 是啊 各级干部都很纳闷啊 张居正怎么还没启程啊 他们呢 纷纷前来啊 张居正家里 大设的灵堂里去吊宴 实际上是想探探风 这时候张居正告诉大家了 说父亲去世的消息啊 对我打击太大了 我现在啊 神情恍惚 几近昏迷 这话什么意思啊 言外之意就是说呀 你们呢 不要按照正常的思维 来推断我当下的行为举措 如果有什么不合常理处啊 那是因为我啊 现在已经恍惚了 甚至昏迷了 他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为什么不走啊 是因为这个 实际上啊 张居正很清醒 不仅阵脚不会乱 而且也知道危机公关的 关节点在哪里 这时候啊 大内总管风宝 派手下一个太监呢 来吊丧了 张居正闻报 立即就把这个太监 请到屋里头 跪地就拜呀 跪地给这个太监磕头 漆漆哀哀哀的说啊 此头记上风公公 这是他原话 张居正这句话 分量很重啊 意思是说 他的生死就握在 冯宝的手里了 多年来呀 张居正在冯宝面前 一直把姿态压得很低 不少给冯宝好处 关键时刻啊 又把生死寄托在冯宝身上 你冯宝还有什么说的呢 无论如何也得帮忙啊 何况 张居正如果走了 遭人算计 说不定 他冯宝也会受到牵连 还是啊 维系目前的权力格局 不变为好 果然 经冯宝一番运作 大内终于出现松动 送给张居正一道手谕 这手谕说啊 张先生应以皇帝为念 已成大孝 这是大内流露出来 要挽留张居正的意思了 但是呢 这还不等于下达了 夺情的命令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即使是能独立做主的皇帝 他也不敢轻易做出违背人情的决策 因为啊 如果文官集团群起反对 最终失败的往往是皇帝 所以 万里皇帝母子虽然在冯宝的操控下 表示了挽留张居正的意思 却仍然没有明确下达夺情的欲制 他们需要啊 找到说得出口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 要先放风 试探舆论 做做铺垫 这时候张居正危机公关的脚步 需要加快了 在冯宝的主导下啊 大内就向力部发出了一道密令 那意思是啊 国家一天也离不开张先生 张先生不能定优 他啊 要在北京的家里头尽孝 过了七七 就要照常上班 七七中国人去世什么 一七二七三七啊 这是皇帝啊 遇旨给力部发的 张居正啊 还不放心 他啊 又向力部部长张涵 发去一函 暗示他啊 带头挽留 一形成强大的多情舆论 以兼皇帝母子多情之心 高级领导干部的智商都不低啊 他们从张居正好几天 都没有启程奔丧的现象 看出了本质 也知道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 于是啊 挽留张居正的呼声出现了 经过五天时间 不仅皇帝明确了表示挽留的意思 而且一些高级领导干部 也发出了挽留的呼声 多情的舆论呢 出现了 至此 张居正的危机公关呢 可以说目的明确 重点突出 不露声色间呢 初步达到了预期目标 当然了 张居正很明白 这样的事 无论是眼前还是长远来看 风向高 责任大 搞不好啊 会身败名裂 所以 他一改强势人物的做派 立马降低身份 他把角色调适到老二 甚至老三的位置上 以便呢 让天塌下来 又高个子顶着 他可以把责任呢 推给凡事不能主管的皇帝身上 因为皇帝从来没有做过主 如果大家怀疑皇帝的意见 并非出于本意的话 那么就可以让太监冯宝定雷 这时候啊 一出双簧戏 在大明帝国的政治舞台 隆重上演了 在感到危机公关 达到预期目标 万无一失的情况下 张居正正式上报了一份请示 请求马上回家 为王府定优 这是张居正第一次明确表态 要定优 这个请示啊 他费了一番心血啊 自证俱拙啊 写得非常辛苦 为什么呀 很简单啊 目的和手段是矛盾的呀 他的目的是什么 不定优 可是表面上 还要表现出 坚决定优的态度 同时呢 他又怕广大干部误解了他的意思 是不是张居正是坚决定优啊 那我们 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吧 这不就麻烦了吗 所以啊 张居正在写这个文件的时候啊 废了周章了 第一 态度要坚决 自己啊 必须定优 这个是责任问题啊 张居正要向广大干部群众说 我是希望定优的 第二 要传达出一个信号 就是我啊 也可以考虑不定优 你看 要坚决定优 又要考虑可以不定优 你看看 是不是矛盾 张居正在表达了要求定优的意思以后啊 话锋一转啊 连续用了四个非常 他最后一个非常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非常理所能居也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说啊 如果黄河国家需要我 我可以不受场里的拘束 不回家丢用 所以这个请示报上去以后啊 批示很快下来了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说啊 我呀 请客也离不开先生 这是以皇帝的口气批的啊 哪里能够等待先生守治三年呢 说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啊 没有什么战乱 但是呢 先生你一身戏设计安危 岂是战乱所能比的呀 先生你不要固执己见 这段批示 连同张居正的请示件 通过抵报向全国公布了 以事后诸葛亮的观点呢 张居正在请求定优的文件里啊 他不该写四个非常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一写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哦 原来是你自己不愿意定优啊 神宗实录的编转着 在摘录了张居正的这个报告以后 就禁不住感慨说啊 官此而夺情之本谋 尽路已 就是夺情的本谋是谁啊 就是张居正 这四个非常就暴露出来了 可是 这份请示是张居正慎重考虑 反复斟酌写成的 他应该是申诉疏虑过的 他知道 即使皇帝真想留他 如果广大干部全其反对 那也是留不下的 何况 皇帝未必真心想留他 只有什么呢 只有他张居正的威权震慑 才可以让广大干部 不仅不敢跳出来反对 还要顺从他的意志 呼吁挽留他 所以 接到皇帝的批示 张居正没有立即表态 他呀 在观察干部队伍的动态 等待着更多的干部 出面挽留他 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 但是呢 情况不理想 甚至可以说 有一些不利因素冒了出来 心腹爱将奇迹光啊 这时候巴白里夹击的眼含到了 在慰问之余啊 他也劝告张居正说 你先回家奔丧为好 有朝中第一官之称的 立部部长张涵啊 这时候装傻充愣 就是不表态 另外一个消息来自内阁 按照当时的制度啊 内阁首相去位三天 你离开三天 二把手啊 就可以把办公桌搬到左边去 廖鼠啊 要穿红衣前去道贺 张居正是首相啊 可是他父亲去世了 赵丽要定优 现在呢 是不是定优 还在讨论中 张居正自己是表示要定优的 那他就不能到办公室上班了 你即使按照皇帝的说法 也要张居正等到他父亲 七七以后再正式上班 无论如何 要在家至少待个个把月吧 那么这期间二把手吕条杨 他就是代理首相 廖鼠们呢就得按照规矩穿上红衣去祝贺他 这二把手吕条杨啊 很直趣 他没有挪到左边办公 可是呢 大伙来道贺呀 他也拱手还礼 算是接受了 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啊 大怒 他对新父们这么说的 他说这还得了 反了他们了 他们眼里还有我吗 我尚在呀 他们就这样肆无忌惮了 假如我出了春鸣门 那他们还会让我回来吗 这张居正很敏感的 于是张居正果断采取了几个阴影动作 第一个动作 在首次公开要求定优的请示 五天以后 又一次打了请示 说我要回家定优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是惯例 当年呢 程序繁多啊 三番五次啊 才能体现出决心 其次啊 也是最重要的 越是发现不利情况 越是要充身前请 这样才能把责任 推到皇帝和冯宝身上 千万不能揽到自己身上啊 所以啊 他在这份请示啊 在表达了要定优的态度以后啊 他又转折了 他说我是要回去定优的 请求皇帝批准 但是他说我呀 是先帝临终脱姑的顾名大臣 现在半道上放手不管了 即使是朋友之托也不应该啊 何况是先帝之托 要好好辅佐幼主呢 言外之音是说啊 定优就等于辜负先帝 是不忠不义 这是张俊正第一个动作啊 他首先表态 把自己的态度亮明 他说我坚决要回去 但是回去就是不忠不义 第二个动作 以霹雳手段 勒令装傻充仑 不带头挽留他的 这个力部部长张涵 马上滚蛋 这个我们在第三十讲里啊 讲过了 不再重复了 第三个动作 他把这个阎官领袖啊 陈三摩招到家里 好一顿责骂 那时候所谓舆论啊 多半是指阎官们的反应 阎官如果不出面挽留 就不能引导舆论啊 也会影响黄家的态度 张居正得到的报告是 督察院上了公文 呼吁挽留他 而同位阎官机构的六颗 却保持简末 没上公文 这顿板子要打在 作为六颗之首 首席阎官的 陈三摩的屁股上 陈三摩啊 是张居正的门生 平时啊 一力提携他 关键时刻 他掉链子 张居正很生气 也就顾不得许多 劈头盖脸 一顿责骂 陈三摩啊 跪在张居正面前 解释说啊 大家意见不一致 他没有办法 以公文的形式 挽留老师 经过张居正的咱骂 他呀不敢怠慢 连忙啊 就以个人名义打报告 要求挽留张居正 这个陈三摩啊 是五十名六颗的 阎官中 第一个打报告的 信号已经明确无误的 发出了 谁不表态 挽留张居正 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与此同时 张居正第二次 请求丁优的请示 毫无悬念的呀 又被驳回了 皇帝的批示是这样的 说啊 平日里 你张先生说什么 我没有一次不听的 但是夺情这件事 希望张先生听我一次 不要再坚持丁优了 火候啊 差不多了 张居正决定 不再妥协去 他立即第三次上了 请求丁优的请示 当年呢 兴这个 一日再再二三 必须得三次 批示随即下来了 万里皇帝说 我是为天下留先生的 先生不能一日立左右 至于丧事 特命冯宝派干员 与张先生的长子张茂修 乘一车前往荆州 办理后事 往后呢 将张先生的老母 接到北京 这就安排的很妥当了 于是 在第三次丁优的请求 被驳回以后 张居正终于不再坚持 他又上了一道请示 首先表示啊 作为下级 不得不服从领导啊 只好不丁优了 但是我有条件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条件是在官守治 守治的前提是辞官 不辞官就不能称守治 对吧 但是张居正很有创意 他发明了一个词叫 在官守治 他内容主要是什么呢 他说了 在他的父亲七七 过后啊 他就到内阁去上班 但是 守治在三年之内 他不拿工资 白干活 而且呢 穿官袍啊 还要加一个青色衣服 而且自己签名的公文上啊 在自己的名字前 还加守治两个字 他说了 你答应我这个条件 我就不走了 答应这些有什么难的呢 大内自然是 照张居正的设想 批下来的 张居正如此大费周章 他这公关要达到的效果是 既要达到留下来 继续领导国家的目的 又不想承担破坏法治 忘亲不孝的罪名 这个谁能承担这起啊 你看人人都认为 不可能卖过的坎 经过半个多月的危机公关 张居正啊 就这样卖过去了 而且啊 表面上看 违反法纪人情的责任呢 不在他 皇帝啊 就是不让他走 他什么办法呢 这件事啊 你即使放在今天也不好理解啊 你大家想想啊 如果是你 你们单位领导 他父亲去世了 说单位需要我 我就不回家奔丧了吧 那你会怎么想啊 你起码先回家奔丧 再说多情的事 这也好啊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广大干部啊 他能没有想法吗 可是啊 他们不敢说 他们害怕张居正 大家想想看 张居正的威权啊 了不得啊 当时 这事 不是后来还是出了问题了吗 不错 是出了些岔子 那是在夺情之局 已运作成之后 出了什么岔子 张居正是如何控制局面的 我们下次再讲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啊 大明建国啊 已经二百年了 前几朝啊 都是政治宽松 商品经济繁荣 官场散漫 对权威啊 缺乏敬畏 干部队伍啊 很不好待啊 可张居正上台后 一番整顿 大有起色 居然做到了 另行禁止 其实啊 也没什么奥秘 张居正是两手抓 他一手抓啊 用人权 五扇帽 攥在手里 高级干部和阎官 基本上都是他亲自挑选的 而且啊 以是不是好驾驭 作为前提挑选的 另一手什么呢 例如说是大棒 谁敢挑战权威 就让他付出沉重代价 当然了 人家张居正确实卖力啊 人家能干呢 把大明独自公司扭亏为赢了 你服不服 不管是真服还是假服 反正各地上报公文 先要赞颂几句张居正 才能进入正题 这是大明建国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在这种背景下 张居正很自信 你甚至可以说很自负 所以啊 就连父亲去世 不回家奔丧这种事 他也敢做 高级干部不要说反罪 就是不表态 也被认为没有经书主考验 立即炒鱿鱼啊 督察院的院长叫陈赞 依法啊 他对张居正是有监督权的呀 这时候他因病啊 在家卧床养病 听说张居正夺情一事啊 赶紧对家里人说 快快快去单位 要是打报告啊 挽留太阅相公 千万把我的名字签上 可别落下呀 大家看看 就到这种地步 他们害怕呀 至于广大干部群众心里 是怎么想的 无关紧要 你只要不公开表达出来 就不会出什么事 可是呢 何该有事 就在张居正夺情一事 刚过 突然有彗星出现在西南方 还特别显眼 而且还不止一次出现 首都啊 人心惶惶 那个时候啊 上至皇帝 下至啊 引车卖江这流 那都是敬畏上天的呀 自然界异常变化 比如地震啦 出彗星啦 等等 就被啊 看作是上天发出的警示 一旦出现这种现象 领导人啊 往往啊 会下罪纪照 至少啊 他也要发动各级干部反思 看看领导上出了什么问题了 导致上天市井 大家可以放手啊 提出改进的意见 建议 在这个背景下 一场政治风波 开始云娘了 汉令院编修 吴忠行 第一个站了出来 给皇帝提意见了 他呀 是张居正的门生 这一天呢 吴忠行登门拜议 自己的老师张居正 他拿出自己 给皇帝的意见书 的副本 请老师过目 张居正一看呐 不觉大吃一惊 简短节说吧 吴忠行 这个意见书里的 核心意思是说 我的老师张居正 整天不分 白天夜晚 为国家操劳 贡献给国家的 已经不少了 他和自己的父亲 十九年没有见面了 如今老人家去世了 皇上为什么 不能给我的老师 放几天假 让我的老师回家 哭一声 再回来上班 父亲去世 做儿子的 连回家哭一声 都不让 皇帝你太不尽人情了 所以上天给予警告 张居正很恼火呀 但是他也不便多说话 因为什么呢 表面上看 他的这个门声啊 是替他在皇帝面前 说情的呀 吴忠行的话 何情何理 你挑不出什么毛病 这让张居正越发 生气了 说实在话呀 意见者说的越有理 危险性就越大 反应迟钝呢 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张居正急忙命人 到汉连院去摸情况 看看有没有其他人 也要说这事 第二天一早啊 吴忠行的同事同学 赵用贤的意见书 也报上来了 赵用贤说的话呀 跟吴忠行啊 如出一辙 奉命查访的人也报告说 汉连院呢 还有一几个书生 准备上本 张居正立即强令他们 停止上报 谁知道呢 又过了一天 刑部的两个 级别不高的干部 副司长 张居正的同乡 叫爱慕 还有一个相当于副处长 是浙江人 叫沈思孝 这两个人呢 联名上了意见书 说什么呢 说皇上啊 你知道为什么 上天示警吗 是因为你啊 无故做出夺情决定 让张居正无法尽孝 你现在呀 赶紧改成错误吧 让张居正回家定优 不然的话呀 还不定会发生什么灾情呢 这是这两个人说的 张居正心里明白呀 对于他不回去奔丧这件事 那不是每个人都想得通的 以霹雳手段 勒令令立部部长张涵 立即滚蛋 那就是要杀机害猴的呀 他万万没有料到 两个门生一个老乡 居然在这个时候 挑起了这个敏感话题 张居正弄不可遏 无名小卒置之不理算了 或许有人这样建议过 张居正不这样认为 从领导的角度说 批评着说的越对 越是说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越具有危险性和煽动性 就越是要引起高度重视 虽然四个人属于无名小卒 但是代表着一股势力 如果听之认之 一味宽容 事态发展下去 那就千功尽弃了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皇帝这时候虚灵十五岁了 就要举办婚礼 他的祖父嘉靖皇帝 就是在这个年龄发动的意大利啊 已然是大权在握 当下 大明的最高权力 掌握在他张居正手里 难道皇帝心里没想法 反对夺情 一旦形成强大的舆论 万历皇帝很可能顺顺推舟 张居正把事态提高到了 能不能维系自己的权力 维护自己的形象的高度啊 来对待屋中行这几个无名小族的举动 一旦以这样的高度和视角观察 考虑问题 情况就不一样了 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让张居正感到 四个无名小族的批评声音 仿佛鱼无声处听惊雷啊 震撼力非同小可 务必果断采取措施 把风波遏制于萌芽 他迅速做出决断 当然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啊 命令文明机构 凡是公文中出现 张居正奔丧丁优之类的内容的 一律退回 不得再接受伤报 二 采取超常规手段 惩治吴中兴等人 形成强大威慑力 遏制住这股方案风 但是啊 这事张居正自己 他不能亲自出面操作 因为从表面上看 他三次要求回家定优 皇帝非要夺情 人家觉得这是对张居正不公 想让张居正尽孝 这才站出来替他求情的 那他怎么好出面 说要整死这些家伙呢 所以啊 又到冯宝出面顶雷的时候了 两个人呢 很快达成了共识 必须以超常规手段 立即遏制住 不能任其蔓延 所谓超常规手段 是什么呢 就是停仗 停仗啊 是大明的缔造者 伟大领袖 太祖高皇帝 他老人家发明的 这招很损啊 干部有没有错 不需要审判 说咋就可以打 而且是当众打屁股啊 这对受到停仗的人呢 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 肉体上也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轻者重伤 重者毕命 不过呢 朱元璋的后四子孙呢 没有太祖 他老人家的威信和手腕 不到万不得已啊 他不敢轻易使用这个非常手段 张居正和冯宝秘啊 又用这种非常手段 镇压反对者 尽快平息 有了苗头的政治风波 政治嗅觉敏感的干部啊 似乎嗅到了血腥味 一些人呢 就急忙四处活动 想替四个人 求情 张居正一概断然拒绝 他的理由啊 只有一条 他说啊 这是皇帝的决定 皇帝很恼怒 我没有办法改变 汉连院院长叫王熙觉 他带领全体汉连院的同事啊 去向张居正求情 张居呢 仍然说啊 皇帝的态度 皇帝很生气 我没办法改变 他来搪塞 王熙觉说了 我们知道是皇帝的决定 但我们也知道啊 皇帝是很听你的话的呀 你替他们在皇帝面前说说话 这事不就有转换余地了吗 这一下把张居正给噎住了 张居正脸一沉 说 皇帝不让我走 那四个人非要赶我走 你让我怎么办 他跑进屋里啊 拿出一把刀 跪在众人面前说 来来来 你们杀了我算了 免得我左右为难 哎呀 有些历史学家就说了 张居正啊 他为了化解危机啊 无言一对的紧急情形下 他露出了几分脾气 到了这个份上 你说谁还干再多说话呀 于是啊 停账如期举行 万历五年十月的一天 首都北京啊 是阴云密布 雷声轰鸣啊 武门外 玉林军环列厅中 围成三圈啊 手持剑击账目 淋淋而立 长安街上啊 数以问及的人群 或伸长了脖子 向武门外张望 或窃窃私语 议论着猜测着 大内总管冯宝的马仔 十几个人啊 手里啊 拿着架铁 当时就公文啊 呼啸而来 先喝酒了一声 带人饭上来 玉林军和这些公务人员呢 千百人应声大喊 这个声震天阙啊 吴中行这四个人啊 已经在前两天呢 被锦衣卫逮捕了 下了诏遇 这个时候啊 就被押送到场 这个太监呢 就宣布嫁铁 也就是公文了 说先账 吴中行 赵用贤 每人呢 各六十 账后 发挥原籍为民 永不续用 这是对他的惩罚 只见吴中行 赵用贤被押着啊 爬在专用的条凳上 交右骨于左脚之上 打 随着一声令下 噼里啪啦的棍棒声啊 就响起来了 六十棍打过 这两个人已经昏死过去了 锦衣校尉啊 就用布条啊 把这两个人拽出长安门 用门板抬走了 躺在门板上的吴中行 已经弃绝 他的同乡啊 急忙就带着医生赶到 紧急抢救 苏醒过来了 赵用贤啊 身体非常肥胖 他被打了以后啊 有几块肉啊 就溃落下来了 他回到家呀 他老爸就把这个溃肉 腌制起来了 说要做纪念 接下来啊 就轮到沈思校和爱慕了 这两个人呢 更惨 各仗八十 而且要发急鞭冲军 永不得赦免 哎 这四个人待遇 还有区别是因为什么呀 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吴中行和赵用贤啊 他只是说啊 张居正应该回家 先哭上一声 然后马上回来 继续领导国家 而这个沈和爱 这两个人不同啊 他们坚持认为 张居正应该定优 不能破坏制度 所以他们待遇不一样 沈爱两个人啊 遭受酷刑啊 虚弱模糊啊 还有颠沛流离 发配 急鞭冲军 而且永远不能赦免 就在这四个人受到停障的时候啊 奉命在一旁观看的干部队伍中啊 有一个年轻人 只见他呀 发奋顿足 怒法冲冠 他是刚刚近视基地 还没有分配工作 在刑部 关政的近视 叫邹元彪 这个时候啊 他在怀里啊 揣着一份给皇帝上的意见书 因为文秘机构呢 奉命不再接收这类文件 邹元彪啊 抱不上去 他就揣在怀里 等待时机了 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停障 结束了 邹元彪啊 急急忙忙就追过去啊 追到一个小太监身边呢 他就说了 他说我呀 要请假 你能不能把请假条 给我递上去 同时啊 从秀里啊 还给他一订银子 你只听说过花钱免栽的吧 谁听说过花钱买栽的呀 所以太监呢 就收下银子 也打消了怀疑 他以为啊 邹元彪报来的呀 真是请假的申请 就把文件呢 也收下了 这个文件送交内阁逼施啊 张居正一看 什么请假条 是恶毒攻击 黄河国家领导人的 邹元彪他说什么呢 邹元彪啊 先说皇帝啊 你没有出息 你说是一天也离不开张先生 你出息在哪啊 一点自信都没有嘛 那意思啊 原话不是这个 他指责完皇帝 就开始输入张居正来了 他说啊 张居正论才干 虽有所作为 他的理论根基啊 是偏的 他志向虽然远大 可是他太刚愎自用了 而且他的一些政策措施啊 很不合理 他举例说了 他说你比如说 州县入学的人数 他削减为156人 削减教育经费 致使培养选拔 贤财的路子 越法狭窄 他又举例子说 各地死刑犯 他都下指标 要杀多少人下指标 地方啊 怕完不成指标 受追究 真相以多杀人为能干 这是太滥行了吧 他又说了 他说现在没有人敢说真话 谁说了张居正 不爱听的话 今天说了 明天就倒霉 他又举个例子 他说现在黄河泛滥成灾啊 老百姓啊 无家可归啊 躲在荒草丛里头 以河水冲击 这官员们呢 都充耳不闻 更不管上报 大家啊 只关注张居正的喜好 谁关注老百姓的死活呀 然后他又说了 他说现在啊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他却不奔丧 还说什么 世上先有非常之人 然后才能做非常之事 谁不知道啊 人哪 只有恪守 仁义理智信 那才称得上是人 父亲死了 都不回家奔丧 还自我吹嘘什么 是非常之人 世道人心 不认为他张居正是丧是天良 就认为他是猪狗禽兽 这能叫做非常之人吗 大家听听 你可以想象 这让张居正多么愤怒 最后啊 邹元彪也被停仗八十 发配基地冲军 邹元彪啊 他说话最恶毒了 打得呢 也最重 他虽然保住了条命啊 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至此 没有人敢再说话了 一场啊 极有可能引发政府更迭的政治风波 在铁腕的镇压下 很快平息了 或许啊 有人会冷冷一笑 说只会铁腕镇压 不算本事吧 那要看什么事了 另外一件事啊 张居正他就不这么处置 那么到底什么事 张居正是如何处置的 我们下次再讲 大道国家呀 小道单位 有些突发性事件呢 那都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处置突发性事件 它与危机处置一样 对领导干部驾驭 复杂局势的能力啊 这是重大考验 比如吧 我们先前曾经讲到过 封江大理王世珍 他处置发生在荆州的 学生闹事事件呢 他对错我们不说 就从效果看呢 他和张居正 关系发生逆转 这个导火索啊 就源于这件事 他让领导很不满意 王世珍啊 未免书生气太重了 在人质观察啊 在那样的政治生态下 你处置群体性事件呢 你不是不能一查到底 也不是不能查明真相 但是呢 如何公之于众 或者说让公众知道些什么 那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呢 办事技巧上 王世珍呢 也有些欠阻 如果他事先和张居正 私下通通气 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不管不顾 直接捅出来 你这不是让张居正难堪吗 领导丢了面子 他还会欣赏你 提携你吗 张居正 处理群体性事件 手腕 那可就灵活多了 下面 我就给大家 讲一个例子 这个啊 就在张居正 刚刚平息了 因为他的父亲去世 要不要回家奔丧 而引发的政治风波 仅仅过去啊 两个来月吧 又发生了一桩啊 军人闹事的 群体性事件 这年冬天啊 首都北京啊 格外寒冷 这个市民们呢 早就穿上了厚厚的棉衣 还冻得打哆嗦 首都啊 卫书部队某部 当然这是今天的说法啊 至于当时叫什么 不详细说了 太复杂 大家知道啊 是卫书部队的某部的军事 突然呢 就聚集在首都的闹市 纷纷啊 脱下身上的军装 有的呀 啪的就往地上摔 还用脚踩 用手撕 还有的呢 就高高举起 灯空挥舞 有的呢 就用利刃啊 把这个棉衣啊 给挑破 把这里头的棉花啊 就展示给围观的群众 聪明的各位 可能已经猜到了 这几个军事啊 是对发给他们的东庄 有意见 起来闹事的 简单说吧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这个假冒伪劣啊 搞到部队里来了 黑心棉呢 他冒充正品 就制成了冬装 发给了士兵 这些士兵啊 穿上这些黑心棉 做成的冬装啊 脖子啊 是缩了又缩 还是啊 冷而又冷 他实在忍耐不住了 估计啊 他应该给基层首长反应 推来推去啊 也没人去管 没解决这事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啊 就想通过上街闹事啊 来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 以便呢 解决问题 应该是这么回事 群体性事件呢 除了个别特殊情况以外 多半呢 是基层解决问题 不及时造成的 但是 我敢断言 就这个问题来说 基层部队的首长啊 确实他解决不了 你不要说基层 就是最高层的部队首长 他也觉得棘手 不得不啊 推来推去 反正结果是 问题没解决 矛盾积累下来了 这就引发了闹事 他要是好解决的问题 其实谁愿意推来推去啊 可是呢 你不解决 他就要闹啊 让高层领导知道了 或许会得到解决 你还别说 士兵们这么一闹腾啊 真就引起了相当重要人物的重视了 这个重要人物啊 就是母仪天下的李太后 万历皇帝的生母 他让太监呢 给政府传话 李太后这个人呢 虽然呢 他身居后宫 但是他耳聪目鸣 他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呀 因为冯宝啊 他不仅是大内总管 他还魄力兼任特务机构 东厂的提督太监呢 他是以印灵厂 当时是 这是突破惯例的啊 东厂搜集到的情报啊 随时都会向他报告 所以李太后什么都知道 那么连李太后都知道了 政府知不知道 张居正知不知道这事 我想啊 应该是知道的 这是分析的啊 因为闹事的人身份特殊啊 军人啊 地点敏感啊 首都啊 首都的军人闹事 那非同小可呀 你搞不清楚的人 还以为要发生军事政变呢 那么 一向不怕矛盾 不怕得罪人 敢于认识的这个国家 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 他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加以处置呢 因为啊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 他牵涉到了李太后的父亲 当今皇帝的外祖父 武清伯 李伟 李老爷子 外祖父啊 北方叫老爷啊 这位李老爷啊 他到处插手工程项目 军装制作的这些活 他都懒过去了 你懒你就懒呗 你为了多赚钱呢 他居然用黑心棉 他搞假冒伟劣 这李老爷他为什么这样呢 实在说啊 这个李老爷啊 他是穷怕了 当年呢 李老爷是尼瓦将啊 他以农民工的身份啊 进城他混饭吃 养不活他几个孩子 就啊 把女儿啊 想方设法吧 送进了渔王府啊 当丫鬟 他哪想到 这个丫鬟 他生下龙肿 还做了皇帝 如今既然贵为皇帝的老爷 他还不利用这个机会 多捞钱吗 你不要说 李老爷啊 就是皇帝的生母 堂堂的这个李太后 他也经常把宫里的东西 为娘家办 后来呀 明朝快要亡国的时候 李太后的曾孙 崇祯皇帝 他想让皇亲国戚啊 拿出去银子 祝祥 可是大家都哭穷啊 都说没有 崇祯皇帝无奈啊 就想惩治一两个 拿的谁呢 他拿的就是 这李老爷的孙子开的刀 因为大家都说啊 这李家啊 是最有钱的 李家有钱呢 就是从李老爷 开始积攒下来的 李老爷啊 什么钱都捞 这个事啊 实际上社会上早有议论 谣言呢 不少 涉及到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物 谁也不愿意出面处理 以至于啊 引发了士兵闹事的 群体性事件 事件发生后啊 就连张居正和整个这个政府啊 大家都在装装作哑 没有迅速做出反应 也可能是啊 张居正对李老爷一家的所作所为啊 也不是太满意 但呢 他又不好出面置之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 让他丢人现眼一次 也许啊 给了他们一点教训以后啊 李家顾忌面子 名声啊 以后啊 会收敛一些 这个呢 咱就不好多猜测了 总之啊 张居正没有第一时间 及时处置这是事实 要不啊 为什么等到李太后发话呢 李太后听到消息以后 立即就给这个张居正 带话来了 他说啊 现在首都军人闹事 军民议论纷纷 事处有因 政府啊 你们应该测查呀 假如啊 真有问题 那就应该秉公办事 依法处理 不管涉及到谁 都要一查到底 依法惩处 千万不能因为涉及到 黄金过气 你们就去袒护 就包庇 事情发生了 谣言呢 漫天飞 不及时的正面引导舆论 对谣言中传来传去的 李老爷的声望 他肯定是有损了 你对黄河政府的形象也不利啊 所以啊 李太后的话传到政府以后 张局正立即采取行动 他呀 马上组织一个工作组 大体上啊 是派兵部的领导啊 一些高级将官呢 去和闹事的士兵 对话吧 按现在话说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 是命令他们立即撤回军营 工作组啊 就告诉那些闹事的人 说啊 政府一定要测查 不管涉及到谁 都要一查到底 给大家一个交代 这个闹事军人 本来就是为了 引起高层关注 以便解决问题的 听领导这么一说呢 自然见好就收 也就撤回去了 这个群体性事件呢 暂时算是平息了 那么 接下来就该测查了 其实还用查嘛 张居正也好 李太后也罢 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 就这么把真相端出来 端出来又怎么处理呢 这事有点棘手了 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呢 看你张居正如何处理 你不是说要测查吗 你敢查吗 张居正表态说了 不仅要测查 还要严肃处理责任人 调查组奉命进驻 紧锣密骨地开展调查工作 一切都很顺利 其实也不可能不顺利 你派调查组啊 派谁去调查 怎么调查 事实怎么把握 其实领导和调查组 心里已经有数了 很快 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 就拿出来了 可能啊 有些朋友神经绷紧了 要替张居正捏把汗了 调查报告怎么说的呢 我们捡干货说啊 这个调查报告说了 经过认真周密调查 第一 某部东庄啊 确实不合格 第二 社会上传说什么 皇帝的外祖父 承拦了这个东庄制作 以刺冲好 这纯属无稽之谈 这件事啊 与他老人家 没有一点关系 这是第二 要害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东庄确实有问题 不是李老爷的事 那是咋回事呢 你总得有个说法吧 有 第三点就说了 问题发生在后勤保障部门 是他们独职造成的 当然这些话 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话啊 调查报告提交上来了 张居正做出重要批示 他的批示啊 要点呢 也是这么三点 第一 既然军装有问题 那就赶快重新制法 体现呢 黄河政府 对军人的关心 让他们呢 尽快感受到黄河政府的温暖 第二 那些后勤保障部门 工作不负责任 失职独职 引发群体型事件 从上到下 三十多个人 责任人 按照情节轻重 移交知计知法部门 欲言成 这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啊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第三 要突出宣传 李太后大功无私精神 张居正批示了 此次军人闹事事件呢 之所以能够圆满解决 根本原因是 慈圣皇太后的高度重视 慈圣皇太后 只是要查明真相 不管涉及到谁 都不得寻思袒护 此举志工无私 中外臣民 莫不扬送 这句话是张居正的原话 经过这番测查呀 平息了事件 解决了问题 揭穿了谣言 引导了舆论 挽回了啊 李老爷的形象 还大大提高了 李太后的威望 也可以预料啊 李老爷啊 以后估计 不会再干这种事了 张居正啊 他知道青春换局 李 冯 张 这个三角同盟啊 是确保权力 正常运行的基石 是他得以施展报复的前提 事实真相 在他看来不重要 重要的是 该维护谁 维护好了 该维护的人 换来的呀 是他牢牢 掌控大局的空间 大家想想看 李太后看到这个处理结果 他会怎么想 把大权交给张居正 支掌 是不是很放心 正是这件事发生不久 李太后警告该亲政的万里皇帝 他说了 你不要想做主 等你到了三十岁 张先生再把权力交给你 而且万里皇帝把母亲的这个指示啊 通过公文公之于众 万里皇帝的血管里啊 流烫着 世宗嘉靖皇帝的血啊 世宗嘉靖皇帝 像他这个年纪 从安禄千里迢迢 进京即位 血气方刚 啥啥决断呢 已然是一言九鼎了 可是到了他这里 自己的生母 却韧生生的压着他 不准他管事 你看看 李太后多么信任张居正 你可想而知了 你以为要活得信任是那么容易啊 只靠甜言蜜语啊 恶意凤迎啊 能行吗 一遇到事不知深浅 貌貌实实 你早晚会有漏馅的一天 而张居正 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 大事小情 又都处理得这么得体 李太后其实信任二字所能表达 他简直他就是感动啊 当然 你不能说仅仅因为张居正 处理这桩群体性事件 就让李太后满意 才铁了心 什么压制自己的儿子 非要张居正 继续掌权的 不能简单这么说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样一个道理 信任也是需要累积的 失去信任 可是轻而易举啊 有时候一件事办不好 让上级失望 信任呢也就没了 也难怪啊 张居正自称是非常之人 你看他的手啊 那么 张居正这位非常之人 他是如何将亏损严重的大名毒瓷公司扭亏为盈的呢 如果啊 是一个企业 管理的好不好 比较容易判断 你看效益呗 是吧 你整天玩花活 他早晚会出大问题 可是呢 一个国家治理的好不好 你靠什么衡量呢 你可以笼统的说 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好 幸福感如何 你即使到了今天 有大数据云计算 你这个也不好把握吧 何况在古代啊 老百姓日子好不好 幸福感如何 他怎么显现出来呢 但是 那时候啊 有一个指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国库的银子 当然了 你以现代的观点来观察 国库的钱多 老百姓日子啊 未必一定就好 财政赤字很大 这个国家老百姓的日子啊 未必就差 不过呀 我们在讲张居正的时候 不能讨论这个 只能啊 就事论事 我一开始讲过 不管肯定还是反对张居正的人 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张居正执政后啊 他迅速实现了大名独子公司 纽魁卫营 那么 张居正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人一定会说了 不就是通过改革吗 我可不这么认为 事实也不是这样的 只要啊 大家认真仔细研究 张居正的市政理念和市政举措 你就会发现 在治国方面呢 张居正是组治的坚定维护者 他认为啊 大明帝国的缔造者 伟大领袖太祖高皇帝 考虑的非常全面了 张居正他自己说的啊 他这样说 本朝立国规模 章程法度 尽善尽美 今不必拂有丰耕 唯一样发我高皇帝 高皇帝就卓言张了 所以啊 他执政以后啊 一切的着眼点和注意力 都集中在 如何把组治执行下去 他批驳建言改革者 他这么说的 他说 法治不行也 人不利也 不义人而去义法 何以 他还以皇帝的名义啊 夏文严厉禁止提出改革建议 他说了 说内外诸私 有关部门 地方各级政府 凡事一尊祖宗呈现 无德旺盛意见 调臣更改 反资弊端 为者定义辩乱惩法论 那就是啊 谁建议改革 谁就是辩乱惩法 而辩乱惩法 罪名很大呀 我顺便说一句啊 现在我们经常说改革这个词 是个好词 政治正确 那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你要说改呀 一说改 那是辩论惩法呀 那是罪名很大的 政治啊 就不正确了 有人一定会访问了 那么难道一条编法 不是改革吗 我啊 想告诉诸位一个事实 正式颁布推行 一条编法的法令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张居正去世前一年 也就是万里九年 这个时候啊 大明独自公司 早就扭魁魁营了 这至少说明一点呢 张居正扭魁魁营 和推行一条编法 没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 那是不是张居正 开了什么新税源 税收陡增了 这个你可以去查 还真没有 老实说 不仅没有 张居正还迅速调整了 高拱强力推出的 劫海禁通海运的政策 它是有可能增加税收的 大规模海外贸易 太四伏中了 不然呢 倒是有极大可能 会开辟新税源 民国时期啊 写出张居正大传的 朱东正先生啊 他这么说 他说张居正 除了整理田赋以外 在当时的环境下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 弥补岁入岁出的 巨大差额呢 这是朱东润先生 在张居正大传里说的 实际上是有的 你联系到高拱的 实证措施你就知道了 但是我在这里 无意讨论这个话题 我引用啊 朱老先生的这段话 是想说什么呢 是想说张居正 他并没有开辟新的税源 他能够扭亏为盈啊 靠的还是田赋 还是传统的农业税 张居正啊 他自己也说了 他说方金眼离财者 其说纷纷 结尾之设法 以读完正贡之为遍野 所谓正贡啊 其实就是当年 硬脚的农业税 也就是说 张居正还是在 传统轨道上 实现扭亏为盈的 这就更加不容易了呀 张居正之所以 在短时间内 做到扭亏为盈 抛开宏大叙事 咱别说那么多意义 就事论事 我看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方面 树立了强烈的政绩观 和明确的市政目标 张居正他报复远大呀 使命感责任感非常强 能力当然也没得说 但是啊 他毕竟资历呢 他取得和运用权力的过程啊 实际上是充满争议的 所以啊 他进入高层以后啊 一直有很强烈的政绩观 有点这个意思 有点说 大家睁大眼睛看看啊 看我张居正到底行不行 他有这么个动力 张居正当政后的目标很明确 富国强兵 他为天下理财啊 非常辛苦 偶心立血 弹惊极虑 可谓勤勉敬业 作为帝制时代的领导人啊 特别是明代的这些内阁大臣里头啊 他也是很难得的 什么叫富国强兵 拿什么衡量呢 那时候也没有GDP这一说 看得见莫德着的啊 就是国库里的真金白银 所以说的再具体一点啊 张居正的量化目标啊 就是把国库充赢起来 有了充赢国库这个明确目标 意识形态工作 组织人士工作 司法审判工作 监察工作等等 你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指挥帮转 集中精力抓 弃而不舍抓 排除一切干扰抓 张居正执政的十年 这条主线呢 是很清晰的 也是贯穿始终的 你东一郎斗西一棒锤 你或者三心二意 或者展前顾后 那都不可能实现目标 第二方面 相对和平的内外环境 你要想纽葵国营发展经济 用现在的话说 你老是有战乱 可能吗 张居正能在短时间内 做到纽葵国营 有一个重要前提 大家一定要了解 坐享了高拱遗留下来的和平红利 张居正刚出道的时候 南卧北鲁战事不断 国库支出众用于抵御蒙古的 一直是大头 户部在给龙庆皇帝的汇报里 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要支付北部九边的军费 九大军区的军费 这是 俯库空而国气酌 田野好而民不知 就是没办法了已经 高拱执政以后 他以大气魄 高胆识 惊弄略 在张居正的密切配合下 顶着巨大压力 拍板呢 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最强大的蒙古安达部 达成了和平 开放了编帽 解除了编幻 节省大量国防开支 高拱呢 他还平定了两广 稳定了贵州吐司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 内外和平环境 如果没有高拱 奠定的和平的基础 每年投入北部边坊的经费 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多 他想扭亏为盈 也不大可能 高拱也为张居正 打下了一定的财政基础 专家岳天雷先生有个统计 他说高拱当政的龙庆五年 相比徐杰当政的龙庆元年 岁入增加53%以上 支出减少42%以上 有了这个前提 张居正才有可能短时间内扭亏为盈 也正因为如此 张居正取代高拱以后 他不仅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高拱 还一直也很敬重他 第三方面 主要是张居正的努力了 效法太祖高皇帝的简与颜 出十招 干实事 专家伟清远先生说 张居正短时间内扭亏为盈 并非有神书鬼运之功 他关键在于敢于延伸纪律 大行赏罚以贯策法令 这是伟先生说的 美籍历史学家黄润宇说的 他这么说的 黄润宇说 张之运动 就是张居正的执政 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 或拒步的改革 他不过重整纪律 而严格的奉行节俭 就是黄润宇 他不承认咱们说的什么 张居正是改革家 搞改革呀什么 我引用这些 是想说张居正扭亏为盈的套路 他效法的是太祖高皇帝 他老人家的简于延的两手 有位大学者叫熊世丽 他说 这下边是在原话 张居正执法之延 自汉已还 二千余年间 未有如是者也 大家想想 两千年间 没有像张居正这么延的呀 大明帝国的缔造者 太祖高皇帝 他老人家 朱元璋 够严的了吧 可张居正 甚至超过他老人家呀 就这么严 张居正一上台 就在高宫 整治立志的基础上 大杀 奢靡之风 大力推行节约 过元宵节的时候 把宫内的灯都减少了 控制开支 到了这个程度 有一个 这么一个例子 这个万历小皇帝呀 让张居正啊 看他穿的什么衣服 他说你看什么颜色 张居正啊 没说对 小皇帝就笑着说 他说先生啊 你猜错了 不过啊 这不怪先生 因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的颜色 褪色了 其实这小皇帝呀 想在张居正面前呢 讨巧卖乖的 没想到啊 张居正色道 既然这种衣服 爱掉颜色 以后就少做几件 节俭呢 这个万历十五年的作者 黄仁宇啊 实际上他是研究 明代财政支出的专家 他说在张居正的策划之下 所有不紧急的支出 全部从缓 预算之紧缩 给予各个部门 所有账目 均严格的核查 各地方政府 必须强迫达成结余 毫无宽态 在他的督理下呀 政府所有不必要的 和不急迫的事物 不是停止 就是推迟 教育经费也积累压缩 减少学生数量 其中一个次要的目的 就是减少教育支出 由帝国 邮递系统提供的官室服务 也同样降低到最低标准 邮递系统就是相当于 现在的公务车 加公务接待 就是这个意思 节流的政策 也扩展到军队中去 因为和蒙古 暂时保持和平 边军和边境巡逻部队 也要缩减开支 各方面都节约开支 边镇的都府 受命削减他们的开支 以便能将中央政府 提供的年利 节约20% 就连皇亲宗时的待遇 也大为降低 甚至连他们应该领取的钱粮 索性也不用发放 明朝的官场 奢秘惯了 高拱法式扭转 狠抓了两年多 张居正继续抓 更严厉 而且有射刀剪不容易 可张居正就是不松口 咬着牙 吃不惜的抓 剪这个字 它是节流 把该节约不该节约的 通通先节约下来再说 还有不该节约的吗 其实有 你从长远来看 教育经费你削减了 就有点不合适 张居正有他的考虑 这个我们不讨论 反正他的政策是 给我削减 另一方面呢 该收的税 通通给我收上来 过去啊 以各种名目欠税 非常严重 该征的税啊 征脚不上来的情况 相当普遍 张居正可不客气 征税不是请客吃饭 要来应的 他宣布了 如果规定的税付 没有足额征收 并上交果库 省里 巡抚和按插使 听咎 腹线的一把手 听调 听咎听调啊 都是当时的一些措施 不解释了 实质什么呢 实质就摘乌纱帽 张居正可不是光说说的 他有失招 要真干 光喊不行 我看张居正的招数啊 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 叫什么呢 叫下指标 严考核 数点形 动干部 这12个字 下指标什么呢 当年迎缴多少税 往年欠多少税 加在一起 应征缴多少 给各省下指标 你必须完成 你不完成 就追究责任 严考核 就是实行考成法 考成法啊 实际上是 监督考核机制 它是迫使政府机构 你实实在在做事 你不能玩花火 抓典型 这个好理解 你举个例子啊 张居正时代啊 当时全国有驿站呢 1036处 有了驿站呢 就得有经费啊 编制啊 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使用驿站呢 太祖时代都做了规定了 就相当于啊 现在说的你公务车 加公务接待 都有规定 可是经过200年呢 你就可以理解 什么四菜一汤之类的规定 早就没有人当回事了 大大小小的干部啊 以及干部的亲戚朋友啊 他也不管是不是公务 都要使用驿站 而因公务使用驿站的呢 又超标准 高待遇问题 特别突出 很花钱呢 接待费 公务费 公车费 这很花钱 张居正就说 必须给我恢复到太祖时代 他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啊 而且他拿谁开刀呢 他拿孔子的后代 衍圣公开刀啊 衍圣公那是特权人物啊 历朝历代 都不敢找他的茬啊 你皇帝 一朝一朝的换了 衍圣公 人家可没换过 都是尊重 衍圣公的 张居正就敢干 树立典型 这叫杀猴害姬 你连衍圣公 我都敢动他 他要违规 你大家都掂量掂量吧 谁还敢违规啊 这是说的抓点心 再说动干部 张居正啊 他牢牢掌控人事大权 即使他用起来的 你玩不成税收指标 照耀办你 有令必行 有禁必止 他真的撤了若干个巡抚啊 支付啊 还有一批啊 周县长 大家一看 哎呀 领导是动真个的了 这事态就变得严重了 你谁还敢玩不成指标啊 为了乌纱帽 千方百计 也要完成税税任务 这呀 就使张居正扭亏为应的秘诀 言与简 言与简呐 这个不是对老百姓的 他都是对着干部队伍的 甚至把皇帝也包括在内了 你说能没人骂张居正吗 张居正的办法很简单 你骂我 公开骂的 收拾他 绝不收软 背后骂的 你们骂好了 他说了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这是张居正的态度 两千年间 包括大东的皇帝在内 执政首尾 没有谁像高级打工仔 张居正这样严厉过 诸位一定要知道啊 帝制中国至少表面上是 儒家意识形态会知道的呀 而儒家讲究的是什么呢 是人正 为什么同时代人都恨张居正啊 就是他太严了 你管你是为国家还是为你自己 你这么严苛 我们受不了啊 所以就骂他 现在啊 人云亦云云说什么呀 说张居正死后被清算 是万历皇帝要报复的 是功高震主 这个理解啊 太浅显了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因素 但不是主要因素 最重要的是 张居正他把官场上的 还有准备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啊 他都给得罪了 但是张居正也不是什么事都意味强推 对关系重大 有意识拿不准的 他也不会蛮干 有一件事啊 关系重大 现在啊 我们只要一提到张居正 就会说到这件事 实际上啊 张居正对这件事啊 很长时间内一直持慎重态度 到底是什么事 张居正为什么持慎重态度 我们呢 下次再见 权力再大呀 也不可能什么都懂 你为了显示自己 什么一言九鼎雷厉风行 该不该拍板的事 都当机立断拍板 这样的领导啊 不一定英明 那可能是有权就任性 张居正啊 他够敢作敢为雷厉风行了吧 当时啊 向他提一件呢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他什么呢 说他操窃 什么叫操窃呢 就是什么事都火急火燎的 张居正做事啊 不喜欢拖拖拉拉 悠悠悠悠 拖泥带水 这事他不干 可是即使是这样 有的事啊 张居正却格外慎重 比如 推行一条边法 现在啊 一提到张居正 就说他是改革家 一说到张居正改革 就说一条边法 可是啊 大家不知道 一条边法啊 是在张居正去世前一年 才搬令实施的 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啊 张居正对一条边法 有保留 至少很慎重 一条边法的具体内容啊 比较繁琐 又很枯燥 我不想过多解释了 不凡啊 听听专家怎么说的 黄润宇啊 他是研究明代财政的专家 他这么说 他说一条边法 是将任何残留的人头税 都并入填赋之中 纳税人可以通过支付固定的白银 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大家注意啊 人头税都并到田赋里头 然后呢 支付白银 这是核心 实际上早在张居正出生前 一百年的时候啊 江南就开始实行这个法了 以后啊 又经过几代领导 每代都有这方面的探索 在张居正还是小娃娃的时候啊 富裕繁重的省份 你比如说现在的江苏安徽 现在的江苏安徽啊 当年没有 上海浙江 以及江西福建广东等等 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政府 辅州县呢 就开始实行一条边法了 到了张居正 走上政治舞台 推行一条边法的呼声啊 还比较高了 你比如海瑞吧 他出任英天巡抚 也叫江南巡抚了 他一到任就迫不及待的 推行起了一条边法 张居正执政以后 要不要实行一条边法 大家看法不一 支持者说了啊 说一条边法啊 负担公平 舞弊困难 税额确定 特别是征缴啊 运输啊 便利 还是赶快啊 在全国普遍推开 比较好 这是一个看法 还有一个看法是反对 他说一条边法啊 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 负担公平 而且征银对老百姓不利 还更容易被寝吞 等等等等 其实多少人反对 对张居正影响不大 如果他要拿得准的话 毕竟啊 张居正他缺乏基层工作经验 也没有机会到地方进行调研 那个时候不兴这个 也不开什么工作会啊 座谈会啊 研导会都不开当年 所以呢 对复杂的情况 一时拿不准呢 那也是很正常的 我认为 拿不准就很慎重 这个时候啊 张居正急于督促 各级政府 你足额征交农业税 至于推行一条边法 他是做说服工作这时候 对于态度积极的 他就说推行的时机啊 还不够成熟 大体这类意思 对反对的 他就说啊 你不妨让人家试试看吧 有这么一个例子啊 已经到了张居正执政的 第五个年头了 地方干部啊 推行一条边法的积极性啊 比较高 纷纷的自发实惊 有些人呢 他反对这个 就向张居正告状 请他啊 出面制止 那么张居正 是怎么表态的呢 他写给家乡 胡光省的一把手的信里 他这么说 一条边之法 近 这什么意思呢 从这封信里 我们可以啊 解读出这样的信号 张居正本人啊 对推行一条边法 他热情啊 不太高 所以他先突出强调啊 最近也有人说 这个办法有不变之处 在张居正看来 是什么呢 要在南方 要在有得力干部 主持的地方 你啊 因习以前实行 一条边法的做法 也是可以的 他用个因之可也 就是你 延续下来也可以吧 到了张居正 执政的第六个年头 他又以惶惶圣旨 告诫地方各部门 推行一条边法 必须因地之一 不许一力强行 此后啊 鉴于不少地方干部啊 对推行这一条边法 热情挺高的 这个立部的副部长啊 姓杨的副部长 就给张居正说了 你要加强干预 张居正就告诉 这个杨副部长说了 他说啊 准备再发个文件 重申啊 不必强行 至于啊 你说到那些地方啊 你不妨啊 直接你给那省力的领导 说一声 打个招呼 说文件马上就要下发了 要贯策执行这个文件 不要再搞了 果然呢 不久就又发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这么说的 调编之法 前指 听从民辩 原位与一概通行 不必在意 大家 议论纷纷对这个事 张居正表态了 前边都发过文了 不必强行 听从民辩 不必在这议论纷纷了 到了张居正当政的后期啊 实行一条编法的呼声 越来越高了 到这个时候啊 中央高层反对一条编法的势力 也大为减弱了 看不到有分量的高级领导干部 有谁啊 是明确的反对态度 恰恰相反呢 你像什么户部的部长 叫阴正茂啊 河道总督潘基逊呢 福建的巡抚劳刊呢 等等这些人呢 中央和地方的大员 都纷纷建议啊 在全国推行一条编法 张居正啊 这时候给山东省的一把手 写过一封信 这个信里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啊 在目前的干部队伍中 对一条编法的看法 趋向一致 言不辩者 实之一二 就是反对的呀 或者对着不同意见的 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 所以上层的氛围啊 似乎需要做出在全国 推行一条编法的决断了 这个时候啊 张居正才决定 以圣旨的形式 下令在全国推行 这是什么时候啊 这是张居正生命 进入了倒计时的时候了 不到一年 他就去世了 如果联系到张居正的 执政风格 他要认准的 想办的事情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态度和表现 我看啊 张居正的慎重是对的 要知道啊 银子作为法定的流通货币啊 还是在龙庆初年开得近 刚刚才十来年的时间 南方你商品经济繁荣啊 不缺银子 北方尤其是西北偏远地区 他哪来什么 那么多银子缴税啊 我是不懂经济学 我在这儿啊 说一个想法 凭直觉啊 我感到一律 缴纳银子的规定 对北方 尤其是西北的 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是一大难题 没有经历过苦日子的人 他根本想象不到 穷苦老百姓啊 家里哪有什么闲钱呢 你让他出义务工 干活 他倒难不倒 你要折合成银子 让他拿出来 他就难为死了 所以怎么办呢 只好等打下粮食啊 大家都去卖 卖了 交银子 你比如本来一百斤粮食 就够完税了 现在你卖一百二斤 折合成银子才可能够 你说老百姓的负担 是减轻了还是加重了 这个啊 是我直观的感觉啊 说的不一定对 我说的是西北一带 所以我就想一条边法 于后来李自成张献忠造反 在西北一呼百应 有没有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 但我也看到一些专家说 一条边法的主要意义 在于简化征收手续 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 强行征收白银 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 实则往往因此加重了 农民的负担 而且一条边法 对利益的影响 也并非都是那样正面 这也有专家观点了 这些观点呢 对不对 我不敢说 我在这里之所以说这些啊 还是想说明什么呢 想说明啊 很长一段时间里 张居正对推行一条边法 不是那么积极 一直持慎重态度 是对的 应该这样 这是我的看法 一直被人诟病为操怯的张居正 该做不该做的事 他都敢做 而且办事从不托你带水 可推行一条边法这件事 他就这么慎重 该慎重就得慎重 还有一件事 也让张居正思考了好几年才下决断 我们前天提到过 曹运 曹运对大明帝国关系重大呀 南方的粮食要运到北方 需要通过运河 可是黄河淮河经常泛滥 动不动就把这个河道给堵塞了 这是常有的事 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高拱执政的时候 他说要通海运 然后就大力推造船业 有不少专家认为 正是同时在西方航海活动 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 促使西欧国家向近代化转变 而当时咱们国家 造船技术 航海技术 还有老百姓在这方面的机器性 都不错 唯一不同的是 执政者的政策 这个高拱掌权以后 他就启动了海运和造船业 按照名史专家 韦庆远先生的说法 他说当时 开海通洋 以贸易 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 从海上来往南北 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 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 向北延伸 不但有利于国内洋海的物质交流 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也就是说 中华号航船在高拱的引领下 已经驶向了新航道 但是 张居正他强烈反对通海运 他执政后 断然吃劲 把造船业也给我停了 把偏离旧航道的中华号航船 又迟力的拉回到传统的轨道 那么 张居正就不得不 在传统的轨道上 设法解决草原的难题了 怎么解决啊 张居正本人对水利问题 他不太熟悉 而熟悉水利的专家 又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大体上分两派吧 干部队伍中 对两派都有支持者 当然不可能一半对一半吧 支持多的吧 我们就说是多数派 支持少的吧 我们就叫少数派 支持说两派什么意见 什么观点呢 比较枯燥 而且对今天来说啊 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这里就不说了 张居正开始的时候 比较倾向于多数派 但是他态度也并非很明朗 你可以这么理解 张居正啊 他也拿不准该采纳哪一派的意见 只能是啊 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这么先应付着 所以啊 尽管张居正 弹精竭力啊 偶心力学 抓呀 制和呀 曹韵这件事 可是问题啊 反反复复始终没有起色 牵涉他大量精力啊 直到张居正 执政五年以后 他开始 对多数派的观点 发生动摇了 倾向于啊 少数派了 又过了一年多 他下决心了 要采纳少数派的意见 这时候 张居正执政 已经七年了 历史去世啊 只有三年了 一旦拿定主意 张居正就不再拖泥带水 撤坏了多数派领袖 担任的河道啊 曹韵方面的领导职务 都换人 被这个河道曹韵 这两套机构 也合并了 提拔他所相中的 这个少数派的领袖啊 为公部部长 又提拔这个少数派的骨干 水利专家叫潘吉逊 让他主管河道和曹韵 并极大地扩充了 潘吉逊的职权 大家想象 他这样一做 那原来的多数派的 就不满意了 他们不敢呢 和张居正叫板 就处处啊 找负责 落实工作的 这个潘吉逊的麻烦 对这些人 张居正是毫不客气 他警告大家 你给我自重啊 还不闭嘴的 轻着撤职 重着 抓进监狱 他给潘吉逊 曾经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里啊 他说他迅速采取了措施 这措施啊 三个 一局而裁核道 就是把两个机构 并了 再局而逮王阳 抓了两个人 三局而去临到之妄言 就是妄议的人 被他给收拾了 通过三班府啊 他说 使无稽之徒 无所观其说 然后功得以 斩起红油 抵御成绩 他说 然后你就可以 大展红图了 干出正绩来了 在张居正强力支持下 经过潘吉逊的 艰苦努力啊 确实也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 你看 他拿不准的事啊 他还要慎重 并不是像人说的 张居正就是操绩 什么都活去活了 不是这样的 通过一上歌奖啊 过去大街有共识了 张居正驾驭局势 操控官场的谋略啊 确实是很不一般 时间关系啊 也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 我呀 给诸位啊 简单梳理出几条 张居正掌控人事 驾驭局势的谋略 到底有哪几条 我们下次再讲 按照啊 大明帝国的制度设计啊 张居正的地位职务啊 只是一个顾问角色 如果按照本意来说 可是啊 张居正行事的权力之大 对他的制约之少 超过了大明的任何一位皇帝 包括太祖专长 所以啊 他才能做到如雄实力所说的 执法之言 两千年间所未有 草根出身的一届书生啊 依托国家提供的制度平台 靠个人奋斗 达到了这样的地步 历史上有第二个人吗 他掌权期间啊 致力于大明帝国的伟大复兴 确实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心 张居正堪称人质时代的强人 他登上了人质的巅峰 那么张居正他能够反腐为主 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的奥秘在哪里呢 客观上说 张居正刚上台的时候 皇帝啊 确实还小 他具有顾名大臣身份 这是一个客观条件 除此之外啊 无论是体制上还是意识形态上 他就没有更多的资源了 而且啊 历史上娃娃皇帝多了去了 对不对 大家知道的 这样的机遇啊 一大把 别人怎么没做到呢 张居正却做到了 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啊 我梳理了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点 张居正把最高权力运行中 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都给摆平了 宦官后宫不得干政 这是祖训 是制度 但是情况摆在那的 小皇帝自己他不具备亲自处理问题的能力 内阁报上去的建议 又没有说皇帝只能同意 你不能否决或者修改 他如果是否决了修改了 也并不需要说明啊 我是根据谁的意见修改的 这就有漏洞了 所以啊张居正他是现实主义者 他没有摆出堂堂之阵 正正之旗 说太监干政 后宫干政 是违法的 你们哪 凉快哪待着去吧 他没有 不但他不这样说 也不允许任何人这样说 恰恰相反 他摆出低姿态 煞费苦心的呀 以不同的方式啊 非常和平 巧妙的 把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人都给摆平了 这两个人呢 没有瓜分权力 反而啊 成为张居正的有力支持者 这是最厉害的 第二点 张居正巧妙的把劣势转化为了优势 他在当老大还是当老二这两个角色间呢 游刃有余 张居正他不是皇帝 只是内阁首相 首相不同于以往的宰相啊 过去宰相他可以领导六部 指挥地方 但是内阁不允许的 不能指挥六部 也不能指挥地方 这实际上是张居正的劣势 对吧 但是 他却把所有的劣势 都转化成了优势 张居正不是皇帝 他一直行使皇权 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而且既行使了皇权呢 又摆脱了对皇权的约束 在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啊 约束皇权最主要的机制是宰府 你即使是明朝 内阁也可以把认为难以执行的圣旨 给退回去 请皇帝你重新考虑 这叫执奏 可是到了张居正这里啊 他一身兼二任呢 少了一个最大的制约 大家啊 可以查查明朝的宋朝的史书 不少人啊 皇帝想收拾他 不少事啊 皇帝想办 都给大臣给挡了 可是张居正掌权 他不必担心这个 但是呢 张居正也不是一味创当老大呀 遇到一些他不想办 但从法律人情角度考虑需要办的 或者他想办 但从法律人情角度考虑不允许办的 遇到这些事 张居正就会退回到老二的角色 你比如说 如果有人对张居正的所作所为 提出异议 提出批评 他就会说 这是皇帝的决定 或者他说了 这事是冯宝的主意 皇帝太后听他的 我拗不过呀 他会这么说 你看 皇帝也好 大内总管也好 都成了张居正手里的盾牌了 第三点 张居正通过超长提拔吏部部长 用人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精心进行人事布局 大明帝国的用人权呢 实际上是掌握在吏部的 皇帝差不多也是 话权性质 比较多 内阁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 张居正出人意料的 他用了一匹正常黑马 实际成为自己的人事秘书 这样呢 他就牢牢掌握了对干部的任免权 重要岗位的干部啊 军队的将帅啊 都是张居正精心挑选的 人品呢 好像也不在张居正的考虑之列 选干部的时候 甚至啊 有时候还要刻意使用一些小人 因为这样的话 一些脏活就有人干了 你比如说 你弹劾公部部长朱衡 正直的那个蔡玉石说 为了讨好领导去整人 这种事我不干 可是就有人 欣然冲上去 这种小人呢 干脏活 第四点 张居正有一套控制 威慑驾驾驭干部队伍的办法 张居正啊 有人说他是法家 但是呢 过去的这个高级领导干部啊 他都是以儒家自居的 但是呢 他从法家人物那里啊 也悟出了不少东西 悟出了什么呢 悟出了人质官场的内在奥秘 什么呢 威 威力的威 威严的威 威非常重要 国家机器的运转呢 依靠的是个人权威 维护个人权威啊 就是确保政权系统正常 乃至高效运转的呀 前提条件 必须让人对最高权力持有者 要保持敬畏 对胆敢藐视权威 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 充满恐惧 对无条件服从 肯突破底线 卖力者可能获得的高额回报啊 充满艳羡 这样的例子啊 很多呀 一般人哪会认为 张军正怎么这么做呀 实际上的奥秘啊 在这里 由于啊 张军正牢牢控制着人事大权 在指挥工作过程中啊 乌纱帽 就是他手里的一张王牌 有时候啊 为了推动争议较大的工作 他呀 就会给负责这项工作的干部 私下巡诺 幼稚于高官的位置 给他干活 别人不愿意干 或者说这个活有争议 张军正会写信告诉他 你干吧 干好了 怎么怎么着 当然了 更多的是以摘掉乌纱帽 相威胁 迫使各级干部 迅速落实他的部署 张军正啊 他还有独特的指挥方法 他指挥行政啊 是双轨制 一般性的工作 普遍性的工作 他就依靠公文了 特殊性的 重要性的工作 他主要靠写私人信函 这个公文太格式化 也太形式主义了 他就写信 那公事与私宜 这实实在在 有啥说啥 不要搞那些 形式主义了 由于这些干部啊 不少的干部吧 包括军事将领啊 大多是张军正所任用的 他也就不讲究什么程序了 他只要知道这是张军正的真实意图 他们就会照着干 效果啊 非常好 效率也很高 对不同类型的干部啊 张军正有不同的驾驭手段 你像王世珍这样的天下名流 他就用掉胃口的权术 让他有苦说不出 像张涵这样伊犁提携的干部 平时非常注意维护 一旦不停招呼 立马翻脸 像奇迹光这样的心服爱将 他注意保护维护 但是他私下里也进行批评教育 像洪朝选这样的啊 就是那个刑部侍郎啊 去查办辽王的 这样的被炒鱿鱼的干部 回到家里还指手画脚 缩山道四 这样的干部必须让他付出 惨痛代价 第五点 张军正把监督他的明暗两套系统 都变成了他反过来监督干部队 维护个人权威的工具 大明帝国的政治体制中啊 有很厉害的监督机制啊 以张居正的地位 在体制上啊 对他有两套 监督监视体系 明的一套什么呢 就是督察院和六科的阎官 暗的一套什么呢 特务机构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厂位 特别是东厂 对于啊 负责监督政府的阎官 明的这套系统 张居正改变了选拔程序 怎么改的呢 原来都是力部督察院提人选的 皇帝画圈的 现在必须向内阁叫什么呢 举读请教 你先呢 弄个草稿 给内阁看一看 你才可以提名 这样的话 几乎所有的阎官呢 都是张居正亲自挑选的了 所以张居正执政时代啊 阎官呢 很少批评他 很少站出来 弹劾他 转而呢 成为他打击反对者的工具了 至于这个案的一套 特务机构啊 张居正选择了 他的一个忠诚的同乡啊 担任金银卫的一把手 下边的这个要害岗位啊 他的管家游亲啊 这老弟 他推荐了一些铁哥们 占据着 这个东厂的投资是谁呢 东厂的投资是太监冯宝啊 张居正早就把他摆平了 两个人一体 东厂实际上啊 也间接的听从张居正的指挥了 张居正执政时代 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件怪事啊 这都记载下来的 有有怪缘呢 夜里啊 过夫妻生活 哎呀 他先说几句送扬张居正的话 然后再进入正题 他为什么这样啊 他们知道 张居正的耳目啊 在时刻监视着他们一举一动啊 太武机构啊 他本来是皇帝监视大臣的 结果呢 张居正不仅不被监视 反而把太武机构变成 他监视同僚下属的工具了 第六点 张居正有坚强的意志力 和清晰的实证理念 咬定目标啊 不放松 历史上啊 真正有理想 有目标 而且要向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啊 坚韧不拔的 持续推进的领导人 不是太多 张居正就属于这样一位领导人 他的理想啊 你说高也不算高 什么呢 他就是回到建国初期 那个传说中的法纪言明 生计勃勃的时代 回到太祖时代 政府啊 高效廉洁 人民啊 个安企业 这样一个美好状态 你所以说也不能说太高 回到太祖时代嘛 建国初期嘛 但是这个理想 说低也不低啊 因为什么呢 时代不同了 社会多元化呀 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啊 商品经济的繁荣啊 思想关键的更新呢 实际上 这时候的大明已经处在大变局的前夜 而且在高拱的林领下 差一点就实现新航道了 张居正 弹精竭力 偶心力血啊 才把这个偏离了太祖 规定的航道的 这个中华号航船呢 拉回来了 他要重现太祖时代的荣光 为此啊 他效法太祖 牢牢把握简一圆二字 脚踏实地的干实事 目标明确 政绩观清晰 他就锁定在 使国库充盈起来上 为了这个目标啊 张居正无所畏惧 甚至一种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的 寻道者的悲壮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从不松懈 思想言论 行动举措 都必须符合 他的这个理想目标 不允许啊 任何偏离 第七点 张居正精通阴阳之道 双黄之术 其实啊 在帝制中国呀 名上儒家那套 实际上啊 并不是那么回事 说的和做的呀 往往不是一回事 甚至南辕北辙 有些事你可以做 但是不能说 有些事啊 说是要说 甚至要高调说 但未必真做 这里很复杂 总之 人质官场 到处充满啊 辩证法 张居正啊 性格成文 适合人质官场 他又善于学习借鉴 注意记取啊 别人的经验教训 对这套啊 阴阳术啊 他很精通 你不管是违装也好 作秀也罢 都家庆就熟 尤其善于 演这个双皇 小皇帝和这个冯宝啊 或者主动 或者被动 或者心知肚明啊 或者被梦在鼓里 常常就充当他的打档 你最典型的例子啊 就是夺情大戏啊 他说我要坚决定优 那边就说 坚决不能定优 实际上 都是策划好的 有了这样的倒数 一般人呢 不敢干的事 张居正就能干成 一般人认为 这不可能吧 哎 在张居正这里 就变成了可能 而且更重要是啊 在当时来说 他不承担具体责任 这不是我啊 这是皇帝啊 这是冯宝啊 他会这么说 上述七点啊 和张居正个人的经历 事件 性格 特殊的人际关系啊 密切相关 你可以说 这种高度人格化的权谋 有很多很难在复制 但是啊 我在这里啊 也必须郑重指出 张居正身后是遭到清算的啊 祸及子孙 这是一个悲剧 英国哲人汤因比说过 他说一个人 如果为了获得财产或地位 而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荣誉 那么 他就会受到别人的蔑视 而且也会受到自己的蔑视 古希腊先贤呢 叫亚历士多德 他说悲剧人物 之所以陷入悲剧 原因并不在于他为非作歹 干了都是坏事 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 是性格上和行为上的过失造成的 那么张居正自己对他遭清算的悲剧 有没有责任呢 他有哪些教训呢 除此之外 关于张居正啊 还有很多话题啊 你比如说 查办辽王暗中暗 敢跟张居正叫板的思想家 核心引直死的迷案 你再比如说 张居正如何对待提不同意见的人 张居正有没有意识到他身后的危险 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再比如 为什么要清算张居正 清算张居正过程中发生了哪些事 后来 是谁呼吁为张居正平凡的 等等等等 要讲的呀 还很多 有的呀 非常有意思的 但是呢 就不宜在这个专题里讲了 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张居正 了解张居正时代明朝的官场和政治生态 我建议大家读一读我的两本新书 第一本 就是我在这个讲座的基础上啊 要进一步增补 充实内容 要出版一个纸质书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号 那里头啊 会及时通报这本书的出版情况 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叫 燕京笑笑声 拼音呢 就是燕京笑笑声 第二本啊 也是最有分量的一本书 也就是长篇历史小说 大名首相 这本书啊 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这可是我付出巨大心血创作的 力图要重新找回历史小说的 昔日荣光 全方位的展现了 大名中后期 幽暗诈明 朦胧躁动的历史 这本书啊 在株浪网和手机阅读APP 猪浪小说连载 并且啊 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纸质书 大家可以看一看 衷心感谢啊 各位一路陪伴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